中国人讲虚岁,八十岁,住世八十年,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这世释迦牟尼佛世线,跟我们这个世间人寿命差不多。 由此可知,一切至成就如来,他那个时候众生福报大,寿命长。 从这里看得出,他那个地方,那个时代,众生的福报很大。 未出家时,未小国王,与一灵国王未有,同行时善,饶益众生。 这样续说一切至成就如来,这一尊佛在没出家的时候,这个时间太久太久了。 他已经成佛了,成佛一般讲修行,从凡夫修成佛很长很长的时间。 这要讲他九远结阴德的事情。 他是一个小国王,与灵国王未有,这两个国王,灵国都非常难得,都是很好的国王。 同行时善,饶益众生,他们用什么方法治国? 用时善业道来治国,这非常难得。 饶益,意识利益。 国王念念都是希望人民的生活能过得好,人民真正能得利益,过得很幸福,很美满。 饶事丰饶,不但利益而且能得到很丰富,无论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上,都能够达到满足,这才叫饶益。 可见德国王的心非常之善。 其灵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 灵国是与他交界的其他的国家,里面的人民造作恶业了。 他们这两个国好,这两个地区好,国王交得好。 所以古时候国王,儒家的标准是三条,做知君,君是君王,你是国家的领导人,做知青,领导人是人民的父母,要以父母爱护儿女这一种心,对待全国的人民。 爱民如子,你要保护他,你要养育他,还要做知识,你是人民的老师,人民的表帅,人民的楷模。 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让全国人民真正想到福报。 想谁的福? 领导人的福,他教得好,都是讲师范。 从前帝王居住的处所叫京师,京是大的意思,师是师范,模范的城市。 全国城市以他做榜样,以他做模范,叫师。 名称多好,用意多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了从前帝王专制,你小看是错误。 今天我们到北京皇宫里面去看看,皇宫里面的办事的处所,办事叫大殿,大殿就是帝王开会,集会办公场所,场所叫什么? 太和殿 太和殿后面,中和殿,再后面,这三个最主要的建筑物,宝和殿,太和,中和,宝和。 他用的是什么心? 他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全国人民? 用,和,上下和睦,全国一团和气,这个国家哪有不兴旺的道理? 我们佛家讲六和,他讲三和。 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是教我们以和为贵,我们要懂的这个意思,所以这是真正的圣主贤王。 如果他接班的人,后裔,都能够遵守这个原则,这个朝代会永远传下去,哪里会灭亡的道理? 后代的人不遵守,为非作歹,这个国家就亡国,政权就会丧失了,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两个国王好,所以他们的国家治理得非常好。 但看看外面其他的国家那就不一样,人民造恶造罪,造罪当然要受报。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德藏菩萨本愿经,第十一卷,新加坡进宗学会录影是当明,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上一次讲到定自在王菩萨请问世尊,得藏菩萨类结以来发的是些什么愿,而得到世尊殷勤的赞叹,请求佛为大家略位开示。 世尊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实际上菩萨是带我们发问,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地听,就是叫我们要用心听法,细心的领会。 佛序说这是很久之前,九远劫之前,那个时候有一尊佛教一切至成就如来,佛的寿命六万劫,由此可知,那一个时代众生必然是修善断恶,所以感得如此殊胜的国报。 佛在没有出家的时候是一位小国王,与他邻国一个国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两个小国王都是以时善来治理国家,教导全国的人民断食恶,修时善。 当然这两个国家国太民安,人民都过得很幸福。 可是除了他这个地区之外,其他地区就不然,这一切众生造作恶业的很多。 这两个国王在一起看到,好像整个世界局势,他们两个就在商量,如何帮助其他国家地区人民。 我们讲到这地方,接着诸位看经文。 麒麟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一纪,广设方便。 怎么样来挽救世运,这两个小国王在商量。 义王发愿。 义王,当中有一个国王发愿。 早晨佛道。 当度世辈,令始无余。 义王发愿,唯有成佛才能够广度众生。 如果不成佛,虽然有这个愿,愿与心为,我们常讲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没法子。 这就发心求道要成佛。 义国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的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 这两个小国王发的愿不一样。 这一为国王发的愿,自己没有的度,先度众生。 这是所谓菩萨发心,不是为自己,要为别人。 这一段经文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真实的意义,我们可不可以发个愿,不度自己,先度众生。 如果真的发这个愿,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却确实实没有自己,我与我所都断了,行,那个没有问题。 如果还有人我,还有是非,还有得失,那就不行了,换句话说,你脱离不了六道。 凡事不能脱离六道的人一定要觉悟,无始节至今天我们累积了多少罪业,这是实话,罪业不是这一生造的,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罪业,焉有不堕恶道之理。 焉有不堕地狱之理。 你决定会堕落的。 你堕落在三恶道,你拿什么去度众生。 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一定要正的阿罗汉以上,才可以说我先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 最低限度是阿罗汉果,脱离六道轮回了。 到六道里面那是视线,去帮助众生。 自己成佛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我慢慢再来,我先度众生,这才行。 你自己有本事才行,没有本事,发这个愿是空愿。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千万不要产生误会。 最殊胜的方法,这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夜席深重,一品烦恼没有能力断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发心求生净土。 求生净土说老实话,我们要想自己修行正的阿罗汉果,不简单,说老实话,做不到。 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人可以做得到。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就成了佛? 没有,一品烦恼都没断,凡胜同居土往生的人烦恼没断。 但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微神的加持,加上自己的善力,自己要有怨心,有点善力,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这个时候行。 我不着急成佛,我急着先度众生,学得藏菩萨。 那是你有本钱,你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微神加持,可以到十方世界,应以什么深度化,就是现什么深。 得藏菩萨也是如此。 我跟大家讲周邦道夫人,遇见得藏菩萨是出家比丘香,应以什么深的度,就是现什么深。 应以佛深的度者,得藏菩萨也能视现八香成道,也能视现佛深。 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千万不要误会。 我们在台湾曾经见到有些法师发心,心发得很大,不愿意成佛,愿意深深逝逝在这个世界做法师度众生。 走的时候香都不好,实在比不上一个念佛的在家居士,念佛的。 我们这么多年来,在家念佛居士往生的瑞香,有不生病,欲知实质,站着走,坐着走的,很多,出家法师当中一个都没有。 你不能误会,他们确确确实实有能力,做小国王的时候,这是视线。 他本地是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 佛说出这两个小国王。 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义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致成就如来世。 义王发愿永度最苦众生,为愿成佛者,即的藏菩萨是。 的藏菩萨类结以来实时发愿,那个愿心永远不退,这是值得我们效法。 所以我们真正要想发心,学的藏菩萨。 的藏菩萨的殊胜功德,是一切其他菩萨不能比的。 佛在这个经上讲,除了文书、普贤、观音菩萨,其他菩萨都不能未比。 即使观音、文书、普贤这些大菩萨,在愿心上来讲,的藏菩萨超过他们。 但是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接触多了,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心,就是自己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 我们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愿心特别强,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法里面,的藏法门最为殊胜,道理在此地。 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依旧不断地在造重罪,不知道回头,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无不是罪。 都是为自己,为个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安全。 纵然学佛,自私自利深重的习气,他断不掉,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外面一诱惑,里面烦恼立刻起现行,把佛法望得一干二净。 学佛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一定要效法的藏菩萨,宣扬的藏菩萨的法门。 决定从自己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 如果我们的愿行恳切,为生净土之前,就得阿弥陀佛,得一切诸佛如来加持,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增长能力,能把这个经讲好,讲得让大众喜欢听,生喜欢心,喜欢依教奉行。 这种智慧能力不是自己的,佛力加持的,自己业障深重的凡夫,哪有这个能力。 既然的诸佛如来加持,的龙天善神拥护,自己就要更庆幸,更认真,更努力,不能辜负诸佛菩萨的护念,要做得更好,做得更如法,做得更圆满。 我们向这些地方学习,那就没错了。 下面是尊佑给我们讲一则,的藏菩萨在阴地修行的故事,请看经文。 赋于过去无量阿僧止节。 这个时间越说越远。 有佛出世,明清静莲华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节。 我们从寿命上来看,就晓得当时人福报实在是不可思议。 前面我们看到寿命六万节,这地方看到四十节,都是以节来算。 回头想一想我们现在的人间,寿命不过百岁,长寿,不到五十岁而走,好多好多。 诸位要是每一天看看报纸上登的这些复文,不到五十岁走的,占一半都不止。 古人所谓人生七十古来西,就很少了。 一切福报用寿命来显示,你看到众生寿命长,佛的寿命跟众生寿命是一样, 它视线一定是相等的,不会有特殊,就知道这个时代,众生他们的智慧得行所感的的福报。 这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深深地领会到, 一阵庄严是心性所变现的,心地善良变现的境界好,境界善,舒适。 众生心性不善,造作恶业,我们依报的环境就衰了, 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没有能令人能生欢喜的处所。 追究其根本原因,为心所现,为时所变,自作自受,哪能怪人。 请看经文。 像法之中,有意罗汉,幅度众生。 这是在清净莲华目如来像法时期。 这就说明佛已经入班涅槃,没有住在世间。 一切诸佛的法运都有三个时期,正法、像法、末法。 佛的寿命长,当然他的法运也长。 但是在像法的时期,像法时期所谓是塔寺坚固的时代。 因此教化,寓意女人,自曰光幕,设时供养。 这在像法时代,寺庙里面只塑造佛的形象, 佛的形象就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造相的功德很大。 可是虽有这一些硬体的设施,如果没有善知识讲经说法, 一般人见到塔寺,见到佛菩萨的形象,虽种善根, 这个善根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熟。 所谓是你眼睛见到佛像,耳朵听到佛菩萨的名号, 一粒耳根永味道种,他这一生当中他不知道修行, 他的怨心,信心发不起来,但是种子种下去了, 金刚种子永远不坏。 如果能教他这个种子提前成熟,那就要有善知识讲经说法。 他见像知道像的意义,文明知道明的意义, 起真实清净的信心,发起如佛的愿行, 他这一生就成就,功德就不可思议了。 如果遇不到善知识,只是文明见像,不解经意, 不能发心修行,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 虽有限,实在讲,也是不可思议。 光木女设斋供佛,在寺庙佛像前面设斋供佛。 罗汉问之,欲愿何等。 有一个罗汉,像法当中有一位罗汉,罗汉是出家人。 这是一个善知识,住在寺庙里面度化众生。 光木是寺院里一个信徒,他今天来打斋,来供佛。 罗汉问他,欲愿何等? 你今天来设斋想求什么? 光木答言,我以母王之日,滋福就拔,未知我母身处何去? 果然他是有目的而来,正是燕宇所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到寺庙里面来拜佛,一定是心有所求。 他求得不错,他母亲过世了,所以设斋来抄见。 法师既然问他,他心里很想知道,他母亲在什么地方? 母亲现在在哪一道? 何去,就是六道里面的哪一道? 可见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 常常怀着一个心愿,如何帮助过世的亲人。 罗汉闽知,未入定官。 见光木女母堕在恶去,受极大苦。 这事堕在地狱里面。 罗汉,诸位在此地想一想,他还要入定,他才能够见到, 他要不入定,他就见不到,这是定功遣者。 定功要深的人不必入定,你一说他就知道,他就见到。 这还要入定,出定之后告诉他,他在定中所见到的境界。 诸位要晓得,为什么不入定的时候见不到。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不入定的时候心散乱,罗汉比我们的心清静多了,我们怎么能比。 人家定功是九次地定,四禅八定再往上去是第九定, 这么深的定功还是不行,还是要入定才能够见到境界, 不入定还是不行。 由此可知,我们凡夫的心是杂乱心,杂是夹杂,乱是不定, 这样的心就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障碍。 这个障碍是什么? 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讲的时空,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到无限度的空间。 时空本来是一个,一个就是佛家讲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为什么会变成无量的法界? 我们佛法里面讲法界,就是科学家讲的不同为次的时空,三度空间是各界线,四度空间又是各界线,五度,六度,各个不同的界线,障住了。 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三度空间,只能接触到三度空间,四度,五度我们接触不到。 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触到现前这个法界,我们讲人法界。 畜生法界里面我们见到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见不到,我们见到的是小部分,为什么? 这一部分的畜生也住在三度空间,我们见到了,它要住在四度,五度空间,我们就见不到了,就是这么个道理。 入定,定是清静心,把散乱心暂时扶住,这一扶住之后,它的空间就扩大,就突破,定越深,突破的空间越大。 小定能够突破三度,看到四度,我们就讲这人有神通,有特异功能。 更深的定在突破一度,能够看到五度空间,就这么个道理。 现在西方人有一本很畅销的书,讲预言的,圣经的密码,也许你们有人看过。 写这本书的人倒是非常客观,他说这个预言,预言得这么正确,而这书是三千年前人所写的。 他很肯定,他说决定不是上帝。 他说如果是上帝,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提醒我们有这个灾难要发生,可见得他不是上帝。 所以他的猜想,一定是很有智慧,很有慈悲心的人写的。 这个说法正确,他头脑很清楚,他不迷信。 有人来问我,为什么会把三千年后的事情,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 古德曾经给我们说,预言有两种根据,中国也有不少预言。 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我们也向他请教过,他的说法也是如此。 他说第一种是数学,大多数是根据数理来推断。 中国很多预言是数学推断的,所以它的根源是,易经。 易经,是高深的数学,数学是科学之母。 像在中国很流行算命的,看向的,都是根据,易经,都是根据数理。 但是数理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如果有一点点推算的不对,那个结果就不一样。 换句话说,它的正确性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六十、七十,不是很圆满,这要看推算人它的程度而有所不同。 但是从定功上观察,那就完全不一样,定功是限量境界,它亲眼看到,这不是比量,推算是比量,这是限量。 所以写,圣经密码,这个人,它是定功,禅定里面看到。 禅定里面看到三千年前后的事情,不足以为奇,那有什么奇怪? 刀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刀立天的一天,在刀立天上一个月,人间就三千年。 如果再往上面去,那就更容易了。 夜摩天的一天是人间两百年,三千年十五天。 再往上去兜绿天,兜绿天的一天是人间四百年。 由此可知,如果要到玉界第六天,三千年不到人家一天的时间,一天里面的事情他怎么会看不清楚? 当然清楚。 所以写这一本书的人,在我们佛门里面的观察,它是定功。 订功能够突破时空的界限,这个道理现在科学懂得,他承认,他肯定。 但是现在他们找不到方法,如何能够进入时光的隧道,他们叫时光隧道,如何能够进入未来,或者回到过去。 他们智慧的理论上都有可能,现在找不到技术。 他不知道在古老的佛法里面,禅定就是这个技术。 你入圣身的禅定,你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 圣经密码,是这么来的,所以它的正确性百分之百。 这个局势可不可以改变? 可以。 他这个说法很重肯,灾难可以化解,化解以什么方法? 人心。 人心都能够向善,这个灾难就化解了。 可见得他也是把善恶心,这个心形认定做,这个世间一些急凶祸福转移的一个枢纽,这个说法很正确。 这本书现在在世间很流行,有很多文字的译本。 在台湾我们也看到中文的译本,值得我们警惕。 我们要想救自己,救社会,救一切大众,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 而断恶修善的教学,无过于,地藏菩萨本愿经。 所以世尊在刀利天宫这一回,把末法时期以后,一直到弥勒佛出生之前,这么长的时间,度众生的任务交给的藏菩萨,是正确的,我们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得藏菩萨主持教化,观音,世智,文书,普贤,弥勒辅助的藏菩萨。 好像在教学里面,的藏士校长,佛不再是他代表佛,其他一切菩萨来辅助的藏菩萨,帮助的藏菩萨来教化这些苦难的众生。 罗汉入定,定中突破时空的界限,他见到地狱了,看到光木女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受苦,受极大苦。 出定之后,罗汉问光木言,问他,乳母在身,做何行业,经在恶去,受极大苦。 问光木女,你的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些什么事情? 实在讲这世经上的文字,就是说他造了些什么样的罪业。 他现在堕在地狱,很苦。 光木答言,光木女就老老实实地说,告诉他了。 我母所习。 习是习性,喜欢,爱好。 为好食但鱼鳖之属。 今天讲海鲜。 他非常喜欢吃海鲜。 所是鱼鳖,多食其子。 特别喜欢这些。 或炒或煮,自情食旦。 既其命数,千万富贝。 尊者慈敏,如何哀咎。 我们今天在饮食里面,说吃肉没有罪,这能讲得通吗? 一定要觉悟。 读了这个经,了解事实真相,怎么敢吃众生肉。 尤其是喜欢吃鱼子,喜欢吃些小鱼,一盘一碗里面多少条生命。 你说这个杀业多重。 这一些被杀的众生,他的怨恨多深,他甘心情愿给你吃吗? 如果说甘心情愿拿这个肉来供养你,那他是菩萨,他觉悟了,他就不是众生了。 只要是众生,你去抓他的时候,你仔细观察,他逃命,他不是甘心情愿被你吃。 你要杀猪,你叫猪来我杀你,我吃你的肉,他是不是乖乖就来。 他一看到刀下的就跑,到处乱跑,他知道你要害他的命。 他被你抓到,被你杀了,这是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你晓得这个怨恨多深,结怨成仇。 人不是一生,有来生,畜生也有来生,机缘成熟了,焉有不报复之礼。 世间的战争怎么来的? 佛就讲都是从杀生食肉而来的。 佛曾经说过一句话,要想世间永远没有刀兵截,没有战争,他说除非众生不食肉。 众生不食肉,这个世间战争,灾难就没有了,换句话说,世间众生还要吃肉,刀兵截就决定不能避免。 为什么现在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 累积的冤业太重了。 以我们记忆里面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死人残酷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轻得多,第二次严重多了,第三次和子战争更不得了。 想一想佛的话有道理。 我们今天造作罪业就跟光牧女的母亲一样,自情实淡,放纵任意,弱肉强食,这还得了吗? 所以要,计其命数,千万父辈,不止一千条命,一万条命,还要增加好多倍。 他一生所杀的,所吃的,这是他造作的罪业。 下面两句话是求法师怎么样来救他。 尊者慈敏,尊者就是我们现在所称尊敬的。 尊敬的法师,尊敬的罗汉,你一定要帮忙,要想方法救他的母亲。 罗汉敏之,为做方便。 罗汉看到这么一个孝女,有孝心,非常同情她,教导她。 劝光牧严,如可至尘念清净莲华木如来,坚肃化形象,存亡或报。 这个里面关键就是,至尘念,这三个字,真诚的心去念佛。 我们在这个经上所看到,消极重的罪业,度罪苦的罪报,都是教念佛法门,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经上没有教她念阿弥陀佛? 佛说法,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这是无量节之前,那个世间出现的那一尊佛是清净莲华木如来,是他们的本师。 罗汉劝导她念本师佛,造佛的形象,这个福就大了。 存亡或报,存世光牧女,你在世,你修福,你得福报,王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也得福报。 这教她做这个事情,当然罗汉为她讲经说法,为她说明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经典文字省略,我们一定明了。 光木闻以,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 复公尽心,悲弃瞻理。 光木女依教奉行。 舍所爱,所爱的是财物,要把她自己的财物用来造像。 现代造像比过去方便多了,过去造像诸位晓得,完全是手工一品,速度非常缓慢,雕塑要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尊好像。 就是彩画也不是容易事情,画一张佛像也要好多天,这是我们晓得。 现在科技发达,造佛的像,雕塑的佛像可以先造模型,现在人所谓是大量生产,可以普遍供给许许多多大众来供养,那这个幅就更大了。 彩画现在可以印刷,可以画一张庄严的佛菩萨形象,一印就上万张,几十万张,几百万张,乃至于几千万张,普遍供给一切大众供养,所以现代人修复比古时候方便太多了。 现在人造严比古时候也方便,可是修复也方便,这,第藏经,尚说的。 严福提众生虽然很会造罪业,但是他也很容易回头。 真正有人劝导他,说明他,回头也很快。 在一切菩萨众当中,最殊胜的无过于的藏菩萨,的藏菩萨印画在我们这个世间九化山,观世音菩萨印画在普陀山,与我们中国人特别有缘分。 地藏菩萨本愿经,康熙年间清廉法师的,科著,著得非常好,文字虽然深了一点,对现代人说,实在讲也正好便利我们学习国文。 我们把,地藏菩萨本愿经,著解当作国文来读,岂不是很好吗? 这个注解,以后我们如果能够有缘分,再找到一个时间,把注解详细地讲一遍,就像讲国文一样,使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字、文学,更能提升一个境界。 而对于本经的内容有更深入,更透彻的认识,对于我们生活,工作,处世待人接物,必定有更大的利益,像经上所说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 在现代,这一个大时代当中,一般社会大众都把佛法的教学看成宗教,使我们学佛的同修们迷失了方向,这是非常不幸。 有机缘接触到正法,就有责任将佛法本来的面目,解释给社会大众,让大家真正明了,佛法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 是什么? 生活教育,破迷开悟的教学,离苦得乐的教导。 我们对它认识纯正,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 这一段是叙说光木女接受罗汉的指教,回去依教奉行。 舍所爱是断贪,贪是根本烦恼,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从它而生,所以这个就是断一切恶,塑化佛菩萨形象供养,占理修一切善,占理,供养,称明,必定是依教修行。 修行,修正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带人接悟一切错误的行为,这叫修行。 它这样去做,果然有感应。 呼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 它的感应是在梦中的的感应。 从经文上来看,它是画佛像,供养彩画的佛像。 这一尊佛像,就是清净莲华木如来。 恭敬供养,它就感的佛在梦中出现,孝心恳切感动佛的加持。 而告光目,辱母不久,当身辱家。 才觉饥寒,即当言说。 这就告诉她,你的母亲不久,她会诱到人间来,这就告诉她,脱离恶道。 因为她舍财造像供养,恭敬的功德,她的母亲脱离地狱。 重罪消了,她还有余罪,所以不久会生在你的家里面。 这个小孩出世就会说话,很特殊。 出世就会说话,我们这个世间也有,一生下来就会说话, 她记得她前世的事情,这种情形在佛法里面讲,是夺胎。 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母亲怀孕的时候,怀孕的是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跟她的母亲缘很薄,来干什么? 讨债的,是讨债鬼,欠的不多,所以让她十个月难受, 给她一点罪受,这个小孩一出生就死了。 而光木女的母亲就借着她的生活过来, 所以夺胎,她神魂离开,光木女的母亲神魂就入境去, 是这么回事情,夺胎。 她没有经过十个月怀胎之苦, 所以她的事情就记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是这么个道理。 一般人是做胎,十个月叫胎育之苦, 十个月里面就像在地狱里头一样, 受极大之苦,把前世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 这种事情我们可以理解的。 我们曾经看到过有些小孩, 小时候两,三岁算非常聪明伶俐, 到各四、五岁害一场大病, 一场大病发了高烧之后, 她变成白痴,变成弱智, 什么事情都不能记忆。 诸位想一想, 一次严重的大病都把你记忆完全丧失, 何况十个月胎育。 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把前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唯有夺胎来的, 因为她没有受过这个苦, 她就很清楚, 很明白。 她家里果然发生这个事情了。 其后家内, 毕生一子, 未满三日, 而乃言说, 激手悲泣, 告于光木。 她家里面的庸人生了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就是光木女母亲来投胎, 跟梦中佛所跟她讲的完全相应。 生下来这个小孩到第三天, 看到光木就给她激手, 激手是给她点头。 三天的小孩, 我们晓得动作不灵光, 但是她晓得点头, 晓得礼尽, 表情是很悲痛。 给光木说, 生死业缘, 果报自受。 无事辱母, 久处暗明。 自别如来, 泪堕大地狱。 这是讲她, 她死了虽然没有多久, 可是在地狱里面, 所受的这些罪, 受的这些苦, 我们常讲度日如年。 这也说明时间不是真实的, 不是实法, 时间是我们抽象的概念。 像中国古时候笔记小说里面, 唐人的笔记小说写的, 黄梁梦, 梦中的时间很短暂, 黄梁是小米, 煮小米稀饭, 小米很容易煮, 比一般米要快多了。 稀饭还没有煮好, 她在旁边打个瞌睡, 做了一个梦, 梦醒了, 稀饭还没有煮好, 你说这个时间多短, 不过几分钟。 但是她在梦里面已经过了几十年, 说明那个时差很大。 我们人间好像没多久, 十日不久, 她在地狱里面, 似乎已经过了几个大劫了, 她那个感受是真实的, 真正是很长很长的时间。 九楚暗鸣,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 时空的感受不是相同的, 在地狱里面感受是极长极长的时间。 也如同天人看我们一样, 如果从兜绿天看我们, 我们人间百年, 活一百岁很长很长, 在兜绿天几个小时。 如果用二十四小时来算, 一天的四分之一是六个小时, 人间一百年在兜绿天六个小时。 兜绿天人感觉得很快, 怎么一会儿, 在人道已经一百年。 所以我们人间几十天, 地狱里面已经是几个大劫了。 她剁的是大地狱, 不是普通地狱, 造的罪业太深太重。 我在年轻时候没有学佛, 也是喜欢肉食。 我造的业比一般人造的业重, 抗战期间我常出去打猎, 读了《地藏经》之后恐怖, 真的害怕, 就吃肠素, 不敢再肉食了, 知道自己造作的罪业很重。 小时候无知, 我父亲喜欢打猎, 所以我们常常跟着大人上山打猎, 天天都有野物带回来。 我打猎打了三年, 17岁, 17, 18, 19, 16岁, 16岁就开始打猎。 所以我这个枪法几乎是百八百重, 不需要瞄准, 我有这个本事。 每天至少要打20发子弹, 不打猎也练习。 我父亲是个军人, 那个时候对日本人战争, 他管军械, 管这些武器, 所以我们家里枪支就很多。 机会造业, 天天让你练习, 小朋友哪个不喜欢玩枪? 我们玩真枪。 枪法打得好, 是天天练出来的, 你不练怎么行, 要练, 什么事情都是一门深入, 长期熏修, 所以我枪法就打得很准。 可是造的业就很重, 那个时候不知道。 以后学佛, 读, 第藏经, 读了真是寒毛直述。 看到我父亲死的那个状况, 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 我父亲死的时候发癫狂病, 看到山就往山上跑, 看到水就往底下钻, 跟经上讲完全一样, 我亲身所见到的。 我们上山就是打这些野兽, 水里面我们用黄色炸药炸鱼, 炸药下去之后, 真的几千条, 几万条的鱼飘上来, 你说这个罪业多重。 打猎猎物比较少, 和里面炸鱼不得了。 我们常干这个事情, 晓得知道这个罪业非常非常之重。 杀身是短命报, 我父亲四十五岁就走了。 以后我学佛, 人家给我算命, 他说你的寿命不能超过四十五岁, 我相信。 所以我学佛很精进, 因为时间指定到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那一年害一场病, 害一个多月, 我也没有找医生, 也没有吃药, 因为心里想到命到了, 医生是医病的不能医命。 所以就一个月当中, 念佛求生净土, 这么念一个月, 病自然好了。 以后有一年, 在台湾人王法会当中, 遇到甘诸活佛, 这也是老朋友。 他看到我之后非常喜欢, 告诉我, 你这么多年来讲经红法功德很大。 他说, 你本来没有福报而且短命, 现在你不但有福报而且长命, 这都是这一身红法力身的福报现前。 我没有求长寿, 只是明白觉悟之后, 不再为自己, 一切为佛法, 为众生, 所以的的感应。 对我自己来讲, 我随时都想走, 我对这个世间一丝毫的留恋都没有。 身体留在这个世间, 众生之福, 众生需要, 佛法需要, 多留几天, 众生不想要了, 佛法也不需要了, 立刻就走, 毫无留恋。 这是我自己现前的心态, 我很欢喜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 这是叙述造业受报。 我要不学佛, 必然也是地狱里头受报, 没话说的, 你的业缘在此的, 生死业缘果报自受, 这哪里能逃得了? 光牧女的母亲只是好吃, 我们不但好吃, 还造业, 杀生, 杀得太多太多了。 下面说, 这下面感谢他。 蒙乳福利, 方得瘦身。 为下贱人, 又负短命。 寿年十三, 更落恶道。 乳有合计, 令无脱免。 这是告诉他的女儿, 我蒙你造像供养修福, 能够脱离地狱, 这才得人生。 得人生是各下贱人生, 是他家里面奴婢的小孩, 而且又短命, 只有十三岁, 十三岁之后还要多恶道。 把这个事情告诉他,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救我? 光牧文说, 知母无疑。 哽咽悲蹄, 而白婢子, 既是我母, 何知本罪, 做何行业, 多于恶道。 光牧女听到这个事情, 欲先在梦中, 佛告诉他, 这完全兑现。 知道确实是他母亲, 又到人间来投胎。 听到他说这些事情, 寿命只有十三岁, 所以越感到他真正可怜。 这才问他, 你既然是我母亲再来, 你应当知道你自己造的是什么罪, 堕在恶道里面。 毕子答言, 以杀害悔骂二夜寿暴, 若非蒙福, 就把无难, 以事业雇, 为何解脱? 这给他说清楚了。 在生之前杀生害命, 喜欢肉食, 特别喜欢海鲜, 前面说过的, 杀生害命太多太多了, 这些冤业的报偿, 这里还没有。 堕地欲是性罪, 五戒里面佛所制定的, 杀生, 偷盗, 淫欲, 妄语是性罪, 不受戒造了也有罪, 不能说没有罪, 这是四重罪。 不管有没有佛法, 不管学不学佛, 你造了都是极重的罪业。 造的时候看你用的是什么心, 看你造的业之声广, 结罪不同。 他造的业是任意, 自义所为, 这个罪业就中了, 杀生害命。 悔骂, 一般都是讲, 对于善人善事, 佛法, 他不相信, 别人劝他, 不但不能接受还要毁谤, 还要骂人。 如果我们把, 地藏经, 故事跟他说, 他摇头, 他不相信, 骗人的。 这就是棒佛, 棒法, 这个罪就更重了。 是这两种罪业受的地狱果报。 若非蒙福, 就把无难, 要不是蒙女儿给他修复, 他没有办法解脱, 地狱苦报够他受的。 地狱里面罪报受闷了之后, 还要堕恶鬼, 畜生常债。 这命债怎么得了, 你所杀害的众生都要常债, 欠钱的要还钱, 欠命的要还命。 过去安世高大师在中国两次常命债, 传记里头有记载, 这两次的命债过去是他误杀, 不是有心杀的, 误杀, 还是要常债。 这两次也被别人误杀, 因缘果报丝毫不爽, 我们要觉悟。 如果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脱离不了六道轮回, 换句话说, 我们过去这一生跟众生所结的这些冤业, 要知道统统要偿还, 这怎么得了? 哪一辈子才能够还清? 我们不能不觉悟。 不论你学佛不学佛, 这是事实, 谁都不能够避免, 谁都无法逃过。 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 唯一能够救自己的, 能够度众生的, 把无量劫来这些冤业能够化解, 只有一个方法, 求生净土。 生到净土之后, 我们有能力每一天上供诸佛, 下化众生, 将所积的一切功德, 回向给无始劫来冤亲债主, 帮助他们破弥开悟, 离苦得乐, 才能将无始劫的冤业, 把它解除, 把它化解。 除这一个方法之外, 决定找不到第二个方法。 所以诸佛如来劝导我们, 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就是这个道理。 再看底下经文。 光木问言, 地狱罪暴, 其事云合。 光木女也想打听打听, 地狱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子。 婢子答言, 最苦之事, 不忍称说, 百千岁中, 醋白难尽。 当然她给她说了一些, 能说得完吗? 说不完, 太苦了, 苦到不忍心称说, 一百年, 一千年也说不完。 这是她母亲 跺在地狱亲身感受的。 光木闻以, 蹄类好气, 而白空解。 对着天空发怨。 愿我之母, 涌脱地狱。 必十三岁, 更无重罪, 极力恶道。 这是光木女为母亲发重大的誓愿。 首先希求她母亲永离恶道, 本来她母亲十三岁之后, 还要堕恶道, 还要继续受苦。 她向空祷告。 十方诸佛, 慈哀敏我, 听我为母, 所发广大誓愿。 若得我母, 永离三徒, 及私下见, 乃至女人之身, 永结不受者。 愿我自今日后, 对清净莲华木如来向前, 却后百千万亿劫中, 应有世界, 所有地狱及三恶道, 诸罪苦众生, 誓愿就拔, 另离地狱恶去, 畜生恶鬼等。 如是罪报等人, 尽成佛境, 我然后方尘正觉。 光木女是地藏菩萨的前身。 她的母亲却确实实涌脱恶道, 为什么? 如果没有母亲堕地狱这桩苦事, 她怎么会发心? 她母亲的功德是从这里来的。 是因为她堕落地狱受这么大的苦, 激发这个孝子发大心, 她能发这样的宏愿, 稀有的因缘是从她母亲堕恶道而生。 没有这桩事情她就决定不会发心, 她也不会去设斋供养, 也不会去舍财造像, 她母亲给她是逆增上缘。 所以真的是存, 王都得利, 得大利, 不可思议的利益。 这愿一发, 给诸位说, 她母亲就永托三恶道。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 她的愿心我们要记住, 如果我们也能够以地藏菩萨发的愿, 作为自己的本愿, 自己也发同样的愿, 你就是的藏菩萨的化身,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不但自己过去的父母眷属能够永托恶道, 佛家常讲, 义子成佛, 九祖升天, 往上去九代的祖先, 都能够离恶道苦, 升天享天福,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从这段经文上深深能体会到。 她在佛像面前发愿, 从今而后百千万亿节中, 她愿力之强, 不是一时, 不是短时间, 也不是为一处, 应有世界所有地域及三恶道。 这个愿行多大, 空间多大, 时间无限, 在空间尽虚空, 变法界, 只要有地域及三恶道的地方, 这里面所有苦难的众生, 她发大誓愿去救拔。 要帮助这些人, 永远离地域恶去, 畜生, 恶鬼, 愿这些受罪的人, 像她母亲一样遭遇到苦难的人, 他们完全都成佛了, 自己最后成佛, 这就是, 地域不空, 是不成佛。 地域空了, 恶鬼, 畜生到当然空, 这一定的道理。 发誓愿以, 据文清静莲华目如来而告之曰, 光目, 如大慈明, 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 这是孝感诸佛。 这愿一发就听到有声音, 没有见到佛像, 听到佛的声音, 感应非常的明显, 显感显应。 他在佛像面前发愿, 这是感, 明显之感, 立刻得到佛明显之影。 佛就给他说, 他听到佛的声音, 告诉光目, 你大慈明。 这是真正如来的大慈大悲, 普度一切众生。 善能为母, 你这个愿心, 大慈明心, 是因为你母亲多恶道的因缘, 你才发的。 无关乳母, 十三岁必, 舍慈报义, 身为范至, 受年百岁。 佛告诉他, 你的母亲夜报赚了, 愿一发就赚了。 你的母亲十三岁死了之后, 她还得人生, 而且很殊胜, 身为范至, 是修行人, 婆罗门教里面的修行人。 而且长寿, 他活一百岁。 过世报后, 当生无忧国土。 无忧国土,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他在修道当中, 有殊胜的因缘闻到佛法, 闻到佛法之后, 他发心念佛求生净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寿命不可继绝。 同阿弥陀佛无量寿。 后成佛果。 在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一身成佛, 所以这个法门叫当身成就的法门。 成佛之后, 广度仁天, 树如横河沙。 这是清静莲华木如来告诉光木, 你母亲往后的这一些善报。 这是光木女一段的故事, 的藏菩萨因地发愿。 佛说完之后, 告诉定自在王。 请看经文。 佛告定自在王, 耳时罗汉福度光木者, 即无敬意菩萨是。 那个时候的罗汉, 叫光木度母亲的这个人, 就是现在的无敬意菩萨, 这是等觉菩萨。 当年是各罗汉, 罗汉不一定是四果, 诸位要晓得, 初果也叫罗汉, 二果, 三果都叫罗汉, 现在是等觉菩萨。 光木母者, 即解脱菩萨是。 现在也是等觉菩萨。 光木女者, 即的藏菩萨是。 将她的本基因缘统统说出来了, 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请看下面经文。 过去九远节中, 如是慈悯, 发恒和沙愿, 广度众生。 佛在这个地方再次的劝勉我们, 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 过去九远节中, 的藏菩萨深深逝世遇到这些苦缘, 激发她的悲愿, 深深逝世发愿。 发恒和沙愿, 发愿次数这么多, 所以她的愿心这么强, 愿力这样广大, 对象都是尽虚空, 便法借苦难的众生。 请看底下这一段经文。 未来世中, 这未来世就是指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去佛在世的时候, 照西洋人的说法也两千五百多年, 照中国历史的记载三千多年了。 所以未来世中, 就是指我们现在。 若有男子女人, 男子女人没有加上善, 换句话说, 造业的男子女人。 底下讲, 不行善者, 行恶者, 乃至不信因果者, 邪淫妄语者, 两舌恶口者, 毁谤大臣者, 如是诸业众生, 必堕恶趣。 这世讲现在世, 造这些业在今天社会太普遍, 随时随处我们都能够见到。 他们如果继续再造, 不知道回头, 必堕恶趣, 恶趣是三恶道。 而且人生在世是非常短暂的, 短暂的时间极容易造作恶业, 造作重大的恶业, 转眼之间就看他要受苦暴。 若遇善知识, 劝令一谈指尖, 皈依的藏菩萨, 是诸众生, 急得解脱三恶道报。 几个人遇到真正的善知识, 能够听从善知识的教会。 真正的善知识, 明了因缘果报的道理, 明了因缘果报事实的真相, 他的劝告是真诚的, 是慈悲的, 是亲切的, 我们听了之后应有感动。 一谈指尖, 是讲时间之短, 很短的时间。 你能够, 皈依的藏菩萨, 皈依是回归, 从前造作一切罪业, 现在回头, 不造了, 依是依靠, 依靠的藏菩萨的教会去修行。 的藏菩萨的教会在哪里? 就是这不经。 这不经不很长, 不难受持, 我们每天能够读诵, 能够解义, 能够依教奉行, 这叫皈依的藏菩萨。 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 受持, 读诵, 为人演说, 这叫皈依。 而不是每天把这个经念一遍就算了, 这不行。 念一遍是你阿赖耶实里面, 增长善业的种子, 你的行业要不改, 不能改过自新, 不能回头, 还是要受恶报。 不过这个恶报会轻一些, 脱离恶道的时间会快一点, 这是一定的。 但是要想不多恶道,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缘果报的理论就被推翻了。 因为常常读诵, 你没有去做, 心里头, 阿赖耶实里头, 地藏经, 的种子多, 容易起现行, 容易觉悟, 有这么个好处。 什么时候在恶道里面觉悟过来, 你就马上离开恶道了。 而阿赖耶实里头, 没有深刻的印象, 遇到这些苦报, 他不觉悟, 他不回头, 这个苦就有得受的。 如果你读诵又能解义, 这就要善知识。 善知识的缘有浅身不一样, 浅的, 劝你一谈纸归一, 深的, 要把事实给你讲清楚, 讲明白, 再劝导你怎么去修行, 这善知识缘就深了。 你都清楚, 都明白, 真的回头了, 回头救自己, 不是救别人。 如果不回头, 如果不救自己, 必定堕恶道。 就像光木女母亲讲, 地狱里面的苦况说之不尽, 不忍心说。 果然回头依教奉行, 遵守佛陀的教会, 每天受持, 读诵, 为人演说, 这个人, 急得解脱三恶道报, 决定不会造三恶道的业, 也不会受三恶道果报。 这什么原因? 原转了。 诸位要晓得, 佛法式讲理, 你过去造作这些业习种子永远存在, 不会说你今天修善, 这个善可以抵罪过, 不能相抵的, 善有善果, 恶有恶报, 永远不能够相抵。 但是罪业深重, 这个罪报决定有, 我现在暂时不享受这个恶报, 我想把这个善的果提前, 这行, 这个可以做到。 道理在哪里? 原。 我从今天起断一切恶, 我把恶元断掉, 恶业的种子虽然在, 没有缘它不起现行。 我这个善虽然少, 我把善的缘加强, 让善先开花, 先结果。 这可以做得到, 这是合理的, 真的是合情, 合法, 合理。 所以我们从今天起, 一定要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断一切恶就是把恶元终止, 过去虽造极重的恶因, 没有恶元, 恶因不会结果。 善虽然很微弱, 做得善是少, 这是一点点小善也行, 从今而后加强它, 使善元增长, 善果先现前, 这就好。 下面佛教导我们, 教给我们怎样转变这个果报, 这段开示很重要。 若能至心归境, 这是第一句, 这是根本。 归, 是归一。 归一, 诸位要记住, 决定是依教奉行才叫归一。 如果不能做到依教奉行, 不叫归一, 你没回头, 归是回归。 真正回头必定有静, 沉静。 映光大师讲, 一分沉静, 的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 的十分利益, 这是有人向祖师请教, 佛法修学, 入佛门有没有什么秘诀。 大师的答复是, 有, 沉静, 这是入佛的秘诀。 所以说一分沉静的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的十分利益, 沉静能感动诸佛家, 我们看婆罗门女, 光木女, 看这些故事, 她们为什么能得到这么明显的加持? 沉静。 这是总, 下面是别说。 沉静表现在哪里? 瞻里赞叹。 赞叹, 就是为人说法, 为人演说。 释迦牟尼佛讲这不经就是赞叹的藏菩萨, 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是赞叹阿弥陀佛指讲经说法。 下面这是琐碎的事情了, 香滑衣服, 种种珍宝饮食, 这是供养, 都是表现给别人看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讲到此的, 这段意思没讲完, 下次我们接着讲。 得藏菩萨本愿经, 第十二卷, 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请先开经本。 昨天讲到世尊告诉定自在王菩萨, 光木女的一段公案说完了。 接着佛要给我们讲文明供养利益之事, 续说在过去九远节当中, 得藏菩萨如释的慈敏, 累劫的发愿, 来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 未来世中, 若有男子女人。 男子女人上面没有加一个善, 指一般人。 不行善者, 行恶者。 这些男子女人不行善, 行恶。 乃至不信因果者, 邪淫妄语者, 两舌恶口者, 毁谤大臣者。 如是诸业众生, 必堕恶趣。 这是很肯定的教会, 恶业当中是以这四种味极重的罪业。 不相信因果, 他就自意地为非作歹, 他不相信有报应。 所谓在这个世间作威作福, 不肯饶恕别人, 他不晓得后来的果报不可思议。 邪淫, 妄语, 两舌, 恶口。 邪淫, 佛在经上讲的很多, 是法里头也说, 因为万恶之手, 所有一切的罪业几乎都从这个地方生的。 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社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动乱。 佛讲的这四种原因, 我们一看就明了了。 今天世人几个人相信因缘果报。 几个人知道邪淫, 妄语, 两舌, 恶口, 是社会一切动乱灾祸的根源, 谁知道。 尤其是大臣佛法, 对大臣佛法, 别说对大臣, 小臣, 一般的佛法都认识不清楚, 把他说做迷信就是毁谤。 加上迷信这两个字, 就让许许多多众生断绝文法的机缘, 何况更有甚者。 造作这些罪业的人多, 果报没现前, 花报先现前, 花报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动乱, 灾难的频繁, 天灾人祸, 苦不堪言。 造这么极重之罪, 佛在此的说必堕恶去, 这个恶去世地狱, 极苦的无间阿鼻地狱。 下面就说明, 若欲善之事。 善之, 说明不是感情的之, 理性的之, 真有智慧, 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法道理, 他真通达, 现象作用认识的很清楚, 这叫善之事。 欲善之事给你开导, 你听了之后明白了, 觉悟了。 劝令一坛指尖。 一坛指是形容时间之短。 皈依的藏菩萨。 皈依两个字极其重要, 不是形式上的皈依, 做一个皈依一事没用处, 有样子没有诚意, 那有什么用处? 为什么有形式而没有诚意, 心发不起来? 对于事理没透彻。 这当然是善知识的问题, 知识还不行, 善知识, 能把皈依的道理, 皈依的事项, 皈依的真实功德利益, 样样说清楚, 说明白。 皈依是回头, 依是依靠, 依靠谁? 依靠的藏菩萨。 地是什么? 性地, 心性, 藏是什么? 自信里面无尽的智慧功德德乡, 这是地藏。 如果你看到的藏菩萨的塑像形象, 你认为你皈依那个, 那是佛门里头常说, 你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它是一个形象, 让你见到这个形象有所启发, 知道是心地宝藏, 我们要依这个, 依性德, 你是真正皈依了。 心地宝藏, 性德里面具足圆满的功德, 我们不知道, 在哪里。 这一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 就是世尊为我们开显自信宝藏, 我们真的有依靠。 归一的藏菩萨, 就是依照, 地藏菩萨本愿经, 的理论, 方法, 境界去修学, 这叫归一。 从前我们在观念上, 言语上, 行为上, 与本经所说相悖的地方, 赶快回过头来, 依照经典的教训, 把它修正过来就是一, 从错误回头是归, 依照经典一桩一桩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一。 归一就是真修行。 能够这样做法, 佛说, 是诸众生, 急得解脱三恶道报。 为什么? 这些众生过去做了无量无边的罪业, 为什么现在他能够离开三恶道的苦报? 这个说法有没有违背因果? 造恶为什么不受恶报? 决定不违背因果。 他为什么不受恶报? 他的恶缘今天断掉了。 诸位要晓得, 因要结成果, 当中有个缘, 没有缘, 虽有因, 果报不能现前。 譬如说瓜子, 瓜子是各种子, 将来可以结成瓜, 但是它要缘, 它要土壤, 要肥料, 要阳光, 要水分, 它条件具足, 种子会发芽, 会长成, 将来开花结果。 如果把这一粒种子的缘都断掉了, 放在一个茶杯上, 放一百年, 它也不会结果。 这就是说, 你过去造作这些罪业, 阿比地狱的罪业, 一定要到阿比地狱去受报。 佛菩萨今天教你把恶缘断掉, 你虽有业因现在可以不受果报, 这讲得很有道理, 是把缘断掉。 从今天之后生性因果, 不淫欲,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口, 赞叹大臣, 缘马上就反过来了。 过去那个罪在不在? 在, 种子在阿赖耶实里, 就等于说把它装在茶杯里面去, 种子不会消失。 诸位要知道, 善恶种子永远不会消灭, 遇到缘它就起现行, 遇不到缘永远藏在阿赖耶实里头, 阿赖耶实是个仓库, 收藏在里面。 永远不能消灭, 将来成了佛怎么办? 成了佛就有好处了。 你有阿比地狱种子, 你将来就可以到阿比地狱度众生, 你阿赖耶实没有阿比地狱种子, 地狱没分, 你见不到。 所以往昔所作一切善恶的业因, 成了佛统统起作用, 普度九法界一切善恶众生。 因为那个时候清楚, 不迷惑了。 堕地狱是什么堕的? 度众生。 在地狱里面说老实话, 没有苦受, 视线。 所以你要没有恶鬼的缘, 你怎么能度恶鬼? 你没有畜生的缘, 你不能度畜生。 我们看诸佛菩萨在三恶道现身, 过去在因地当中, 他造三恶道的业, 现在三恶道业可以拿来用了。 他用, 他不是受报, 他是去度众生。 所以我们对于过去造一切罪业, 也不要后悔, 晓得成佛之后有大作用。 不成佛那可不得了, 你要是加上现在再造上恶缘, 你准到三恶道受苦报。 所以觉悟之后有觉悟的作用, 觉悟就是到三恶道去帮助苦难的众生, 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 再看底下这一段, 若能至心归尽, 归是归一, 尽是尊敬。 这段文里头关键字眼在, 智心, 智心是真诚心, 没有一丝毫的虚妄。 真诚心依教奉行, 佛教给我们的, 我们要牢牢地记住, 天天去做, 受持, 读诵, 为人眼说, 这就是智心归一, 这就是要依教奉行。 受是什么? 佛在经上讲的道理, 我们接受, 没有怀疑, 佛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 我们接受, 完全照做, 经上讲的境界, 我们契入, 契入就是真的, 这才叫至心归尽。 下面举出几桩饰箱, 这是举几个例子, 实在讲在日常生活当中, 修学的面很广很深。 底下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 瞻里赞叹, 这事统统是为人眼说, 供养佛菩萨形象, 每一天要如法的去供养礼拜。 称名就是赞叹, 读, 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赞叹的藏菩萨, 称的藏菩萨名号是赞叹的藏菩萨。 像我们现在居士灵的念佛堂, 四楼念佛堂, 你们每天在讲经之前都去念佛, 念佛就是瞻里赞叹。 给谁看? 给一切众生看。 一切众生里面人是少数, 人到居士零四楼看到你们生欢喜心, 阿赖耶石里面种善根, 种佛的种子, 一粒耳根, 永味道种, 你们就度了它。 更殊胜的是天龙鬼神, 你要晓得, 这个道场里面多少护法神, 诸天鬼神都在那个地方。 你们念佛, 讲经, 我们肉眼看不到, 四周围无数的天龙鬼神, 不仅是四周围还有上下, 空中, 地下都是护法神。 如果你的心很清静, 你能够感触到, 你会觉得他们统统都在, 而且数量不可思议。 为什么这些护法神来? 他们在因地理发愿, 只要是正法道场, 他一定要来拥护, 他如果不拥护, 违背他的本事, 他怎么对得起诸佛如来? 他在佛面前发得愿。 我们今天完全是在弘扬正法, 正法里面决定没有一丝毫自私自利的意念在其中, 如果有夹杂这么一个意念, 护法神可以不来, 佛菩萨不能怪他。 佛菩萨说, 你为什么不护法? 那个人有私心, 他可以不来, 佛菩萨不能怪他。 如果这个道场修学的人都没有私心, 讲经的人没有私心, 护法神不去, 他有过失。 这一些理事我们都要懂, 所以我们一定要真诚至心规境瞻理, 要礼拜, 要赞叹。 香花衣服 这是讲功养具, 一定要燃香。 香, 表的意思很多, 前面有说过, 表性, 表界定, 表五分法生香, 表这个意思。 花, 表阴形, 所以一定要供花。 供花是提醒到场大众修阴, 阴殊胜, 将来果报一定殊胜, 所以供好花。 在古时候没有假花, 供的都是鲜花, 鲜花要天天换。 诸位要晓得, 花是表法的。 过去没有鲜花怎么办? 古人也有方法, 做宝花, 金银, 琉璃做成的花, 那个不必换。 古时候用这些供养具, 用金银七宝做成的花, 做成的果, 以这个来供佛, 宝物, 表自己的敬意。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 现在工作又忙碌, 天天去买花, 也是相当麻烦。 佛是很通达人情, 不会叫你很麻烦的, 如果有很好的假花也能供养, 绝对不是对佛不敬。 敬与不敬是在你的心, 你的心要是至心归敬, 供什么都是表达你的敬意, 如果你心不敬, 你就供七宝宝花也不行, 也是不敬。 这是一个形象, 表自己的心意, 也含着自形化它, 所以供香, 供花。 衣服, 供衣。 衣是什么? 不是我们现在裁缝的衣, 不是这个衣。 你要想到, 佛法是从三千年前古印度传过来, 三千年前他们穿的是什么衣? 什么叫衣? 衣就是整块的布匹。 在新加坡很方便, 我们在路上常常看到印度人, 印度人穿的衣, 一块很大的布包在身上, 供的是那个衣, 不是我们有领子, 有袖子这个衣, 这衣不好看。 它是一块布, 我们今天披的袈裟, 就是衣。 世间有福报的人, 它这个衣是整块布匹。 佛法僧团当年是起时制度, 日中一时, 到外面去托波, 一餐饭容易得到。 一件衣非常困难, 很不容易得到, 从前都是手工制, 很费事, 的一件衣不容易。 实在讲的一波饭也不容易, 有时候这一波要讨好几家才得一波, 这个地方给你一点点, 那里给你一瓢根, 要拖六, 七家才拖一波饭。 古时候资源没有现在这么丰富, 生活很艰苦, 所以出家人穿的这个衣到哪里去找? 看人家穿旧的衣服, 丢弃不要的, 叫粪扫衣, 丢掉不要的, 破了不能用了。 出家人把它剪起来, 看看这一块布里面还有一些完整的, 把这完整的裁下来, 然后再把它拼凑缝起来成一件衣。 这样剪起来的, 质料也不一样, 颜色也不一样, 穿起来多难看, 所以缝起来之后一定染色, 穿染衣一死在此地。 今天我们的供衣, 供袈裟, 供这个衣。 衣表什么? 表忍辱。 衣遮身体遮羞, 表忍辱。 这是衣服, 种种珍宝。 这是供养佛菩萨, 用珍宝供养。 珍宝形状, 种类很多, 都是表自己的敬意。 珍宝也表法, 这是世间人所喜爱的, 世间人所重视的, 有了珍宝他的生活就有了保障。 珍宝就表法宝, 佛, 法, 僧是三宝, 供养珍宝是表这个意思, 让人家从这个宝, 一看到宝就联想到三宝。 世间之宝只能够解决我们贫穷之苦, 不能帮助我们出离三界六道之苦, 没法子。 佛, 法, 僧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 脱离轮回苦海, 那是真正的宝, 绝不是世间宝所能够相比。 供养珍宝的意思在此地。 或付饮食。 饮食是世间一切人活命的资财, 没有饮食, 命就不能活。 出家人也不例外, 也要日中一时, 也要出去脱离。 供养饮食, 这里面重要的意义, 就是让我们从这一桩事情, 想起对修道的人要知道四世供养, 让他安心修道。 修道的人没有什么欲望, 他可以过很简单的生活, 他有道心, 真正给世人做出最好的榜样。 帮助世间人断贪甜吃慢, 世间人这四种烦恼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我们怎样去劝导他? 要现身说法, 你要做出样子来。 你只是讲, 劝他, 你自己不肯做, 人家看到假的, 你看他自己都不肯做, 他教我们舍财, 他的财愈来愈多。 那人家怎么会相信? 不但不相信, 他还办法, 他还要造罪业。 所以一定要明了, 一定要认真去做, 一个修道人接受的供养四种, 饮食, 衣服, 卧具, 医药, 四世供养。 这是一个人有身体在这个世间, 生活降到最低的限度, 这四样不能够缺少。 四世供养具足, 心就可以安了, 安心办到。 一日安一日办到, 明天不要去想, 明天还没到。 如果想明天, 想明年, 那叫打妄想。 如果我们的心果然在道, 明天真的缺乏, 我们深深相信诸佛菩萨会来供养, 人不会来供养, 诸佛菩萨来供养。 你相信吗? 有事实在。 我相信许多同修看过, 虚云老和尚年谱, 那个里面记的事情, 真的不是假的。 老和尚发新潮五台山, 三步一拜, 路很远拜三年才拜道。 三年这么长的时间, 经过三个春夏秋冬, 哪有不生病的道理? 路上生病, 在荒山里面, 人积不到的地方, 他走这些路。 很少人走这些路, 他病了怎么办? 谁去救他? 谁去帮助他? 文殊菩萨去了。 他朝五台山的时候, 文殊菩萨帮助他好多次, 照顾他。 最长的时候差不多一个星期七天, 因为他身体不好, 给他熬姜汤, 熬稀饭, 找这些医药。 文殊菩萨画一个生乞丐, 好几次遇到灾难都碰到这个人, 奇奇怪怪的。 老和尚对他很感激, 就问他。 他就告诉他, 他叫文吉, 他姓文, 名字吉祥的吉。 他说, 我家就住在五台山下面, 你到五台山去问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我。 这佛菩萨来供养。 老和尚到五台山之后, 拜了文殊菩萨, 就打听文吉, 结果人家告诉他, 那是文殊菩萨化身, 才恍然大悟。 你真有道心至心归境, 佛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 你心不再道, 当然佛菩萨不会照顾你, 护法神不会照顾你, 真心在道, 佛菩萨, 护法神常常在左右看着你, 没离开你。 到你真的急难的时候, 没有人帮助, 他就来了, 他就化身来了。 为什么没有这些人来帮助? 人没那么大的福报。 供养修行人, 照顾修行人, 福德是无量无边, 要有大福报才能遇到这个机会, 才能种这个福田, 没有这个福报看到当面错过。 我们如果对经教要没有一点深入, 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 这是举几个例子, 每一个例子里面都有深广表发的意趣, 然后我们才晓得怎样做法。 如是奉侍者, 未来百千万亿节中, 常在诸天, 受圣妙月。 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样的修学, 这样的表演给人看。 如是供养佛, 供养菩萨, 再回过头来供养一切众生, 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能令一切众生回头觉悟, 所以他的这么大的福报。 这个不仅是福德, 给诸位说这已经是功德, 从福德变成功德。 他念念是利益众生, 不是利益自己, 念念为众生, 这就成了功德。 他的果报, 常在诸天, 御戒天, 色戒天。 受圣妙月, 这想天福。 若天福尽, 下身人间, 有百千节, 常为帝王。 想人间的福报, 天福尽了, 他还有余福, 到人间来做帝王, 这是说人间福报最大者。 后面这一句话重要, 能异宿命因果本末。 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句话, 一想福就想糊涂了, 想糊涂了, 有福报没有不造业的, 你造作罪业的时候, 后果又不堪设想。 他能够知道宿命, 知道果报是从哪里来的, 知道以前修的是什么样的善因, 所以他想福还继续修福, 他的福报就想不尽。 追究他的根源就是至心归净, 的藏菩萨的功德。 说的藏菩萨, 一定要明了心地本具的德能, 你这叫真正皈依的藏菩萨。 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至心归净的藏菩萨, 才修行成功, 才正无上菩提。 如果不一的藏法门, 决定成不了佛。 不但成不了佛, 说老实话连阿罗汉都成不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事出世间一切法, 统统都是依心地法门而建立。 能够顺性德, 成就一切善果, 违背性德, 变六道三图, 变恶境界。 所以善恶境界全是自性变现的, 就是看我们这一念是顺性还是逆性, 所现的境界果报不相同。 他们能够还记得宿命因果本末, 这是菩萨威神的加持, 这是感应道教。 众生有感, 佛就有应。 感, 决定是以真诚清净心才能感。 一般人为什么跟佛菩萨没有感应? 心不成, 心不清净, 哪来感应? 如果心有邪思, 像前面所说的造十恶业, 你所感的都是一些恶鬼恶神, 都是造恶的。 造恶跟造恶相感, 修善跟修善的人相感, 这一定的道理。 一经, 里头恐老夫子都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善人总喜欢跟善人在一起, 恶人一定跟恶人在一道。 我们的心要是善, 就跟佛菩萨, 善神在一起, 心里要是恶, 就跟恶鬼恶神在一起, 这是感应道教的原理。 再看底下经文, 定自在王, 这是世尊叫着他的名字。 如是的萨菩萨, 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 广力众生。 如等诸菩萨, 当即释经, 广宣留步。 佛在此的机会教育。 今天与会的菩萨们太多了, 释迦牟尼佛要把他老人家缘祭之后, 教化众生的使命付托给的藏菩萨, 同时也要求这一些诸大菩萨共同协助。 请得藏菩萨带头, 一切诸菩萨要来协助他, 所以让他了解这桩事情。 所做的是广力众生, 一切诸佛菩萨都是这个愿望, 所以任何人带头做都好。 他带领我们在旁边赞助, 全心全力的支持, 功德完全是平等的。 只是个人的缘不一样, 除缘之外决定是平等。 这个礼要参透了, 你才会很欢喜的去修随喜功德。 而且告诉诸位, 随喜的功德是圆满的。 他做这桩事情做了几十年, 几十年的功德, 我们到那里看, 深一念欢喜随喜的心, 他一百多年的功德我全得到。 为什么? 真心里头没有界限, 他是平等的, 依的是一切得。 一般人为什么得不到? 他心里有界限, 他做的, 不是我做的, 我没有做, 好了, 你这个的就很有限。 自己画界限, 那有什么法子? 自己犯为自己, 这就坏了。 前面讲至诚心, 一念至诚, 心里头没有界限, 是清净心, 是平等心。 以清净心, 平等心随喜, 你的的功德是圆满的。 我们今天果然真的用清净, 平等心来随喜, 的藏菩萨无量节所修的功德, 我们得来是圆满的, 我们怎么不感激? 他老人家深深世事修行, 无量节的修行, 我们全部费功夫全得来了。 你要说为什么你能够全得到? 因为我们的心跟得藏菩萨的心是一个心, 一个性, 不是两个。 十方三是佛共同一法身, 法身就是自信, 自信本具的。 不仅是地藏菩萨所修的, 十方三是一切诸佛菩萨所修的, 就是自己所修的。 问题是你敢不敢承担? 你敢不敢接受? 真正通达明白这个道理, 一切诸佛是自信诸佛, 一切菩萨是自信菩萨, 一切佛土是自信净土。 经上不是给你讲的明明白白吗? 唯心净土, 自信弥陀, 弥陀是自信, 哪一尊诸佛如来不是自信变的? 哪一尊菩萨不是自信献的? 自信献, 自信修, 自信成就, 统统归自信, 你要见了自信, 统统都得到, 原理如是。 我们真的搞清楚, 真的明白了, 我们信心才建立, 真心纯善之心, 一丝毫恶念都没有的那个心, 会现前。 一般人修学, 经上讲, 自信无顶。 那是什么? 不了解事实真相, 他的自信心没有法子建立起来。 所以佛在这经上依在说要遇善之事, 善之事开导,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说明白, 你自信心就能建立, 信慰到原功得母, 这是最难的一桩事情。 所以佛要嘱咐这些大菩萨, 做一切众生的善之事, 如等诸菩萨, 欲会的定自在王菩萨都是等觉菩萨。 当即是经, 广宣留步, 你们应当要把这一步经记住, 要广泛的与一切众生宣说, 流通散步, 不是散步, 把这个机缘给一切众生。 世尊在刀立天宫的主父, 我们深深相信, 无量无边御会的这些菩萨 必定是依教奉行。 他们不是普通人, 都是大菩萨, 法身大事里面的摩赫萨, 哪里是凡人? 哪有不弘扬宣讲, 地藏经? 地藏经, 他这个功德, 可以令一切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回头事案, 不堕三途, 长远的享人天福报, 这是他的功德利益, 偏在这方面。 往生经适度成熟的众生, 这适度没成熟的众生。 这一些众生, 还没想到要脱离三界, 还没想到要去做佛, 做菩萨, 念念只想人天福报, 这占绝大多数。 你要不相信, 到马路上去调查调查, 你问问他什么愿望? 哪一个人都是想人天福报? 所以, 地藏经, 里头人天福报就讲的特别多, 我们晓得他用意之所在。 在看底下这一段, 菩萨果然直下承当。 定自在王, 白佛言, 世尊, 愿不有虑。 请你老人家放心, 你老人家不必挂虑。 我等千万亿菩萨摩喝洒。 愚慧的菩萨众之多, 以千万亿来形容。 菩萨, 三贤位的菩萨, 摩喝洒, 十圣位的菩萨, 三贤十圣。 必能成佛微神, 广演是精于严福提, 利益众生。 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 严福提, 十方无量无边世界, 特别偏在严福提上。 定自在王菩萨代表与会无量的菩萨大众, 在世尊面前接受释迦牟尼佛的嘱咐。 必能成佛微神, 这一句话很重要, 我们不能轻易看过, 这是表谦虚。 菩萨教化众生一定得佛力加持, 不是自己有能力做, 的佛力加持。 实在说这都是等觉菩萨, 他当然能讲经, 能说法, 能度苦难众生, 这么做法都是做给我们看, 教我们谦虚, 教我们理静, 清静真实性德。 广言是经于严福提, 利益众生, 实在讲红经利益的范围是尽虚空变法界, 怎么可以局限在严福提? 严福提就是指我们今天地球, 怎么这个范围这么小? 要晓得释迦牧尼佛这一次是现在严福提, 说严福提就是说尽虚空变法界, 对严福提这些众生的关怀, 爱护, 帮助, 跟十方其他世界一切众生关怀爱护, 没有差别, 平等平等, 是这么一个意思, 而不是偏心偏爱严福提, 那就错了。 话说到这个地方, 也是善导大师所谓的欲缘不同。 今天严福提众生运气不错, 缘很好, 遇到了。 绝不是佛菩萨有偏心, 这个地方缘成熟, 缘成熟先来的度。 像我们法缘也是如此, 我这几十年来, 可以说从刚刚出家就偏爱, 华言, 我第一不请的经书就是, 华言经书抄, 是一个老居士供养我的。 那个时候很不简单, 这一部书价钱很高, 从香港制开法师, 香港佛经流通处请来一套, 现装本四十本。 现在把它印成, 你们大家都有了, 原本是四十本的现装本, 跟到我也有三十多年了。 这个书的原本, 我几经送给佛陀教育基金会, 给他们做底板。 这一次印, 字就非常清楚, 印得很好。 美中不足, 我没有在台湾, 他们印成瓶装本, 我要在台湾决定会印金装本, 但是也算是不错, 有这么好的本子。 喜欢, 华言, 喜欢读, 华言, 喜欢将来有缘分讲, 华言经, 但是原始终没成熟。 在台湾讲过一阵子, 断断续续, 就是常常接受国外的邀请, 一出国讲经就中断了, 而且常常出国, 所以这经断断续续, 我在台北讲了十七年, 只讲一半。 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 因缘成熟了, 怎么想都想不到。 哪个地方缘成熟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真干, 佛法也是因缘深。 我们心是清净, 平等,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缘成熟了, 我们都一样做, 绝不是说偏爱某一方, 我们是平等, 慈悲, 博爱, 爱护这一方这一种热忱, 对待其他缘不成熟的地方, 同样的热忱爱护, 绝对没有说是多一分, 少一分, 决定没有。 你们诸位同修修学将来也是如此, 一定要建立在清净, 平等, 觉得基础上, 来广演大经。 实在讲今天真正能够就这个世间的, 无量寿经, 与, 地藏经。 华言, 的缘非常非常稀有, 非常难得, 我们可以学习。 看将来佛法会兴旺, 国家兴旺了, 佛法必定会兴旺。 佛法在兴旺, 我们相信机缘会很多, 到时候要有人宣讲。 我们在此的将, 华言, 讲一遍, 提供诸位做一个参考, 做一个基础, 诸位可以将来在这个基础上广泛地发挥, 利益一切众生。 世尊主父这一些大菩萨们, 我们要有勇气直下承当, 我们也要入他的法会, 也要成为大会里面的一分子, 这就无量功德。 千万不要把自己认作一个外人, 与大会不相干, 我们就全错了。 这个里面殊胜的功德利益, 你一分都得不到, 要肯定认为我是大会的一分子。 释迦牟尼佛嘱咐这些大菩萨, 也嘱咐我, 我也是诸菩萨之一。 像《华言经》上所说, 烦恼虽然没断, 大心众生, 就是《华言》的当机者的葬会上也一样, 如果我们是大心凡夫, 我们跟菩萨摩赫萨, 也能够亲近, 也能够加入他们的团体。 定自在王菩萨, 白世尊以合掌恭敬, 坐礼而退。 定自在王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请教, 到这个地方圆满了, 告退了, 退归自己的作息。 再看下面经文, 二十四方天王, 据从座起, 合掌恭敬。 定自在王请教完, 回到座位, 又引起四大天王来了。 四大天王他们是一个小团体, 从自己座位起来, 合掌恭敬向佛请法, 先致敬, 对佛致敬。 四方天王, 我们中国人俗称为四大金刚。 像九华山道场, 一进山门就有天王殿, 这是第一个建筑物, 里面所供养的就是四大天王。 天王殿当中供养一尊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的造像, 现在习惯上都造布袋和尚的像。 布袋和尚是宋朝人, 南宋初年时候的人, 在南宋历史上出了一个民族英雄岳飞, 中国人差不多提到岳飞都知道。 布袋和尚跟岳飞是同时代的人, 出现在浙江凤化。 这个人很奇特, 也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从哪里来的, 没有人知道。 就在凤化这一个地区, 在那里油画。 人长得很胖, 肥肥胖胖的, 每天拿一个大布袋到处化缘, 不管人家给他什么, 都往布袋里头一放, 他背着就走了, 所以大家就叫他做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因此就出名了。 他在圆祭的时候, 向大家说出身份, 他自己说, 他是弥勒菩萨在来的。 说完之后他就走了, 无疾而终, 不是说了还不走。 现在有很多人说他是什么菩萨, 佛再来的, 说了又不走, 布袋和尚说了就走。 以后我们晓得他是弥勒菩萨化身, 从此之后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 都造布袋和尚的像。 布袋和尚笑口常开, 真正是教我们长生欢喜心, 教我们皆大欢喜。 他那个形象为人眼说, 他表演给人看, 那个显示最明显的, 真的就是长生欢喜心, 所以有人称他做欢喜佛。 他表示的是身平等星, 陈喜悦像。 平等星从哪里看? 任何人供养他的东西, 无论贵贱一律平等, 都装在袋子里头, 大布袋装的东西显示平等, 没有分别。 陈喜悦像是他的形象, 见到善人欢喜, 见到恶人也欢喜, 见好事欢喜, 见坏事也欢喜, 视线清静平等给我们看。 传记里面有记载, 有一次有人在路上碰到他, 问他怎么样修行。 他老人家把布袋往地下一放, 两个手展开, 就表示这个, 他也没有说话。 人家看这个样子, 懂得了。 这是什么? 放下。 懂得放下, 放下之后怎么办? 他老人家把布袋给拿起来, 背着就走了, 一句话不说。 放下之后就是提起, 走就是了。 所以叫放得下, 提得起。 放下是什么? 放下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提起是什么? 上求佛法, 下化众生。 弥勒菩萨教我们这个。 天王殿旁边供养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在经典里面都有名号。 东方持国天王, 持是保持, 持国是护国, 我们今天讲爱国爱家, 爱国爱乡, 东方天王就代表这个意思。 护国要从护自己身做起, 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爱自重, 自爱自重就是护自己。 能护自己你才能够护家, 能护家你才能够护持社会, 能护持社会你才能护持国家, 能护持国家你才能够护持世界和平, 他表这个意思。 视线的精神就是负责任, 负责尽职, 他教我们这个。 你要不负责任, 要不能尽你自己的职份, 你职责里头应该要做的事情, 你都不肯去做, 你怎么能够护国? 人人能够尽责, 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工作岗位, 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好, 我要负责任, 我要认真努力做好, 这就是护国。 他手上拿的道具, 我们现在讲道具, 他拿的是琵琶, 表法的。 绝对不是说这个天王喜欢唱歌, 你就错了。 琵琶代表忠道, 我们中国儒家讲忠庸。 琵琶是嫌乐器, 嫌松了他就不想, 紧了他就断了, 一定要调到适中, 音色就很美。 这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无论是对人, 对事, 对物, 一定要行中道, 要做到恰到好处, 不过分也不能不及, 这叫行中道。 就好像弹琴一样, 调琴这个弦不能紧也不能松, 调到恰到好处, 表这个意思。 在儒家讲中庸之道, 在佛法里面讲中道第一异地。 南方天王叫增长天王, 名号上是增长, 增长是什么意思? 进步。 我们的智慧要增长, 我们的德行要增长, 我们的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 一切的一切都要求进步。 你才晓得佛法讲精进, 他求进步, 他不会退步。 有人曾经给我说, 我们佛法要追上时代, 这个话错了。 应当是时代要追上佛法, 佛法是领导时代, 这才是正确的。 但是今天怎么样? 今天佛法落在时代的后面, 成什么话? 他本来是带头, 现在变成尾巴, 这大大的颠倒。 佛法是领导这个时代, 指导人生, 我们人生要想得到幸福, 家庭得到美满, 事业能够顺利成功, 社会祥和, 国家富强, 世界和平, 佛法在领导。 能够依照佛法所讲的原理原则, 决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不要忘记, 清朝初年, 康熙, 雍正, 乾隆那个时候, 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 这一些帝王用什么来教导大众? 用, 无量寿经。 清朝这些帝王了不起, 他用, 无量寿经, 来团结全国上下军民一致。 如果他这个方法一直绵延下来, 清朝不会亡国。 亡国的原因当然很多, 但是把这个经典废除了, 我们相信这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什么人废除。 什么人废除? 慈禧太后。 大概慈禧太后听了, 无量寿经, 里面所说的都是她的毛病, 听了不高兴, 把她废除了, 不读了。 这个有影响, 不能说没有影响。 清朝最盛的时候, 是以佛法治国, 上下相合和睦, 这是我们要明了的。 佛法永远是在求进步, 儒家也是如此。 儒家教学讲, 既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他也是天天在求进步。 佛法六波罗蜜里面 精进波罗蜜, 哪里会落在人家后面? 那有这种道理。 南方天王代表的是进取, 奋发, 表这个意思。 他手上拿的是剑, 剑代表智慧, 我们中国人俗话讲, 快刀斩乱麻, 取这个意思。 不是他喜欢武剑, 不是的, 表智慧。 唯有高度的智慧 才能够带动进步, 唯有高度的智慧 才能够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 这是南方天王。 西方天王叫广木, 范语的名称也翻作杂语。 西方天王很会说话, 能说种种不同的语言, 我们今天讲语言天才。 广木, 北方天王叫多文, 这两个天王是表什么? 表方法。 前面两位天王是表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要互持国家, 是要有高度的智慧天天求进步。 西方天王在方法上, 如何能够达到前面两个目标? 你要多看, 多学习, 现在我们讲观光考察。 观光考察, 西方天王领队, 他带头, 他教我们多看, 北方天王教我们多听, 多看看别人的, 多听听别人的。 在这里面吸取经验教训, 舍人之短, 取人之长, 来建造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不就变成第一吗? 现在的科技, 我听说在我们中国VCD很普遍, 外国刚刚发明不普遍, 中国普遍。 什么道理? 就是天王他们的意思, 我们要后来居上。 我们今天学这些科学技术, 一定学最进步的, 不会去学老的。 我们今天要造一架飞机, 一定造最好的, 把别人东西产品拿来, 它的缺点我们再把它改进, 我们造得比它还好。 决定不会去造一百多年前的, 刚刚才发明的小飞机, 从那里造起, 那不叫傻瓜吗? 那是愚痴之人。 所以必定是在人家已经成就的基础上, 再把它改去缺点, 改进, 改了它的缺点, 我们就更进步了, 比它还要进步。 这教你多看, 广目是多看。 天王手上拿的是龙, 或者是蛇。 龙跟蛇表什么意思? 表示变化。 今天科技日新月异, 龙跟蛇都是善变的, 意思就是告诉你, 社会非常复杂, 变化无穷, 你要仔细去观察。 在变化当中, 你能够掌握到不变, 你就有成就。 一个手拿着猪, 猪不变。 龙会变, 猪不变, 无量变化当中, 掌握到不变的原理原则, 西方天王教给我们的。 能够有语言天才, 通达各种语言, 就可以跟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种族, 文化技术科技上的交流, 这才能做得圆满。 北方天王多文。 广木天王教给我们是现前的, 教我们到处去参访, 到处去看, 去学习。 北方天王多文, 是数的。 我们常讲,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是横的, 读万卷书是数的。 我们要吸收历史的教训, 要接受古人的智慧经验, 依这个基础, 我们在发扬光大。 这四大天王教给我们的, 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普通神明来看待, 那就全错了, 接受四大天王的教训, 教会。 他手上拿的是伞, 伞表什么意思? 防止污染。 在古时候, 污染还没有什么严重, 不太严重, 它伞是收起来的。 现在我要做四大天王像, 多文天王的伞我一定让它张开, 现在污染太严重了, 它是防止污染的。 防止, 在这么复杂的社会里面, 它知道污染是决定不能避免。 思想的污染, 见解的污染, 精神的污染, 心理的污染, 生理的污染, 不得了, 几千年前佛经里面就提倡环保, 现在讲环保, 环保就是防止污染。 诸位想象, 佛法的教学多么高明, 几千年前佛法就运用艺术来表达教义, 非常可惜静待把它当作宗教, 把这一些表法的义去都当作神明来看待。 只知道烧香膜拜, 许愿哀求, 什么用也没有。 你求佛菩萨保佑, 佛菩萨真保佑你吗? 哪有这种道理? 佛菩萨保佑是教导你, 你明白了, 你接受了, 那真的得到他保佑。 他的保佑是教学, 不是其他, 我们不能够把他想错了。 这是四大天王, 在此的略位给诸位做一个介绍。 我们要认识他, 我们要了解他, 我们听到他的名号, 见到他的形象, 才真正的利益。 所以天王殿要上这么一堂课, 让我们了解这些大道理, 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应该怎么做, 使自己个人得到幸福, 家庭得到美满, 事业能够成功, 社会安定繁荣, 国家富强, 天下太平。 四天王教我们这些大道理, 教我们很好的方法, 决定不迷信。 请看底下经文。 白佛言。 他们先致敬, 致敬之后就向佛提出报告。 世尊, 得藏菩萨于九远截来, 发如是大愿。 云和至今, 由度未觉, 更发广大誓言。 唯愿世尊, 为我等说。 他们提出问题来, 这个问题相信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问题。 得藏菩萨时实在在不可思议, 九远截, 没有法子计算, 什么人也算不出来, 诸佛如来共同算也算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是自信本具的德能, 自信本具无始无终, 哪里会有始终? 无始无终才真正是九远截来的真实意。 无间断重负的发愿, 这是教我们。 为什么? 佛在经上讲得很好, 严福提众生, 信实无定, 很健忘的。 今天发了, 早晨发了, 晚上就忘掉, 快得很。 甚至于在佛菩萨面前这里发愿, 磕三个头之后, 出了大殿门就忘掉了, 这就是信实无定。 贪甜吃慢忘不掉, 为什么忘不掉? 天天发, 时时发, 所以他忘不掉, 跟很牢。 德藏菩萨是献给我们看, 如何把贪甜吃转变成三德。 那也要加强熏息, 不断的发愿就是熏息, 天天发愿, 天天早晚都发愿, 养成一个习惯, 起心动念是愿力, 而不再造罪业了。 对至严福提众生这个病痛, 这是一副非常有效的药方, 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 我们要学的藏菩萨, 天天要发愿。 我们天天那个愿, 每一天发的众生无边适度, 岂不是一出大殿就忘掉。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有口无心, 烦恼的熏息太久了。 正是无量劫来我们受烦恼的熏息, 现在诈闻佛法, 纵然过去是有素根, 缘不足, 还是恶缘多。 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统统是恶缘, 恶缘引起贪甜吃慢, 没有善缘把你四红试愿引发出来。 所以在生活当中随顺烦恼, 把烦恼无尽试愿断望得干干净净。 学经教懒惰懈怠, 不能精进, 把法门无量试愿学也望得干干净净。 不学的藏菩萨这个办法, 怎么能成就?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 不断发愿的重要性, 不断发愿意义之所在。 四天王既然有仪, 有其请, 佛必定为他开示。 请看经文。 佛告四天王, 善哉善哉。 这是两个赞叹, 佛说法字字句句都含义深远。 第一个善哉, 赞叹他问得好, 利乐有情问。 第二个善哉, 他们是互试的互法神, 不论是人学佛, 不学佛, 不论是人是善人, 是恶人, 是行善, 是造恶, 他都护持。 恶人造恶是愚昧无知, 如果不得这些护法神的护持, 他堕落得更苦, 他所受的恶报不是眼前这个状况, 换句话说, 护法神已经帮他减行了。 世间人并不知道, 也不懂得感恩, 还要到过头来说他迷信。 可是护法神不会见怪, 为什么? 你愚痴, 你没有了解事实真相。 你果然了解事实真相, 你决定不是这个说法, 他知道。 如果说护法神说这一些愚痴的人, 毁谤他, 侮辱他, 伤害他, 破坏他的形象, 伤害他, 他不见怪。 他如果见怪, 他是凡夫, 跟一般凡人一般见识, 他有智慧, 都是菩萨视线, 视线天王身。 本经里面讲的很多, 还有许多佛菩萨视线鬼神身, 在鬼道里面, 在地狱道里面度众生。 越是苦恼的众生, 诸佛菩萨对他越慈悲, 越是要去帮助他。 很有耐心的等他回头, 等他觉悟, 没有回头, 没有觉悟的时候, 给他做种种增上缘, 来诱导他, 来启发他。 无论是直接的, 是间接的, 是显著的, 还是不显著的, 才看到真正的慈悲, 较大慈悲心。 所以这两个赞叹意义很深。 无精畏辱。 佛说, 我今天为你, 为你说。 即未来现在天人众等, 广利异固。 今天你起请, 你来问, 为你说, 同时也为未来, 现在天人大众。 未来, 现在, 天人大众, 涵盖尽虚空变法界, 所有一切诸佛国土里面, 六道众生都包括在里头, 不仅仅是娑婆世界。 广利异固, 广大的利益, 这不是小利益, 大利益。 说的藏菩萨, 于娑婆世界, 言福提内, 生死到终, 慈哀就拔, 度脱一切最苦众生方便之事。 你问, 我就给你讲。 讲, 哪里能讲得完? 说不完的。 得藏菩萨度众生的事说不尽, 佛说也只简单举几个例子来说, 希望我们从这几个例子当中, 细细地去思维, 然后能够体会到菩萨度众生的愿力, 菩萨度众生的善巧方便, 真正不可思议。 你想得越多, 越清楚, 越透彻, 你对菩萨的恭敬心越增长, 效法菩萨的心愿越真实。 你不了解, 你的敬意怎么伸得起来? 不可能。 只有真的认识他, 真的了解他, 那个恭敬心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 凡夫做不到, 凡夫说老实话对一个人, 连外表都看不清楚, 他怎么能理解。 凡夫是肉眼, 肉眼很差劲, 菩萨有天眼, 那就比我们高明多了。 天眼是起心动念他能看得到, 我们看凡夫起心动念, 我们看不到。 像这些大权势现的, 那更殊胜。 他们所具足的, 五眼, 十眼都具足, 他们有慧眼, 他们有智眼, 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所以真诚的恭敬心就油然而生。 我们学佛契入这个境界, 世间人瞧不起, 不足以为怪, 不可以计较。 谁尊重你? 诸佛如来, 菩萨, 这些善神, 他们恭敬你, 他们清楚。 你有一颗真正善心, 也不必到处去宣扬, 我的心怎么真, 怎么善, 怎么好, 你怎么说, 人家听起来假的, 谁相信你? 谁知道你存的什么心? 佛菩萨之道, 天龙鬼神之道, 世间人不知道, 侮辱你, 毁谤你是正常的, 一点都不稀奇。 他是凡夫, 经上讲他是可怜悯者, 你怎么可以跟他计较? 你跟他计较, 那你的慈悲一点都没有。 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自己应该认真好好的, 老老实实的修学。 世间人赞叹你也好, 毁谤你也好, 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他赞叹你, 他没有见到你内心里面真实的德能, 那个赞叹不可靠的。 他毁谤你, 也没有看到你内心里面的造作, 那个毁谤也是假的。 诸佛如来的赞叹那是真的, 那一点都不假。 像世尊在本经里面, 赞叹的藏菩萨那是真的, 这个一点也不假。 他做的是广利义。 的藏菩萨在娑婆世界严福体内, 特别指我们这个地区, 以此为例。 他在这个地区, 生死道中, 生死道就是六道轮回, 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 他用的是什么心, 他做的是什么些事情。 慈哀就拔, 慈是大慈悲, 这是讲他的心。 从清静, 平等心里面生起的大慈悲, 这大慈悲叫清静的慈悲, 平等的慈悲。 就拔是他的事业, 他在这里做些什么事。 他在做救济的事业, 我们今天讲慈善福利的事业, 他做这个。 拔是拔除一切众生的灾难, 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 慈悲心是动力, 菩萨从事这个工作没有报酬, 世间人做事不为民总为力。 不要报酬, 不为力, 也没有一个人赞叹他, 也没有一个人奖励他, 不要民。 刀立天宫大会佛赞叹他, 除佛之外谁赞叹他? 为什么没有人赞叹? 他的心, 他的行没有人知道。 诸佛如来知道, 诸佛如来尊敬赞叹, 赞叹他的发心, 赞叹他的事业。 下面这句, 杜托一切最苦众生方便之事, 这举几个例子来讲。 他做一些什么样的就拔众生之事? 杜托, 这两个字, 我们要懂得他的意思。 佛家常讲度众生, 现在人对, 度, 很含糊, 什么叫度? 用现在的话来说, 帮助一切众生, 关怀众生, 爱护众生, 全心全力地帮助他们, 解除他们的困难。 这一切受罪受苦的众生, 这叫受报, 果报从哪里来的? 要把阴解除。 诸位要知道, 果上没有办法, 要在阴上下手。 罪苦都是恶因造成的, 要想在罪苦里面脱离, 一定要修善因, 心形善了, 恶道自然就出来了。 菩萨度众生还是教学, 众生听了觉悟, 肯接受, 肯回头, 他就从六道出来了。 他要听了怀疑不能接受, 这话未必可靠, 未必是真的, 那还继续受苦。 哪一天接受了, 哪一天明白了, 他才能真正脱苦。 所以的藏菩萨跟佛陀一样, 从事于义务社会教学的工作。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的藏菩萨本愿经, 第十三卷, 新加坡进宗学会录影室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两位老和尚,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我们先先开经本, 清廉法师的, 科著, 我们最近在台湾发新印两万册, 将来大家都可以拿到很好的本子。 地藏经, 非常重要, 我们在经典上看到, 世尊将末法时期这九千年, 教化众生使命付托给的藏菩萨, 所以末法这个时代, 的藏菩萨就是释迦牟尼的代表, 他的地位非常特殊, 他是代理佛。 一切菩萨, 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 受世尊的父主, 都要拥护的藏菩萨。 我们在讲台前面, 我们供的世尼藏菩萨,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 今天跟大家讲的这段经文, 是四大天王起请的, 他们的疑问实在讲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疑问。 为什么的藏菩萨九远节以来, 常常发大愿要度尽一切众生, 可是一直到今天, 众生我们看到好像没有能得度, 造作罪业一天比一天严重, 原因究竟在哪里? 希望世尊能为大家开示。 下面开示这段话, 都是佛经里面讲, 是苦语, 粗恶语。 我们学讲经的人, 遇到这些经文要特别留意, 面对着广大的听众, 听众里面眼前有受这个难的人, 如果我们说的不善说, 往往叫他听到很难堪, 他很难过, 甚至于其怨言, 怨恨之心, 这就不好了。 所以遇到这样的经文, 要有善巧方便, 要有启示而且要不伤他的自尊心。 这一点就非常非重要, 你们在那点讲座里面都学过, 决定不能伤害他的自尊心。 譬如经里面, 我们今天要说残障的, 这东西说的太多了。 你要说的那么详细, 他听了难过, 这是轻描淡写带过去就好了。 关于因果报应地方, 可以多发挥一点, 让他有所警惕。 另外一定要晓得, 我们今天讲经不只是眼前这些听众, 录像带在全世界广播, 电视机前面的听众不知道有多少, 不晓得有些什么人物, 我们都要考虑到, 都不可以得罪。 让他听到都能生欢喜心, 能生恭敬心, 能够回头, 能够改过自心, 我们佛法教学才算是达到圆满的成就。 跟从前不一样, 从前只是现场听众, 不在场听不到, 现在电视, 广播全世界的人都听到。 而且带子可以不断重负的广播, 你说听众有多少? 都要在我们考虑之中, 不可以疏忽。 好, 现在请看经文。 将来我们, 苛著, 映出来之后, 是大量的流通, 特别是九华山, 的藏菩萨的道场, 本尊所在之处,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来拥护。 今天世界乱, 这个乱香诸位都非常明显地觉察到, 而且灾变非常之多, 无论在世界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地区, 重大的灾变现在新闻资讯都不报道了。 为什么不报道?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 怕的是大家知道之后, 心里感到恐慌。 为了安定眼前社会的局面, 所以许许多多重大的灾难都不报道, 这是我们要能够理解的。 可是这些灾变怎么来的? 世间人不了解其中的所以然, 都把它推诿到这是自然灾害, 把责任都推给自然灾害, 好像与我们人不相关了, 这是很大的错误。 这个观念, 这种心态, 灾变不但不能终止, 越演越严重, 我们还有很大苦难要受。 我们怎样帮助社会, 把灾难化解, 把灾难减轻, 把灾难推迟, 我们有责任, 我们有使命, 那就是认真学佛, 认真修行。 佛告诉我们, 尽虚空变法界跟我们自己是一体,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一部, 大放广佛华言经, 就是讲这么一桩事情。 这个世界怎么形成的? 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有情有想就变现有情世间, 九法界有情世间, 无情无想就变成气世间, 法相为实里面讲得详细, 讲得透彻。 有情世间是阿赖耶的见分所变的, 无情的世界是阿赖耶的相分变现的, 见相同源, 同一个自振分, 怎么能说没有关系? 佛在戴经上才说, 情与无情, 同源种制, 他才痛得起来。 他要不是这么一个关系, 他怎么各同法? 佛又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响生, 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心响生, 既然从心响生, 这个心响是个主宰。 冷言会上佛说得更清楚, 更明白, 若能转静, 则同如来, 这就说明一报随着正报转。 正报是什么? 正报是心, 正报是念头。 我们常说, 我们的容貌随着你念头转, 我们的体质随着你念头转, 我们生活环境也随念头转。 你的心好, 你的相貌当然就好, 你身体就好, 你居住的环境也好, 是心转境界, 不是境界转心。 今天, 佛在经上常讲颠倒, 什么颠倒? 世间人都被环境转了, 世间人心被环境转了。 现在世间的灾变推卸到这是自然灾害, 与人不相干, 这就是心被静转, 这是大错误。 我们看看古代, 你看看历史, 古代如果社会上有重大的灾变, 这些帝王, 大臣, 地方的领导, 像现在的县市长, 地方上的领导, 他们都摘借沐浴, 减膳, 平常吃饭, 像皇帝吃饭, 诸位也许有些不晓得, 皇帝吃饭桌上一定是一百道菜, 不管他吃不吃, 一定是一百道菜, 不能少的。 减膳是什么? 减一半。 真正是反省思过, 大赦天下, 多做好事, 希望能够回转天心。 回转天心, 实际上就是希望心地善良, 能够改变环境, 能够消弭劫难。 从前人他知道这么做, 现在人不知道, 现在人认为与我不相干, 以前人知道。 儒家知道, 道家知道, 佛家知道, 我们知道, 要从我们本身做起。 所以一定要晓得, 世间的劫难谁有责任。 我有责任, 我没修得好, 我没做得好。 今天佛教被社会大众误会, 我们能不能怪人? 不能怪人。 为什么不能怪人? 我们出家人没做个好样子。 世间人受这么大的苦, 遭这么大的难, 谁造成的? 我造成的。 我不善, 我的心不善, 行不善, 言不善, 所以惹来这么多人遭受苦难。 今天看到这个劫难, 我要反省, 我有大过失, 我有重罪, 我要忏悔。 我们学佛人都有这个觉悟, 佛教怎么会不兴旺? 社会大众怎么会不接受? 人人都能够存好心, 行善事, 劫难就化解了。 这个劫是心劫, 根源是心劫, 不是别的。 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 就应当深深反省, 佛在这段经文里面, 把英语果都说明白了。 言语虽然不多, 真是言简意该, 无论是对事, 对理, 都说得非常究竟圆满。 诸位翻开经本, 科著, 是一百六十面, 倒数第三行, 看经文。 佛告四天王, 善哉善哉。 无精未辱, 即未来现在天人众等, 广利异固。 说的藏菩萨, 于娑婆世界, 言福提内, 生死道中, 慈哀就拔, 度脱一切最苦众生方便之事。 菩萨接受佛的主父, 接受佛的委托, 特别是末法众生刚强男化, 他老人家以无尽的慈悲, 无量的智慧与方便, 化身在这个世间。 他的化身, 在社会上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都有, 不是明眼人见不到, 明眼人清楚, 看得明明白白, 无尽的方便在那里做。 不一定是示现出家身份, 现在大家对于佛法不了解, 都认为佛法是迷信, 有严重的障碍。 示现出家人教化众生, 可能有很多不变之处, 菩萨是现在家身份的很多很多, 都是劝善归过。 昨天有同修从台湾带来这些录像带, 小朋友读经。 我听了几段, 我很有感慨, 古圣先贤所讲的大道理, 不是他个人的学说。 孔子, 孔子所说的是他的学说吗? 老子所讲的是他的学说吗?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是他的学说吗? 不是, 那是什么? 称性的学说, 是一切众生的本性, 一切众生的真心, 一切众生法而具足的智慧德能, 他讲的是这些。 如果你说是他某个人的, 那你看错了。 是我们自己心性里面, 本有的智慧德能, 纯善无杂。 如果能够发挥出来, 就能真正达到诚意, 振兴, 修身, 齐家, 治国平天下, 这些大道理无关于某个人。 他们心地清静, 慈悲博爱, 他见到了, 我们佛法讲明心见性, 他见到了, 他正到了。 我们是迷惑颠倒, 没有见到, 没有正到, 我们正到了, 跟他没有两样。 要怎样才能够正的? 要破我执, 要破法执。 怎么破法? 念念为众生, 不要想自己, 念念为佛法,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事业就是佛法。 佛法是什么? 佛是觉悟, 法是方法, 另一切众生觉悟的方法, 就叫佛法。 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方法, 你就是弘扬佛法。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 从事于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要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社会教育工作者, 这大家好懂。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他干什么事情? 社会教育, 而且是义务的, 不像接受教育所取一分钱, 完全义务的, 是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我们是佛的学生, 要续佛会命。 佛做了一生, 我们是世代代后学佛的弟子, 继续不断认真努力来干, 一定要把这个社会教育做好。 社会教育的对象是一切众生, 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贵贱贫富, 也不分天上人间, 九法界众生一律平等对待。 我们要学著作师做饭, 师是社会大众的表率, 犯是模范。 我们做不到, 你要生惭愧心。 我们存心, 我们的心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 我们的言行, 可不可以为社会大众做样子。 要常常这样想, 凡是不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 决定不能干, 不能为社会大众好榜样, 念头决定不能生。 这样才能得诸佛菩萨护念, 诸佛菩萨加持, 龙天善神拥护。 我们在推动这个社会教育, 新加坡能够做出这一点成绩来, 礼木原居士, 这一些同修, 他底下这一些干部, 我们四众同修没有私心。 为什么别的地方见不成功? 佛没有分别心, 没有爱好。 善导大师讲得好, 都在欲缘不同。 这个地方大众, 一心一意舍己为人, 天天想着为佛法, 为众生, 不为自己, 所以得到无比殊胜的感应。 这个感应, 我们在此地都很明显觉察到, 显感显应, 不可思议。 我们在此的做一个好样子, 出家人做出家人的好样子, 到场做到场的好样子, 希望到这边来参学指导, 然后把这种样子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建立。 希望他们建立的比这个更好, 谚语常讲, 后来居上, 这个很有道理。 为什么是后来居上? 后见的一定比前面好, 前面有很多缺点缺失, 他都改进了。 所以越是后面做的就越殊胜, 越好, 这样才能普度众生, 才能够化解世界的劫难。 我们不希望大家到这里来参学就不想走了, 留在此的, 这个不好。 看到这套, 回到各个地方, 回到自己地方去干。 正法道场处处建立, 这个世间才有救, 你们真正学到东西, 真正懂得佛的意思, 愿解如来真实意。 四天王跟诸位介绍过, 世尊告诉四天王, 告, 上对下, 这些用词我们都要明了。 善哉善哉, 两个善哉就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赞叹他问得好, 利乐有情问。 这些天王, 天神, 诸位要知道, 很多都是佛菩萨化身的, 他不是鬼神。 如果真正是凡夫, 问不出来, 平常很多问题, 见到佛一句话没得说, 问不出来。 能问得出来都是佛菩萨化身视线的, 都不是普通人。 第二个善哉是赞叹他, 他们善护世间。 护世, 重要是善护, 这个字难得, 他有善巧方便。 护持世间, 令世间人觉悟, 令世间人断恶向善, 这才叫善护。 佛在此的说法, 我们看经文里面所说, 跟我讲才的意思相同。 无精未辱, 即未来现在天人等众, 天人等众就是六道众生, 说个天人, 其他的省略了, 等, 就是六道, 特别怜悯六道众生。 你想想看他在刀利天宫这一回, 佛的意思很清楚, 不仅仅是刀利天宫当时遇会的大众, 这个法门会流传下去, 不在场的那些听众不晓得有多少。 就像我们现在面对着录像机一样, 在卫星传播, 电脑网络上传遍全世界。 现在人听到我们讲经, 我们将来往生不再世, 这个带子还流下去, 后面人还能听到。 我听说现在这些带子, 制作的水平很高, 可以保存两百年, 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 两百年后那些人还能听到我们带子, 还能看到这个画面。 所以我们在此的讲经说法, 我们的生活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至少要对两百年以后的听众要负责任。 这个世尊这一句话里头, 就含着这么多意思在。 广利异固, 广大的利益来说的藏法门, 宣扬的藏法门, 唯有的藏法门能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 儒家的道理好, 道家的道理好, 大乘佛法的道理好, 现在没人肯听, 没人肯接受。 能把经念一遍就算不错了, 能照着经去做的没有。 的藏法门是教根本法门, 所以前些年, 我在美国东岸几个大城市巡回讲眼, 讲, 地藏, 大义。 因为时间短, 一个地方只有七天, 没有办法讲经, 讲大义。 有些童修就问我, 法师你不是专宏净土, 你怎么讲, 地藏经? 事部又夹杂, 又打闲差。 他问得很好, 我也称善哉善哉, 问得好。 我说, 我还是讲净土, 还是专修专宏。 他说, 地藏经, 是什么? 我说, 地藏经, 是净土宗里面的一句话。 哪一句话? 观无量寿佛经, 讲的三福, 这大家知道, 我们净宗修行的基础。 我们是行门提倡, 三福, 六合, 三学, 六度, 普贤十愿, 这大家都知道。 这一部, 地藏经, 就是三福第一福, 孝养父母, 奉侍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你们想想这部, 地藏经, 是不是讲这个? 我还是讲净土, 没有离开, 还是专修专宏。 大家就明了了, 这一部经是这四句细说。 从这个地方, 诸位也能体会到, 华严经, 上的义去, 华严, 说义及一切, 一切及义。 给诸位说, 任何一部经都含设一切经, 一切经都能入一部经。 不但能入一部经, 给诸位说, 能入一句义。 譬如这个地方, 佛告诉天王, 善哉善哉。 佛四十九年一切经都可以入, 善哉, 善哉就含设了一切经, 就含设一切依据。 善哉善哉, 两句话, 也能够入一切经, 一切经也能入这两个字。 法是圆融的, 为什么? 诚信 你能够体会到性德, 就义多不二, 理事圆融, 哪里有妨碍。 下面, 这就是举出几个例子。 末后 四大天王言为然, 世尊, 愿乐欲闻。 世尊对他赞叹序说, 他们答, 为然。 为然是非常恭敬的答词, 这种起请尘式的态度, 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愿乐欲闻, 才能得受用。 愿, 真心情愿, 欢喜接受, 接受要依教奉行。 如果不能做到, 愿乐欲闻四个字就没有了, 一定要做到。 请看下文。 佛告四天王, 得藏菩萨, 久远劫来, 气至于今, 度托众生, 犹未必愿。 此敏此事最苦众生, 复观未来无量劫中, 阴漫不断, 以示之故, 又发众愿。 实际上帝藏菩萨在此的现身说法, 教我们, 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要不断的发愿, 所以我们早晚客送里头都有发愿。 天清菩萨, 往生论, 五念法门里面有发愿。 要常常发愿, 为什么? 三天不发愿, 忘得干干净净。 凡夫业障习气太重, 内有妄想, 分别, 执着, 外面五欲六成的诱惑, 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 要不是天天读经, 天天发愿, 你保不住, 你必定被这个浪潮吞噬了。 换句话说, 你必定依旧搞生死轮回, 你必定堕三恶道, 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警惕。 在这个洪流当中, 急浪当中, 我们的脚跟要扎稳, 稍稍有一点差失就被冲掉了。 如何能把脚跟牢住? 这就是的藏法门。 所以我在过去, 每一个新道场建立一定第一不讲, 第藏经, 我们有地了。 这个道场建立没有讲这个经, 这次元太好了, 难得受人得老和尚之命, 他是我们今天的藏菩萨的代表, 末法众生的救主, 救世主。 我们追随老和尚, 我们要把这个法门弘扬光大。 这一个道场新建立, 也能在这里讲一部, 地藏经, 符合我们的本愿, 非常难得。 这一套的录像带会流通很广, 帮助一些新建的道场, 我们没有办法分身, 不能去讲经, 但是这一套录像带就起了作用。 我们要体会到, 菩萨九远劫来一直到今天, 为什么度托这些众生还没有圆满他的大愿, 正是经上所说的, 严福提众生, 刚强难化。 六道每一道的状况都相似, 天台大师开眼, 法华, 给我们讲百戒迁如, 那是事实真相, 每一法戒里面都有十法戒。 我们从真诚心里面, 一念阿弥陀佛是佛法界, 一念的藏菩萨是菩萨法界, 一念贪甜吃是三恶道的法界地狱, 恶鬼, 畜生。 使法界夜阴果报, 念念当中在转变, 这是轮回的现象, 这是轮回基本的夜阴。 我们秉承佛的遗教, 有缘读诵大臣经典, 这就是的藏菩藏度我们, 把我们从三恶道度到仁天, 度到佛菩萨的法界。 我们信实刚强难化, 离开讲堂, 经本合起来, 又堕落了, 又堕落到地狱, 恶鬼, 畜生, 不就天天干这个吗? 所以劳累的藏菩萨久远劫来, 天天要发愿, 敏念我们这些最苦众生。 我们的绝根不劳, 我们的愿力薄弱, 信心很脆弱, 抵不过烦恼习气。 菩萨看得清楚, 无量节中, 阴漫不断, 阴漫是比喻, 像漫草一样, 漫草丛生, 很难除尽。 比喻我们的烦恼习气, 造业受暴, 轮回无尽, 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太好了。 可是菩萨不灰心, 菩萨不退却, 还是全心全力帮助众生。 所以世尊接着说, 如是菩萨, 于娑婆世界, 严福提中, 百千万亿方便, 而未教化。 娑婆世界特别指严福提, 严福提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地球, 跟我们地球上众生原生。 菩萨的三页,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只有一个目的, 利益一切众生。 佛在一切经典里面常说, 说了真是千变万变, 我们依旧记不得。 佛叫我们受持, 读诵, 为人眼说, 诸位想一想这一句, 佛在一切经里头说多少遍。 这话说得恳切。 受持, 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 方法, 境界, 我们要接受。 持是保持, 接受过来之后要保持, 不能失掉。 把佛所讲的道理, 怎么接受? 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思想见解, 我们接受了。 我们的想法, 看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 决定没有违背, 我们接受佛的这些理念。 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方法, 变成我们生活行为, 我们把它做到。 佛在经上讲的境界, 变成我们自己现前的享受, 入佛的境界。 这个多自在, 多快乐, 自受用, 自受用就是它受用。 我们的生活展现出来就是别人的样子, 也就是表演, 表演是做给别人看, 说到要做到, 做给别人看, 却确实实是社会大众的表率, 是社会大众的模范。 我们这两年来, 在每一个地方讲经红法, 我们有一个总题目, 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我们以这八个字做总讲题。 这个题目大家看起来, 不至于误会我们是迷信, 不至于误会我们是在搞宗教。 我们如何能够把佛法回归到社会教育, 佛门的四众弟子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佛法才能够普遍利益一切众生。 这话怎么说? 不同的宗教信仰, 他也来学佛了, 不同的文化种族, 他也喜欢学佛了, 佛法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如果说佛法是个宗教, 其他的宗教他就不能容纳, 就不能接受了。 而佛法是社会教育, 我们把宗教界限突破, 任何宗教徒都可以学佛, 都可以做佛的弟子, 并不违背他所信仰的宗教。 正如同华言里面所显示的婆罗门, 婆罗门教不是佛教, 变形外道, 他也是其他宗教, 也不是佛教, 都是菩萨。 菩萨是现在他那个行业上, 教化那一类的众生,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见到基督教赞叹, 我们见到牧师和长李静, 牧师菩萨, 伊斯兰教我们和长恭敬, 阿哄菩萨, 都是菩萨。 他来问我, 你称我菩萨什么意思? 菩萨是个有智慧, 觉悟的人, 就叫菩萨。 你是不是有智慧, 是不是觉悟了? 点点头, 你就是菩萨。 你现在的身份是阿哄, 就是阿哄菩萨, 你现在身份是牧师, 你就是牧师菩萨。 在佛经里面你的身份是同男, 同女, 同子菩萨, 同女菩萨, 你的身份是宰官, 你是宰官菩萨。 凡是有智慧, 觉悟了, 都称菩萨。 菩萨绝不是泥塑木雕, 供在庙里供人拜拜的, 那个想法你就想错了。 那是表法的, 菩萨是活的, 不是死的。 人人都做菩萨, 天下就太平了, 灾难就化解了。 所以佛陀教育, 这一个就近圆满社会教育, 能够在这个世间推行, 他推行终究的目的转凡成圣, 这是他的目标。 所有一切人都成菩萨, 各行各业统统是菩萨, 这个社会哪里还会有灾难。 静随心转, 我们要明白这个大道理。 诸佛菩萨用无量的方便法门, 来帮助这一些苦难众生。 要懂得随机说法, 带经里面说的这些菩萨, 诸佛菩萨, 应以什么身的度, 就现什么身, 的度两个字怎么讲法? 用现在的话来说, 应该用什么样的身份帮助他, 你就是现什么样身份, 度就是用现代话就是帮助。 应当给他说什么法门, 你就给他宣说什么法门, 关机就重要了。 中国古人, 《易经》, 里面所说, 关乎天文, 以查十遍。 什么是天文? 每一天晚上待着头去看星星, 这叫天文。 圣人的话无限地声广, 有些人无知, 关乎天文。 每天晚上观天象, 看看星的度数有没有什么变化。 这是什么? 不懂得圣人的意思。 天是天然, 就是自然的, 文是讲文章。 文, 说文解字里头文的意思是什么? 话一道, 那是文。 这个意思就是讲, 你观察世间的现象, 天文就是社会现象, 你从社会现象里面, 你就能体察这个世界有些什么变化。 我在前面给你们介绍四大天王, 西方广木天王就表这个意思。 他会看, 善观, 善观, 善察, 观察, 善观察。 他手上拿的是龙, 蛇, 龙, 蛇是代表变化, 这个手上拿一个猪, 猪是代表变化里头有不变的道理。 掌握着不变的原则就能应付十遍, 一经, 上也这么说法。 我们会不会看? 我们坐车, 我们很少去散步, 很少去观光旅游。 坐车, 在马路上走一走, 你看到些什么现象? 你看看现在那些广告, 看看汽车上, 公共巴士上画的那些图案, 看看年轻人穿的那些衣服, 这是天文。 我们心里明白, 明白什么? 佛在经上讲, 冷言, 上说, 邪师说法, 如横和杀, 那就是邪师。 让这些世间人, 六根所接触到的是妖魔鬼怪的境界。 他过的什么生活? 妖魔鬼怪的生活。 菩萨看到这个现象, 怜悯的心就升起来了。 如何来救度他? 我们做的这些T恤, 你们穿的, 上面印的阿弥陀佛, 印的佛菩萨名号, 印的知恩报恩, 我们数量少, 他的数量太多了。 我们想出这个方法, 知识人人, 真正发菩提心的人, 我们要用这些方法, 广泛的来宣传。 我们在外面大型的讲演送衣服, 让年轻人个个都穿, 满街都是阿弥陀佛, 满街都是观世音菩萨, 那就好。 古德有所谓, 知命者不怨天, 知己者不怨人, 由此可知, 怨天游人现在社会上多, 怨天游人太多了, 都觉得自己没有过失, 错都是别人。 不但不知天命, 连自己都不认识。 所以佛法的教学, 佛教的是什么? 宇宙人生的真相。 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 人生就是本人, 佛教的教学没有别的, 就是教你真正知道自己, 认识自己, 明了自己生活环境。 能够把这个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是菩萨, 你就是佛, 佛菩萨是个明白人而已。 过去谈虚老法师也常讲, 一个明白人决定不怨天, 不由人, 他才能够接受佛陀的教会, 才会欢欢喜喜一叫奉行。 在极度苦难逆境之中, 他要做个好样子, 念念之中能够舍己为人。 看出一般社会大众必病在哪里, 社会大众贪财, 菩萨视线舍财, 社会大众真名夺利, 菩萨视线放下名利。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做法就是教学。 为人演说, 表演给他看。 菩萨生活在这世间不为自己, 为众生, 是来演戏的。 希望这长戏让观众觉悟, 让观众明白, 让观众回头, 哪里是为自己, 为别人表演的。 这就是大慈大悲, 这就是的藏菩萨的精神。 好, 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 四天王。 这是佛叫着他们的名字。 叫着名字, 下面的开示就非常重要, 叫名字是提醒他。 德藏菩萨, 若遇杀身者, 说宿秧短命报。 下面是举几个例子。 德藏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 我们要学。 央视灾央, 一生当中灾难很多, 常常遇到, 世事不如意, 并苦短命之暴。 什么原因? 杀身, 杀业太重。 我们自己也觉得, 我们这一生当中常常多病, 常常有病痛, 要晓得原因是什么? 杀业。 这一生当中虽然没有造杀业, 你前身。 佛在经上讲, 讲真的是,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我们这一生所受的, 前世造的因。 你要了解事实状况, 我们今天无论受什么灾患, 安心接受, 前世造的因不好, 现在应当受果报。 受果报不怨天, 不由人, 受了就完了, 杖就结了。 如果你受果报, 你还怨天由人, 麻烦大了。 这一生受了, 又造恶业, 来生还要继续受, 没完没了。 所以你明白之后, 我们所受到这一生就完了, 杖就结了, 爆掉了。 这一生努力修缮, 决定不杀身, 不但不杀身, 决定不做脑害众生之事, 不但不能有事, 还不能有这个念头, 我们将来的果报就输胜了。 这一生时间很短, 纵然活上一百年, 也一谈指就过去了, 光阴过得很快。 读了这一句, 决定不能杀身, 我们看到世间受果报的人知道。 欲知来是果, 今生作者是, 我们这一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 来是果报, 因缘果报丝毫不爽。 若欲窃盗者, 说贫穷苦储暴。 现在世间有许多落后的地区, 像非洲, 我们看看常常报道, 那边人受饥寒之苦, 这是贡业, 他们不晓得果必有因。 饥寒, 贫穷, 苦楚怯道。 怯道范围非常广泛, 在佛法里面定义不语取, 财物有主, 他没有给你, 你就拿来了, 就叫做怯道。 而怯道的方式很多, 有些人他送来了, 并不是甘心情愿, 是被逼迫, 你有权威, 你有权势, 不得不巴结你, 不得不奉承你, 还是怯道。 凡是以不正当的手段, 不正当的心理, 你所得来的统统是怯道。 这个范围很广, 戒经里面说得非常详细, 的这么一种果报。 若欲邪赢者, 说雀割鸳鸯堡。 雀, 青莲大师注解里面, 特别给我们注明孔雀。 换句话说, 邪赢的果报是畜生, 畜生道。 想不想到畜生道去, 不想到畜生道, 决定不能中这个因。 所以菩萨前面一开口十恶业, 三幅里面交给我们修十善业, 修十善业, 这些不善的果报都没有了。 你要不修十善业, 造十恶业, 果报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 若欲恶口者, 说眷属斗正报。 我们也常常看见一家人天天吵架, 不是冤家不巨头。 为什么这一家人不合? 过去生中恶口的果报。 如果这一生当中, 恶口还不改, 那麻烦可大了, 他那个家怎么会合? 在谚语里面常讲, 家和万事兴, 家不合决定衰败。 若欲毁谤者, 说无蛇窗口报。 口业有四种, 恶口特别提出来。 下面毁谤就包括了妄语, 两蛇, 起语, 就包括在这一句里面。 毁谤特别是毁谤佛法, 可是诸位要晓得, 现在社会多半以为佛教是宗教, 宗教是迷信, 佛教在所有一切宗教里面是最迷信的, 是最下等的。 为什么? 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 唯一的真神, 佛教是多神教, 犯神教, 什么都拜, 所谓是属于低级的宗教, 没人瞧得起。 于是遭的社会广大群众的毁谤, 他造这个也不得了。 他这种毁谤, 我们能不能责怪他? 不能。 怪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把他解释清楚, 没有讲明白, 使他产生误会。 所以我们遇到毁谤佛法的人, 要回过头来自己责备自己, 不能怪他。 他没有搞清楚, 没有了解事实真相, 我们有责任。 但是他的毁谤必然有果报, 我们要帮助他, 帮助他忏悔, 帮助他认识佛法, 认识大臣。 像历史上记载, 天清菩萨最初学小臣, 学小圣释放大臣, 以后他的哥哥无助菩萨给他讲解, 他明白了, 他忏悔, 他发愿割自己舌头。 他的哥哥就说不必, 你用你的舌头过去放大臣, 你现在在用你的舌头来赞叹大臣, 不就行了吗? 所以他以后就赞叹大臣, 宣扬大臣, 这是忏悔法门, 改过自新, 他就得度了。 我们要救度这一些造口业的众生, 没有别的, 尽心尽力宣扬大臣, 把佛法真正的面目, 要帮助他认识清楚, 使他回过头来, 不但不毁谤, 再加以赞叹。 我今天讲经说法, 在讲台上40年了。 我33岁初来讲经, 今年72岁, 算虚岁40年了。 还有许许多多人毁谤, 我应该接受的, 为什么? 造口业造得太深了。 没有学佛的时候毁谤佛法, 我也说他是迷信。 我就信基督教, 信伊斯兰教, 我在基督教里混了两年, 在伊斯兰教一年, 我对他们的印象很好, 他能说出一番道理出来。 在佛法没有接触法师, 没有人给我讲, 说明佛法的道理, 不知道, 也认为佛法是迷信, 破除迷信。 我造的业很重, 出佛生血, 无见地狱的罪业。 小时候无知, 抗战期间学校少, 学校什么? 寺庙。 政府把寺庙没收了, 寺庙当作学校, 大雄宝殿作为礼堂, 旁边小殿作为教室。 佛菩萨还算是不错, 统统把他集中起来, 关在一个房子里贴上封条。 我们小孩, 听说里头有很多佛菩萨, 可以拿出来玩, 把窗户包开到里面, 佛像拿来做玩具, 玩完了之后就丢掉了, 破坏。 好奇, 木头木雕的佛像劈开, 看看里面什么东西。 肚子里头还有丝线什么, 明堂好多, 还有佛咒。 我们造这种罪业, 不晓得。 老师也不说, 实在讲说了我们也未必服气, 造毁谤佛法的罪业。 以后学佛才知道, 这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 今天我们讲经说法四十年, 还有遭别人毁谤侮辱, 应该的, 应该中罪轻爆。 我小时候念书是很顽皮, 我的老师很喜欢我, 但是也很难管教我。 我的记忆力很好, 书读一遍就能够记住, 所以就不读书了, 应付考试。 考试之前十分钟, 让我把书看一下, 一定及格。 而且我考试只要六十分, 多一点都没有。 我不真名, 不夺利, 总是第一个胶卷。 老师看到都摇头, 可以拿到好分数不拿, 为什么? 出去玩要紧。 只要我年年升级就行, 目的就达到了, 你们的要求不就如此吗? 老师跟家长要求, 我都满你的愿。 可是我自己, 就玩我自己的。 我读书读得很多, 比一般同学多多。 学校图书馆, 我读我喜欢读的书, 我的尝试比别人丰富。 中国这些旧小说,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读, 读到初中一年级读完了, 不再读了。 好的小说差不多都读过四遍, 五遍, 像四大小说, 西游记, 三国演义, 水浒传, 红楼梦, 大概每一种都读过五, 六遍。 而且那么大的书, 我读的速度, 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就读完了。 古典小说读尽了, 初中一年级以后不再读小说。 晚上去听戏, 白天看小说, 晚上去看戏。 我的学校生活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老师都知道, 校长都晓得。 我跟校长讲, 现在的学校不过混文凭, 混资格而已, 所学非所用, 我学这个东西将来有什么用处。 我的老师也没有我办法, 造业就造得多了。 但是还是算有一点善根, 不害别人, 不妨害社会。 接触佛法之后才明了, 才懂得这个道理, 努力断恶修闪。 我在没学佛之前, 一般人给我算命, 都说我活不了45岁, 我自己也相信, 我一点都不怀疑。 为什么? 照自己以前所造的这些业, 怎么可能长寿? 没这个道理。 所以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 我也就不看医生, 也不吃药, 跟李牧原一样, 受命到了, 医生只能医病, 不能医命, 念佛求生净土。 念一个月, 病就好了, 也就没事了。 我们回心转意, 把自己的智慧, 这一点点能力, 身体完全奉献给佛菩萨, 为佛菩萨工作, 不为自己。 佛家讲成愿再来, 我们把业力转变成愿力, 不必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来, 不必了。 现在把业力换成愿力就行了, 就是成愿再来。 我换得很有效果, 李牧原换得也有效果, 这再表演给你们看。 我们两个人做得到, 你们大家统统做得到, 就在你肯不肯换。 这一换, 念头就换了, 其心动念为佛法, 为众生, 决定不能有一个念头为自己。 我为佛法, 为众生, 我还为自己行不行? 不行。 确确实实百分之百为佛法, 百分之百为众生, 决定不许可有一丝毫念头为自己, 你就能转得过来了, 而且转得很快。 我们参加佛菩萨的俱乐部, 参加佛菩萨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里头哪有转不过来的道理? 讲经说法还要学吗? 不要学。 学。 学不出来。 你的心跟佛心一样, 这个文字是佛的文字, 字字句句无量意, 你自然就看出来, 自然就流露了。 不是你准备搜集材料, 你才能讲, 没那回事情。 法尔如是, 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诸位在, 内典, 里面, 不过学一点基本的方法。 我们初学末入佛的境界, 一定要依祖师大德的说法来讲, 不把他们东西讲错。 可是自己真正发心红法力声, 一定要入境界。 不入境界说十数宝, 全是别人的, 与自己不相干。 要入境界, 彻底放下, 放下自然就看破。 看破是什么? 明白了。 信箱里是, 因缘果报,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叫做看破, 是这么一桩事情。 再看下面经文。 若遇填会者, 说丑陋龙残暴。 填会果报是在地狱, 地狱里头那些现象, 我们看佛法里面讲的地狱变相图, 再看看其他宗教里头也有地狱变相图。 其他宗教虽然没有讲六道, 至少他讲三道, 他讲天堂, 他讲人, 他也讲地狱。 地狱里面画的像, 没有一样是好看的, 形状都非常恐怖, 丑陋龙残, 这是我们应当要警惕。 一念田兴起, 百万丈门开。 丑陋龙残是花豹, 地狱是果豹, 不可以不知道。 如果我们的像貌是丑陋龙残, 就晓得田会心重, 极度心重。 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过来, 发慈悲心, 能够怜悯一切众生, 爱护一切众生, 关怀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相貌会变。 所以你修行有没有功夫? 不看别的。 看你相貌。 三年前跟三年后, 看看你相貌, 看看你体质, 相随心转。 你心地清净, 他就有个清净相, 心地慈悲, 他就有慈悲相, 心地智慧, 他就有个智慧相, 心地恶毒, 他就恶毒相, 哪里能瞒得了人? 装也装不出来。 世间爱美, 要去整容, 越整越糟糕。 我看到许多整容的, 不整容时候还不错, 整容之后, 相貌变得奇奇怪怪, 一点都不可爱。 那个相什么? 假相, 心没转。 所以要晓得相怎么样塑造, 塑造得再好, 他心不好, 好像还会变成丑陋的相。 明白这个道理, 何必花那些冤往前去整容? 整心, 心变了, 相就变。 身体也不需要去找什么医疗, 什么补品, 用不着, 心好了, 身体自然健康。 我从来没有说是找什么人来, 帮助身体健康的, 治疗的, 没有。 从来不吃补品, 人家送给我的什么人生, 高丽餐, 我转手就供养别人, 我不吃那个, 沾都不沾染。 从心理上下功夫, 不必着重身体, 处处还要顾着身体健康, 诸位想象, 你的身健不能破, 你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打掉, 你还遮着身相。 金刚经, 上交给我们, 修行基本的一个原则,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身相, 无受者相。 你四相聚足, 你还执着, 你的身心怎么会清净? 身心不清净, 你的身体怎么会健康? 诸位要晓得, 最健康回归于大自然, 大自然无私, 大自然无我。 所以, 金刚经, 上讲破四相就是回归自然, 自然是最健康的, 自然是真正金刚不坏身。 佛经里面讲金色身, 我们现在就把身塑像都给它贴金的, 你们想想好看吗? 如果一个人满面都是金黄色的, 那个人就怪人, 我相信没人喜欢它。 金是表法的, 在所有物质里面, 金为什么被人家称这么尊贵? 金不变色。 所以金代表不变, 不变是真的, 会变是假的。 真心理念, 那就叫金, 金色。 华言经, 上表法, 诸位都看过, 讲金色世界那就不变。 忘心是会变的, 就是假的。 金代表不变, 不变的是真心, 不变的是一心, 二心就变了。 我们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 不可以死在字句之下, 死那就错了。 要一个人你劝他学佛, 我不愿意学佛, 学佛身上黄咚咚的, 难看。 一定要了解金里面讲的义趣, 真的佛经难懂, 难在意在言外, 所以你要会听。 经文也是, 意思在文字之外, 不在文字里面。 你要从文字, 是诱导, 禅宗里叫纸乐, 很有道理。 它是纸, 你要寻着它这个纸, 才能看到真实。 所以它不在文字, 不在言说, 它也不离文字, 也不离言说, 你才能体会到真实意。 真实意, 真实意是自信, 自信本具智慧, 自信本具的德能, 这是如来所说的真实意。 所以真实意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实意, 说如来真实意, 如来是自信, 是信德之称, 佛的十号之一, 他不是一个人。 若欲牵令者, 说所求为愿报。 这就是八苦里头求不得苦。 他为什么求不得? 吝啬, 不肯施舍, 所求就为愿了。 我二十六岁学佛, 那个时候就恨闻佛法太晚了, 佛法这么好, 为什么不早一点知道? 实在讲让我对佛法升起信心, 大难大难之事。 我给诸位说过, 我年轻有小聪明, 有小智慧, 还有小变才。 有人能把我说服得不简单, 我在学校念书的时代, 还没有遇到过对手。 死的, 我能说成活的, 我很会说, 专门跟人家抬杠, 专门跟人家唱反调, 我会说得出一番道理出来。 所以能叫我信佛, 把我说服, 谈何容易? 我遇到方东美先生, 这把我说服了。 这是中国当代的大哲学家, 世界权威, 不是国家级的, 世界级的大哲学家。 他把佛法介绍给我, 我才相信, 我对佛法的态度是180度的大转变, 到寺庙里找经看。 也是原生, 我接触佛经, 大概一个月, 认识张家大师, 经典里面疑难的地方, 他老人家替我解决。 非常慈悲, 每一个星期给我两个小时, 我向他请教, 我跟他三年, 佛法的根基是从他那里奠定的。 他教我看破, 放下, 教我不失。 所以学佛要跟谁学? 跟你自己心目当中最佩服的老师。 这个人说话你百分之百的服从, 百分之百的做到。 如果对老师, 老师再好, 大德, 大能, 大致, 你对他没有信心, 你跟他就白跟了, 你对他没有信心, 他所说的你不能依教奉行。 所以师资道和非常重要, 老师爱护学生, 学生尊敬老师, 老师真肯教, 学生真肯学。 我这一生的际遇, 前身元节的好。 方老师教我, 单独教我。 我这一次到香港奖金, 我也偶尔提到这个事情。 香港过去新亚书院的院长, 唐君毅先生, 这也是近代的大哲学家, 方东美的学生, 我们是前后同学, 这在哲学上有杰出的成就, 他不在了。 唐君毅, 大概差不多大我十岁的样子。 遇到这些人, 我们在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 张家大师遇到我, 爱护无为不至, 每一个星期给我两个小时, 我偷懒都不行。 偷懒一次不去, 他就打电话, 派人来问我, 是不是生病, 为什么没去? 你说这种热情, 搞得你就不能不去, 这真肯叫。 所以我对于老师的恩德, 念念不忘。 他们两位过世之后, 我跟李炳南老居士, 我跟他十年, 李老师是非常关怀, 非常爱护。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 张家大师教给我的。 他说你求, 求不得的时候, 你有障碍, 你有业障。 我就问, 那怎么办? 忏悔, 消业障。 业障消除, 你所求的就现钱了。 我求弥陀村, 求了十六年, 有业障不能现钱, 大概现在业障消得差不多, 他就成熟, 就成就了。 你有业障不行, 一定要消业障。 消业障, 真干, 自己的心形要入佛的境界。 我们在讲台上表演, 诸位同修要细心去听, 你能听得出来。 无量寿经, 我讲了十遍, 这一次第十遍, 差不多都有录音带, 你们去听, 便便不一样。 不是我有东西不肯讲, 要留到第二次讲, 不是的。 这个境界年年不一样, 境界年年不一样, 就说明业障年年都消了一些。 你业障不消除一些, 你境界提不起来。 我也不是一个立根人, 中下根人, 业障是渐渐在消除, 年年在消除, 所以境界年年不一样。 我自己知道, 常常听我讲经的人知道, 他们听得出来。 我讲经没有笔记, 没有讲稿, 古大德的东西我看, 我会用一些时间细心去看, 他们提供我一些参考资料, 可是我讲的时候, 并不依照他的文字去讲。 依照他们的注解去讲不契机, 他是那个时代的人, 面对当时的一些观众, 现代的社会人心, 跟从前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读古人东西, 启发自己的智慧, 只能够做参考。 我们要有能力观察现前大众的根基, 然后才能做到应激说法, 对他们真正有帮助, 真正有受用。 化解劫难, 达到社会的和睦安定繁荣, 人人都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是佛法现前修学目的之所在。 佛事门中确实有求必应, 求做佛都能成就, 何况其他的。 做佛是最难, 做佛都能求得到, 以下世间一切荣华富贵, 这鸡毛蒜皮, 哪有得不到的道理。 我们要有信心。 你要想有求必应, 没有别的, 消业障。 张家大师这个教会, 我一生当中都记住, 依教奉行。 若欲饮食无度者, 说鸡可厌并报。 这一句好懂, 贪吃。 现在社会许许多多的怪病, 从前没听说过的, 并从哪里来的。 谚语里头说得很好, 并从口入, 或从口出。 前面口业, 那就造货, 灾货都从口业里头出来的。 疾病都从饮食, 并从口入。 我这一次在香港, 香港有个童修告诉我, 他说这是真人真事, 就发现在香港。 这是社会新闻, 大众都知道。 是前几年, 有母女两个人喜欢吃海鲜, 每一天到海湾都买活的, 她倒不是自己抓, 买活的回来杀, 回来吃。 到晚年这个母亲就得了一个病, 病的时候就跟大家讲, 好大的水, 到处都是泥沙, 在房间里头乱爬, 好像往岸上爬, 就是海鲜那种样子。 以后身上就腐烂, 就死掉了。 死掉之后, 她这女儿也得这样的病, 以后没有法子, 也去找, 到处求神, 问补, 遇到一个法师。 法师就告诉她, 她说, 你是一身杀身吃海鲜的果报。 赶紧忏悔, 教她放身, 教她吃素。 可是她这个女儿当时就照做, 但是还是来不及, 还是死了。 她的亲戚朋友看她这个样子, 永远吃肠素, 不敢吃这些肉食了。 真人真是, 死的时候就像那些水族形象一样, 活生生的果报献给你看。 虽然是各社会新闻, 我看香港海鲜店仍还是做得满满的, 真是刚强难化。 菩萨遇到这些事情, 现在应当把它拍成电影, 到处去播放。 海鲜店里这些果报多挂几张, 让他们看看, 太可怕了。 世间刀兵节从哪里来的? 就是吃众生肉来的。 现在人, 每一个人都很注重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最好的素食, 素食里头最好的吃生菜。 我现在吃生菜, 吃了两个多月, 所以大家看到我很瘦, 人瘦下来了。 我就跟他讲身体不好, 应酬太多, 最好少接触我。 而实际上生活现在在改变, 我第一次改变是吃长素, 那个时候身体瘦, 差不多有两、三年, 体质慢慢恢复过来。 现在做第二次的改变, 吃生菜, 我两个多月没吃饭, 完全吃生菜。 早晨吃一碗稀饭, 吃两卷生菜, 一碗汤。 今天我们有没有做? 如果做, 带几卷, 我们带到餐厅请老和尚吃。 没有油, 没有盐, 完全吃生的。 我常常想牛羊吃草, 身体那么壮, 它也没有吃油, 盐, 越想越有道理。 他们同修介绍给我, 我这两个月吃下来之后, 吃得很舒服, 确实有好处。 饮食我们要注意, 特别是现代的饮食。 现代人心不好, 其他地方我不了解, 台湾情形我知道。 台湾的猪六个月就杀了, 喂猪的饲料都是化学药物, 促进猪的发育, 它长得快, 六个月就杀了。 所以他肉里头, 都是一些毒素在里头, 不正常。 再说从前家处都是养在外边, 没有杀的时候, 他的生活很自由, 很自在, 他心情很开朗, 很快乐。 现在这一些畜生, 一生下来就是养在笼子里头, 等于说做监牢狱, 终身监狱, 到最后的时候被杀了。 你说他是什么心情? 他肉里头充满了毒素, 人吃了怎么会不生病? 生奇奇怪怪的病。 现在素食也麻烦, 蔬菜有农药, 米听说也有什么化学东西在里头, 米你看得很漂亮, 有毒, 正是经上讲的饮苦食毒, 我们今天过这种生活。 农家, 我们在台湾农家, 他们自己吃的菜自己种, 跟卖的菜分开来, 他说卖的菜不能吃, 有毒, 他晓得, 独卖给别人吃。 米也是如此, 他自己吃的米, 是自己另外种, 卖的米是另外卖给别人, 都分开。 他卖这些毒供养别人, 他自己也免不了要遭毒害, 心不善。 我们今天也算是有缘, 遇到同修们介绍, 才知道臭氧可以能够化解农药。 所以我们现在吃的生菜, 是经过臭氧处理, 把里面这些毒的东西统统分解, 所以比外面东西要干净多了。 这个可以大力推广, 我要找制造机器的工厂, 希望它能够大量的生产, 我们想办法来帮它传播。 有个健康的饮食, 清净的心理, 慈悲的心理, 身心健康, 没有一法不适佛法, 法法完全皆是佛法。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德藏菩萨本愿经, 第十四卷, 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请先开经本, 苛著, 的卷上, 一百六十七面。 请看经文。 若遇田烈自情者, 说精狂丧命报。 这一句经文, 我自己在早年, 第一次读这一部经的时候, 有很深的感触。 田烈就是打猎, 自情就是任意, 任性杀害一切众生。 这里面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 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 手段可以说是很多, 目的都是猎取野兽。 打猎或是用网, 古时候用弓箭, 现在则是用枪械, 杀害众生数量毕竟还是有限。 可是我们去打鱼, 打鱼一般渔夫是用网, 网一网打下来, 依旧还是有限。 我们过去干这个事情就太恶劣了, 我们用黄色炸药去炸鱼, 炸药爆发之后, 鱼是成千上万条, 它不是被炸死, 震动震死的。 我过去跟着我父亲打猎打了三年, 我记得我是十六, 十七, 十八这三年。 读这一段经文, 我自己的父亲报应就是这样。 他是四十五岁走的, 走的时候是惊狂丧命, 我亲眼看到这个情形, 现世的果报。 他并发像疯狂, 人瘦的皮包骨头, 力气之大几个人都拦阻不住。 看到水往水里面钻, 看到山就往山上跑, 想到是打猎的果报。 我读这个经文之后, 就发心吃肠素, 知道沙液太重, 轻生经历的, 所以感触非常深。 然后看到佛法里面所说的, 一切众生无使节来因果循环, 这经上讲的阴漫不断, 深深世事互相酬长没完没了。 虽然是无知造作的罪业, 不能说无知就没有果报, 无知一样有果报。 如果学了佛之后, 明白这些道理, 再去造作, 犯两重罪, 再加上就是破戒罪。 基本戒律是五戒不杀身, 这杀身戒, 再加一个破戒罪。 没学佛, 没有闻到佛法, 杀身是性罪, 不管你受不受戒都是有罪。 我们晓得果报之可怕, 决定不能够干这个事情。 我学佛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就吃肠素, 放身。 我一生所做的一般讲修福的事情, 我只做三样, 放身, 帮助病苦。 我没有福报, 财力非常有限, 有一点供养, 我做什么事情。 放身, 捐送给医院里头, 作为贫苦人的医药费, 第三个就是应经不失。 我别的事情不干, 我自己不主张建道场, 所以也有果报, 没有地方住, 一生住别人的道场, 也很好, 自己没有道场。 实际上原因是自己福报太小, 做的小好事, 小功德, 建一个道场要大福报, 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报。 在没有学佛的时候, 造的罪业很深, 学生时代出佛生血, 我讲给你们听过, 造阿比地狱的罪业, 打猎也是阿比地狱的罪报。 所以往年人家说我短命, 连甘珠活佛都说我短命, 没有福报, 人很聪明, 有一点小智慧, 可惜没有福报, 短命。 他告诉我, 我承认, 我相信, 以往造作的罪业, 受这个果报, 命理应该接受。 还有什么话说? 所以我也不怨天, 不由人。 甘珠活佛告诉我, 他说, 你这些年讲经说法, 这个功德很大, 他说, 你不但有福报, 很长寿。 甘珠给我讲这些话, 第二年他就往生。 他跟我是老朋友, 老同参。 若欲背逆父母者, 说天地灾杀暴。 这一桩事情是不孝父母, 不但不孝顺父母, 而且是背逆父母, 在言语行为上伤害父母。 古时候有, 少, 现在多了。 往年我在台中求学, 李老师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这是真的, 清朝时代的。 说的时候, 年代也久远了, 他当时说出地名, 现在我都记不得了。 前清有一个儿子杀了父亲, 这是背逆父母。 在当时清朝下了命令, 地方的支县就是县长撤职, 还要坐牢, 判刑要坐牢。 为什么? 你这地方官没有把百姓子民交好, 这是你没有尽到责任, 所以是地方上的手掌撤职查办。 巡抚就相当于神掌记过, 严重的处分。 你们做地方官员, 地方官叫父母官, 你怎么会交出这种人出来? 这样处分还不够, 在有一个处分室, 从前城都有城墙, 把城墙拆掉一个脚, 说明你们地方出了这样一个大不肖的人, 这是你们整个都市的耻辱, 你的城墙拆掉一个脚。 从前说是专制皇帝, 皇帝真负责任, 不是不负责任, 他任命地方官员, 省市长要替他负责, 把善良的风俗保持住, 要叫化要做好。 现在报纸新闻常常报, 谁负责? 没有人负责。 民主, 大家都做主, 大家都做主, 大家都不负责任, 把责任互相推诿, 这个社会怎么能好? 从前眼陪法师在此的有一次聊天, 他问我, 净空法师, 你到底是赞成君主, 还是赞成民主? 我说, 我赞成君主。 他开玩笑, 你落伍了, 我说, 我才不落伍。 君主跟民主细细地去比较, 君主好处多, 多过民主, 君主是负责任的, 民主是不负责任的。 我说这个话不过分, 事实摆在面前。 君主他要希望他的政权一代代绵延下去, 他一定要做好, 他的接班人, 太子接班人, 是全国最优秀的老师来辅导他, 来培植他, 使他受最好的教育, 懂得爱国家, 爱人民, 懂得为人民谋福利, 他政权才能够延续, 才能够传宗接代。 他要做不好, 他的政权就被别人拿去了, 所以他是战战兢兢在做。 民主选上四年, 四年之后交给别人, 他不会想得很长远。 君主时代, 他想的是百年大计, 他能想一百年, 他想国就一百年, 他能想两百年, 他就想国两百年。 他不能只想几年, 想几年他政权非垮台不可, 所以我们要很客观地来观察事实。 孙中山先生推翻了专制, 建立共和, 他的构想实在讲非常之好, 可惜寿命太短, 他的理念宣扬不够。 他建立一个政党, 用这一个政党代替一个家族, 他这个理念是这样的。 集合君主跟民主的优点, 而避免君主跟民主的缺点, 我对于孙先生很敬仰, 很佩服。 他是一党专政, 党里面是民主选出来的, 可是专政有君主的长处。 他取古今中外选择优点, 淘汰他的缺点, 用这个方法来治国。 过去帝王是家族, 这是一家人来治理国家, 现在建立一个政党, 是想全国有智慧的这些人才, 集合在一起来治理国家, 用这个方法来代替家族。 这个构想很好, 不是多党政治, 想法想得很好, 可惜没有能做, 懂得他的理念的不多。 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理念发扬光大? 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 没读圣贤书。 如果都能够以中国固有传统教育精神, 他这个理念能够建立的根深蒂固, 那真正是国家民族之性。 所以我们看问题, 要看得深, 要看得远, 要有历史的眼光。 中国人讲史时, 经论是学问, 历史是见识, 你才能对于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解一个大概, 才能够避免许许多多的过失, 真正为人民, 为国家, 为众生谋幸福, 这是智世人人。 佛教的经典可以说是究竟圆满智慧的典籍, 能够理解的更少。 为什么不能理解? 必须把贪甜吃慢, 毛病习气淘汰得干干净净, 你才能理解, 这一点就太难太难了。 哪一个凡夫没有贪甜吃? 儒家明白这个道理, 希望你能够克服压制就可以了, 他没有叫你断。 佛法目的是教你超越三界, 超越三界不断不行。 儒家没有超三界, 换句话说, 只讲道仁天。 天还是欲界天, 还没道色界天, 没有断欲, 他欲只是教你控制住, 欲不可偿。 有这么多就行了, 不要再增长, 他教你这个。 佛法目的是要超越三界, 超越三界一定要断。 我们明了唯有断烦恼, 自信理念本具的般若智慧才能现前, 不断烦恼决定不能现前。 佛说,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所以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 现在在形式上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 我们的智慧得相上有障碍, 佛没有障碍。 障碍是什么? 妄想, 分别, 执着, 三大障碍。 所以我们本来有究竟圆满的智慧, 智慧没有了, 智慧变成烦恼, 本来是不生不灭, 大涅槃的境界, 大涅槃变成生死轮回, 你说冤枉不冤枉。 本来有圆满的福德, 现在福德变成了业障, 过这么苦的日子, 都是由于不能把这些障碍层层淘汰掉。 所以佛教给我们的话是好话, 是真话, 教我们洗灭贪甜吃, 晴修界定慧, 这是一条深路, 是一条出离六道轮回, 脱离苦海的光明大道。 这一些因因果果, 我们读了之后要晓得, 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报。 天地在上, 背逆父母, 过去受这些人间法律的处分, 花报, 果报在地狱。 这些事情在中国古老的笔记里面记载很多, 正史里面也有记载, 都是事实, 都不是假的。 现在背逆父母的人多, 好像没有果报, 诸位还年轻在等几年看看, 看有没有果报现前。 造作的因, 没有说是没有果报。 下面这一句, 我们现在读起来感受得更深。 若遇烧山灵木者, 说狂迷取死报。 前一些时候新加坡受烟雾的灾害, 听说马来西亚、印尼, 到处都放火烧山。 必须要知道, 所有一切造作罪业, 烧山的罪业是最重。 你想想看那一把野火烧, 多少生灵都丧命。 比打猎不知道要差多少倍。 打猎我们用什么方法打, 没有烧山害众生的命多。 烧这一片山灵的时候, 杀害众生总是论百万, 千万计, 那些小动物一个都逃不掉。 实在造作一切罪业, 没有比这个更重的, 这是杀生的大戒。 狂迷取死, 献士报、 花报、 果报必定在阿比地狱。 阿比地狱受的罪, 这经上讲无数劫。 无数劫出来之后, 你杀死的这些众生, 将来要偿命, 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 堕地狱, 地狱最瘦了也没事了, 那就太便宜你了。 欠钱的还钱, 欠命的偿命, 你说这个因果多可怕。 你杀一个众生, 你将来要还一条命, 杀两个, 你要偿两条命, 你杀多少, 你将来要偿多少命。 修行正果也不行, 不能说是修行正果就没事了, 就可以欠账不还钱, 欠命不还命, 那佛法不是把因果定律破坏了。 诸位要晓得, 释迦牧尼佛成佛, 还有三个月马脉之报。 你想想看因果报应, 成佛都不能免。 你们在, 高僧传, 里面看到安世高, 安世高在中国还两次命债, 前身误杀了人, 这一生也被人误杀, 杀死了, 给我们做证明, 因缘果报丝毫不爽。 他是正果的人, 正果的人自己清楚, 甘心情愿来还命债, 被人杀, 杀得欢欢喜喜, 账了了, 账结了。 我们今天如果说是被人偷了, 被人抢了, 被人害了, 佛在经上说作常债想。 是我们没有智慧, 没有神通, 不知道过去事情, 心里想还债, 欢欢喜喜没有一点怨恨心。 被人骗, 被人坑了, 还债想, 这个账到辞的就解了。 实在讲不是我欠他的, 就是他欠我的, 不就是这么一桩事情吗? 我欠他的, 很好还了, 他欠我的, 不要了, 别再来生再去讨债, 讨来讨去, 不又是没完没了吗? 欠别人的还他, 人家欠我的不要了, 审视, 这才是智慧聪明的做法。 这一句我们不但要记住, 常常要讲给别人听, 杀害森林决定要偿命的。 你放火烧山, 你知道你杀死多少森林。 地下那些小动物, 那些蚂蚁, 小动物有多少? 将来还命债, 堕到畜生到还命债还不完。 一生当中一世, 短短几十年所造的罪业, 无量劫都还不完, 太可怕了。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如果真正觉悟, 真正有智慧, 生活过得再艰苦都没有关系, 绝不可以占别人一丝毫的便宜。 一定要存好心, 行好事, 积德修善, 这一生死了之后, 来生有好去处, 来生决定不要剁三恶道, 剁三恶道就不得了。 也许有同修要说, 我已经造了这些罪业, 怎么办? 我自己本身是个例子, 是个很好的例子。 小时候年轻好吃, 吃重生肉, 家里养的畜生肉不好吃, 也胃好吃, 天天去打猎。 所以遭的报应, 短命的报应, 短命是现世报, 将来堕阿比地狱是果报。 阿比地狱出来一个一个还长, 你造的因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 可是佛告诉我们, 你只要一口气还没断, 你还有救。 虽然造了阿比地狱的罪业, 佛都有办法救。 问题你相不相信? 你要不相信, 你就没救, 你要肯相信, 你还有救。 佛告诉你, 颤除业障。 我们在经上读到, 阿蛇是王造五逆罪业, 杀父亲, 害母亲, 跟提婆达多交结破坏僧团, 破合合僧, 提婆达多出佛生血, 这两个恶人。 阿蛇是王到临终的时候才觉悟, 知道自己过去造了大错处, 错过了, 向佛求忏悔。 佛叫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他是至诚心真诚忏悔, 忏悔的力量超过他的业力, 他往生极乐世界。 而且往生的品位很高, 佛说他往生是上品终身。 我们学佛的人看到这里不服气, 造作那么重的罪业, 往生下下品往生已经算不错了, 怎么可能上品终身? 才知道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 一念悔心那个人就是至善, 真正善人, 我们谚语里面常讲, 浪子回头经不换, 他真回头了, 这一回头就超凡入圣。 超凡入圣, 给诸位说, 地狱的罪业不受, 这可以免。 债要不要还? 要还? 怎么还法? 菩萨说法度众生是还债。 在度众生里面, 也有很多不如意的遭遇, 统统都是还债。 像是加穆尼佛, 这世如来果地上度众生, 他的出家图众里面还有六群比丘, 还有提婆达多, 天天扰乱他, 天天叫他生烦恼, 这还债, 过去的冤亲债主。 所以世尊当年在世就表演示范给我们看, 他老人家都免不了, 我们后世的出家法师, 有一些人造谣声势, 毁谤陷害, 正常的。 明朝憨山, 憨山大师还坐了不少年的牢。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猎人队里面躲了十五年, 那是明星见性的真正的菩萨, 不是普通人。 在猎人队里头坐下人, 坐庸人, 给他们烧饭, 洗衣服, 事后这些打猎的猎人, 时间不是短, 十五年。 受这么大的耻辱, 先是罪业, 冤亲债主, 你不能不还债。 从这些地方, 我们想象到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些事实真相, 也因果报丝毫不爽, 正是所谓不是不报, 时辰未到。 十节因缘也是很复杂的因缘果报, 这缘总有一天会遇到, 总有一天你要受报应。 底下这一句, 若遇前后父母恶读者, 说反身边踏陷受报。 这是我们世间所谓是前父后母, 因为子女不是亲生的, 往往虐待。 她现在小, 你虐待她, 她会记恨在心, 将来你老了, 她长大了, 报复就来了, 现是报。 所以佛教我们一个总原则, 总纲领, 我们要记住不与一切众生结冤仇, 这是总原则, 总纲领。 宁愿受别人的侮辱陷害, 我们自己决定不能有一念报复想, 我们这一生才能超越三界。 如有一念怨天尤人, 有一念怀恨的意思, 换句话说, 你依旧还要搞六道轮回。 你跟这些冤亲债主关系没法自脱离, 深深事事互相报偿, 一次比一次残酷, 你造作的是极重罪业, 非常可怕。 大乘经里面, 诸位多读的时候真是寒毛直述。 我们往昔造作的罪业, 不但这一生, 这一生我们自己知道, 还有过去生, 过去无始累积的这些罪业还得了, 越想越可怕, 越想知道这个事情严重, 不得了。 你要留到六道里面, 冤亲债主无量无边, 哪里有好日子过。 所以这个世间, 我们冷眼观察这个世间, 哪一个人不辛苦。 无论你在这个世间想多大的富贵, 你虽然想富贵, 你的冤亲债主还是包围着你, 仔细观察他们的日子不好过, 我们要清楚, 要明白。 我们遇到佛法才找到一条深路, 找到一条出路, 脱离生死轮回, 暂时脱离这些冤亲债主, 不是永远脱离, 暂时脱离。 脱离之后,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那里去做菩萨, 做佛, 回来再还债。 佛经上讲得很清楚, 佛不度无缘之人, 冤亲债主跟我都有缘, 将来我都来度他。 由此可知, 冤亲债主多也不是不好, 也很好, 将来度众生多, 回过头来帮助他们成佛。 帮助他们也能脱离苦海。 末后一句, 若欲网补身处者, 说骨肉分离报。 这也是我亲身经历的, 我干这个事情, 受这个报应。 一生当中家人不能团聚, 这个经打开来的时候, 我造这个因, 受这个果报, 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亲身经历感受非常之深。 再看底下一段, 若欲毁谤三宝者, 说盲龙阴雅报。 这些话佛在经上讲的都是讲花报, 果报在地狱。 我们把底下这一句合起来看。 若欲轻法慢教者, 说永处恶道报。 我们把这两句合起来讲。 亲世佛法, 怠慢弘法, 教士弘法立身, 对于这些事情亲慢心来看待, 换句话说, 不重视。 为什么有这么重的果报? 从佛法我们也能联想到释法, 在释法里面教育是根本, 个人幸福的根本, 家庭美满的根本, 社会安定的根本, 世界和平的根本, 你把根本摧毁了, 这世间怎么会不乱? 儒家的教学, 说个时实在在话, 虽然中国教育政策, 方向目标, 和五帝制定的。 国家采取这个为教学宗旨, 一直到满清, 朝代不断地在变更, 中国教学的政策没有变更, 两千年没有变更。 如果这个时候国家真正去执行, 能够多做几分, 国泰民安, 如果不重视了, 天下大乱, 这可以在历史上看到, 很明显的证据。 学计, 里面给我们讲, 建国军民, 教学位先, 一点都不错。 建立一个国家, 建立一个政权, 领导全国人民什么最重要? 教育, 教学位先。 如果是清法慢教, 问题就严重了。 中国自古以来, 不是以法来治国, 西方人现在讲法治, 我们中国人比他高明, 中国人讲理治。 中国自古以来是讲道德仁义里, 用这五个字来治天下, 来治国。 理治用何为贵, 我们佛法讲六合境, 他虽不讲六合, 他至少讲三合。 我们今天到北京去看看清朝的故宫, 这个故宫是原, 明, 清三代, 三代皇宫都是在一个地方, 七百多年。 它最主要的建筑物, 我们民间讲金鸾殿, 其实它不叫金鸾殿太和殿, 它讲和。 太和殿后免中和殿, 在后免宝和殿, 你看看什么意思? 帝王有智慧聪明, 以和治天下。 这个意义多深多远, 所以它能够想过两百六十多年, 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清朝慈禧末年这些皇帝, 还遵守老祖宗这些原理原则, 今天还是清朝天下, 还是大清国, 他怎么会亡国? 非常可惜末代子孙把祖宗的教训忘掉了, 自以所为他才会亡国。 所以根据中国教育的原理原则, 一个朝廷建立可以延续千年万世, 你只要照做老百姓人人都享福, 不会想到要推翻你的政权。 为什么? 政权太好了, 政府太好了, 得到全民的拥护。 你做得不满意, 背逆人心, 人才会造反。 你能够顺人心, 能够一切真是爱民如子, 一切都能够照顾很周到, 爱护他, 关怀他, 全心全力去照顾他的生活, 哪有不得人民拥护? 你这个政权是千年万世, 理所当然。 你不爱人民, 你糟蹋人民, 不保护人民, 不顾人民的死活, 人民当然造反。 历史是一面鲜明的镜子, 经论是学问, 历史是见识, 是给我们做证明的。 佛陀的教育对中国社会, 治乱的影响也非常显明。 中国在历朝, 哪个朝代最兴旺的时候佛法最兴盛, 这个朝代最衰败的时候佛法也就衰败, 这里面互为因果。 为什么有这现象? 佛法教人善。 佛法心旺, 人心善良, 佛法衰微, 换句话说, 信佛的人少, 善人少, 善心少, 作恶的人多了。 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 中国历代的帝王没有一个不认真努力来学习, 将佛法发扬光大, 佛教育普遍推行到民间, 造成社会良好的风气。 人人懂得因果报应, 其心动念自然会收敛, 不用法律。 这绝对不是愚民政策, 绝对不是欺骗老百姓, 这里头有真理, 事实真相。 底下这一句, 若欲破用常住者, 说一劫轮回地狱报。 破用常住, 前面讲过这是属于道戒。 道常住物, 佛在经上讲, 造什么样的重罪佛菩萨都能救, 偷道常住物佛不能救。 我们犯这个罪怎么办? 这个罪很容易犯。 我们偷盗, 盗一个人的, 结罪轻松, 将来还债还一个人。 如果到国家的, 事情可麻烦了, 将来还债要还这一国之人, 他们都是债主。 国家财务从哪里来? 人民纳税来的。 所以各个都是主人, 将来还债的时候, 你一个一个的还。 中国有十三亿人, 十三亿人都是你的债主, 你可有的还。 佛门里面常住更不得了, 但是诸位要晓得, 现在事实不如是。 我过去在台湾讲经的时候, 有一个老居士, 这个老居士已经不在, 往生好多年了。 有一次他特别请我吃饭, 就请我一个, 就只有我们两个在馆子吃饭。 我说, 老居士你今天请我有什么意思? 他说, 我有一个很困惑的问题, 要向法师请教。 我说, 什么问题? 他说, 破合合森, 到常住物, 这堕阿比地狱, 永远不能翻身, 这怎么办? 我听了之后, 我笑了一笑, 我说, 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破合合森, 你在什么地方看到? 我这一问, 他回想了之后也呆了。 我说, 我一声到处讲经说法, 我没有遇到合合森团。 为什么? 出家人在那里都吵架, 都斗争。 我说, 你在哪里遇到一个合合森团? 现在常住物是什么常住物? 那个庙是他自己家, 他不是十方常住, 我们到那里去挂个单都不行, 他都不准, 那算什么常住物? 那是他的家。 我这一说, 他才恍然大悟。 我说, 他那个破合合森, 不是破合合森, 是破他一家, 到常住物是到他一家, 那个最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这个寺庙里住三个人, 五个人, 将来还三, 五个人寨。 我说, 我一生没有遇到合合森团, 没有遇到十方常住的道场, 没有遇到。 我说, 你遇到了, 告诉我。 他以后想一想, 也没有遇到过。 那好了, 我们吃饭。 所以现在庙叫子孙庙, 小庙, 便置了, 不是十方常住。 将来居士林这里, 弥陀村建筑主, 那是十方常住。 这里面要盗取他的物的时候, 结罪就是经上说的。 新加坡居士林道场, 虽然是在家居士主办的道场, 这个道场, 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 佛门四众弟子都可以在这里挂单, 他都不拒绝。 弥陀村建立之后, 那更殊胜了。 李牧原居士告诉我, 任何国家地区念佛的人, 出家也好, 在家也好, 只要拿到新加坡合法的居留, 这个道场都供应。 你在这里面老实念佛, 似是供养, 一直供养你到往生, 这是常住, 这真正是十方常住。 居士林, 你们现在看下面的摘堂, 每一天三餐流水席的供应, 吃饭不要钱, 不管你是信佛还是不信佛, 你来都有得吃。 甚至于你谤佛, 毁谤佛法, 你进门也给你吃, 绝对没有排斥。 居士林, 我们在那里看, 有很多是外交的, 基督教的, 天主教的, 附近都来吃, 一律都供养, 平等供养, 这是十方常住。 所以那个地方吃饭一天三餐, 你尽量去吃, 你可不能把里面的米菜 偷偷带一点回去, 那个麻烦大了, 那个结罪就是像十方常住结罪, 不可以的。 你是人家开素菜馆, 开馆子, 你到里面东西偷到的时候, 那个罪很小, 那个没有什么。 居士林这个十方道场, 这个结罪就重。 所以今天我们在一生当中遇到十方常住, 还真的只有居士林一个。 他只有一个条件, 你真心念佛求生净土, 你就可以常住在这个道场。 可是现在人不老实, 为了防范必病起见, 有些人假装到这儿来念佛, 来接受供养, 我们不是被骗了, 被蒙蔽了吗? 所以他的规矩是让你天天要到念佛堂, 念佛堂念佛, 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也要点名, 连续三次没有到念佛堂去, 就请你签单, 请你走路, 这里不收留你了。 你要应当在念佛堂, 每一堂课都不缺, 这个地方常住欢喜供养你, 你是真正为了生死, 真正为出三界, 真正为求生净土, 欢喜供养你, 所以这个圆无比的殊胜。 我们讲, 华言, 的时候给诸位提过, 毗卢哲那佛建立华藏世界, 供养成就这些修行人, 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 帮助一些念佛人成就他做佛。 今天居士灵建立这个道场, 成就世界各个地区的念佛人, 帮助你往生净土, 不可思议。 这真正是世间稀有难逢的道场, 我们不敢说绝后, 这实在是空前, 居士建的道场, 非常稀有难得。 所以常住物我们要明了, 这里头的因果不可思议。 若欲乌犯乌僧者, 说永在处申报。 乌是染乌, 在佛法里就是犯淫欲戒, 乌是毁谤, 毁谤出家人, 这是永在处申报。 永在处申报, 也是地狱报出来之后受处申报, 这个果报决定是在地狱。 清廉法师在这一段文里面, 他引用, 圣天子经, 里头有一段话说, 主父我们流通这部经, 若有法师流通词经, 怎么叫流通? 是不是我们多应一点送人叫流通? 不是, 那个范围太窄小。 依教奉行叫流通, 我们自己要做出样子给人看, 这叫流通, 才管用, 才能真正利益众生。 这是经上常讲的授持, 读诵, 为人演说, 演示表演, 做出来给人看, 真正是依教奉行, 彻底依教奉行。 法师所在之处, 经典所在之处, 道场所在之处, 就是诸佛如来所在之处, 这个功德利益佛菩萨都说不尽,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再看底下经文, 若遇汤火斩灼伤身者, 说轮回地常报。 下面讲的是杂业报, 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是恶业。 我们读了感慨万千, 都造过。 汤火是什么? 拿众生肉再煮, 切肉的时候一刀一刀地砍, 斩灼。 我们今天杀害众生, 吃众生肉, 佛在经上讲人死为羊, 养死为人, 将来我们死了多处生道, 他们做人, 也把我们一块一块斩着吃, 轮回地常报。 我们今天吃他的肉, 将来他吃我们的肉, 互相惆怅没完没了。 现在世间灾难这么多, 怎么来的? 杀业太重。 不但这些众生吃肉, 还要吃活的, 你说怎么得了? 现在灾难为什么比过去多了很多倍? 我们冷静地想一想, 五十年前, 六十年前, 抗战以前以及抗战期间,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那个时候人民生活很苦。 农村里面大概一个月才有一次肉在卖肉的, 哪里说天天有肉吃? 不可能的事情。 几个乡村一个月杀一头猪, 杀猪的时候找一个高树, 树上百个, 个竹杆, 竹杆挂一个黄纸, 大家看到今天这里有肉卖, 才跑到那个地方去买个半斤, 一斤肉, 一个月才吃到一次。 只有过年的时候, 那几天才天天有肉食吃, 所以小孩都盼望过年。 现在是天天过年, 天天吃肉, 天天杀生, 灾难果报立刻就现前。 我们要很冷静地去观察, 去思维, 你就能找到真正的原因。 天灾人或平凡不断, 触目惊心, 不知道来源, 这愚昧无知。 事出世间圣人所说的不相信, 不读圣贤书, 不相信圣贤人所说的话, 自以为聪明智慧超过古人, 古人落伍了。 现在人智慧聪明超过古人太多太多了, 古人点油灯, 哪有现在电灯那么明亮? 现在人比古人聪明, 他们说的正正有词, 听起来很有道理, 其实没道理。 古人聪明智慧能不能发展现代科技? 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智慧, 为什么不做? 他有他的大道理在。 如果两千年前就开始做了, 这世界早就毁灭了。 所以他们不肯发展, 希望世人在世间长治久安, 过一点真正人的生活。 现在人不是过人的生活, 是过机械科技奴隶的生活, 哪里是人的生活? 人情味道没有了, 连做梦你都想不到。 我们读古书, 古人的文章, 文学作品, 从前人生活一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 多美! 现在人生活, 现在人生活, 生活在哪儿? 生活在妖魔鬼怪里头。 我是没有接触, 偶尔在电视里面看看, 那歌舞的画面, 那是什么? 妖魔鬼怪, 那个声音鬼哭狼号, 过得这么个日子。 他们那叫享受, 我们看得可怜, 完全是一种疯狂, 就像吸毒, 打马飞变成那个样子, 哪里是人的样子。 反常。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警觉, 高度的警觉。 这一句我们在厨房里面工作的看到, 你能不能不惊心动魄。 地藏经, 这段经文读过之后, 决定不敢再吃肉, 不敢再杀身。 我们学佛, 我虽然明白这个道理, 家里人不相信, 家里人还要吃肉, 天天还要给他切, 还要给他斩, 还要给他们做, 怎么办? 我就劝你, 每一天最好吧, 地藏经, 念一遍给家人回想。 你有真诚心, 三宝加持, 将来慢慢他的念头会转过来, 真诚就能感动人。 真诚心带这一家, 这一家都是冤亲债主, 我不吃, 还要替他做, 是不是冤亲债主。 所以你要带他回向, 要带他求忏悔, 假之时日他会感动, 他会回头。 他不能回头, 没有感动, 我们真诚心不够, 我们力量没有达到, 要责备自己。 一定要找出时间, 替他求忏悔, 多拜的藏菩萨, 能够每天拜三百拜, 拜一千拜, 至诚心求忏悔, 才消业障。 把你修持的功德回向, 给这些众生, 回向加持他, 希望他们早生善道, 第二个回向, 希望家里面人能够消除业障, 开智慧, 断恶修缮, 永远不识众生肉。 你在家庭里面就行菩萨道, 那个家庭就是你的道场。 度众生先度家人, 然后度你的亲戚朋友, 邻里相当, 你要做出来给人看。 所以学佛连家人都不能得度, 你没有什么成就, 你成就很有限。 你要能感动你一家人, 你的学佛才算是有一点成就, 有一点成绩。 你的一家人不能受感动, 你没有成绩可言。 若欲破戒犯斋者, 说禽兽饥饿暴。 破戒大家好懂。 犯斋, 什么叫斋? 现在一般人以为素食就是斋, 吃斋的, 其实错了。 斋, 在我们佛法里面讲过中不实, 不是过五, 过五是错的。 现在一般人讲持五, 这个不对, 过中不实, 日中。 如果说五, 十一点到一点钟是五时, 五时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过中不实, 日中。 所以持斋的人在现代最好用天文日历, 因为每一天日中的时间都不一样, 日中的时间每一天都有时差, 天文日历是最可靠的。 几点, 几分, 几秒日中, 你不能过中, 这才能真正叫持斋。 持斋的时候, 饭斋, 这是有罪过的。 佛菩萨持斋也是做给众生看的, 世间人没有不贪吃, 一天三餐, 还要吃点心, 还要吃宵夜, 这都是过失。 在饮食里面, 不知不觉造许许多多罪业, 他不知道。 所以出家人视线一个榜样给他看, 你们一天吃那么多, 讲求那么多的营养, 身体并不怎么好, 我们一天吃一餐, 身体不比你差。 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觉悟, 真正能够明了养生之道。 现在人养生, 要吸收许许多多的营养, 我们中国人从来没讲营养过。 中国大陆有些贫穷落后, 他懂得什么营养。 可是很奇怪都长寿, 农村里头寿命很长, 活一百多岁的人很多。 我过去住在美国, 好像大陆是刚开放的时候, 大概是刚刚开放没多久。 美国曾经派了一些人到中国大陆上去调查, 去研究, 为什么中国人卫生程度那么差能长寿。 美国人是样样都讲求还短命, 他们就研究这个道理, 研究不出来。 看他们生活饮食, 跟美国的标准来比的话, 相差太远了, 但是中国人长寿。 用什么科学的方法来研究, 研究不透, 他不懂。 长寿的原因在哪里? 心地清静, 望念少。 烦恼是真正要人命的。 美国人的烦恼很重很重, 美国的年轻人, 大概在25岁以前还可以看, 还很好看, 30岁以后就完了。 面头上皱纹, 一条一条的好多条, 我们中国看你们都没有皱纹。 为什么有那么多皱纹? 烦恼太多了。 多在哪里? 生活的压力。 你要知道美国人的生活过得好像是很好, 都是负债来的。 买房屋费款, 房屋只要付多少? 十分之一都不要。 譬如10万块钱的房子, 付5000块就可以了。 然后20年, 30年慢慢付清, 连利息越越还, 向银行贷款。 你们家里所用的东西, 他开的汽车, 冰箱, 甚至于告诉你, 买吃的东西都是奢账奢来的。 你买吃的东西, 买菜, 买米什么的, 信用卡, 信用卡是银行给你的, 银行赦账。 你辛辛苦苦努力去工作, 每一天工作是还银行的账, 还保险公司的账。 他们天天一身在那里工作是还账, 你就想他的生活压力多重, 所以他要很认真努力工作, 他不敢懈怠, 不敢偷懒。 为什么? 一偷懒, 一懈怠, 公司马上把你开除。 你一切都完了, 你家所有一切银行没收, 保险公司没收了, 他就拍卖了, 来还债。 他们的日子好辛苦, 好可怜, 你不在外国居住, 你不了解他们生活状况, 苦得很。 我第一次回到祖国访问, 陪同韩馆长到他的故乡大连, 那边有不少亲戚朋友来接待, 请我们吃饭。 他们知道我们从美国回来, 非常羡慕。 我告诉他, 我说美国人生活不如你们, 他不相信, 他说我欺骗他, 安慰他。 我回过头来反问他, 那时候在座大概有三十多个人, 我说, 你们三十几位, 我问你, 你们哪一位是负债过日子的? 他们彼此互相看看, 一个都没有。 美国人怎么能比得了你? 美国人从生下来就负债, 死了都还不轻。 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你们过得虽然好像是表面上比他贫穷, 你没有洋房, 没有汽车。 你们下了工之后, 几个朋友在一块, 几粒花生米, 喝老酒, 轻轻松松在聊天, 外国人有这闲情意趣吗? 没有。 一生一天都不能过这个生活, 头脑一天到晚紧张得不得了, 所以外国人很容易衰老, 原因在此地。 他们的文化背景我们了解, 实在讲他们非常羡慕东方人。 我们还有积蓄, 还能攒一点钱, 他们没有。 美国人家庭里面, 能够找到二十块钱现金, 了不起, 家里这么多钱。 我给大家说都是实话, 我在美国住了十五年, 走过许多大城市。 经济风暴, 全世界受到这个打击, 中国人受的影响少。 为什么? 中国人不负债, 没有向银行贷款, 没有借钱, 没有压力。 今天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原理, 原理是什么? 就是中国人讲的高利贷, 你向他借贷, 最后被他逼死, 他让你痛快一时, 最后就要你的命, 我们冷眼旁观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中国人有福, 中国人有福, 自己要明了, 要懂得, 要自爱。 今天中国还不能得到安定, 那是别有原因。 如果我们在人力资源方面能够运用的很妥当, 所有一切人为, 自然灾害都可以避免, 可以做到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国家, 给世界所有国家做模范, 做榜样。 最终的目的到世界和平, 世界大同, 这是中国人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 最真实的意义。 我们要努力去做, 出家人把出家人的本分做好就行了, 应光大师所讲的, 敦伦敬分, 闲邪存成, 身性因果, 天下救太平。 他老人家这几句话, 却确实实能救末法时期, 九千年一切众生。 下面经文说, 若欲非礼毁用者, 说所求却绝报。 这就是我们一般讲, 八苦里头求不得苦。 你有求, 为什么求不得? 有原因。 非礼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讲, 不合法, 不合理, 不合情, 不合情理法的毁用。 毁是什么? 毁坏。 用是你得到的享用, 你的享受。 你今天一切的享受, 无论是物质, 精神享受, 这种享受不合理, 不合法, 不合情, 后面你的果报就是不如意, 求不得苦。 若欲无我供高者, 说卑使下剑报。 供高我慢, 他的的果报是下剑。 现在在这个社会里头很明显, 自己有权, 有地位的时候, 傲慢, 盛气凌人。 一转眼之间, 他这个地位失掉了, 失掉再去找一个小差事糊口生活, 马上地位掉下来了, 被人家换使, 果报是现世报, 不必等到来世。 我们现在社会上看到很多, 好不容易爬上一个高的阶位, 遇到一个经济风暴马上裁员, 工作一切丢掉了, 找个小差事糊口, 听人家使唤。 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 你只要仔细观察很多, 不知道自卑尊人。 在上位对于底下的干部都要尊重, 不能任性使唤, 以后果报不好。 若遇两舌斗乱者, 说无舌百舌报。 两舌是挑拨别人斗乱, 使彼此两方面不合, 造作这种罪业。 造这个罪业的人多, 目的为了自己从中取利, 斗乱两方, 挑拨是非。 这个果报前面曾经说过, 这是属于口业, 恶口, 两舌都在地狱, 所谓是拔舌地狱。 地狱果报出来之后再多畜生, 畜生里头有无舌的, 有百舌的, 还要受这个果报。 若遇邪剑者, 说边地受申报。 邪知邪剑, 邪知剑也要看他造业浅身广辖。 如果他影响别人少, 他的报就轻, 如果这个邪知邪剑, 影响的人多, 影响的时间久, 他的报就重。 所以有人问我, 邪知邪剑的人写出来的文字, 他的文章写出来的书, 误导这些众生, 将来他要堕地狱, 什么时候能出来? 我给他说, 我也是根据佛经上讲的。 这个世间他所出的这些书一本都没有了, 他才可以出离地狱。 如果还有哪个图书馆藏着一本, 他就糟了, 他就不能出来了。 由此可知, 他的东西越硬得多就越糟糕, 他的罪就越重, 他影响的人多, 影响的时间久, 不得了这个罪过。 所以我们说话也要小心, 要有录音的话就跟书一样, 什么时候你录音带在这个世间完全消失, 完全没有了, 你在地狱才能出来。 还有一套, 有人保存, 你就糟了, 你就脱不了地狱。 古人常讲, 并从口入, 或从口出, 一点都不错。 所以菩萨教给我们,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句佛。 人家讲话的时候, 我们听不清楚最好, 不管他讲什么, 阿弥陀佛, 你一句话就回去, 比什么都好。 为什么? 没有听的必要, 都是无意义的,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统统都是无意义的, 你听他干什么。 老师念佛决定往生净土, 听这些事是非非, 闲言闲语, 一定搞六道轮回, 增长自己的罪业, 划不来。 编地瘦身, 编地就是现在所谓是文化落后的地区, 叫编地。 人这一生当中, 要生在文化落后地区, 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他怎么能不愚痴? 愚痴必定造作罪业, 所以这个果报很可怕。 请看底下这段经文, 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 如是等, 这纸上来所说的。 等, 太多太多了, 说之不尽。 严福提众生, 生口一夜, 恶习结果, 百千报应, 经粗略说。 略说, 是做一个概略的报告。 这一段是讲我们现前世间一切众生, 造作恶业的业因。 生, 口, 一天天在造作, 生造的是杀, 道, 赢, 我没有造杀, 你天天吃肉就是杀生。 我没有杀生, 只是吃肉, 你不吃肉, 人家怎么会杀生? 现代人大概因为不相信因果了, 自义杀害, 自义食旦。 从前我们乡下, 我不是给你讲了, 一个月杀一条猪, 杀猪的人在杀猪的时候都给猪念咒, 告诉他, 他说, 猪瓦, 猪瓦, 你莫怪, 你是人间一道菜, 他不吃来我不宰, 你像吃的去讨债。 他很聪明, 屠夫把醉暴都推到吃肉的人身上, 你像吃的去讨债。 所以你吃肉, 他才杀生, 你不吃肉, 他就不杀, 吃肉是间接的杀生, 还是天天在造杀业。 道业, 营业, 没有法子避免。 口四种业, 妄语, 两舌, 恶口, 起语, 哪个不造? 异业里面充满了贪甜吃。 所以我们今天观察这个世界, 为什么社会一年比一年乱, 灾害一年比一年多? 真正的原因就是一切众生生与异恶业年年在增长, 这还得了。 这事因, 太可怕了, 只都止不住。 别说消业障, 怎么消得了? 天天增长。 怎么能没有果报? 恶习结果, 生, 雨, 亦造的十种恶业, 恶业习气类结, 果报就现前。 这果报天灾人祸, 三图八难, 三图八难是这么来的。 百千报应, 百千不是数字, 是形容无量无边的报应, 前面是略说而已。 我们自己今天在这一生当中, 要真正想出离三界, 从什么地方改起? 从心地里面改起。 心要做到纯善, 心无恶念, 什么恶? 十恶, 这是最简单的, 没有这个意念。 义无邪思, 这是心地法门。 念念依教奉行, 佛在经上教我们应当做的, 我们认真努力去做, 佛说不可以做的, 我们连念头都不深, 自己才能自度, 才真正有把握。 纵然这一生不往深净土, 不求深净土, 来生决定是人天福报, 不会堕三图。 纵然我们今天生, 口没有恶行, 意还有恶念, 还有邪思, 给诸位说, 依旧搞三图六道。 所以过去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从根本修, 什么是根本? 念头是根本。 如果你喜欢堕三恶道, 受无数节的苦难, 好了, 你恶念邪思可以保留。 如果你觉得无数节的三图之苦, 你看到害怕恐怖, 不愿意受, 你今天从念头上改过来。 标准, 地藏菩萨本愿经, 就是很好的标准。 我们今天敬宗同修, 为什么每天晚课我们选择, 无量寿经, 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 里面所讲的根, 地藏经, 讲的是一样, 那是善恶的标准, 不能不知道。 恶一定要断, 断不了也要断, 非断不行, 你不断, 你就决定堕地狱, 你自己一定要明了, 不断是决定堕地狱, 没有第二条路子好走。 地狱出来之后, 像经上讲的这些果报, 你都得要受。 你要想自己不堕地狱, 这一生能够了生死, 出三界, 往生净土, 你一定要做, 非做不可。 别人做不做与我不相干, 修行这条路上, 佛祖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明白, 个人生死个人了, 谁都不能代替谁, 公修公的, 婆修婆的, 不修就不得。 修什么? 改心, 这是真修。 你心改了, 你的行当然就改了。 行上做得像那个样子, 心里没有改, 不行, 结罪是从心上结, 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 再看末后这一段, 如是等, 严福提众生, 也敢差别, 的藏菩萨百千方便, 而叫化之。 前面是讲造业, 前面这段, 真的严福提众生刚强难化, 的藏菩萨明了。 我们在这经上读到, 菩萨明了, 我们今天也明了, 我们要效法的藏菩萨, 要学习的藏菩萨, 如菩萨一样, 以种种善巧方便教导众生。 化, 是什么? 众生接受教导就能够回头, 断恶向善, 化了。 化是教的结果, 教是因, 化是果。 化恶念为善念, 化烦恼为菩提, 化凡夫为菩萨, 你的教学就达到目的, 就真正有了成果, 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 再看下面这段经文。 是诸众生, 先受如是等报, 后堕地狱。 动经结束, 无有出奇。 佛在此的说实话, 经上讲的这些报应, 现世报, 花报。 死了之后决定堕地狱, 什么时候来出离? 动经结束。 前面给我们讲无量节, 无有出奇, 出奇是决定有, 为什么说无有? 太长了, 不是短时间你能够出得来的。 事故如等。 因为这个缘故, 佛劝导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发心护持, 护士, 你们这些人。 护人护国, 无令是诸众业, 迷惑众生。 青莲大师注解里头有一句话说, 当然他也是根据佛在经上讲的, 这经是, 旧杂僻玉经, 里面说, 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他说是间六十亿万岁是地狱的一天。 过去李秉南老居士在, 大专佛学讲座, 给大专学生讲, 说到地狱, 地狱的一天是人间两千七百年, 这个说的都是有根据的。 两千七百年大概是小地狱, 说太多会把人吓坏了。 佛在这个经上讲, 地狱一天是我们人间六十亿万年。 古时候印度亦有三种, 十万也教义, 百万也教义, 万万也教义。 我们算最小的, 十万算亿。 六十亿万岁, 六十再乘上各时, 我们这个世间一天, 所以地狱能去吗? 这是说无间大地狱, 这么长。 我们造作地狱的罪业很容易, 你现在去造, 你将来受的苦报怎么得了。 佛在这经上嘱咐四大天王护国护人, 不要让世间种种罪业迷惑众生。 我们听了这个话, 首先要自己真正反省, 给诸位说, 天天反省。 佛门里面定下早晚功课, 我跟大家说过, 早课提醒你自己, 晚课就是反省。 晚课在里诵读经文的时候, 要认真反省。 经上交给我们要做的, 做到没有。 交给我们不能做的, 我们违犯了没有。 这是你真正做早晚功课。 不是早晚功课, 把经念一遍给佛菩萨听, 那就完全错了, 佛菩萨哪里要听这个东西? 欲度众生, 先度自己, 自己不造恶业, 自己决定不剁三恶道, 你才有能力帮助别人。 如果说自身不保, 去帮助别人, 没有这回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脚跟站稳, 绝不剁三图。 而且自己有坚定的信心, 决定的深净土。 而且是决定可以自在往生, 为什么有这个把握? 业障消消了。 怎么消的? 心里头没有一个恶念, 意里面没有一个邪思, 你就有把握了。 往生没有病苦, 现前没有病痛, 没有病痛是花报, 往生没有病苦是果报。 为什么别人做得到, 我们做不到。 他之所以能做到, 没有别的, 就是心里头没有恶念, 意里头没有邪思, 就凭这个。 四天王闻以, 替泪悲叹, 合掌而退。 世尊给他们一开示, 四天王听了之后流眼泪, 悲叹。 悲叹, 两个意思, 一个悲叹众生夜席太重太重了, 第二个意思是自己责任太重。 我们要帮助众生, 先要帮助自己。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得藏菩萨本愿经, 第十五卷, 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请先开经本卷中, 地狱名号品第五, 请看经文。 耳师普贤菩萨摩赫萨, 白地藏菩萨言。 忍者, 愿为天龙四众, 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 说梭婆世界, 即炎福提, 最苦众生, 所受暴处, 地狱名号, 即恶暴等事。 使未来是末法众生, 知事果报。 到这个地方是一段。 这一段是普贤请说, 前面介绍过, 夜缘、夜感, 这两品之后, 对于世间一切众生造作恶业, 所感的苦报我们明了一些了。 经文到这个地方, 普贤菩萨大慈大悲, 带我们请法, 请求的藏菩萨将这些罪报之事, 给我们说一个大概。 不但我们希望明了, 就是梭婆世界六道的众生, 包括诸天八部鬼神在内。 因为这些众生虽然现前享受的是福报天人福报, 可是天福享尽之后又怎么办? 每一个众生或者说每一个人, 生命不是这一个阶段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 我们有过去世, 过去无始, 我们还有未来世, 未来无中, 无始无终这个岁月是没有法子计算的。 我们今天说天文数字, 天文数字跟无始无终相比较也是天渊之别, 无量节以来累积的罪业也就无量无边了。 这一个阶段的果报, 是我们无量节所造的行业, 哪一种业遇到原他起现行, 是这么一回事情。 不学佛的人对这些事实真相, 他不了解, 不明白, 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佛所说的靠得住吗? 佛所说的是真的吗? 佛法的教学最殊胜之处, 最高明之处, 佛叫我们去证实, 他告诉我们这桩事情, 叫我们自己去证明, 那这就不是假的。 佛并不是说, 我说是真的就是真的, 佛不如是说法。 佛说了之后, 你自己可以证实。 用什么方法来证实? 这佛可以教你, 佛可以教给你方法, 你自己去求证。 六道是真的, 十法界是真的, 一真法界也是真的, 你都可以证实。 不要说这一生所造的罪业, 过去深深是试造的罪业, 所以天府响尽的时候, 由于过去深中累积的罪业, 哪有不堕落的道理? 在实法界里面的感应, 毕竟是恶的感应多, 也就是恶缘多, 善缘少。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话, 这倒不难证实, 你仔细思维思维, 度量度量, 在我们现前生活当中, 从早到晚我们遭遇的一切人, 是、物, 这都是缘, 这缘里面是善缘多, 还是恶缘多。 外面外缘引起我们内心的念头, 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成境界, 我们起心动念是恶念多, 还是善念多。 你冷静一思维, 你就明白了。 如果从早到晚, 我们恶念多过善念, 你来生到哪里去? 那不就到三恶道去了吗? 哪里要问人? 不必要问人, 不必要问佛菩萨,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着, 从早到晚善念多过恶念, 我们才有把握不堕三恶道。 这个把握不是十分的, 为什么? 临终时候你还能不能把握得住? 平常有把握了, 临终时把握不住, 那还是要堕落。 可见这一桩事情真的是很难, 不是容易事情。 但是在平常一定要锻炼, 为什么? 平常锻炼, 临终有把握的成分比较多, 平常不肯锻炼, 临终有把握的成分少, 这个道理要懂。 古德有比喻, 所谓, 练兵千日, 用在一招, 平常要训练, 最后能不能打胜仗, 还不一定。 但是决定要锻炼, 打仗的时候才有胜算的可能。 如果平时不操练, 临阵的时候一定是一败涂底。 平常锻炼, 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 尤其在最近, 我们生活的大环境这个地球, 地球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大环境, 灾变异常, 天灾人祸非常频繁, 次数一年比一年多, 一次比一次严重。 我们听到各地方的报道, 确实令人身心都不安, 生活在恐怖之中。 今天大家要问, 我们到哪里去避难?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处是安全的, 你到哪里去? 到哪里都一样。 这是过去礼禀南老居士, 往生的前一天, 还是前两天说的, 跟学生们说, 灾难来了, 佛菩萨神仙都救不了, 唯一一条深路, 老师念佛, 求生净土。 他临终的遗言, 劝导我们学生, 没路可走, 没有地方可以逃避。 灾难怎么形成的? 众生共业所感, 不知道觉悟, 佛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愿意接受, 认为佛所说的是迷信。 现在人大家相信科学, 相信科学的依据, 万一科学一句讲错了怎么办? 受害就不浅了。 我们知道, 佛的智慧是从禅定当中升起的, 这不是假的。 佛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智慧, 都有这个能力, 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所以佛所讲的目的是叫我们证得。 佛见到了, 你也有能力见到, 佛明白, 你也有能力明白, 你今天为什么不明白? 为什么见不到? 佛说了, 你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只要把妄想, 分别, 执着舍掉了, 舍得干干净净, 虚空法界这真实面目你就一目了然, 还要听别人说吗? 到那个时候你所见到的, 你所接触到的, 跟诸佛如来所说的没有两样。 所以佛的言语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如语者, 事实是什么样子那就怎么说法, 绝不天知天业, 也不会说的减少一些, 所说的完全跟事实真相相符, 这叫如语, 没有妄语, 没有狂语, 句句话都是真实话, 老实话。 所以诸天也要听, 天人福报虽然大, 也要想到福享尽了怎么办? 他要明白这个道理, 他可以继续不断地修福, 使他的福报能够绵延, 不至于福享尽的时候堕落。 但是我们晓得, 这是佛在经上讲, 天父享尽堕落的人多, 天人能够继续修福不堕落的少数, 实在讲跟我们人间一样。 人间有真正相信佛法的, 善根深厚, 有智慧, 他虽然想人天福报, 还不断地修福媳妇, 所以他的福报能想许多代, 生生世世享富。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不施供养的福报。 譬如佛在经上说, 有人不施供养辟之佛一波饭, 他所得的福, 九十亿节不受贫穷的果报。 供养一波饭是很小的事情, 怎么会得这么大的福报? 得福大小在供养的心量。 如果他供养这个时候, 是清静心, 平等心, 真诚心, 福报就大了, 没有界限了。 可是诸位要记住, 九十亿节跟无量节相比是个很小的数字, 九十亿节以后又怎么办? 有没有想到? 这就是说明, 财不施不如法不施, 法不施的福报跟财不施又不能相比, 这是, 华言经普贤菩萨行愿品, 里面讲得很清楚, 法不施的福真的是无量无边。 因此佛经不能不读, 佛所讲的道理, 不能不深入地去探讨, 他对我们帮助太大太大了。 所以天人也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何况我们。 普贤菩萨说得很好, 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 现在, 当时参加法会的, 听佛, 听得藏菩萨说法的这些人, 未来, 就包括我们在内了。 普贤菩萨为我们起请, 我们在此的听听的藏菩萨的报告, 为我们说出, 严福提,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娑婆世界, 是大千世界, 严福提是我们这个地球,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处所。 最苦众生, 看看我们今天世间五十多亿人口, 是不是生活在最苦之中。 我们造作的是罪, 受的是苦。 无论世间平复贵贱, 哪一个生活不苦。 各有各的苦处。 现在造作罪业所受的, 佛家讲教花爆, 花爆之后还有果爆, 果爆再来生, 你死了之后, 他感受的是果爆, 果爆比花爆严重太多太多了。 这个地方讲果爆, 所受爆处, 地狱名号, 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 普贤菩萨的启请是依真实智慧, 大慈大悲, 要没有智慧, 没有大慈悲心, 这个问题提不出来。 启请说法他的目的, 是希望一切众生听了之后能够了答, 地狱里面真实的状况全是自信, 心变现的, 跟诸佛如来一针法界一针庄严, 同样是一念所生的。 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 一念, 一念就是, 华严经, 上讲的刹那记, 你们同学所问的身相无名, 身相无名就是一念, 就是刹那记。 现相在一念发生了, 发生之后他念念相续, 相续时间之长短宗在业里。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才懂得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 即使造作极重的罪业, 忏悔的一念是把念头改过来。 诸位要晓得, 所有的念头都是妄念, 把妄念改成正念。 什么叫正念? 与信德相应的是正念, 与信德不相应的是妄念, 邪念。 念是非人我, 念贪甜吃慢, 这邪念, 念诸佛菩萨那是正念, 正是佛在经上常讲,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最高明的了。 如果常念不失, 常念持戒, 常念忍辱, 这成菩萨了。 做佛, 做菩萨, 做众生都在一念之间, 一念贪而无厌就恶鬼道去了。 诸位要晓得, 贪是法度恶鬼道, 贪佛法也度恶鬼道, 为什么? 贪心堕恶鬼, 不是说你贪的对象。 但是道恶鬼道也有负报大小不一样, 贪是法的就变成恶鬼没负得, 贪佛法的堕道鬼道里也想负, 经上讲多财鬼, 少财鬼, 贪佛法的是多财鬼, 贪是兼明文力仰是少财鬼。 佛叫我们断贪心, 鬼道的缘就断掉了, 我们纵然阿赖耶实里头有鬼道的业因, 缘没有了, 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 你暂时不会堕恶鬼道。 田会堕地狱, 极度, 田会堕地狱, 不论是法, 佛法都很苦, 所以地狱里面只有受苦, 没有想负的, 恶鬼道还有想负的, 地狱道没有。 所以我们在平常生活之中, 对人, 对事, 对物不要动田会心, 不要起极度心, 一定要晓得如果起这种心念, 对自己决定没有好处。 外面的境界常常令自己深烦恼, 令自己不如意, 总要想开这是我命中的业障, 自己应当要承受, 自作自受, 过去造的不善因, 现在遇到不善果报, 心平静下来, 不怨天, 不由人, 我们把地狱园断掉了。 纵有地狱的因, 没有地狱园, 也不受地狱的果报。 这是讲道三图。 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 什么叫愚痴? 没有能力辨别真旺, 没有能力辨别邪正, 没有能力辨别是非, 往往把这些事实真相颠倒了, 这是没有智慧, 这叫愚痴。 在现在这个世间, 愚痴的现象到处都见得到。 最重要的我自己愚不愚痴。 别人愚痴他的事情, 与我关系不大。 我自己愚痴, 那个麻烦就大了, 愚痴多畜生。 怎样能够避免愚痴? 多读经, 多听法。 这里面的原个人不同。 佛在经上教导我们, 阿南问世佛及胸经, 展开经本第一句话, 佛就交代我们, 从明师学道, 教导我们要清净善知识, 你才有智慧。 这一次, 华言经, 里面, 这个意思要重负几十遍, 提醒大家。 谁是善知识? 佛是善知识, 我们要跟佛学。 佛不在了, 依靠什么? 依靠经典, 这是佛讲的, 依法不依人。 可是你要懂的原则, 佛一生当中所说的经论很多, 你只能学一种, 你不能学很多。 这个意思就像大夫医生给病人治病, 一样, 医生给你诊断, 开几味药给你吃, 吃了病就好了。 绝对不是说, 把药铺里头所有的药统统抓来吃, 不管你害什么病全部抓来吃, 必死无疑, 哪有这种道理? 三藏十二部这一部, 大藏经, 是释迦牧尼佛一生所说的, 就像药铺里全部统统都有, 你要整个都吃了, 必死无疑, 你还会有救吗? 所以诸位要晓得, 药物能害人, 佛法能害人, 害法生会命, 害死人。 我往年在李老师会下, 跟同学们谈到这个问题, 我就这个说法, 同学们听了不服气, 去问老师, 老师说, 对, 没错, 法要契机, 我们只能学一门。 佛在经上, 讲经说法都有当机的人, 起请的人, 那个人一听他就开悟了。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佛说一切经不是为我说的, 是为当时许许多多不同根性人说的。 我是什么根性? 我在一切经当中, 我应当选哪一种? 就好比说, 大夫他看过很多人病况, 处方一大堆, 堆在那个地方, 现在大夫不在家, 我们自己生病, 怎么办? 一定要从他那些处方里面去观察, 哪一种比较适合于自己。 吃错了, 不但没有好处, 有害处, 哪能够随便吃药? 到今天末法时期, 谁是善知识? 谁能够代替我们选择法门? 做末法众生的择法眼? 找不到这种人? 我们接触善知识的时候, 我们真的说都打了很多问号。 所以亲近一个老师, 过几天就变心了, 还有比他更高明的, 他不见得正确。 一生当中都是犹豫疑惑, 怎么能成就? 世尊大慈大悲, 知道我们末法时期众生的状况, 所遭遇的困难, 所以他在, 大吉经, 里面, 就明白给我们开示, 指导我们一个方向原则, 他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 向法时期禅定成就, 末法时期净土成就, 这是指出一个大方针, 大方向。 我们今天身在末法时期, 我们遵守佛陀的指示, 专修净土法门, 这就不会错了。 静宗的经论少, 比起任何一个宗派, 我们依据的点击分量少, 少容易受持。 但是我们知道, 静宗第一部经是,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是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 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法门。 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从来没有重负讲过, 唯独, 无量寿经, 是重负讲。 根据现在留下来的资料, 可以证明至少他讲过三次, 可能更多, 多次宣讲, 这个法门就特别重要了。 所以集结经葬也是多次集结, 传到中国来十二次的翻译, 非常可惜这些译本, 十二种译本有七种诗传, 现在保留下来在, 大藏经, 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五种。 五种译本里面内容大同小异, 可是不同的这些部分都非常重要, 帮助我们断移生性。 所以经典, 佛说法这些经典, 他目的之所在, 我们要明了。 静宗三经, 三经的义去不可以不知道。 无量寿经, 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净土, 说明书, 说明西方世界源起, 怎么来的。 西方世界的历史, 阿弥陀佛建立西方世界的理论基础, 与事实真相, 阿弥陀佛建立这个净土目的之所在, 以及他的成就, 是做一个全盘介绍说明。 使听到的人生起向往之心, 发愿求生,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观无量寿佛经, 是, 无量寿经, 的补充说明, 这里面最重要的有三点, 三个补充。 第一个是理论上的补充, 观经, 上讲,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这是理论上的补充。 第二个补充是品味的详细说明, 无量寿经, 只讲三倍, 说的简单, 观经, 里面讲九品, 就讲的详细。 第三种是讲方法上的补充, 无量寿经, 讲的方法, 只说,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另外交给我们修复, 说的简单, 观经, 里面讲十六观, 是方法, 观想念佛, 观相念佛, 迟明念佛, 说的很详细。 迟明是第十六观, 摆在最后, 最后就是最重要的, 这是佛说经的一个惯例, 好系摆在后头, 这压轴系, 最弃一切众生的基因。 迟明念佛是第十六观, 普度一切众生, 真正达到三根普贝, 力顿全收, 上度等觉菩萨, 下度地狱众生,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所以是补充说明。 小笨, 佛说阿弥陀经, 完全是劝我们发愿求生。 这经不长, 是尊在里面四次的劝勉, 真是苦口婆心。 所以我们认识这三经的性质, 三经是一贯作业的。 现在有一些童修怀疑会几本, 这是错误的。 佛法要建立在清净性上, 有一旧是大障碍。 这经是介绍的, 介绍目的是帮助你起性发愿, 目的就达到了。 如果没有会几本, 必须要读五种元一本, 很好, 能读五种元一本不太好了吗? 如果你觉得五种元一本太烦了, 太复杂了, 古大德给我们做出这个工作会击。 第一个会集是王龙书居士, 王龙书居士的本字收在大藏经里头, 能够收入, 大藏经, 就是古来祖师大德公认的, 没有错误, 才能够收入。 不像现在, 随随便便可以把经放在藏里, 在从前不可以的。 从前这个经入藏是帝王批准的, 帝王根据什么来批准? 根据当代的高森大德推荐, 他们大家认同, 这才能入藏, 不是一个容易事情。 这就说明会集没有错误, 会集是应当的, 他会集圆满不圆满, 那是另外一桩事情, 这就是说明可以会集。 正如同我们如果给人家介绍西方净土, 我们没有会集本, 我们可以把五种本字摊开, 这个本字里则一断, 那个本字里则一断, 跟大家讲也行, 不是不行。 我只要把它讲成一贯, 讲得很有体系, 让人家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生其信心, 生其欢喜心, 那不就成就了吗? 至于净土的修行方法, 那是,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然后对于这个会集本才能够升起信心, 决定没有怀疑, 怀疑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利益失掉了。 如果你真的有怀疑, 也没有关系, 你就不念会集本, 甚至于不念, 无量寿经, 你就专一, 阿弥陀经, 修学, 决定往生。 我们要不要否定会集本, 排斥会集本。 我们没有这个胆子。 假如会集的人, 这假设, 下连居要是观音菩萨再来, 阿弥陀佛再来, 我们岂不是造了大罪国? 所以做学问, 读书的态度, 可以存疑不能否定, 不可以下断语, 我们打个问号放在那里, 暂时不去求证可以。 我们舍弃这个法门, 我们还有, 阿弥陀经, 还有, 观无量寿佛经, 不可以放法。 它到底是什么身份, 是现在这个世间, 我们不知道。 依照这个会集本修学, 从这个会集本里起信心的人很多, 确实他比原意本方便好读, 容易懂, 从这个地方生起信心。 由此可知, 毁谤, 否定, 这个人不适于吃, 就是别有用心。 由此可知, 诗诚重要, 我跟哪一个老师学, 这个老师对于我要负完全责任, 我修学有错, 将来不成就, 他跺阿弥地狱, 所以诗诚关系大。 我老师只是我这个法门, 别人说这个法门不对, 我跟谁学? 这是关键, 你是不是否定你老师, 换个老师去另外跟一个老师学, 那也行。 现在诗诚没有了, 困难就来了, 在从前, 这种事情很少发生。 我们一生跟定一个老师, 我对于老师有信心, 老师对我负责任, 我只听他的, 信心就不会动摇。 在以往学生没有开悟, 是决定不能听别人说话的, 为什么? 怕信心动摇, 开悟之后, 那就不要紧。 开悟之后, 你有能力辨别真望, 辨别邪证, 辨别是非, 到这种程度, 老师就把你放出去参学,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你什么都可以听, 什么都可以接触。 你没有定力, 没有智慧, 没有辨别的能力, 老师一定管得很严, 不让你接触, 一接触就毁了你。 所以什么人是一个好的学生? 能够接受老师的教会, 这好学生。 对于老师杨凤英伟, 老师怎么能教? 所以不许你多听, 不许你多看, 保护你的清净心, 成就你的界定会, 没有别的, 这种苦心现在做学生的人体会不到。 现在年轻人受这些邪知邪剑的熏染, 我常讲四红誓愿前面两条不要了, 从哪里学起? 广学多文, 法门无量誓愿学, 前面两条不要, 它怎么会成就? 所学的邪知邪剑, 心地被污染, 精神被污染, 思想见解被污染了, 佛菩萨来都没有办法把你洗刷干净。 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深深体会到, 诸佛菩萨对于一切, 特别是苦难众生, 那一种关怀爱护真正是达到极处, 有几个众生能体会, 能懂的。 众生虽然不能体会, 有的时候还冤枉佛菩萨, 毁谤佛菩萨, 佛菩萨的慈悲心没有减一分, 这是了不起, 还一样的爱护, 还是一样以种种善巧方便来帮助众生, 来诱导众生。 因为众生如此经所说, 刚强难化, 斜见斜行, 不知道回头, 不知道改过, 诸佛菩萨硬化在其中委曲婉转在诱导, 我们凡夫眼睛里用尽心思, 这种恩德无与伦比。 无论是在道理上, 在方法上, 在境界上, 都是极其善巧方便, 我们展开经卷读这些经文要能体会到, 这部经上显示出的藏菩萨, 文书, 普贤, 观音皆是真善知识。 特别是在这一回教导初学, 给我们说这一些最苦之事, 果报的状况, 目的是教我们相信因果, 相信善因善果, 恶因必定有恶报。 我们经过这一个提醒, 然后再冷静观察我们现实的社会, 你就能看出来果报原来就在眼前。 你看看你们自己的亲戚朋友, 自己所熟悉的人, 太明显了, 而且非常快速, 年年都在那里变化, 都在那里转变, 这个转变你细观察, 原来就是因果。 种善因的人心善行善, 他年年还都不错, 生活环境愈来愈好, 心恶行恶, 仔细观察一年不如一年。 现在看比从前看速度快多了, 以前报, 报得没这么快, 现在是一年跟一年不一样。 甚至于你要有能力, 有智慧观察, 越越不一样, 报得太快了。 只有明白因果这个道理与事实, 才可以进入佛法, 你才会相信佛所讲的, 才能够接受, 才能够依教奉行, 终极的目的在此的, 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 离苦得了。 佛菩萨不接受任何报酬, 决定没有明文立养, 我们对他恭敬是表我们自己一点感激之心, 佛菩萨并不要求我们对他恭敬, 没有这个念头。 请看底下这段经文的藏答言。 人者, 我今成佛为神, 及大势之力, 略说地狱名号, 及罪报恶报之事。 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习, 现在的人多半是狂妄自大, 学别人的东西还不肯承认, 还要骂别人, 这是我的, 不是他的, 这有罪过。 你看的藏菩萨, 的藏菩萨是何等人物? 我们看看这个法会, 法会在前面大家看到, 十方诸佛都来参与这个法会。 这些佛是什么人? 过去生中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 学生个个都成佛了, 他老人家还在做菩萨, 了不起。 他是不愿意成佛, 要成佛是太简单了, 应当早就成佛, 他应了他的誓愿,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所以我们要问, 得藏菩萨有没有做佛的机会? 没有, 地狱还有人, 他就发心他不做佛, 他要做菩萨去帮助地狱众生。 这什么身份? 他说的话多谦虚, 多客气。 忍者, 忍者是对菩萨的尊称, 仁慈之人。 他不说他自己有能力来答复, 我今成佛微神, 成蒙佛的加持。 不但成蒙佛的加持, 还成蒙你的加持普贤菩萨。 集大势之力, 大势, 指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的智慧道理也不可思议。 诸佛加持, 普贤菩萨加持, 略说地狱名号, 再向大家报告这桩事情。 我们要谦虚, 现在人真是好高骛远, 一切都讲创造创新, 给诸位说, 事出世间圣人都没有创意, 没有创新。 孔老夫子他说, 他一生的讲学术而不做, 他自己没有创作, 所说的都是古圣先贤的话, 古圣先贤的教会, 自己没有创新。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 他老人家一生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不是自己的, 自己没有做这个创说, 都是叙说古佛的, 所以他说他一句话没说, 所说的古佛的, 没有一句是自己的意思。 孔老夫子数而不做, 释迦牟尼佛也是数而不做, 我们后人了不起, 后人有创作。 难怪释迦牟尼佛这些典籍没有版权, 别人的不是自己的, 他怎么可以有版权。 现在人了不起, 自己的创作, 版权所有。 我们应当要学习, 实实在在世尊, 孔老夫子学习的态度正确的, 这是与心性相应, 与性德相应, 所以他们处世待人皆物都非常谦卑。 夫子所表现的自卑而尊人, 我们在书籍里面所读到, 孔老夫子对于贫穷下贱之人也非常尊敬, 不敢轻蔓。 哪里有说自己觉得高贵自大, 瞧不起别人, 我们在夫子一身行义当中没有看到, 佛就更不必说了。 供高我慢是大烦恼, 只要有这个念头在, 佛法一分都入不进去, 障碍, 自己障碍自己。 贪, 甜, 吃, 慢, 疑, 后面是恶贱, 恶贱就是身贱, 边贱, 贱取贱, 戒取贱, 斜贱, 合起来叫恶贱, 六个根本烦恼是讲这个。 六个根本烦恼是最大的障碍, 我们学佛为什么不能契入? 我们读经为什么不能开悟? 不知道自己有这六种障碍, 不晓得。 这六种障碍有一个, 你就不能见到, 不要说正道, 见都见不到, 六种障碍去掉, 你才见到位。 所以我们要想的佛法真实的利益, 你这六个障碍不断怎么行? 真断, 念佛堂里面堂主常常提醒大众, 放下身心世界, 这六种那就舍掉了, 这六种就是身心世界, 不放下不行, 一定要放下。 再看底下经文。 忍者, 言福提东方有山, 号曰铁为, 其山黑碎, 无日月光。 地藏经上所说的这些事, 不可以用现代科学眼光去考证, 为什么? 我们今天科学, 说实在的话还相当幼稚。 我们眼前这个宇宙的真相, 谁知道? 不要以为我亲眼所见的, 这就是真的, 靠不住。 你亲眼所见, 你的眼见的功能究竟有多大? 你不知道。 我亲眼所见, 我们讲堂二十几个人, 亲眼所见, 这个讲堂里头还有菩萨, 还有声闻, 有圆觉, 有天龙鬼神, 你见到没有。 没见到, 你怎么能说你亲眼所见? 你怎么能那么肯定? 你为什么见不到? 眼的功能太有限了。 我们知道, 眼见是靠光明, 光, 黑的时候你见不到, 你是借着光你才能见到。 而光的波不一样, 我们所见的非常狭窄的这一样, 一段光波, 我们的频道恰恰好就这一段, 这一段我们看得清楚, 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 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 比这个光波长的不知道有多少, 比这个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 如果哪一天你眼的功能障碍没有了, 所有光波统统你都没有障碍, 你看到这个世界马上就变化, 不一样了, 你怎么可以相信眼见就是真的? 眼见色, 耳闻声都是这个状况, 这是给你讲真相。 现在说这个你比较能够体会, 我们用科技的仪器, 可以侦测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光波。 大家最熟悉的, 紫外光我们看不到, x光我们看不到, 凭借仪器我们知道它存在。 科学家知道, 许许多多不同的光波,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所以光波同时存在, 你要全都看到了, 这个道场就不一样了。 这个道场多大? 我们这个房间多大? 净虚空, 变法界, 不可思议。 为什么净虚空, 变法界? 如果你的眼光要开了, 所有障碍都没有, 一切光波你都见到了, 这个光波就是展开虚空法界, 这些柱子, 墙透明的, 没有障碍。 你坐在这个地方往上看, 看到上方无尽的虚空法界, 往下看下方, 看看左右, 这十方世界无量无边都在眼前, 你就不会局限在这一个小范围里面, 这是给你讲真话, 讲实话。 你要用今天科学方法去考证, 考不出来也证不出来, 这是说科技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层, 科技说实在话, 跟佛法来相比相当幼稚。 佛所说的有一部分被证明了, 证明是极少的一部分, 大多数部分科技还没有达到, 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 阎福提东方有山, 有铁围山, 我们肉眼见不到, 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到。 所以有人, 我在台湾有人来问我, 现在盒子潜艇已经到海底面去, 没有发现龙宫, 到底龙宫有没有? 龙宫在海底, 潜水艇下去没看到。 月亮里头有月光菩萨, 太空人登陆月球也没看到, 有没有? 有! 有, 人看不见, 凡甚同居土。 这些事情实在说, 对佛法稍稍涉猎的人应当知道。 法照法师, 这唐朝时候, 朝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 这他亲身经历的, 我们相信他不是打妄语。 见到文书, 普贤在讲经说法, 听众一万多人, 他听了一作, 还向文书菩萨请教, 末法时期众生根性列, 应当学什么法门好。 文书菩萨劝他修念佛法门。 佛怎么念法还教了他几身, 武会念佛法门文书菩萨传给法照的。 法照离开五台山之后, 一路走一路做记号, 下一次来的时候好找, 做了几个记号再回头一看, 没有了, 一片荒山。 诸位想想你用科学怎么样去探测。 文书菩萨道场清静庄严, 他有缘他见到了。 你们读, 三昧水颤, 悟达国师见到加诺加尊者的道场, 在四川, 也在荒山当中, 科学仪器怎么侦测。 他到那个地方确实把他的病治好了。 所以不可以相信自己, 亲眼见的靠不住, 亲耳听的靠不住, 这个环境很复杂, 你到底能见到多少? 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不知道, 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 听得很明白, 相信自己的知见, 哪里晓得是错误。 所以佛在经上很明白地告诉我们, 没有正的阿罗汉果之前, 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 有道理。 阿罗汉怎么? 阿罗汉通了, 障碍没有了, 阿罗汉正的漏境通。 所以他六根接触外面六种境界跟我们不一样, 他突破了一切光波, 深波, 磁波的界限, 他看到的是真相, 我们看到是妄想。 阿罗汉为什么有这个能力? 很简单, 剑丝烦恼舍掉了, 就是我刚才讲的六种障碍没有了。 阿罗汉断的不是别的, 就是贪, 甜, 吃, 慢, 疑, 恶剑, 恶剑是五历史,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剑丝烦恼, 这个东西断尽了, 所以它的障碍没有了, 才能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些话一定要先说, 否则的话, 地藏经, 里面, 这个东西就很难懂了, 你就把它当做什么? 当做迷信, 你说它不合科学, 这经的利益你是一分一毫都得不到。 不但得不到, 你还造棒法之罪, 利益没有得到, 祸害来了, 这不是佛的意思。 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经论, 必须把这个道理交代清楚, 交代明白。 我前一个时期, 就是这个月的月初, 我在香港做了六场讲演, 庆祝香港回归周年, 我们讲, 无量受精, 大义。 听众里面有一位同修, 过去是从事影剧界的, 他给我讲了几个故事, 真的, 真人真事。 因为拍摄电影有些都是在晚上作业, 夜晚在野外拍外景, 所以真有鬼, 野外这些坟底。 他有一个同事晚上拍外景, 晚上很晚了, 也是糊里糊涂, 开车走的时候走到一个闹区, 很热闹, 他心里想这一条街从来我都没有走过, 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个闹事。 既然看到这么多热闹, 人很多, 他也就下了车去参观一下, 去玩玩。 看到卖吃的东西, 正好了, 晚上两点钟肚子也饿了, 就到小吃店里去吃面。 吃了以后也就困了, 这就开车回去, 回去之后感觉的一生都不舒服, 想这个地方越想越不对。 到第二天早晨再开车到原路去看到坟地, 才晓得什么。 遇到鬼, 鬼的街道。 吃的那些东西吐出来了, 吐的都是那些蚯蚓, 泥巴, 草一类的, 生了一场大病, 几乎死了。 以后神智不正常, 工作就停了, 两, 三年都不能工作, 人受得不像样子。 过了好几年, 他又来从事他这个行业, 但是没有多久好像又遇到一次这种状况, 以后死了, 这是他们同事。 隐聚界里面对这些事情他们相信, 亲身遇到的。 所以这个处所鬼神跟我们人杂居, 鬼的那些生活状况跟我们人差不多, 鬼也有都市, 我们看不到, 跟我们重叠在一起, 两个不同的频道, 两种不同的波度, 重叠在一起。 所以我们说是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怎么能做得了主? 你亲身经历, 你要提高警觉, 你要明了, 恐老夫子交给我们, 尽鬼神而远之, 鬼神有没有? 有, 一定要尊重, 要尊敬。 远是什么意思? 远是不跟他学习, 就跟普贤实愿, 礼敬诸佛, 是同样的道理。 夫子对于鬼神, 对于邪门外道, 恭敬心没有减少, 真的是礼敬诸佛, 夫子做到了。 我们对于这些一定要恭敬, 对待鬼神一定要如法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讲的许多我们了解, 儒家的祭祀我们要重视。 鬼神能够安稳, 对我们世间的治乱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叫这些鬼神都不能够安稳, 他们一作乱, 影响我们的社会, 许许多多这些灾变无缘无故的发生, 我们说无缘无故, 鬼神在作乱, 这个道理不能不懂。 佛家出家人住在山里面, 想盖一个小茅棚, 盖个小茅棚当然就地取材, 要去砍树。 佛说, 树木有一个人高, 高度超过一个人都有树神, 树神是什么? 鬼神依附树而住, 他没地方住, 他依这个地方来遮蔽风雨来住, 鬼神依附在树木上, 那就称他作树神。 我们要砍这棵树, 换句话说, 就是夺他的居住的处所, 他甘不甘心。 他要是不甘心, 起了恶念他就来找茶, 就要来报复, 就要找你麻烦, 你住的这个房子, 你住的就不安心。 如果你的腹抱大, 他无可奈何不敢侵犯你, 等到你运摔的时候, 他就来找麻烦, 他很有耐心地等待。 你走运的时候不惹你, 你腹抱大惹不起, 等到你的运摔掉的时候, 来找麻烦了。 所以佛教给我们, 要砍这个树三天之前去祭祀, 去诵经, 告诉他, 我逼不得已, 我也要住, 你可以另外搬家, 劝他搬家。 不可以说看中了, 你就想砍, 不可以, 三天之前一定要去祭祀。 连这些地方, 小劫都这么重视。 现在大家不相信这个, 很多从前买坟地这些山坡, 现在把坟地随便就搬走, 把那地方夺过来盖大楼, 人住在这个里面, 幸亏还有一点福报维持几年。 到福报禁的时候, 这一批鬼神就要来找麻烦, 让你里头住的人身心不安, 你的社会动乱。 你搞得他不能够安稳, 他也会报复, 也搞得你不安稳, 天灾人祸其来有字, 使法界是一体, 不能不知道。 世出世间圣人都交给我们推几级人, 佛法讲的不只是人, 佛法讲物, 物就是天地鬼神统统包括在其中。 我们要想生活幸福美满, 你要想到鬼神也希望生活美满, 畜生也希望他的生活美满, 怎么可以吃众生肉? 这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吃众生肉, 杀害众生的什么样的果报。 我们愿不愿意把肉供给别人吃? 一样的道理, 我们不想人家来吃我, 动物它也是一样的, 它怎么会愿意人去吃它? 我们杀它, 吃它, 它是不是很欢喜?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所以吃众生肉, 这种怨恨, 这一切众生的怨恨永远不会消失, 遇到机会它就要报复。 佛法说吃它半斤还它八两, 生生世世互相吞淡, 没完没了。 我们的得生, 这生世夜暴生, 没有法子, 没有这些营养就不能维持生命, 要维持生命不得已而取饮食。 在饮食里既然是不得已, 你一定要懂得少跟众生结怨, 少造业。 动物有生命, 植物也有生命, 我们吃动物错了, 吃植物也错了, 但是这里面两下做一个比较, 动物情食比植物要来得明显。 换句话说, 动物暴富的意念比植物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也就是我们舍弃灵性大的, 不杀害它, 植物毕竟它的灵性要弱得很多, 不得已而吃它。 借经里面讲, 清静比丘不踏生草, 真正显示出慈悲。 有路可以走, 为什么不走路? 为什么要踏草? 除非是你没有路, 一定要从这边通过, 这也是不得已。 不得已就是情有可原, 可以原谅的。 如果有路, 你一定要绕着路走, 你不可以踏草。 所以要爱护生命, 植物也要爱护, 要有一颗爱心对人, 对事, 对物, 真诚的爱心, 亲近的爱心, 吃的时候是不得已。 所以佛教给我们, 实存五官, 常存报恩之心。 人与人之间有恩德, 人与一切万物都有恩德, 我们每一天修行, 念佛诵经, 断恶修善, 功德回向一切众生是报恩。 这种心多诚挚, 这个意多厚道, 这才与心性相应。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想, 没有这番诚意, 你就天天造罪业。 你明白这个道理, 常做如是观, 这些植物来提供你的营养, 它有功德, 它真正来供养你, 你有回报给它, 有回报就不是夺取, 跟它不结冤仇, 跟它结恩德。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 有大地狱, 好极无简。 又有地狱, 明大阿比。 这是地藏菩萨首先给我们介绍报告出来。 有, 却确实实有, 不是没有。 恶鬼道跟地狱道还不一样, 不是一个境界。 恶鬼道里面没有日月光, 就像前面所说他们居住在昏暗之中, 恶鬼道我们称为阴间, 确实有人去过。 中国许多笔记小说里面写的很多, 那不是随便说的, 月威草堂笔记, 里头所说的, 聊斋志义, 所说的, 兼一志, 里面所讲的, 给诸位说都是真的, 都不是假的。 我学佛这么多年, 在没有学佛之前, 我没有见过鬼, 我见过狐狸精, 真的不是假的, 亲眼见到的, 还很多人见到。 我见到的狐狸精是个男的, 不是女的, 是个男生, 穿的是蓝布长袍大褂。 抗战期间, 很多人见到, 但是没有一个人看到他清楚的面目, 没有看到过, 面目很模糊。 狐狸要变成人五百年, 可能他还没有到五百年, 还差一点, 是一个人的形状, 面目不十分清楚。 我那个时候十几岁, 十六, 七岁的时候天天打猎, 我就很想打他, 我母亲制止, 千万不能惹, 惹了以后麻烦不得了, 我是被我母亲制止住, 我很想打他。 那个狐狸就住在我们楼上, 抗战期间我们住在一个民房, 他就住楼上。 那个楼上有几十年没有人, 上去过, 所以有一窝狐狸住在上面, 都知道, 有人看见早晨的时候, 狐狸在屋顶上拜太阳。 大家住得也相安无事, 他也不扰乱别人, 人也不敢去碰他。 我们那个时候小, 胆子也很大, 总想跑到楼上去看看, 可是大人不准, 楼梯都没有了。 真的, 那不是假的, 真的变成人形, 有的是出来散步看到。 所以世间, 我就非常相信, 聊斋志义, 里面写的那些鬼狐狸的事情, 我相信是真的, 不是假的, 绝不是造谣言。 抗战胜利的时候, 我们家乡出了一桩怪事情, 这个事情我知道很清楚。 我们家乡是粗米, 而米大多数从五湖出口, 都运到五湖那边去卖, 那是个市场。 我有一个亲戚, 他那一年收成不错, 装了小船翻船, 风船一船米, 那是用麻袋, 麻包一包一包的包到, 运到南京去卖。 装船的时候有人看到, 像黄鼠狼一样的一个东西, 从跳板上上船, 就看到。 看到之后就许多人到船上去找, 找的时候找不到, 确实没有, 大概是看的人或者眼看花了。 这一船米就运到南京, 到南京之后这一船米没有了, 麻布带还是那个形状样子, 里头一粒米都没有。 所以大家就晓得了, 不是眼睛看错, 大概是那个东西作怪。 他们看到的是黄鼠狼, 大概是他作怪, 不知道怎么得罪他, 一船米被他搬走。 我那个亲戚是个远亲姓陈, 无可奈何, 没法子, 南京住了几天就回家。 回家之后, 他的米在他仓库里, 没动, 开这么一个玩笑。 什么方法把他搬回去的? 不晓得。 这大概是得罪他, 还得罪不大, 惩罚你一次, 给你开个玩笑, 真的不是假的。 天地鬼神这些事情, 我亲身经历的, 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于江县, 五十年前的事情, 所以我们对这个深信不疑。 这里说, 有大地狱, 大地狱在铁围山下, 我们没有法子证实, 我们也看不到。 确实有, 你造这个业, 这个境界就现前, 你就要去受这些苦报。 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 无见, 阿鼻, 这个名称在佛的经典里面都有说, 究竟是一个, 还是两个, 自古至今没有办法确定。 也有古大德说, 无见就是阿鼻, 阿鼻就是无见, 也有说无见跟阿鼻是两个地狱。 但是总而言之, 这两个地狱大概都是极重罪业受暴之处, 这是可以肯定的。 经上他这里也举出经典里面的说法, 阿含经跟观佛三昧经里面说是一个, 无见跟阿鼻是一个, 可是本经跟伦延经里面所讲的是两个, 有大地狱, 好及无见, 又有地狱, 明大阿鼻。 这不是两个吗? 所以是一种, 是二种都有经典做依据, 古经这些祖师大德们, 都没有办法肯定说他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 我们读这个经, 根据这个经的说法, 这个经说两个我们就做两个来看。 两个大概里面的受暴都是非常严重, 极其苦读。 这段的意思还没有能说完, 但是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明天接着再讲。 德藏菩萨本愿经, 第十六卷, 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请先开, 刻住, 卷中第四面, 第二行的经文。 有大地狱, 好及无见。 又有地狱, 明大阿鼻。 昨天介绍到这个地方, 这里面的意思甚深甚广, 详细说实在是说不尽。 可是重要的我们要了解, 什么原因造成地狱? 为什么会在这里面受这些苦暴? 这一点非常重要。 地藏十轮经上说五逆罪为罪及恶, 五逆后面还会详细说明。 这是杀父、杀母、父母恩德太大, 我们的生命的自于父母。 如果我们能够细心观察, 父母照顾婴儿小心谨慎无为不治, 从出生大概到三岁, 小孩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 时时刻刻受母亲的关怀保护, 才不至于伤害性命。 而父亲, 现在做父亲的人, 对子女所尽的责任不及古人, 古人做父亲的不但是童子要教, 婴儿要教, 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 胎教, 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所以父母恩德之大, 在释法里头没有能够相比, 不知道恩德, 不知道报恩, 还要加以杀害, 这罪极重, 多极无鉴, 堕大阿鼻。 第二种罪业是杀阿罗汉, 阿罗汉是修行正果的圣人, 人天师范, 世间真正的福田, 他所在的地方为一切众生种福。 你杀阿罗汉, 就是把众生种福的福田毁掉了, 这一方人都没有福报, 所以罪就中了。 所以杀阿罗汉, 不是对阿罗汉一个人结罪, 不是对他结罪, 是对这一个地方众生来结罪, 这罪就中了。 现在世间有没有阿罗汉? 硬真的罗汉我们相信一定有。 佛菩萨化身在世间都很多, 哪里说没有阿罗汉? 但是我们凡夫不认识, 你想找阿罗汉来杀也找不到。 可是有等流的罪, 等流是跟他相等的罪, 相等的罪是谁? 善知识。 在这个地方上有德行, 有学问, 又能慈悲教化一方众生, 杀害这种人等于杀阿罗汉, 这罪就很重。 不但不可以杀害, 连毁谤的罪都不清,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可是世间有一些无知之人, 对于善知识有意无意产生一些毁谤, 无意是无知, 有意那是别有用心, 别有用心里面极度是占一大部分。 现在还有一些人有些策略, 如何在社会大众提高自己的身份, 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提高自己的声望, 用什么方法? 哪个地方很有名, 得大众敬仰的, 把他批判, 把他驳倒, 他就上来了, 这是别有用心, 造作的罪业都是无间地狱, 阿鼻罪业。 这是心里面怀极重的邪恶, 他不怕因果报应, 为了眼前的名利, 眼前一点的利益, 赶造这一种重大的罪业, 这是无间地狱的业因。 第三种出佛生血, 佛现在不再是, 有等流之罪, 就是以恶心破坏佛的形象, 无论是泥塑的, 木雕的, 或者是金属铸造的, 或者是彩化的, 化的这些佛菩萨形象, 是以甜恨的心把它破坏, 这罪就是忤逆罪。 如果说无意的, 无意的损坏是过不是罪, 那很轻, 是无意的, 忏悔行, 通忏悔, 恶意的是不通忏悔。 末后一条破合合森, 就是破坏僧团。 合合森僧团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见到, 这里头也有等流罪。 破坏别人的信仰, 破坏别人的怨心, 破坏别人的修学, 等于破合合森的罪, 这罪都是非常非常之重, 我们不能不知道。 这里头也有有意跟无意, 都必须要简别, 有意是恶意, 无意是对于这些理论与事实真相, 没有透彻的了解。 譬如经上常讲的自赞毁他, 自己赞叹自己修学的法门, 与自己修学不同的法门任意毁谤, 也是这一类的罪业。 现在在世间许多处所我们听到, 这一些造作罪业的人, 造作罪业之事。 我们必须要了解, 佛菩萨说法是应激而说, 所以佛法没有定法。 班若经, 上讲得很清楚, 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 佛也无法可说, 甚至于说到极处, 如果有人说佛说法, 就是棒佛。 说到这个地方, 佛这一些开示我们要细心深入去体会, 然后你就不会造棒法之罪, 你就不会造了。 因为它是应激施教, 我的根性跟你的根性不尽相同, 就是同修净土法门, 同念阿弥陀佛也不完全相同。 怎么说? 我喜欢追顶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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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一句接一个, 他喜欢慢慢地念, 阿弥陀佛, 这两个人就不一样, 两个人都能往生。 这个人说我这个念法正确, 你那个决定错误, 那不是打架吗? 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同样是害病的感冒, 医生给你处方, 当然要大同小异, 也有不一样, 你吃这个要吃好了, 看到你那个药方上有一两位不对, 错了, 你就批评他, 他的体质跟你体质不相同。 同样是一个处方, 同样是一个医生, 给我的分量, 给你的分量不一样, 给我用三钱, 给你用四钱, 那你两个还要打架。 到底哪个对, 哪个不对? 体质不一样。 佛讲经说法度众生就像这种情形一样, 所以你要说这个对, 那个不对, 你就棒佛, 棒法, 棒僧。 为什么? 一切经是佛说的, 你棒佛, 你随便批评经典, 拿着这不经批评那不经, 拿那不经批评这不经, 棒法, 依照经论修行正果的人, 这是僧。 你任意批评, 毁棒三宝造无间罪业, 造这个罪, 这都是愚昧无知。 我们要明了。 祖师大德们, 我们看到他们著书里面有批评, 我们敢不敢学。 不敢学, 他批评是有对象, 应激而说的。 你们听过宗门的公案, 男犬斩猫, 你能学吗? 你能看到猫杀掉他, 看到狗也杀掉他, 你可以干嘛。 单侠可以把木头佛像劈开来烧火, 你也可以干嘛。 他为什么那个做法, 他有当机者, 他这个举动能令那个人开悟作佛, 所以他不犯罪。 我们要把佛像劈开来烧火, 我们是犯破佛生血的重罪, 他不犯。 他是何等人物, 我们怎么敢干这种事情。 所以这是一定要懂的。 过去学佛有师臣, 等于说我们学佛有了保障, 就好像婴儿, 两三岁的小孩有父母照顾。 现在学佛没人照顾, 两、三岁的孩童造些什么事情, 死活他都不知道, 遇到危险, 丢掉性命他自己不晓得。 现在我们学佛的人就像这种情形, 你说多可怕。 佛了解末法众生的状况, 知道末法众生的苦难, 所以慈悲到了极处, 对末法众生有特别的开导, 大吉经里面教给我们, 末法众生净成就, 这是一个重大的开示。 我们身在末法时代, 我们学佛选择哪个法门, 佛讲的净成就, 我们选择净土法门, 这是遵佛的遗教。 佛又有四一法垂训后人, 让我们不至于走错路, 没有善有照顾, 我们遵守四一法绝不会走错路。 第一个, 依法不依人, 法是经典, 一定要以经典做依据, 今是佛说的。 第二个教给我们, 依义不依语, 这一句非常重要, 为什么? 避免后人对经典的争论。 佛知道经典会流通全世界, 一定要依靠翻译, 同样是一部经, 同样是一个梵文原本, 翻译的人不一样, 里面的字句意思当然就有出入。 譬如我们现在看到金刚经的译本, 大藏经, 里面金刚经有六种不同的译本, 我们现在大家所念的都选究摩罗石。 六种译本诸位对照来看, 里面的文字不一样, 一丝大同小异, 到底哪个翻得对, 哪个地方翻错。 这不是又麻烦了。 所以佛教我们依义不依语, 这就好, 一丝对就行了, 话多说几句, 少说几句没关系。 翻译用这个字, 用那个字也没有关系, 只要一丝对就行了, 避免许多的争论。 特别是,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到现在九个本资, 五种原意本, 三种会几本, 还有一种结效本, 彭记轻的。 我们懂得依义不依语, 这个争论就没有了, 不必坚持哪一家。 我们自己修学, 可以坚持一个本资, 但是对于其余的本资决定是尊重, 决定没有批评, 我们没有资格批评, 没有能力批评。 所以佛这四依法, 多重要。 第三, 佛教给我们, 依了意不依不了意。 什么是了意? 这一生决定可以成佛, 这世就尽了意。 最低限度要在这一生当中, 超越六道轮回才算是了意。 如果你的修学, 你在这一生不能够超越三界六道, 还要搞六道轮回, 你学的就是不了意, 无论修得怎么好, 你不能出离六道轮回。 不能出离六道轮回, 换句话说, 你就决定免不了三图果报, 一定的道理, 所以就没有成就。 要想脱离六道轮回, 大小沉经论都是一个道理, 要断剑丝烦恼。 你能断得了吗? 剑丝烦恼归根结底一个总原则, 破我执, 你对于是出示法还那么执着, 行吗? 不行, 这是诸位都清楚的。 破执着你就出三界, 离分别你就出十法界, 把妄想断干净你就成就尽圆满佛。 这个大道理在大乘经典里面佛说的太多了。 佛说出我们的并根是妄想, 分别, 执着, 诸位想一想, 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 这事不能不明白, 一定要一了一经。 今天讲了一, 不但了一, 要就尽了一。 往生经, 现在就是讲尽宗的五经一论, 叫往生经, 就尽了一。 这六部经论, 随便以哪一部都能成功, 都能够超越三界, 超越十法界, 往生西方净土, 真正不可思议。 可是你依任何一部经不要怀疑, 现在有人依, 无量寿经, 怀疑下连居的会几本, 他要老实念佛能不能往生? 能往生, 生到边地一臣, 这经上讲的。 你还要真念, 真相性阿弥陀佛, 真相性净土, 你对于这个经会基本有怀疑, 生边地一臣。 所以我们为什么干这种事情? 你对这个本子有怀, 你不依他就好了, 这九种本子里面你依另外的本子, 可以。 甚至于说不依, 无量寿经, 这个本子, 你依, 阿弥陀经, 也行, 本子这么多, 任何一本依靠他都能往生。 但是对于其他的本子决定不可能, 怀疑, 免堕边地一臣, 这对自己有大利益。 可是聪明的人, 有智慧的人, 有福德的人, 他心里明白, 尽踪念佛这个法门在这些年当中, 为什么能够普遍弘扬到全世界, 这么多人生起信心, 发愿念佛求生净土, 是哪一个因缘促成的? 下老居是这个会基本促成的, 这是事实。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 你要想毁谤这个本子, 你造的罪业大概就是阿弥陀余, 你还能躲得过吗? 你念佛能往生吗?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业障习气太重。 虽念阿弥陀佛, 妄想, 分别, 执着意丝毫都没有断, 还犯严重毁谤三宝的过失。 先堕地狱, 地狱最暴受闷之后出来也许在遇道员, 阿赖耶实里面还有阿弥陀佛的种子, 接着在干。 这个事情说起来不稀奇, 我们在过去身中也干过, 我们也堕过地狱, 受过无量劫的灾难, 那个罪受完了, 这一生才得人生, 遇到这个法门。 想想从前干的傻事, 吃的那些苦头, 心有余悸。 现在我们回头了, 我们明白了, 再不干傻事。 所以在现前无论毁谤我的人, 侮辱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甚至于杀害我的人, 我都合掌赞叹, 感恩戴德, 没有一点怨恨之心, 为什么? 因为我晓得, 西方极乐世界,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我要把自己养成上善的标准, 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受大众欢迎。 一丝毫的恶意都没有, 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只有一个感恩戴德。 你要问了, 这些陷害你的人, 甚至杀害你的人, 对你有什么恩德? 你还要感谢他, 还要报答他。 有恩德, 他的毁谤, 侮辱, 陷害, 正是像老师来考试一样, 我这一关通过了, 他来考试我这一关通过, 怎么没有恩德? 没有这个考试, 我还不知道自己功夫到什么阶段。 不晓得。 他要把我杀掉我更感谢他, 为什么? 早一天到极乐世界, 他把我宝送去了, 这个世间太苦了, 你的福报智慧很大了, 不要在这里受苦了, 赶紧去。 那怎么没有恩德? 早死早往生, 早死早享福, 恩德太大了。 罪福, 善恶在一念之间。 所以你一念觉, 到哪里修福, 哪个地方不是修福之处, 哪个时候不是修福之时, 哪一装饰不是修福之事, 问题你觉不觉悟。 所以诸佛菩萨, 身文, 原觉, 对一切众生只有一个感恩之心。 登德的大菩萨之恩报恩, 跟我们凡夫思想观念确实是不相同。 除了经上讲的五逆罪, 十轮经, 上说, 这个经上也说。 佛还告诉僧护, 他说有九种人常常堕落在阿比大地狱中, 比这五逆又加了四条。 加了四条, 第一个, 食森物, 吃出家人的东西, 我们听到太害怕了, 许多在家居士到道场来吃出家的东西, 这怎么办? 好在进宗学会跟居士林都是在家人的道场, 我们出家人来吃在家人的东西, 不是在家人吃出家人的东西, 我们在这个道场是出家人吃在家人的东西。 这是讲十方常住, 怎么个吃法? 到心吃, 贪心吃, 这就有罪。 你到寺院里面, 寺院里面主持的人请你去吃, 这没有罪过, 这是诸位都晓得的。 过去寺院丛林里面, 居士来挂单的很多, 诸位要在中国大陆看大的寺院丛林, 他分内院跟外院, 内院出家人住的, 外院居士住的。 因为在古时候跟现在的社会制度不相同, 农业的时代, 农业社会里面休闲的时间长, 他不是在耕作的期间大家都有空闲, 有空闲有很多人到寺院去挂单, 一挂就几个月。 到寺院去干什么? 听经, 念佛, 参禅, 所以他到寺院去。 到寺院去讨单, 这就是挂单住在那边, 寺院里面同样也分一份工作给你做, 这个吃就没有问题, 这不是白吃, 分一份工作给你做。 一般读书人分的工作多半是写着, 从前没有印刷术, 只有写。 念书人你住在这里欢迎你, 你替我写经, 抄写经本, 藏经楼里面藏经就丰富了。 本来只有一部经, 你能够再写一部, 它就多一部, 再写两部它就多两部。 所以一般读书人到寺院里面的工作, 一定是请他写经。 要不是写经的, 就分配给一些比较劳力的这一些工作, 像打扫环境, 厨房里面帮忙, 草房里面帮忙这些事情。 因为过去寺院的住众多, 生活也艰难, 厨房里面烧柴火, 柴火要有人去砍柴, 砍回来还要匹柴, 都很粗重的工作。 米都是糙米, 米收的是稻谷, 稻谷要把它磨成米, 糙米, 米再充熟, 都需要人工。 所以在寺庙讨单的时候, 多半要兼这些工作。 所以到寺院里面来住, 真是福会双修, 那就没有问题。 你要是到寺院来是白痴, 这个罪过就很重。 食僧物要讲清楚, 不讲清楚大家都害怕, 都不敢到寺院来了。 第二个是佛物, 随便用供佛的这些物品, 这罪过很重。 所以一切物品是先供佛僧, 然后我们自己再受用。 第三个杀父, 第四杀母, 第五杀阿罗汉, 第六破和和僧, 这是忤逆罪里头有的。 第七破比丘境界, 怂恿教唆比丘犯界, 这是堕阿比地狱。 第八个是犯境形尼, 比丘尼, 清静的比丘尼, 你侵犯他, 堕阿比地狱。 第九个做一产题。 一产题是犯语, 中国的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 就是我们一般讲心里面充满邪恶, 念念都与邪之见, 十恶业相应, 这样的人就是一产题。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吾不是邪恶, 所以说他没有善根。 佛讲这九种人常常在地狱。 地狱出来之后, 诸位要晓得, 他还有恶的习气, 纵然前世修得有福报的人生, 可是这个习气在。 好像他不作恶他就很难过, 他日子就过不了, 这是恶心恶意, 恶言恶行成了一种习惯,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到人天时间并不长, 他又造罪业, 失了人身之后他又回到地狱。 本经对这个事情说得很详细, 劳累的藏菩萨, 的藏菩萨是真慈悲。 《正法念经》里面说, 阿比地狱的苦千倍超过十大地狱。 我们经上常讲八寒八热, 十八层地狱, 阿比地狱, 无间地狱的苦, 超过他们千倍都不止。 寿命短的一劫, 一劫给诸位说, 大劫不是小劫。 造作地狱的夜音很容易, 堕落地狱之后想出来, 太难太难了。 所以这个夜音果报, 我们要明了, 要清楚, 要记住, 这种事情万万干不得, 绝不能贪眼前一点的小力, 造作这么重的罪恶。 读, 地藏菩萨粉愿经, 提高自己的警觉, 高度的警觉, 所以这经说实在的话来说要常读, 我们要把它当作戒经来读, 戒经半月诵戒, 每半个月要念一次。 现在人跟信跟过去不一样, 半月已经没效果了, 一日报之十日寒之。 所以我要求念佛的同修, 每一天在晚课之后, 把, 太上感应篇, 文昌帝君英智文, 念一遍, 把它列在晚课里面。 这两篇东西文字都不长, 两篇合起来大概只有两前字, 并不长, 把它当作戒律来念, 天天提醒自己, 时时刻刻反省, 才能保住人生不堕恶道。 请看下面经文。 富有地狱, 名曰四角。 富有地狱, 名曰飞刀。 富有地狱, 名曰火箭。 富有地狱, 名曰加山。 富有地狱, 名曰通枪。 富有地狱, 名曰铁车。 富有地狱, 名曰铁床。 富有地狱, 名曰铁牛。 富有地狱, 名曰铁衣。 富有地狱, 名曰铅铅。 富有地狱, 名曰铁驴。 富有地狱, 名曰杨童。 富有地狱, 名曰抱住。 富有地狱, 名曰流火。 富有地狱, 名曰根蛇。 富有地狱, 名曰措手。 富有地狱,名曰烧脚 富有地狱,名曰淡眼 富有地狱,名曰铁丸 富有地狱,名曰正论 富有地狱,名曰铁福 富有地狱,名曰多甜 德藏菩萨讲地狱名号 给我们说了二十二种 略说,要是详说细说说不尽 他讲,富有,就是说明是阿比地狱 无间地狱的附属地狱 种类繁多,略说而已 第一个讲,四角,正法念处经 里面讲,说明这个地狱的夜阴果报 他说有人实实在在不是修行人 在中国来讲沙门是出家人的专称 可是在古印度不是的 古印度沙门在家,出家都称,所以称沙门不一定是出家人 沙门的定义叫情习,情修界定会,习灭贪甜吃 这个人就称为沙门,所以在家,出家都可以称 可是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沙门变成出家人的专称,在家人不称沙门 他不是出家人,自己称出家人,这罪就中了,这是冒充出家人 这一条我们实实在在要提高高度的警觉 我们今天出家了,是不是真的出家人 我们今天受戒了,是不是真的受了戒 没有 这一点如果我们自称为比丘,罪过就中了,得极重的罪业 明朝偶异大师在靖宗祖师里头了不起,偶异大师是什么人 没人知道 可是映光大师我们晓得,他是大师至菩萨化身在来的 映光大师对于,弥陀经要解,的赞叹,要解,偶异大师做的 他说,弥陀经要解,即使是古佛在来,给,弥陀经,再做一个注解 也不能超过其上,赞叹到极处了 往年我在此的眼陪法师曾经问过我 他说映光大师这个话,说的是不是太过分 怎么可以这么赞叹 我是老师告诉他,我说不过分 我读过,要解,要解,也讲过好几遍,确实非常难得 我肯定映光大师的说法 偶异大师是什么人 如果不是阿弥陀佛再来,一定也是观世音之流 佛菩萨再来,他来释现,释现在末法时期,释现出家,受了戒 他懂的戒律,他研究戒律,当时也有人称他为律师 他给我们做一个结论说,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 我们要受戒,戒经里面讲比丘戒,最少要有五个真正比丘传戒,你才能得戒 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我们从哪里得戒? 所以偶异大师自己受了戒之后,他在佛菩萨面前退戒,没有得到,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求受沙弥戒 所以他老人家一身自称菩萨戒沙弥,这他的身份 所以偶异大师的风范,给我们是现做榜样,我们要知道学习 他的学生,他的徒弟陈石法师,偶异大师原记之后,所有的著作是陈石把他整理课版流通的 这是偶异大师的大功臣 老师既然以沙弥自称,所以学生不敢称沙弥,诚实出佳优菩萨,诚实自称出佳优菩萨,这是名副其实这不犯过 我们今天是什么身份,真正做到出佳优菩萨不错了,能把五戒十善修好,我们真的就是弥陀的弟子 在家居是修五戒十善,我们也是修五戒十善,我们出家身份修五戒十善,我们真正的地位是出家优菩萨,要懂的 在《战查善恶业报经》里面讲,末法时期没有比丘传戒了,你要真正想求戒从哪里的 轮香上的,战查轮香,偶异大师是用战查轮香求菩萨戒跟沙弥戒 古人这样谨慎,这样严格,有道理 到民国初年红仪大师,这大家非常尊敬,他是修净土,对戒律也很有研究 他在闽南佛学院有一些讲演,搜集在《红仪大师讲演录》里面,诸位能看到 他劝导我们出家人,不能不去受戒,受一个行事,但是自己一定要晓得,决定不会的戒 为什么受这个行事? 免得世间人嫌疑说你没受戒,我们行事上去受个戒 自己要清楚没有的戒,不是受了比丘戒就成了比丘,受了菩萨戒就成了菩萨,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天台六集里面是什么比丘? 名字比丘,有名无实,要懂得这个身份 红仪大师自己一生也自称出家优婆赛,名时相付,这就对了 自己没有的戒,自己没有持戒,自称为比丘 这是妄语,大妄语,四角地狱,可能就有分了 另外一个原因夜音,这是我们讲的夜缘 歌舞观听,是奸人所讲的娱乐场所,欢乐的场所,我们不去 中国出家人有个好处,出家人穿的这个衣服,你要到戏院去看戏,人家会骂你,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去 日本和尚出家人,他去的时候你就看不出来,他穿皮鞋西装,袈裟放在哪里? 放在西装口袋里 他袈裟大概只有三寸大,做佛饰的时候掏出来挂在脖子上,不用的时候卷起来,装在西装口袋里 穿的是皮鞋你不认识他,他那些场合当中去的时候,人家看不出 我们不行,我们一进入那个场合,大家都不去看歌舞,都看你,你怎么跑到这儿来 所以这个衣服不能改,有很大的作用 曾经在台湾一度有人提倡要改这个服装,还不错有一些老和尚坚持,决定不能改 可是你不去观看,电视节目里头有很多,现在许多道场里头有电视,这都是麻烦事情 你看到这些歌舞表演,如果你不善观察,心生爱染,也堕这个地狱 善观察的人他怎么看法? 梦幻泡影,如漏如电,更能提高警觉 从画面上体会到,就能够观察整个人生,整个宇宙是一场戏,假的不是真的 善观察,你在这里面有误触,不善观察,生起贪爱的染心,那麻烦大了 四角地狱,经上给我们讲,周围是铁壁,铁都是烧得很红,地狱是一片火海 火是从四个角里面喷出来的,人在里面被他烧,被他煮,地狱就像一个大锅一样,烧得红红的还要喷火,昼夜没有间断的 青莲大师注解里面,他举,历世阿皮谈论,里面所讲的,另外还有一种夜音 过去生中在人道,有时候自己做,有时候叫别人杀生,我们一般讲用刀来砍来剁,这些畜生你砍剁他的手脚头,造这种罪业也在四角地狱里面受报 譬如杀鸡,这鸡杀了,已经死了,再去堕他身份,他有没有痛苦? 神识没离开,还是有感觉? 如果遇到一类叫守施鬼,什么叫守施鬼? 对于他这个身份坚固的执着,不肯离开,那麻烦就大了 煮熟了之后,你去吃他的时候他都感觉痛苦 那是一类众生坚固执着,不肯舍他的身,他怎么不怀恨? 你造的罪业多重 这一些事情佛实在讲不忍心说,绝不是吓唬人 只有善根深厚的,听了佛的话能相信,才真正选择所食 这一生当中绝不食众生肉,决定不杀害众生 过去所作认真忏悔,错了 情修福慧,回向给这一些冤亲债主,希望我成佛道,这些冤亲债主跟我同成佛道 要发真心真愿,真修行,这一些冤亲债主就不找你麻烦,就不会障碍你 为什么? 你成就他沾光,他要障碍你那他自己害自己 如果我们干的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些冤亲债主绝对不会饶过你的 除非是没有抓住机会,抓住机会他一定来报复 第二,非刀地狱,就是刀轮地狱,四面都是刀山,空中还有刀轮 刀轮不是一个,无量无边就像雨一样,从空中落下来 人在这个地狱里头真是粉身碎骨 这个业因就是过去身中在人道里头自意杀身 都是杀业的果报,你杀害众多的众生 你要在这里受这个果报 第三,火箭地狱,剑,古时候的弓箭,弓箭是带火的 这个箭一根一根射向罪人,经上讲一日一夜六百亿生死 地狱里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好 那大喜事,死了就离开地狱了 他不会死,死了之后在地狱里面,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活了再受 所以在地狱里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要受这个罪报 经教里面讲他的业因,是在世间的时候愚痴,贪欲非常之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一切众生,所以的这果报 第四,加山地狱,这是人走在两个山当中,山河起来加山,受这种刑罚 也有经里面叫做众和地狱,众多的山河起来 经上说地狱的罪人怕这些鬼族,牛头马面拿着这些狼牙棒来追赶这些罪人,这罪人害怕跑到山里面去躲藏,跑到山里去 这山会合起来,一个都逃不掉 两个山合起来,人在里面加的时候,经上形容骨肉糜烂,血流如何 我们看这个果报,就要想到这个业因,它造的是什么样的业因 这个业因非常复杂,种种恶业感的这样的果报 人不但在一生当中,无量劫里面所造的恶业太多太多了,所以堕到地狱是总报,你这一切罪业在这里面统统报尽了 照理说离开地狱那是个好人,业障都消尽了,没错业障是尽了,习气有存,麻烦在这个地方,习气在 如果里面有烦恶习气,外面又经不起五欲六成二元的诱惑,麻烦大了,又开始造了,出来还继续不断的造,你说这怎么得了 因果循环,没完没了 通枪地狱,也叫做剑叶地狱,枪,是古时候的刀枪 夜阴还是杀身,杀身里面包括一切战争在其中,特别是在战争里面任意杀人,任意杀害一切众生,所造的夜暴 铁车地狱,冷言经,里面讲,私暴结习,则为火车,也叫做火车地狱 车是铁的,完全烧红了,罪人是要用他自己的精,把自己的精抽出来,当作绳索去拉这个车,后面这些鬼族在督促你,在赶你 咸鱼经,里面说过,释迦牟尼佛在过去身中跺过这个地狱,几个人拉这个铁车,其中看到一个人抽金的时候非常可怜,非常痛苦 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发了慈悲心,要求鬼族,我可不可以多抽一条金给他 鬼族看到释迦牟尼这个样子,用狼牙棒一棒把他打死了,打死就超身,就出离地狱 在地狱里动一念善心就超越了,那一念善心的时候,鬼族看到恨你就一棒打死,你就离开地狱了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心心念念与佛相应,有人把我们打死就超身,打死就到极乐世界去,超越六道轮回了,你怎么可以怨恨他 感恩都来不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念念念与西方净土相应,念念与众善相应,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念念心地纯善,没有一丝毫的恶意,我们往生才有真的把握,一点都不怀疑 心善,言善,行善,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哪有不生的道理 这样的人不生净土,还有什么人能生净土 所以我们要取得西方净土一定的把握,你这个做法没错 对于世间一切人事物都欢喜,都感恩,没有一丝毫的怨恨,没有一丝毫的敌意,这样就好 第七,铁床地狱,这床也是大火烧燃的,兽形的人叫它躺在床上,像我们现在讲的铁板烧,比铁板烧严重太多了,铁板烧那个铁板没烧红,这烧红了的 佛在经上讲这一类的刑罚多半是邪淫,淫义的果报 第八,铁牛地狱,后面经文上会讲到 第九是,铁衣,是铁支的衣服,也是烧得红红的给罪人穿,罪人穿上铁衣全身都焦烂 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也应是他过去在人中,鞭打伤害有情众生,造这个果报 另外就是出家破戒,享受信徒信心供养的衣服,遭受这个果报 古德有两句话说得很好,现见铁衫离体,将来铁蝶缠身,就是讲这个地狱的果报 所以铁衫之下施人身,我们批了铁衫造作罪业 铁衫是佛法的标志,披上铁衫使命责任是续佛会命,弘法立身 我们取得佛的标志,而没有去做这个工作,这就是铁衫之下施人身,将来在地狱里面受铁衣地狱的果报 第十个是,铁刃,刃是刀刃,锋利的刀刃 观佛三昧经,里头说,这是一些众生不顺施教,被施判道,不知道恩德,偷盗老师,陷害老师,侮辱老师,戏弄老师,甚至于毁谤打杀,造这种恶业,堕千刃地狱 另外这个业因,或者是沙门,婆罗门所作非法,做得不如法,无有惭愧 以恶心破坏三宝,像破坏道场,破坏佛像,破坏塔庙,夺取法物,杀害亲属父母,兄弟,姐妹,造这些罪业的人命中都堕在这个地狱 千刃,刀刃,刀刃里面都出火,刀刃跟前面刀轮地狱一样,从空中就像雨滴一样往下降,这个人也是粉身碎骨 第十一,铁驴地狱,第十二,羊铜地狱,羊铜是口业的罪暴,还有饮食的果暴,这是属于口业的 羊铜恶口,这是铜烧化了给罪人影,铜从口里面灌下去之后,五脏六腑都焦燃了 第十三,暴住地狱,这就是炮烙 柱子铁柱烧得红红的让罪人去暴,佛在经上讲,这也是世间于吃众生染爱邪淫,堕这个地狱,这个地狱是非常非常的残酷 民国初年张太炎鞠是做过冬月大帝的判官,他独今觉得暴住地狱太残酷,曾经请求冬月大帝,可不可以将这个刑罚废除 冬月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带着他,你亲自到现场去看,回来再说 小鬼带他到这个地狱,他看不见,于是才恍然大悟,才晓得这是自己业力所变现,你没有这个业力你见不到 才知道自作自受,不是炎罗王设的这个刑罚给罪人寿,所以炎罗王也没有办法 地狱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业力所限,跟这些鬼王没有关系 地狱里头这些牛头马面,这些鬼族从哪里来的? 也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 就像一个人做噩梦一样,是这么一个境界,所以他才明白这个道理 地狱的境界前面经上讲得很清楚,只有两种人能见到,一个是受罪的人,一个是菩萨到地狱里头度众生的,菩萨有这种定力,有这种功夫能把这个境界突破,他可以见得到 如果不是这两种人,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 这是邪淫的果报,经上讲一日一夜九百亿生死,生死却实在刹那季 流火地狱,在《三法度论》里面称作大枯地狱 《冷言经》里面所说,为报二乡中,二者吐气,非为猛火,浇烂骨髓,《冷言经》上这段话也是说流火地狱 这个地狱里面到处都是大火燃烧,无路逃生,这里面的鬼族一丝毫的慈悲心都没有,在后面追逐,没有法子逃,所以困苦的状况难以形容 根蛇地狱,第十五是根蛇地狱,这是造的口液,妄语,两蛇,恶口,起语,造这种口液的人 所谓拔蛇地狱,拔出来之后还用离去根 也许我们想到,蛇头那么小,离那么大怎么根法 地狱是化身,地狱多大它的身形就那么大,所以这个苦暴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得到的 错守地狱,三法度论,里面叫活地狱 这个地狱里面,地狱那些鬼族拿着刀斧头这些利器,砍罪人的头,解罪人的身体 这个夜阴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杀生的果报,杀生吃肉,你怎样杀害众生那个样子,到这个地狱鬼族就这样来对付你 夜阴果报,丝毫不爽 烧脚地狱,也叫做热灰地狱 灰你看到好像是灰,其实里面是火,都是烧燃的 罪人从这个地方走过,脚,膝盖,腿都烧焦了 这个罪业也有很多种,第一种过去在人中取有情的众生,有生命的众生,放在火里烧,放在热灰里头煮,或者在热沙里头,干这些事情 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旅游郊游的,在火山温泉的地带,水跟沙热度都很高,大家做什么 煮鸡蛋,两三分钟蛋就煮熟了,蛋里头都有生命 现在有一些蛋不是种蛋,可是在从前蛋统统都是有生命的,杀害众生你就遭受这个果报 这个果报里面还包含着,这个夜阴里头包含着邪淫,包含着破戒,都是要遭受这个夜暴 第十八,蛋眼,这是这个经上讲,许许多多不善的夜阴便献出这种果报 你看到地狱里面,有这些铁鸟,铁鹰专门吃醉人的眼睛,你没有办法防范 把醉人两个眼睛夺去,夺去之后风一吹,它又活过来了,眼睛又伸出来了,那个鸟再来吃你 佛在经上讲,这个夜暴与酒夜里头有关系,喜欢喝酒,喜欢吃肉,遭受这样的果报 铁丸,鸡吞铁丸 可饮羊铜,鸡吞铁丸,这些都是与饮食无度有关系 二十一,铁福 《长阿含经》里面说,在这个地狱里面,受罪的人仓皇失措,躲避无门 什么原因造成的? 素是冤假债主所牵累的,虽然冤假债主并没有献钱,自自然然便献出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可不可能 我们想象有可能,我们造作罪业很重的时候,冤假债主虽然没找到来,晚上做梦 梦这些冤假债主找来了,下了一身冷汗,惊慌失措,那梦中不是自己变的境界吗? 梦中能变这些境界,死了之后在地狱,地狱也跟梦中一样,所以这个境界是很可能现前的 辅,就是辅头那个辅是一个意思,多分属于口也 古人讲,辅在口中,所以斩身,尤其恶言,造谣声事,挑拨是非,对于善人毁谤,对于恶人赞叹,就要受这个国报 铁斧,这个大斧头比一般刀要重得多了,斧头也都是火,地狱里面所有这些铁器,铜器都离不了火,一片火海,它要堕落这个地狱 第二十,正论,第二十二,多田,这两个性质相似可以合起来讲,所以后面我们没有按照它的顺序 清廉大师在注解里头也说,正论,多田,虽然是两个地狱,它的业因是一个,正论起于贪欲极度,因为贪心,因为极度心,所以造田会至业, 感的这样的果报 你喜欢正论,堕到地狱里头正论不休,这个日子苦 多田,田会不止,堕这种地狱 三法度论,里面说,负因恶罪,守自然生铁罩,风力若认,行如半月 各个申愿结义,彼曾破我,我经负逼破 由此生会,更相绝结 这是说明罪报不是从外面来的,却确实实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 罪人这个守自自然然就变成利刃,在这里面自己杀自己,不是别人来杀害你,不是别人来报复你 青莲大师在柱子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结得非常好,须知一切诸法,皆是虚狂 金刚经,上所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畏法,如梦幻泡影,无见,阿比也不例外 可是人堕落在其中他不觉悟,他把虚妄当作真实,就如同我们现前在世间一样 所以你要晓得,地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现前 我们现前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空一切空,一旺一切旺,一真一切真,没有对立的,你要是有对立的,那就错了 说旺一切都是虚妄,说真一切都是真实,这就对了,这就不违背因果,不违背事实真相 由此可知,虽然是个虚幻不实的境界,像我们现前虚幻不实的人生,我们在这里面真的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吗? 地狱是极苦之处,你到那里头要不要受? 只有真正明白六道十法界真实状况,这种人他不受了,他在六道十法界里面,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叫超凡入圣 不到这个境界你要受,换句话说,你还以为有我,有人,六道轮回你就要受 你什么时候无我,无人,金刚经,上讲四相空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你是菩萨了,你在阿比地狱,无见地狱不受,不受这个苦 你是菩萨,可以到无见地狱视线,去度化众生,像释迦牟尼佛在火车地狱的视线一样 受罪的人,人在受极大苦痛的时候,他不会回心转意,他念念都是在苦,他不会想到别的事情 菩萨在那一视线,我多抽一条金送给他,减少他的痛苦,点醒地狱众生,他还能够舍己为人 地狱众生有这么一念,他就出来了,有一念善心就超越地狱,他受苦就减轻,受苦的时间就缩短,一念善心,再微薄的善心对他有大力 所以菩萨在地狱里面,做这种种视线 那个里面没有教会,教会他没有时间听,他也没有心情去听,所以只有视线这些样子,让他看到了觉悟 诸佛菩萨在一切有情众生的处所,地狱也是各处所之一,帮助众生的手段方式各个不同,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菩萨教导大众,我们一定要离开一切斗争,要真正去做到与人无真,于事无求 为什么? 身心世界巨不可得,你争什么? 你求什么? 真正做到无真无求,我们心定了,心清静了,这才能得佛法真实殊胜的利益 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德藏菩萨本愿经,第十七卷,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诸位同修,请先开经本,科著,卷中第十一面 请看经文 德藏白颜,忍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 其数无限 如是等,如是,是指前面所说的无间地狱,阿比地狱,以及所说的念二种地狱 地狱的名称太多了,说之不尽,德藏菩萨在此的只不过是略说而已 而每一种地狱数量都非常非常之多,什么原因 我们能想象得到,这个世间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太多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明了地狱的夜阴果报 经典上讲的果报,我们要了解它的夜阴,说夜阴我们明白它将来所遭遇的果报 这些都是事实真相,绝不是佛菩萨为教化众生 假设这些事情劝众生断恶修善,我们这样想法,那就完全错了,与事实真相就相违背了 所以我们总得要记住,佛给我们讲宇宙人生的原理,这根本的道理 根本道理,华言经,上所说的,为心所现,为时所变,这是说的根本道理 又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你心里面想什么,它就变现什么境界 所有一切境界相都不是真实的 为什么说不是真实的 刹那,刹那在转变,它怎么会是真实 虽不真实,你要是迷在这个境界里面,你就有苦,乐,忧,喜的感受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觉悟之后这些兽都没有了 它真的明白过来,无论是夜因果报有没有 有,夜因果报还是有 苦乐忧喜的感受没有了 佛家讲断烦恼是这个意思 不是烦恼的香没有 不是烦恼的业没有 是烦恼的兽没有 你关空了 心经,上讲,观自在菩萨 那是高度的智慧,行生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用高度的智慧,照见五蕴皆空 五蕴有没有 五蕴就是讲我们现实的世界,有没有 有 虽有,有就是空,所以经上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空不亦色,色就是有,空有同时存在,空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所以说像有体无 受用有,情直不深,这就的大自在,不是没有受用,有受用 有受用就是说这里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这个东西,你的受用就自在了 如果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在受用里面,必然有苦乐忧喜种种的感受,造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 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从今而后再不造业了 所以他净念佛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古得所谓,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是出世间只有这桩事情真实,其他都是虚妄,不值得计较,不值得把它放在心上 如果将其他的摆在心上,依旧计较,你造的是轮回业,所谓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六到三图种种苦报,你还得要受 这个东西说起来没完没了,人何必做这些傻事,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 下面的藏菩萨又给我们说了念二种地狱,请看经文 更有教换地狱,教换是受苦到疾处,嚎叫不停 拔舌地狱,分鸟地狱,铜锁地狱,火象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 火梁地狱,火鹰地狱,火鹰地狱,剧牙地狱,剥皮地狱,银血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道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 德藏菩萨随便说一说就念二种 教换地狱,长阿含经,里面所讲的八热大地狱,第四,第五都叫教换地狱 经上告诉我们,什么业应堕这个地狱 田慧,邪恶,存这样的心,造作种种的恶业,剁这个地狱 又说,因为邪恶的习气很重,遇到一点点愿他都齐现行,也就是稍稍有一点不如意 他就发作了,造作种种恶行,这堕大叫换地狱 拔舌地狱,分尿地狱,都是造口业 口业有四种,妄语,恶口,两舌,起语 造这种口业,则堕拔舌地狱,分尿地狱 过去李炳南老居士讲经提到地狱 他很感慨的说,他年轻的时候狭义,行侠仗义什么都不在乎,堕地狱也无所谓 结果以后一看到有粪尿地狱,他说这个不行,这个受不了 粪尿不是像水一样,是火一样煮开了的,让你在里头受,这个太难受 他说刀山剑术都不在乎,他看到这个地狱害怕了 同所地狱,在,观佛三昧经,里面也叫做黑神地狱 青莲法师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堕在这个地狱一日一夜,经历的苦处不可甚计 这个夜应是由于愚痴的众生,众生包括佛弟子,也就是包括我们在内 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意思搞错了,所谓是法说非法,非法说法,犯戒虽然不重,不知道忏悔,堕这个地狱 火像地狱,经上讲这是大象,地狱里面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信实变现的,而这个象满身都是火 像如果发狂疯狂,攻击人的时候他的力量大,没有法子抵御,所以像在疯狂的时候要杀人 经上说这是什么样的夜应 人在世间喜欢饮酒作乐,每一次都喝的大醉,醉了就乱性,造作杀到淫妄能害众生,所以死了之后,堕这个地狱 火狗地狱,后面讲,火马,火牛,情形都非常相似,夜应不同 这个经里面说世间一类养残主茧,养残主茧杀害的生命众多 所以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这才不食众生肉,不忍心吃众生肉 穿衣服也是如此,如果你穿的是皮衣服,跟吃肉没有两样,穿的是众生的皮,于心何忍? 夏天穿的丝绸,丝绸是残土的丝,你这一件衣服多少残丧身? 你才穿这件衣服? 所以佛家四众弟子,出家,在家不忍心,不衣足以可以保暖,为什么要用丝绸? 为什么要用皮毛? 佛教化众生通情达理,不是不讲道理 体质衰弱的人,非常怕冷的人,非穿毛皮不暖的,有开源,这可以穿 戒经里面多半说,一个是生病,体质很衰弱,另外是年老,抵抗力衰弱,70岁以上抵抗力衰弱,可以有开源,可以穿皮衣服 我们身体很健康,很强壮,有抵抗力穿着这些衣服,跟食肉没有两样 平常造这些业因都觉得很平常,都没有在意,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 不读经不知道,读了经的时候这才晓得 火马,火牛,与这个也是同类的 这个是全身都是火,受这些火兽的煎熬,受他们的攻击,人在这个里面,你被狗咬,被马踢,被牛捉,全身都是火 第九,火山,第十,火石,在,启示经,里面叫做众和地狱 前面我们看到加山,跟这个意思相同 第十一,火床地狱,跟前面讲铁床是同样的,都是银翼的果报,邪银的果报 第十二,火梁地狱,梁,就是铁梁,铁柱,让人抱在这个上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铁柱,所谓炮烙的刑罚,是完全相同的 火鹰地狱,跟前面讲铁鹰地狱相同,铁的老鹰嘴非常锋利,专门浅取罪人的眼睛,这也是满身都是火 人生在世间寿命很短促,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没有果报,你这么想,你就错了 起心动念都敢果报,何况言语行为的造作 第十四,铁牙地狱,这也是恶口感的的果报,拔舌,铁牙都是口叶的罪报 第十五,剥皮地狱,也有经典里面说这个地狱叫大象,皮包下来卷起来 这个夜应多半是杀害众生,包众生的皮,夺众生的命,感受这个果报 换句话说,我们怎样造作,将来还受这个果报 古德常常劝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常常想这个话,我不想受的,决定不能够加诸于众生 不但是对人,所有一切动物都不可以 这些动物跟人实在讲没有两样,他的业障众多处身身 我们比他好一点的人身,我们要造作极重的罪业,将来也变处身身 处身跟人有什么两样 人爱惜自己生命,处身也爱惜自己生命 别人杀害我们,我们有怨恨报复心 处身一样,你欺负他,伤害他,他也有怨恨报复心 所以何必与众生结冤仇 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敢起恶心 自然不敢动恶念,不敢造恶业 可是一个人在世间,无始劫以来的恶习气很重 自己没有法子控制,再加上外面的恶缘 时时刻刻在引诱你,外面引诱内有烦恼 怎么会不造业 所以世尊教导我们,一定会立降伏魔怨 这句话非常重要 什么是会 对于叶因果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是智慧,境界线前,心地清净,如如不动,这是定功 你有定功,你有智慧,你才能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控制住 不让它发作 单凭控制是个相当困难事情 一定把念头转过来 极力修缮,注意力转移 这个容易,一心一意向往善到 成就众生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常常去思维,诸佛菩萨他们是怎么做法 人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 八心学佛都有悲愿,要广度众生,这个愿好 建道场,术法状,度众生,好事业 可是这种事业,一定要内外因缘成熟 如果缘不成熟,自己从事这个事业,要有一丝毫勉强,这就错了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假令供养恒杀胜,不如兼勇求正觉 这一句话是什么 度众生的缘没有成熟,我们先要自度,缘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 诸佛如来表演一个样子给我们看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 建道场,术法状,普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平等成佛 这难得 十方诸佛如来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智慧 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悲愿 有没有阿弥陀佛的神通能力 都有,每一尊佛都平等,佛佛道同 为什么一切诸佛他自己不建立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建立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不亚于阿弥陀佛,不比他差,不比他逊色 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意思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不建,阿弥陀佛已经建了 所有众生统统去亲近他 一及一切,一切及一,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 每一尊佛都搞一个极乐世界,大家打架了 彼此要斗争,一定是自赞毁他,就出现这些毛病 道场只有一个,尽虚空,变法界只有一个道场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把他的弟子,劝导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事情有人做了,我们就不要再做了,佛事献给我们看,我们在这里头要能够体会 在中国古代大小道场便利在社会,普遍建立,什么原因? 交通不发达,修学不方便,为了利益这一方的众生 在这一方建立一个道场,没有交通工具,所以要普遍建道场才能广度众生 今天需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前些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拜访赵普老 我跟他就谈到,现代建道场全世界只要建一个 我向他老人家建议,中国佛教大小成十个宗派,每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 不要搞很多,人力,财力,物力统统集中,建一个道场就能度全世界的众生 今天环球旅行要过两天,想学净土的到净土道场来修学 想学禅宗的有禅宗道场去修学 所有全世界的禅宗大德,都聚集在这一个地方 你亲近太方便了,不像过去很不方便 尤其现在讲到红法利生 我们利用科学的工具,利用卫星电视 利用电脑网络 现场就播送到全世界,每一个人在家里面都能够接收得到 诸位想想,你要建立那么多道场干什么 劳民伤财 为什么不把力量集中在一起用 你想当领袖,行 我们就拥护你做领袖 哪个当领袖都一样,我们全部都鼎励,都拥护你,请你来领导 做领袖的人牺牲奉献,他很辛苦 我们帮助的人很轻松,没有责任感 全心全力在旁边协助 所以在这个时代,很多人讲像地球村 地球是一个村,一个村一个道场就够,两个道场就太多了 所以一定要晓得,现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红法利生的工作要怎样去做 如果我们人力真的能集中,譬如我们这是净土宗,净土宗的学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每一天大家在一块探讨经教 切磋琢磨,认真修学,不断在提升自己的境界 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利用科技把教学送到每一个人的家庭 这一个世界一个道场够了 人力分散,这个事情决定做不到 需要人力,需要财力,需要物力,集中就好办,舍己为人,没有自己,我们这一生才能够得度 起心动念自己,起心动念我的道场,起心动念我的地区,你永远不能离开六道轮回,为什么? 执着六道是我的,执着阿比地狱是我的,你怎么会不堕地狱? 什么叫执着阿比地狱? 执着贪,甜,吃,慢就是阿比地狱,你要造作罪业 什么人能够往生? 舍弃娑婆世界,一切放下不要了,这个人才能脱离,向往净土决定的深净土,这是一定的道理,这个是事实真相 我们读,地藏经,了解三图六道的苦处,了解其心动念,造作恶业,他所受的果报 这个果报经上讲,每一个地狱时间都是无数节,我们造的时候很容易,很短的时间,将来果报时间可长了 我劝导大家勾句是真实话,我跟你讲念佛堂念一天佛,功德是无量无边,这里面理很深很深,要把这些道理事项说清楚,事一,两年也没办法讲完 佛在经上常讲,即使诸佛如来共同来说,说上一节都说不完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居士灵每天在做义工,在扫地,擦桌子那些老太婆,他们的福德,举世之人没有办法跟他相比 我们自以为是,还瞧不起他,轻视他,人家那是菩萨,是佛 你们要不相信,你们在传记里面读到,过去国清寺的风干,寒山,石德,谁瞧得起他 穿得破破烂烂,疯疯癫癫,做最粗重的生活 风干是对防充米的,倒垃圾的,寒山,石德是厨房烧火的,匹柴烧火的 谁知道 风干是阿弥陀佛再来,寒山是文书,石德是普贤,文书,普贤再来的 你不要看作这些粗活的,有很多佛菩萨化身在里头,你怎么会知道 肉眼凡夫,轻视他,瞧不起,你在造罪业 你再等几时看,他们往生锐相稀有,我在讲台上讲不是假话 这个念佛堂开了之后,决定是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不生病,欲知实质 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的,人家真的是佛菩萨 我们稍稍有一点小富豹,供高我慢,自以为是,把,地藏经,翻开,哪一种罪业没造 现在还继续不断在造,还不晓得改过,还不晓得回头 念佛堂念一天佛,觉得累得不得了,那是什么? 业障现前,念佛堂正式给你消业障 头几天业障现前,你要是能够忍耐,能够勇猛精进,业障就降服了 念上个三个月,半年,业障就消了,你旧的清凉自在,身心安稳,法喜充满 我们念佛堂开还没几天,有没有见到法喜充满的? 有,还不少 哪些人? 都是那些老太婆,她们法喜充满 遇到李牧原居士就问她,什么时候再办? 李牧原一个礼拜办一次,太久了太久了 所以你就想想这是什么道场? 不是人建立的,佛菩萨建立的 我们要在此的这里鞠躬,我们建立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把佛菩萨的功德自己去冒领,那还得了 我们只不过是给佛菩萨做小功而已,跑腿办事而已 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在这个地方是什么个身份,我们才真正得到佛菩萨加持,得到护法龙天的拥护,拥护是护道场,是护这些念佛的人,我们沾一点光而已 要说护我们,那你就完全错了,我们哪有那么大的智慧?哪有那么大的富报? 所以道场建立是一方众生,善根,富得,因缘成熟,我们是很幸运,信逢其会,沾一点光,句句都是真话 第十六,银血地狱 这个业因是偷盗邪行,或者是在寺院道场里面,或者是在寺院道场附近,造作恶业,这里面也包含妄语 这是十八大地狱里面,有一个叫银血地狱 这血不好饮,肮脏臭汇,是血和,人堕落在这个里头 第十七,十八,烧手,烧脚,这一类也是属于巴热地狱之中 经里面给我们讲,这个业因是在人间的时候宰杀畜生 你吃众生肉的时候,你用刀断他的手,断他的足,再把它放在锅里面去烧煮,在外国人讲烧烤,将来堕地狱也被地狱鬼族烧烤 第十九,盗刺地狱,这是盗刺,夜因多半是被判,被判是不顺,会遭受这个地狱 这里面的夜因非常之广,背逆父母,背逆师长,所谓是被师判到,种种被判的行为 这种恶业,要受这个地狱的果报 火屋,铁屋,这两个地狱相同,造夜因的时候轻重不等,所以这两种地狱苦报也有轻重不等 火屋轻,铁屋报得就重,铁屋也是一片火海 最后一个,火狼地狱 启示经,里面说,是以种种不善的夜因,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贪心 狼的贪心重,狼是野兽里面也属于猛兽之一 世间人常讲狼心,狼心是狠毒 我们在人间这个心狠毒,不择手段,贪取一切,果报在这个地狱 再看下面经文 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富有诸小地狱 无见,阿鼻是根本地狱,极重的地狱 无见,阿鼻之外,就是前面所讲的大地狱 每一个大地狱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小地狱 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 其中名号,各个不同 这一句话就带过了,就省略了,细说说不尽 得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 忍者,死者皆是难言福提行恶众生,夜感如是 地狱夜从哪里来?夜感应现前的 所以一切境界相,不是别人造来给你受的 换句话说,天堂也不是上帝造成了之后让你去享福的 地狱也不是阎罗王造的让你去受罪 不是的,全是夜感 你造作善业,你感的是天堂 你造作恶业,它变现的是地狱 那个境界刹那刹那在转变 这是我们常讲,都是根据佛所说 万法皆空,因果不空 因果不空从哪里说? 转变不空,外面境界相刹那刹那在转变 怎么个转变法? 随心所变,心就是念头 念头是能变,境界是所变 大家心善,环境就善 大家造恶,环境就恶 现在我们世间环境很恶 天灾人祸,我们翻开报纸 打开电视,身心不安 忧心忡忡,什么原因? 大家都造恶业,这怎么得了?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 全心全力做一点劝化的工作 也只是尽心而已,尽分而已 别人听不听? 有没有听懂? 肯不肯回头? 他的事情 我们自己心善,言善,行善 在贡业里面有别报 这个道理不能不明了 不能不警觉 如何在现在灾变重重环境当中就自己 帮助自己家亲眷属 亲戚好友 只要他能听,能信,能接受 没有一个不得救 纵然造作地狱的罪业 你现在还有一口气在 你都有救 死了堕落在地狱 那就没有法子了 佛菩萨帮不上忙 只要你还没有堕地狱 你就有救 怎么救法 诸佛如来有妙法 教你念佛求生净土 念佛是真实忏悔法 将是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 放下就是不再造作了 只要不造作 就回头了 把阿赖耶实里念恶业的种子 不给他加上增上缘 虽有恶业种子不起现行 不起现行就是说明不受果报 佛教给我们真的是有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 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 因跟果没有办法控制 缘有办法控制 譬如 瓜子是瓜之因 但是瓜子它的缘要土壤 要阳光 要水分 要肥料 它条件具足 种子才能够长成瓜 才会结瓜 它要缘 如果我们把它的缘断掉 把瓜子放在茶杯里面 放上一百年 它也不会结成瓜 为什么 缘断掉了 佛教给我们度自己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阿赖耶实里面 也因种子无量无边 现在把所有的缘统统断掉 虽有种子不起现行 现在只加一个缘 念佛的缘 我们阿赖耶实里面 有阿弥陀佛的种子 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 只把这个种子好好的培养它 其他的缘全部断掉 在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 断绝一切种习的缘分 权力加强 所有缘 统统集中起来加强念佛这个缘 所以念佛这个缘很快就成就了 三年 五年决定成就 佛在经上讲的不是假话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一见佛什么都圆满 我们自己今天要想去做红法力深的工作 你怎么个做法 你怎么样才能做得圆满 才能做得心满意足 办不到 没有智慧 没有负德 唯一的办法是先见阿弥陀佛 见到阿弥陀佛你的父会聚足了 你有智慧 有大负德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佛是门中有求必应 你还有什么障碍 还有什么困难 何况见佛之后 我们的生活空间扩大了 今天我们生死凡夫 我们活在这个世间 我们生活空间是地球 没有办法离开地球 怎么样走也只在地球表面上走 现在还没有能力到其他星球上去 我们也常常听说 听说有外太空人 外星人来访问地球 那些能够到地球上来的 却确确实实是人道 决定不是天道 为什么 天道不需要架飞碟 架飞行工具 不需要 人道才需要 天道到哪里去 不要这些工具 他们还是用飞行的工具 科技比我们发达 所以还是人道 决定不是天道 他们连四王天都不能比 四王天在宇宙之间飞行的话 不需要工具 外太空现在报道的很多 这些书籍很多 我们看全是人道 不是在我们地球上的人 娑婆世界人道的范围就很大很大了 不只是地球 许许多多星球上都有人 而人的智慧能力不相等 富报不相同 到哪个地球上投身 哪个星球上生活 各个人夜报不相同 都是果报 佛菩萨在这个经上特别专指 南岩福提 南岩福提是我们这个地球 前面说过 岩福提众生 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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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造恶业 习事 习气 不知不觉的他就造恶 所以感的地狱的苦报 底下四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要把它记住 全部经文记不住 这几句总要记住 从南岩福提 行恶众生 夜感如是 这三句要记住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接着又说 业力甚大 能敌须弥 能伸巨海 能仗盛道 业力很大 带到什么程度 下面举三桩事情 须弥 这是大山 业力能够移山倒海 山大海深 敌不过业力 业力能仗盛道 叫你这一身道业不能成就 无论你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 你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 什么原因 业力 所以佛法教化一切众生 重点是在心 心里 单宗倡导修行 要从根本修 根本就是心里面的念头 宗门如是 叫下又何尝不如是 也如是 换句话说 修行要改变心理 改变思想 改变观念 过去我们的心理 思想 观念 念念都是为自己 以自己为本位 这就是造轮回业 这是轮回心 佛教我们把这念头转 转过来什么 我们念念为众生 我们起心动念 思想见解 言语造作权为众生 不为自己 这个好 佛给我们讲六道怎么来的 六道是执着才有六道 妄想 分别 执着三个都有变现 六道 如果只有妄想 分别 没有执着 六道就没有了 有十法界 有四圣法界 身文 原觉 菩萨 佛 变现四圣法界 假如分别也没有了 那四圣法界也没有了 十法界都没有了 现出来叫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里面 在 华严经 上说还有四十一个等级 菩萨有四十一个位次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级从哪里来的 妄想没断 从妄想变出来的 妄想断掉之后 等级没有了 那就是究竟佛果 真平等 佛佛道同 真平等 没有阶级了 这是说明一真法界 十法界 三图六道怎么来的 只要起心动念有我 这是我所有的 你的妄想 分别 执着全了 你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 诸位从这个地方 真正契入体会 那你是真的觉悟了 你不是假觉悟 觉悟了就超凡入圣 圣就是觉 凡就是迷 凡夫就是有妄想 分别执着 妄想不谈 分别执着是凡夫 舍掉分别执着就是圣人 就是佛菩萨 佛菩萨跟凡夫一面之差 你把念头换过来就超凡入圣 谁能转过来 在自己 你肯不肯转 你肯转过来 马上就变了 我明白这个道理 我转了 李牧原居士明白这个道理 他转了 转过来之后 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 一切众生是我们的主人 一切众生是我们的老板 我们是当小伙计替他服务 无我 我们才真正的佛法的受用 把业力转成智慧 把业力转变成能力 佛家讲的神通道力 就在念头上一转 业力就转过来了 通常我们讲愿力 把业力转成愿力 业力很大能仗胜道 愿力很大能成胜道 为什么不转 如果不转 无量劫中还要搞生死轮回 没完没了 何必惹这个麻烦 后面经文接着还有几句重要 事故众生 莫轻小恶 以为无罪 死后有报 先好受之 这几句要记住 常常提醒自己 不要以为没有报应 那是你自己搞错了 在微弱的一个恶念 都感受果报 所谓是 不是不报 时辰味道 什么时辰 原部剧足 时辰是从原上讲的 原剧足 果报立刻就现前 诸位如果很冷静 平心静气来观察世界 现在这个果报叫现世报 报得好快 就在眼前 我们要想真正救自己 诸位必须要知道 生命无所谓 不足惜 我们在世间能活几年 百年岁月弹指之间 我是九岁离开老家 距离九华山很近 我离开那个时候 那些形象 记忆都很清楚 就像昨天一样 可是那个时候 故乡的长辈 亲戚朋友 十之七八都不在了 小时候的玩伴都没有了 人生一场空 一场梦 这个梦要醒悟过来 醒悟过来就是回头事案 要在其心动念上下功夫 不起一个恶念 念念为众生的父报 我们全心全力造父 让众生享福 这个好 不要自己去享福 这样的人决定成就 这样的人诸佛护念 龙天善神保佑 勇猛精进 勤奋不懈在造父 帮助社会 帮助大众 自己的生活过得很辛苦 一点不浪费 懂得节俭 用一分钱总想着 想着一切苦难的众生 我能省一分 他们就多一分受用 常常有这个观念 佛在经上说 世间一切修行人 为什么修行得不到结果 都是妄想 分别 执着太多了 一个念头 接着一个念头 经上给我们讲 一坛只有六十刹那 一刹那有九百生灭 那是讲维系的念头 就是很粗的念头都不得了 从早到晚多少念头生灭 我们自己能够觉察得到的 前念灭了 后念接着立刻就生 这里头都有因果 一念善就是善果报 一念恶那就是恶报 不要说是言语造作 那个果报更严重 其心动念统统有果报 所以菩萨在此的 劝导我们 勉励我们 警测我们 莫轻小恶 以为无罪 到你受报的时候 后悔来不及了 底下几句话说得很明白 父子至亲 其路各别 纵然相逢 无肯待受 果报自作自受 什么人都没办法代替 诸佛如来大慈大悲 也没有办法带你去受报 如果能带 佛菩萨都带了 没有办法代 这是自己做自己受 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 正如张太炎居士所说 我听朱敬咒老居士给我讲 朱老居士把这些事情写在书上 他有几样著作 张太炎是他的岳父 这不是假话 他在早年是学科学的 他不相信佛法 老岳藏学佛跟他讲这些故事 他听了的时候以为都是迷信 都是预言 他是中年以后 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 晚上走路遇到鬼 他才相信 他自己没有亲自遇见 别人讲他都不相信 他跟鬼晚上一起走路 走了半个多钟点 这时间很长不是短时间 走半个多钟点 他忽然想到 这个女人半夜怎么一个人出来走 这么一想的时候寒毛直竖 再一看前面那个人有上身 没有下身 这吓死了 这一下的时候 前面这个人影子没有了 他是这样信佛的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的 亲身经历的 这些人不相信 所以以后想想早年老岳藏讲的事情 他就想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张太炎讲地狱里面受这些苦楚 他总觉得太不人道 太残酷不人道 很多地狱应当废除 炎罗王听到他这个建议 也不说话 派两个小鬼带他去 到地狱现场你去看 小鬼带他去 走了很远 到那个地方了 只给他看 他看不到 才恍然大悟 佛经上讲的没错 业力变现的 你没有这个业力见不到 经上讲地狱只有两种人 一个是造作罪业的 他受报 变现这个境界 另外是菩萨 菩萨有能力到地狱去度众生 他能够见得到 不是度地狱的众生 不是到地狱受罪这两种元 地狱在面前见不到 所以这才晓得 不是严罗王造地狱给这些人受罪 不是 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才晓得父子至亲也没有办法代替 自己一定要承受 再看下面经文 我经成佛威力 略说地狱最暴之事 为怨忍者 暂听誓言 德藏菩萨很谦虚 实在讲德藏菩萨太伟大了 法会开始的时候 十方诸佛都来与会 比华言法会还舒胜 华言法会上我们所看到 当然一切诸佛都来了 他不是用佛身 他是现种种不同的身份来参加 德藏法会是佛以佛身来示现 一切诸佛都参加这个法会 德藏菩萨是佛的老师 诸佛的老师 他在此的他这么谦虚 我经成佛威力 略说地狱最暴之事 不敢说我知道这个事情 这是我知道太清楚了 我告诉你就行了 现在人一定是这种态度 确实他知道的很清楚 他这个说法教导我们 无论在什么时候要谦虚 要恭敬 要忍让 这是信德 念念之中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 贪甜吃慢是烦恼 是造业 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 他们的言语 他们的表态 用意都非常非常之深 普贤菩萨和等人物 都是如来道驾慈行示现的 唯愿忍者暂听誓言 这个话多么谦虚 多么恭敬 这事交给我们平常处事 待人皆悟千敬 普贤达言 无以久之三恶道报 望忍者说 令后世莫法一切恶行众生 闻忍者说 使令归佛 这两位菩萨一问一答 目的是教我们 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回头事案 真正归一三宝 归是回头 真的回头 依靠佛的教会去生活 依靠佛的教会去工作 这叫归一 经上所说的 哪些教导我们应当要做的 我们认真努力去做 哪些事情决定不可以做的 我们一定要断除 这才叫归佛 得藏白言 忍者 地狱罪报 其事如是 后娘又为我们略说了十四种 或有地狱 取罪人蛇 使牛根之 这就是拔蛇地狱 或有地狱 取罪人心 夜叉食之 或有地狱 或汤圣费 主罪人生 这就是俗话讲的游顶 下游顶 或有地狱 赤烧铜柱 使罪人报 或有地狱 使诸火烧 趁及罪人 或有地狱 一向寒冰 或有地狱 无限分鸟 或有地狱 唇飞吉利 或有地狱 多攒火枪 或有地狱 围壮胸背 或有地狱 弹烧手足 或有地狱 盘脚铁蛇 或有地狱 驱逐铁狗 或有地狱 竟驾铁锣 地狱的名号前面说过 这个地方是说受果报的这些罪人 在地狱里面受果报的状况 第一句 这个果报 两蛇 恶口 妄语 起语 造作这些罪业 毁谤三宝 破坏人家的信心 对佛法的信心 死了以后堕这种地狱 所谓是拔蛇牛羹 羊铜入口 铁叶缠身 在这个地狱里头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地狱绝不是一受罪人就死了 地狱死了就超生了 他死不了 地狱里头有夜风 风一吹 他又活过来了 活过来再受 一日一夜万死万生 这个样子一直要他的罪报受完 受完时间都是已结算的 无数接受这个苦报 罪报不受完就永远不能够离开地狱 可是那个罪报是很麻烦的事情 譬如说话 毁谤三宝 断人的信心 什么时候这个夜才消得完 你说这个话的影响力完全消失了 你就能离开地狱 如果这个影响力还在 你就没有办法离开地狱 而这个影响力往往牵连到许多事 恶元的种子在他阿赖耶石里头起作用 遇到三宝他就起怀疑 他信心生不起来 这个影响力多大 如果像现在说话 说了还录音 还把录音带到处去分送 或者是贩卖 或者是结缘 你说话的内容是破坏三宝的 这个世间只要还有一个袋子在 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地狱 如果你写成文字 这个世间还有一本书在 你也没有办法离开地狱 才知道这桩事情的可怕 我们的言语 文字要负责任 真是前面所说的 莫清小过 以为无罪 第二句 取罪人心 夜差时之 这一类的夜阴 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 是在人世的时候 偷盗父母师长这个恶元而遭受的果报 到心是恶心 诸位想想连父母师长东西他都要偷到 还有什么人东西他不敢偷 这个心不好 堕在地狱里夜差要吃他的心 第三 这是有顶 汤或地狱 或是锅 顶就是锅 现在福建人叫锅还叫顶 在古时候那个时候灶还没有发明 煮东西吃用什么 用顶 锅有三只脚 下面烧火 煮一个菜就是一个顶 古书里面讲列顶而食 那就是他的菜有很多很丰富 列顶而食 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大的餐厅里面的自助餐一样 自助餐 现在的顶很漂亮 不锈刚造的 它有四个角 下面烧火使菜保温 不至于凉了 古时候顶是三个角 以后灶发明之后 这就去掉了 顶就没有角变成锅 锅跟顶是一个东西 这个夜音里面讲破戒 杀生祭祀 或者是吃肉肉食 焚烧山林 烧烤众生 的这个果报 第四句 或有地狱 赤烧铜柱 使罪人报 这就是像小说里面讲炮烙的刑罚 过去张太炎居士就请求冬月大帝 废除这个刑罚 然后才晓得地狱境界是业力变现 不是人为的 下面一句 或有地狱 使诸火烧 趁及罪人 这是一片大火 无处逃避 要被火火火烧死 可是风一吹它又活了 再烧 永远没有办法脱离 在经上讲 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 第六句 一向寒冰 寒冰地狱也是一些不善恶业的果报 第七句 无限分妙 前面也跟诸位讲过 在夜阴里面是前世破斋 发愿持八观斋戒 破斋戒 以及不清净的恶业所感 或有地狱 纯飞吉狸 吉狸是古时候一种武器 现在比较少见 如果在博物馆里面还能够看到 就是很小的箭头 一般称暗器 人家没有预防 没有防备的时候 它发射投掷 现在没有这个 现在换成手枪 就是这一类东西 由此可知 它这个果报 就是以这些暗器与众生结下这些冤仇 杀害一切众生 特别是打猎 猎枪的子弹跟普通子弹不一样 因为你打猎 你普通的子弹不一定打得那么准 所以猎枪子弹是散弹 就是铁撒散弹 打出去之后 它有一个面积 在这个面积里面 这些动物都跑不掉 受这一类的果报 火枪 跟前面通枪是一丝相同 这里面多了就是火 围状兄辈 这是 冷言经 里面有说 触暴的感应 感到这种果报 所以说是由你去处撞别人 特别是我们今天讲虐待动物 对动物用这种行为比较上多见 哪里晓得会的这个果报 第十一句 但烧手足 这是所谓别业别报 你手造业烧手 脚造业烧脚 铁蛇 铁狗 前面说过 铁罗 是竞价铁罗 罗是马一类的 也是满身都是火 佛在经上也讲过一个公案 这个公案清连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 说僧护比丘见到一头驴 这个驴满身都烧的火 佛告诉僧护比丘 他不是一个驴 他在家业佛的时候是个出家人 出家人在分饮食的时候 分饮食自己总要多分一点 造这个恶业 感受这个苦报 这个经上讲 竞价铁罗 大概是这些罪人骑在铁罗上 铁罗满身都是火 罪人受这样的苦报 地狱里面的刑罚 苦报实实在在讲说之不尽 请看底下经文 人者如是等报 各个狱中 有百千种叶道之气 叶道之气 就是刑具 我们今天讲的刑具 无非是铜 是铁 是石 是火 此四种物 众叶行感 里面的刑具都是铜 铁 石头 全是一片火海 你所感受的是这些东西 我们常常说 那个人心狠狠 就是铁石心肠 所以在地狱里变现 这些刑具都是这些东西 心地清静柔软 这个现象决定见不到 所以一定要明了 这个星星很瘦 你这个微风能逞几天 你这几天微风逞了之后 后来怎么办 有没有想到 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一定要懂的 为石论里面讲 像经上讲这些地狱 有没有地狱里面的闫罗王 有没有地狱里面这些鬼族 实在没有 都是自己信实变现出来的 就好像做梦一样 梦一定到梦醒 才知道是假的 一场空 可是你在正做梦的时候 你以为那都是真实 地狱三图是一场梦境 同样道理 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 又何尝不是个梦境 再说到始法界也是梦境 金刚经 上说的不错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泡影 一切有畏法就是包含始法界 始法界都是有畏 一真法界才是无畏法 所以身文 原觉 菩萨 全教里面的佛 都没有离开有畏法 换句话说 他的一阵庄严都是梦幻泡影 像有体无 是有理无 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也感变现出来的 我们看末后这一句经文 若广说地狱最暴等事 如果要详细说 一桩一桩说出来 一一狱中 更有百千种苦楚 一个地狱就有百千种的苦楚 何况多遇 地狱说之不尽 我今成佛为神 吉人者问 略说如是 若广解说 穷劫不尽 菩萨说的是老实话 要给你详细解释说明 穷劫都说不尽 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在此的做一个总结 地狱决定去不得 要想不去地狱 决定不能够造罪业 极小的罪业都不可以造 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阿赖耶石里面地狱的种子很多 无量节造作的这些习气 小的罪业什么 就是缘 你在阿赖耶石地狱罪业 你在给他愿 不断他的缘 就很可能又造这个果报 这是我们要紧伤的 所以决定不可以轻视轻呼 小小罪业不要紧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小小罪业是缘 阿赖耶石里头有地狱罪业的业因 因遇到缘就会陷这个境界 境界线前非常可怕 出离太难太难 所以真正明白 真正觉悟 放下万元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这是最安稳的方法 最快速的方法 也是最妥善的方法 永远脱离三图六道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德藏菩萨本愿经》第十八卷 新加坡进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请先开经本 科著卷中第二十五页 如来赞叹品 第六 请看经文 而十四尊 举身放大光明 便照百千万亿横河沙等诸佛世界 出大阴身 普告诸佛世界 一切诸菩萨摩赫萨 及天龙鬼神 人非人等 听无今日称阳赞叹的藏菩萨摩赫萨 于十方世界 献大不可思议 微神慈悲之力 救护一切最苦之事 到这里是一段 前面经文为我们介绍了的藏菩萨 的藏菩萨是能教化的教主 我们现在称为导师 这是能够有能力 有智慧引导我们 脱离苦难的导师 也说明菩萨教化度脱的对象 非常难得的是能度地狱众生 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细心去体会 一切众生根性最烈的 造作恶业最深最重的 无过是地狱众生 地狱众生他有能力来度脱 那其他的就不必说 其他的那都是好度的 最难度的他能做得到 由此可知 这一位菩萨确实不可思议 从前面的经文我们能够体会到 他确实有能力 普度久戒一切众生 与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得能 无而无别 所以介绍完了以后 世尊在此的对他特别赞叹 赞叹的用意很深很广 目的就是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 要拥护的藏菩萨 全心全力协助的藏菩萨 度脱这一些苦难众生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定要宣扬这个经典 赞叹菩萨功德 普度一切众生 目的在此地 经文一开端 举身放大光明 变照百千万亿横河沙等诸佛世界 这说明世尊的放光变照尽虚空 变法界 一个处所没有遗漏 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曾经照到 这种境界跟华严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 举身 特别着重这个身 身是色相 光是从这个身相上放出来的 这个光是星星的光明 自信本具般若的光明 前面曾经跟诸位提到过 这一种光波非常特殊 因为它的波度是平等的 一刹那当中就变虚空法界 不是像我们肉眼所看到的日月星光 这个光它传播的速度很慢 我们听到科学家告诉我们 许多星星它们放的光 到达我们地球有些是很多年 几百光年 几千光年 几万光年 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 佛放光这一放就同时到达尽虚空 变法界 所以跟这些光完全不相同 举身 就是这个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放光 表前面所讲的大圆满光明云 这是圆满光 圆满光里面含射了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 诸佛如来果地上所振的圆满功德 都在这个光相当中显示无疑 所以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显示佛身周边法界 显示三身一体 法身 暴身 硬化身 一级是三 三级是一 不但显示三身是一 同时也显示出一正不二 一暴是生活的环境 正暴是这个身体 一级是暴 暴即是一 一正不二 如果众身有缘遇到佛光 什么叫有缘 哪些人有缘 哪些人没有缘 有缘的就是自己没有障碍 你就见到这个光 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 不是佛光不照 诸位同修要晓得 佛光变照 我们为什么见不到 见不到的原因就是自己有业障 我在早年学佛的时候 张家大师教导我 他老人家非常坚定肯定地说 佛是门中有求必应 佛是门中诸位要记住 佛是什么 绝 佛是门中就是说觉悟的门中 觉悟不是迷惑 有求必应 如果你有求没有感应的时候 这是什么缘故 大师告诉我们 你有业障 必须要将业障消除 感应就现前 这是一定的道理 业障怎么消除 我都问这个问题 业障是肯定有 如何消除 大师告诉我 忏悔 同时又告诉我 忏悔不是教你去拜忏 你去拜大悲忏 拜良黄忏 拜什么样的忏 未必能把业障消除掉 那要怎么忏悔法 忏悔事后不再造 这才叫真正忏悔 就是你知道自己的过失 赶快改正过来 这叫真忏悔 我们又问 寺院里面做这些忏悔法会 到底有什么意思 大师告诉我 寺院里面做忏悔法会 是做这种样子 做这种仪式 给那些初学佛的人 没学佛的人 让他看到这种形式 生起惭愧心 生起忏悔心 是这个意思 我们才恍然大悟 那是表演给别人看 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 着重真正回头 知道自己错了 错了马上就改 后不再造 这叫真忏悔 这样才能够与佛菩萨感应道教 经里面所说的光明 佛的光明 佛的光明的指这一部经典 换句话说 我们遇到这个经典 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变照 它这个光明是永恒的 不是间断的 经典所在之处 就是佛光所照之处 我们展开经文读 诵寿受持 现在讲学习 就是接受佛的光明 能够觉悟 能够依教奉行 必定的正无上菩提 这些事我们一定要明了 要珍惜 大阴身 是三十二相之一 三十二相里不叫大阴身 他叫梵身 如来梵身 梵是清静的意思 佛的阴身能唤醒一切众生的谜情 大论 里面说 大梵天王有五种身 也就是说他的阴身有五德 五种的德相 第一种他的阴身很深审 就像打雷的阴身一样 能够让人惊醒警觉 第二种德 他的阴身能够远闻 在此的佛的阴身跟佛光一样 尽虚空 辩法界都能听得到 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阴身 我们耳根有毛病 其实不是根性有毛病 毛病是在心上 心不清静 于是这个根就产生故障 经上长讲一报 随着阵报转 我们的身严格来讲 是最贴切的第一个一报 所以说相随心转 体质也随心转 我们的六根随心转 心地清静 六根里面的细胞 为细胞它就起变化 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标准 就能够接受虚空法界的讯息 也能接受尽虚空 变法界的色相 而能够变闻虚空法界一切阴身 想听什么阴身 就听什么阴身 不想听的时候寂静无声 我们在经上看到 极乐世界的人如是 为什么他能 我们不能 他心静 心静则国土静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明了这些事实真相 要恢复我们自己本有的得相智慧能力 没有别的都在一个定会 定会里面 定是枢纽 会不必去修 定起作用就是会 定起作用就是戒 戒 定 会是一而三 三而一 不能离开的 定会作用我们讲巧 与戒相应是善 诸佛菩萨他们的善巧方便 就是念念都与戒定会三学相应 善巧到极处 所以却确实实他的光明变照 梵音彻文 听了之后都生欢喜心 见色相生欢喜心 闻音声生欢喜心 不但生欢喜心 体会到这个意思 自自然然生起敬爱之心 这是第三种德相 第四种德相 佛说一切法 圣身之法 你听了之后并不难懂 很容易听懂 很容易接受 决定不会把意思解错 第五种德 是让人听了之后永远不厌 不像我们做别的事情 做久了它就厌倦 见佛的光明色相 听佛说法的音声永远听不厌 现在人讲是高等的享受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初大音声告诸菩萨 就是为流通这一部经的大事 这一部经在我们佛法里面 实在讲也是根本法轮 华言 称为根本是整个佛法的根本 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 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众生其修的根本 你从哪里修起 要从这个经修起 你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所以佛在此的以大音声 变告虚空法界 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摩赫萨 菩萨是已经觉悟的人 应当要肩负起红经的使命 护经的使命 怎样护 依教奉行就是护经 如果我们到处宣扬 把这个经介绍给大众 自己没有去做 没有认真去修纳是福德 这种做法果报是世间有漏的福报 你修福了 如果你自己依教修行 再辗转化它 这就属于功德 功德里面有福德 福德里面没有功德 这个我们讲的变数也很多 世尊在此的劝导一切菩萨摩赫萨 我们今天有幸的人生 闻佛法 更幸运的是能在佛法里面出家修行 做佛的弟子 做佛的学生 佛承不承认我这个学生 这完全看自己 如果我们自己身 口意三叶与佛教会相应 佛是肯定承认我们是他的学生 如果身 口意三叶与教会不相应 我们虽然说是佛的学生 今天线的形象也剔度 也穿袍搭衣 也去受戒 佛菩萨还是不承认 不承认 这个身份就是天台大师所说 叫名字比丘 名字是有名无实 名字沙门 名字出家人 不是真的 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去反省 既然出家一定要做一个名识相付的佛弟子 我们就有使命要弘扬这部经 要弘扬这部经 一定要修学这部经 许多学讲经的同学们 我在此地 在其他的地方 常常遇到一些年轻的法师来问我 怎样才能把经讲好 这些人以为我讲经几十年有一点经验 难得他们提出这个问题 经要真正讲得好 一定要如教修行 你真修才有心得 我们现在人讲心得 在佛法里面讲误触 你不是真修 你没有误触 唯有真干才有误触 你误得越深 你讲得当然越精彩 你要是没有误触 看别人的注解 所谓是照本宣科 诠释别人的 与自己毫不相干 你怎么能讲得精彩 你可以把注解讲得很熟 讲得很流利 讲得天花乱坠 有没有实际的内容 没有 你所讲的全部是表面的 形象上的 一分都没有渗透进去 你入的越深 你发出来的力量自然就不相同 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要真修 这样你才是真正能讲得好 你的见解 思想 心形与佛相应 哪有讲不好的 大梵天王因生这五德 你也能够具足 初学我们没有觉悟 没有误入 初学应当从哪里学起 真诚 这能有感应 能有佛菩萨加持 加持帮助你误入 你心不真不成 没法子 真诚 没有丝毫虚伪 委屈之相 不但读经 讲经的时候 真诚 上讲台 真诚 下讲台 就虚伪 行不行 不行 诸位要知道一真一切真 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 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 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 你才能误入 如果你还两种用心 决定不能误入 不但佛的境界不能误入 实在讲你对于眼前这些状况 你也不能了解 这是真正发心学讲经 发心要续佛会命 弘法立身的同学 不能不知道 诸大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不仅是误入 可以说他们彻底的误入 佛法里面讲彻法底缘 我们知道这里面许许多多的菩萨摩赫萨 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价慈行所示现的 菩萨的身份没有一定 诸位要晓得 他可以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 我们在 普门品 里面看到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 这举一个例子 他的视线不是自己的意思 完全看众生之感 他是有应 所谓应以佛生的度 他就现佛生 那个佛也是菩萨 应以同男同女生而得度者 他就现同男同女生 那同男同女也是菩萨 应以比丘生的度者 他就现比丘生 哪有一定 甚至于说应以乞丐生的度者 他就现乞丐生 我们在 虚云老和尚年谱上看到 虚老和尚朝五台山遇到乞丐 那个乞丐是文殊菩萨化身 所以要晓得这些菩萨摩赫萨 就在我们现前社会各行各业 你晓得哪个人是菩萨 不知道 我肉眼凡夫 诸佛如来这些大菩萨 为什么要这样做 做的用意很深 让我们对一切众生生起最极的恭敬心 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 无论是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我们都要把他看作诸佛如来所示现的 我们恭敬心才真生起来 这样才能契入普贤行 普贤第一个行门 理尽诸佛 我们对待任何人是物 真诚的理尽 理是外貌 尽是内心 所以视线的深意 视线的密意 把我们带到普贤行 我们决定不敢轻蔓任何一个众生 我们心目当中他是如来化身 他究竟是不是如来化身 我这个心要这样子对他 他是如来化身 他这个人在我的境界里面 就是如来化身 你要问什么道理 静随心转 我的心转 他在我的心目当中 他是如来 在你的心目当中 他是凡夫 这个道理你懂不懂 我心目当中 他是如来 我的境界就提升到如来境界 佛眼看一切众生皆是诸佛 凡夫看佛菩萨还是凡夫 凡夫成不了佛 就是因为看一切众生都是凡夫 如果你果然回头 你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 你成佛好快 善才童子为什么一生成佛 道理在哪里 就凭这么一点 这就是我们常讲 以真诚心对一切人事物 真诚到了极处 把所有境界统统转成佛境界 我们在讲习里常讲 相随心转 体质随心转 境界随心转 天天在讲 天天在劝 天天在提醒 你为什么不能转 转在一念之间 身佛实在讲就是一念的隔阂 一念觉你就成佛 一念迷你就是凡夫 希望诸位同修要声明此意 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 晓得万法皆空 晓得一切法无有自信 班若今上讲诸法原生 原生无信 当体极空 乐不可得 他还要来视线 还要来做出样子给别人看 这是慈悲到了极处 因为他也明了佛种从原生 什么是原 一切人是原 一切事是原 一切物也是原 我们六根面对的就是原 原里头怎么有佛种 刚才我教给你的 你能把一切人是物都看作是诸佛如来是现的 你的佛种生了 如果你看这一切人是物都是凡夫 都是业障生死凡夫 你的佛种不生 你的业障生了 你的妄想 分别 执着生起了 都在一念之间 问题就是你会不会 宗门的祖师大德 常常勘验学人 话头里头常说 会磨 你会不会 会磨 会了就入境界 不会还是凡夫 所以 会磨 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很深长 我们要能体会这个义去 众生因这个原因有感 菩萨也因此而有应 感应道教 感应道教的理我们要懂得 我们跟诸佛菩萨感应道教 我们跟一切众生也是感应道教 善与善感应 恶与恶感应 理很深 但是不是体会不到 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 学佛的人喜欢跟学佛的人在一起 我学佛我有感 所有那些学佛的人他就应 学佛的人绝对不会跟学基督教的人在一起 这不就很明显的例子吗 试法也是如此 打牌的人 他有一批朋友都是喜欢打牌的 他跟他感应道教 跳舞的人跟跳舞的人感应道教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为什么会一类一类 一群一群 感应之理 不但动物有这个感应 植物也有这个感应 如果你要是留意 到野外山林里面去旅行 你看看树木 一片树木同一类的 不会说这一片树林里面 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些种类 很少 看不到的 除非人有意去栽的 如果它自然生长树林的时候 它一片一定是一个种类 所以无论是动物 植物 矿物 它都是一类 一群一群的 这个道理叫感应之理 善与善感应 恶与恶感应 静与静感应 你就懂得佛与佛感应 佛菩萨以种种身份 以种种色相在世间视现 慈悲到极处 这一些苦难众生一定要先救济它 台湾有一个慈悸功德会 慈悸到极处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物 那是真正的慈悲救济 以这些财物救济 它没得吃送一点粮食给它 没得穿送几件衣服给它 就一时之急 不是长远之道 长远之道要从根本上救度 要教它破迷开物 要帮助它恢复自信里面 本具的智慧德能 无有穷尽的福报 这是真救济 这不是假救济 这是救济到极处 地藏经 对一切众生 特别是对一切最苦众生 从根本上的慈悸 刚才我说得很清楚 一定自己先要依教修行 自己要真正做到 这个经典里面的字字句句的意思 你才能体会得到 做不到 依照人家的讲义来讲 讲得再好很难契机 一般说它不是味道 不是真正的味道 真正味道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的 古德的注解提供我们参考而已 那是他修行 他正的的境界 从他自信里面流出来的 不是我们自信流出来的 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 然后我们跟经对照 跟古大德他们那些著书来比较 深入的去领会 请看底下一段经文 无灭度后 如等诸菩萨大士 及天龙鬼神等 广作方便 为护士经 令一切众生 正涅盘了 这一段世尊说出他对菩萨摩赫萨的愿望 特别是在佛世线灭度之后 这个世间没有佛注视 没有佛注视众生就苦了 迷惑颠倒造作一切罪业 没有人教他 所以佛要嘱咐这一些菩萨们 如等诸菩萨大士 大士通常是对地上菩萨的称呼 对等诸菩萨称呼最多 天龙鬼神 实际上都是菩萨印化的 如果不是菩萨印化 真的是天龙鬼神 那是凡夫 很难理解佛陀的教会 佛教他们要 广作方便 为护士经 为摩经 上说的好 如果没有方便 方式方法 便是便宜 你没有方便 纵有智慧 你也不能发挥 就如同人真有学问 有智慧 他没有口才 他上讲台 他讲不出来 可是他写文章写得非常好 我们曾经遇到过这些人 文章确实写得好 上讲台不行 上课的时候不行 他的意思语言表达不出来 说法讲求便才无碍 便才也要求佛菩萨加持 怎样才能得佛菩萨加持 还是一个真诚的感应 我为众生 不为自己 才能得佛菩萨的加持 一般人求佛 为什么求得没有感应 求佛菩萨为众生里面还有自己 百分之九十九为众生 还有一点为自己 感应的力量就达不到 何况现在一般人 红法利生 大概的说我百分之九十为自己 百分之十为众生 大概是这种比例 一半一半的都稀有 他怎么能有感应 这一些事实 希望我们同修要细心去观察 细心去体会 在末法时期 我们业障都很重 如果不得三宝加持 决定没有能力讲经 这是实实在在的 这经上讲 连的藏菩萨为我们说法 都要成佛为神所加 何况我们凡夫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所以没有善巧方便 我们就没有能力表达 没有能力把甚深的精益 显示令初学很容易听懂 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 决定不可以有爱见之心 爱是什么 我喜欢 见是什么 我的主意 我的见解 我的想法 我的做法 如果用这种心态庄严净土 成就众生 你就有妨碍 就有障碍 障碍什么 障碍你自己真实的智慧 障碍你自己的功德 你要问为什么 佛给我们讲 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一不适而 我们自己有爱见之心 就是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是迷惑 分别执着是烦恼 分别执着是障碍 障碍心性 心性里面无量智慧 无量得相 无量的功德 统统被障碍了 这是最难的一桩事情 它是事实真相 如果我们离开爱见 或者说离开分别执着 爱见就是分别执着 你的心才真正是清净的 无量寿经 经题上所讲的 清净 平等 绝 我们从这五个字 把它延伸成十个字 让大家好懂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这十个字是从这五个字里头 衍生出来的 常存此心 这个心就是庄严佛土 就是成就众生 落实在世相当中 落实在生活里面 就是看破 放下 自在 随缘 最后念佛 成就就尽圆满的功德 如果不念佛 我们最高只能到菩萨的境界 念佛就到佛的境界 大圆满 真的就尽了 果然用这个心 我们的修学 我们的工作 决定不会有疲验 疲是疲倦 厌是厌弃不耐烦 昨天在居士灵悟全法师来告诉我 他深惭愧心 他说我们念四小时念佛 年轻人不如居士灵 许多的老太婆 年轻人念到半夜疲倦了 全身都不对劲 支持不下去了 可是老太婆还继续在那里绕佛 还在那里念 念到天亮 他也没有疲倦 天亮之后 他还去扫地 还去打扫环境 看到之后 他的心里很难过 我们不如他 你为什么不如他 你有妄想 他没妄想 你心不清静 他心清静 你念佛念久了 心里深烦恼 所以全身不对劲 他深法喜 他快乐得不得了 越念越欢喜 越念越起敬 越念越有精神 这是真的 所以人真正的禅定 他就永远不会有皮焰 的禅定的人 可以不要睡觉 财 色 明 实 睡 这叫五盖 这五种把你的真心 本性盖住了 盖就是障碍 障碍住了 它不起作用 所以我昨天告诉他 一定要修清静心 清静心能达到这个目的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至心一处 无事不办 如果你的心 这是讲凡夫 不是讲圣人 不是讲学佛 你的兴趣能够集中在一点 那个人也不疲不厌 各行各业都有 读书的人喜欢书本 他读书不觉得疲乏 不觉得厌倦 科学家他们在研究室里面 往往是费请忘餐 吃饭忘掉了 睡觉也忘掉了 那是什么 他兴趣之所在 这都能达得到 我们也曾听说 法国以前的拿破仑 一天睡两个小时 有超过一般人的体力 那个体力从哪来的 专注 他对事业很有兴趣 一心一意味事业 其他都忘掉了 世间人尚且能做得到 何况修道人 所以修道的人在入定的时候 入定不是睡觉 如果说盘腿打坐 如果入定他睡觉 睡觉的样子很难看 为什么 一定是头跟脚勾起来 那是在睡觉 如果他是入定的时候 身体比直的 他不是在睡觉 他定中有他定中的境界 不是睡觉 他清醒的 你要想叫他出定 在他耳根面前 隐庆轻轻地敲三下 他就出定了 这是有人叫他了 所以要晓得他不是睡觉 打坐睡觉看得出来 他打呼了 头跟脚已经连在一起了 这些障碍 我们必须要克服 要恢复我们的精神体力 才能弘法力深 才能够接受 世尊的嘱咐 广做方便 卫护是精 卫就是守卫的意思 卫护就是守护的意思 佛在此的劝菩萨 实在讲也是劝我们 这个精对于现前的社会 对于末法众生非常重要 我在讲习几十年了 我常常劝勉大众 大乘佛法的修学 地藏 是基础 地是心地 我们现在人讲心理建设 所以这一部经里头说的什么 心理建设 这是根本 从这一部经里面才能生出大爱 现在人讲博爱 博爱 这两个字出在 无量寿经 里面 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 大慈悲心从哪里生来的 从这个经里头生出来的 所以这个经是根本 这个经的内容就是讲孝亲尊师 这是以孝道为基础 所有一切法都是从孝道里面生的 此经的内容是大孝 从孝里面生慈悲 从慈悲里面生智慧 慈悲是福 福至心灵 从智慧里面 才真正发起大心普度一切众生 末后说 另一切众生 正涅槃了 涅槃是真的不是假的 涅槃是不生不灭 涅槃的意思是究竟圆满 没有一丝毫欠缺 所以佛在此地劝导大家 必须广作方便 为互流通 而且要注重效果 一定要帮助大众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 然后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永远不堕三途 脱离苦海 在这个时代要想真正离苦得乐 永远不再退转 那就非求生净土不可 如果不求生净土 在菩萨位次上还有退转 退转是个非常大的麻烦事情 这事劝我们念佛 道理就在此地 请看经文 说事与义 会中有一菩萨 明曰普广 合掌恭敬 而白佛言 经见世尊 赞叹的藏菩萨 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 唯愿世尊 为未来世 末法众生 宣说的藏菩萨利益人 天因果等世 使诸天龙八部 即未来世众生 鼎受佛语 这一段是讲当机起请 当机的人是一位菩萨 普广菩萨 普广菩萨代表在会的 这些菩萨们 接受世尊的嘱咐 发愿流通这一部经典 弘扬这一个法门 他来做代表 菩萨名号里面的含义 跟佛放光 以大声宣布 意思都相应 普的意思 普是普遍 遍及才叫普 广是广大没有边际 感跟印都相应 在这个地方 是迦牟尼佛 劝导预会的菩萨 佛是感 菩萨们听了之后 愿意接受 这适应 由此可知 感应是双方面的 互为感应 清廉法师在这个地方 跟我们解释 菩萨名号的意思 从新发至 至弥法界 这教谱 解释得好 没有智慧 不肯接受 现在把这个事情 嘱咐给你 你还在推脱 还在客气 不敢承担 玉会的菩萨不如此 他们从真心里面 起自信 般若智慧 这个智慧 普遍法界 普的意思 智才能导行 也就是说 至弱实在 是相 就是行为 就是行止 至变法界 行也满虚空 也变法界 所以较广 真心是体 普广是用 普是讲智慧 广是讲事项 也显三身是一体 也显三德是一体 他这边是讲心是法身 普是般若 广是解脱 解脱就是方便自在 我们所讲的自在随缘 自在随缘就是解脱 这一段意思也很深 我们应当善于学习 佛法里头都是讲真相 真相决定不可以执着身是我 把身外之物 看作我所有的 我所 我尚且没有 哪来的我所 你才真的觉悟了 你要能把我 我所放下 放下不容易 你为什么放不下 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 你没有搞清楚 没有搞明白 如果真的清楚 真的明白 你就很喜欢放下 你不可能不放下 这是一定之理 明白就是看破 什么叫看破 理事因果清楚了 明白了 所以你是样样都放得下 放下之后 那个生活 那个受用 对自己来讲自在 对别人来讲随缘 所以自在是自受用 随缘是他受用 帮助一切众生随缘 随缘里头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有分别 有执着 不是随缘叫攀缘 攀缘跟随缘差别在此地 随缘的心是清净的 是平等的 是觉悟的 攀缘的心不清净 不平等 是迷直迷惑 这里面差别很大 是尊赞叹的藏菩萨 赞叹欲会诸大菩萨 这里头用意很深 诸大菩萨知道一切法必尽空 又能够视现种种色相去教化众生 这才值得如来赞叹 世间人不晓得诸法性空 造业受报那也是种种视线 不自在 二圣全教 特别是二圣人知道诸法皆空 不发心帮助一切众生 所谓是堕虐盘坑 佛不赞叹 这就是说凡夫者有 二圣者空 都堕落在两边 佛赞叹菩萨 菩萨是两边不着 所谓行的是中道 于自 于他有真实的利益 所以佛才赞叹 赞叹的用意是让我们初学的人学菩萨 不要学凡夫 不要学二圣 学凡夫者有错了 搞六道轮回 学二圣者空也错了 堕偏真涅槃 佛说话用意在此 普广菩萨带我们起请 他话里面所说 经见世尊 赞叹的藏菩萨 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 这是前面所说 的藏菩萨类结的发愿 成就无量无边众生做佛 这个功德多大 而且还继续不断普度一切苦难的众生 菩萨在此的特别提出来的 唯愿世尊 为未来世 末法众生 就是指我们 我们现在生活在世尊末法时期 佛在经上所说 佛的法运有三个时期 第一个是正法时期 去佛不远 佛法流传在世间意义很正确 有原文道佛法的人很容易正果 依照佛法的理论方法修学 成就的人非常之多 佛说这是一千年 可见得我们今天讲影响力 佛教化众生有这样深的 这样大的影响力 一千年之内接触到佛法都能修行正果 这影响力多大 可是到第二个一千年 这个影响力差一点 佛法逐渐变质了 所以称为像法 像就是没有那么纯真 像是相似 修行人正果没有了 少了 的禅定的人很多 依照这个方法的禅定 开智慧还有 像法时期 末法时期 这是佛灭二千年以后 一直延续一万年 所以佛的法运 也就是佛教化众生的影响力 总共是一万二千年 后面这个一万年就称为末法时期 这个影响力逐渐逐渐衰弱了 我们从历史上能够看到 所以佛法的修学 佛法的弘扬 世间人常讲一代不如一代 有它的原因在 可是虽然是一代不如一代 佛法在末法有没有高潮的时候 有 有高潮 也有低潮 这是什么原因 这就是所谓 人能红到 非到红人 如果在这个时代 真正有大心凡夫 他觉悟了 他明白了 依教修行 尽心尽力的弘扬佛法 佛法就起来了 如果在这个时代 这个地区没有人弘扬 没有人真正依教修行 在这个时代佛法又衰落下去了 可见得甚衰在人 不在法 佛告诉我们 这一万年当中确实有起有福 我初学的时候 张家大师就告诉我 鼓励我 叫我不要灰心 不是佛法一直滑落下去 不是的 有起来的时候 可见得这事事在人为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发心把末法时期佛法带到一个高潮 无量功德了 诸佛赞叹 不是不可能的 我过去也常常勉励同修们 我们要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五比丘创业 在陆野院最初五个学生 一个老师 这样起家的 这样创业的 这六个人可以起家创业 在今天如果有六个人真正发心 怎么能不复兴 六个人很难找 什么样的六个人 六个明白人 六个觉悟的人 六个身心世界一切统统放下的人 佛教就兴起来了 我们肯不肯干 肯不肯把他舍得干干净净 舍到底 往年香港洗尘法师在世的时候 他到台湾来看我 他也很护持佛法 跟我谈到怎样把佛法能振兴起来 那个时候我在台湾讲 金刚经 讲将为农居士的 讲义讲得很详细 将为农居士在 金刚经讲义里面就提倡 他说如果要佛法兴旺 一定要实行脱波的制度 我同意他的看法 出家人恢复到 世尊那个时代 三一一波 什么都没有 才能把佛法振兴 我跟洗尘法师建议 我说你去找 找五个人 我们五比丘 现在我们复报比不赏 世尊那个时候 为什么 我们体力不行 今天叫我们树下医塑 日中一时 不要一个星期就病倒了 就送到医院去了 福报不行 所以生活环境要比那个时候稍微提高一点 我们不要树下医塑 我们住帐篷 现在童子军学生露营的帐篷 小帐篷一个人一个 折叠起来很小 可以放在背包里头 我说我们找五个人 白天我们起时 讲经说法红化 晚上找个大树底下 五个人围着一棵树 在帐篷睡觉就行 我们也不必打坐 躺下来睡可以 把生活程度降到最低的水平 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 一心半道 不讲经 不讨论 不弘法的时候 大家围起来念佛 我跟他讲 你带头干 我报名我是五个当中之一 你再去找 他回到香港之后就没下落了 洗成法师过世也很久了 真正肯发心 年轻人有体力可以做得到 要发大怨心舍己为人 为地球上的众生把佛法振兴起来 年岁大了体力衰 不行了 这做不到了 事出世间法都要靠年轻 释迦牟尼佛是现十九岁悟道 三十岁出来 红法立身 说法四十九年 讲经三百余会 要年轻才行 在中国 你们看看禅宗六祖会能大师 念四岁接受一波 五祖传道给他 他那个时候念四岁 大彻大悟 明星见性 年岁大了怎么行 古来这些人 他们的经历 他们种种视线 给我们做参考 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期望我们后学能够效法他们 能够向他们学习 佛法才能够久住世间 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德藏菩萨的精神 特别值得我们效法 他的怨心从来没有退转过 他的行持永远都在勇猛精进 都在做利益人天因果等事 普广菩萨起请 他们是成佛的教会 担负起红经的使命 可是如何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有效果 未来是众生 顶受佛语 这是讲效果 这要靠佛加持 菩萨虽然在做 是不是能收到效果 他也不敢讲 求佛加持 这个地方请佛开示 就是求佛加持 而时世尊 告普广菩萨 即四众等 普广在此地是代表当机 等 与会的 不仅是与会 前面经文上所说 这是 普告诸佛世界一切 诸菩萨摩赫萨 等 就是等这个 不一定是再会 这是十方诸佛 佛刹土一切菩萨摩赫萨 等 里面的意思很广很广 即四众等 包括天龙大众 地听地听 地听 地是地实 实实在在 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仔细地听 用心地听 有这个意思 无当未辱 略说的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 世间人 特别是六道凡夫 觉悟的人少 念念还留恋人天福德 不肯舍弃人天的福德 所以他们脱离不了六道轮回 可是佛菩萨教化众生一定要随顺他的根性 随顺他的爱好 渐渐地诱导 众生着重在父 哪一个人不求父 不信佛的人有 不求父的人没有 哪个不求父 你在新加坡每一个街道上走走 人家贴的 父 自盗贴的 盗贴就是 父到了 他在求父 父真的到了没有 很难讲 可见得求父之心 没有一个人不如是 什么叫父德 实在讲他也不懂得 他认为升官发财是父德 儒家是以孔老夫子为代表 论语里面讲夫子五种的德行 温 良 公 简 让 实在讲这是做人的根本 人道的基础 温厚 心地厚道 表现在外面温和 善良 公圣 公事 公敬 甚是谨慎 小心 节俭 忍让 夫子的武德 所感的的富报 中国古人讲五父 五父灵门 五父里面第一个是富寿 我们今天讲健康长寿 这是第一父 第二是富贵 富是有财富 贵是有地位 你在社会上有地位 有财富 第三康宁 康是健康安宁 身心安稳 身心快乐 心没有忧虑 身没有苦难 身享乐 心里面喜悦 这是康宁 第四好得 第五是考中 考中就是好词 在武德里面 富寿 富贵 康宁 考中都是讲的果 是你享受的 好得是因 修因 你要不修因 你怎么能得到这个果报 好的就是温良公俭让 你能够修得 你才能够得 你才能够得富 想富的时候还要修得 你富报才能够绵长 才不至于想尽 在佛法里面修学比这个更殊胜 但是我们要知道温良公俭让这五个字确实是根本 我们的修学也把这个当作根本 仰无德 修六合 今天我们修学净土法门 我们把基础奠定在 观无量寿佛经 里面讲的三副 观无量寿佛经 这是我们的基础 三副是什么 三副就是 地藏菩萨本愿经 三副里面第一副 孝养父母 奉侍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第二副 受持三规 具足重戒 不犯威夷 第三副 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读诵大臣劝进行者 诸位想想这总共十一句 这十一句所讲的是不是 地藏菩萨本愿经 所以这一部经 就是这三副十一句话的详细说明而已 佛说过 这三条式 三式诸佛 敬业正因 这八个字非常重要 世尊为我们说明 十方三式 一切诸佛从出发心修行正果 就是一这个基础 可见得这十一句 不是我们尽宗修行唯一的基础 任何一个法门 八万法相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任何一个法门 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基础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如果不从这一部经上奠定基础 修学任何法都不能成就 所以我说这是行门里面的根本法 非常非常重要 清廉法师在注解里面 跟我们讲六斋日 跟我们讲五戒十善 他特别指出这个 就是利益人天赋得之事 这在基础里面 在强调最根本的基础 一定要修五戒 一定要修十善 不能够每一天修清净行 也要一个月修六天 六斋日 现在一般人用农力的太少了 很不好记 会给你生活上带来麻烦 那怎么办 我们用星期天 或者用星期六 也一样 一个星期修一次 像我们现在提倡 每一个星期 我们举行一天念四小时的念佛 念四小时念佛 走进念佛堂 五戒十善就圆满了 你在那个里面 不会打妄想 一心念佛 所以进入念佛堂 敬业三父统统都修了 借定会三学也就圆修圆正 正式 华严经 上所说 一及一切 一切即一 我们用一个念佛法门 圆圆满满融设一切法门 所以念佛法门好 值得提倡 人数多少不拘 最好每一个星期念一次 念四小时不中断 我们极力提倡这个法门 将来此的弥陀村 念佛堂会做到每天念四小时 一年到头都不中断 换句话说 这个念佛堂是一个精进念佛堂 不是普通的念佛堂 往年映光大师灵延山的念佛堂 每年还举行精进佛期 我们这个地方天天都是精进佛期 所以说非常稀有 希望同修们 外地同修 现在交通便捷 可以常常来参加此得的念佛 如果有同参到有可以组成小的团体 到达新加坡 这一边都非常欢迎 热烈的欢迎 来到这个地方 你念一个月也好 念七天也好 这一边常住完全供养 四世供养 不需要带一分钱来 成就大家做佛 这是无比的殊胜功德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德藏菩萨本愿经 第十九卷 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荡明 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请先开经本 科著 卷中第三十面 请看经文 经文的第一行 普广白言 为然 世尊 愿乐欲文 这一段可以不必讲 大家一看就了解 接着看下面一段 佛告普广菩萨 未来世中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闻世地藏菩萨摩赫萨明者 或和掌者 赞叹者 作礼者 恋目者 世人超越三十节罪 这一段经文 一般人看起来都非常难相信 很不容易接受 为什么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这么便宜的事情 一个人听到的藏菩萨名号 或和掌 赞叹 作礼 恋目 这平常的现象 就能超越三十节的罪报 好像未免说得太过分 哪有这么大的利益 其实这一段文字里面 关键的字眼在 善 字 这不是说得很清楚 善男子 善女人 不是一个普通男子 女人 你听名和掌 就有这么大的功德 我们往往读经粗心大意 就疏忽掉了 善的标准 这是大成经 大成经善的标准 我们就依观无量寿佛经 上来说 以这个标准来讲 敬业三福 统统做到才叫善 你只能够做到孝养父母 奉是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你是人天善 这个经是大成经 你还达不到这个标准 如果再加上受持三规 具足重戒 不犯威仪 你也是二圣善 身文 圆绝的善 跟这个还差一等 这个善一定要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读诵大成 劝进行者 换句话说 十一句都做到 这个人听到的藏菩萨名号 和掌 赞叹 超越三十节罪 还有什么话说 自己有这个根底 再加上佛菩萨威神的加持 我们就信得过了 所以此的的善 不是凡夫小善 这是关键的字眼 许多人读经 听经 听了之后有疑惑不相信 都没有注重这个字 这是一段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字眼 这个标准起步就是 华严经 上所讲的大心凡夫 我们是凡夫 为什么说是大心凡夫 凡夫你烦恼没断 他不是菩萨 如果是菩萨 见思烦恼断了 沉沙烦恼也断了 也无名分破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观经 三佛他真正做到了 那是法身大事 不是普通人 我们烦恼没有断 也修菩萨之法 我们也修 虽修烦恼没断 这叫大心凡夫 大心 你修的法门 跟法身大事等齐 可是法身大事 烦恼断了 我们烦恼没断 大心凡夫 术语的定义 是这么个说法 我们要达到 菩萨的标准不容易 别说菩萨 二圣乃至于小城出果虚 佗环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想进入他们的境界都不是容易事情 都不是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我们以凡夫的身份 修小城法门 修菩萨法门 乃至于修一城大法 这不是不可以的 特别是华言经上所说的 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 出发心就可以修等觉菩萨的法门 这正是经上所讲的 行步不爱圆容 圆容不爱行步 行步是次第 圆容是超越次第 显示出无障碍的法界 也正是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修学无障碍的法界 不是不能修 不是说一定要到那个为次才修 佛法跟世间学校读书不一样的 世间学校读书 一年级的学生决定不可以修博士班的课程 可是在佛法上行 初学发心的人就可以修如来果地上的法门 如来果地上是什么法 平等法 所以即使等觉菩萨 如来果地上他也不舍弃出发心人所修的法门 出发心人修的什么法门 校养父母 奉事师长 佛也不舍弃 这教义及一切 跟世法里头的教学不一样 由此可知 佛法里头没有浅身的次第 你说浅 浅就是深 说深 深就是浅 教养父母 奉事师长 很浅 初入佛门的人学的 等觉菩萨也修 如来也修 决定没有放弃 所以浅就是深 如来法门清静平等 这很深 我们初学的人也能修 深就是浅 浅身不二 佛法称之为不二法门 道理在此地 我们看这不经 几乎所说的都落在世相当中 可是如果要从这些事里面 体会他甚深的意趣道理 那就是放光般若里面所讲 很深很深的道理 这是关键的字眼 跟诸位说出来了 听到的藏菩萨名号 明是实之明 实者是明之时 有明就有实 听到这个名号 你就能想到这一部经 名号是经题 经里面所说的理论 所说的修学方法 所说的功德利益 文明全都能够从心里面生起来 合掌是恭敬 赞叹是弘扬 做理 炼墓是修行 效法的藏菩萨 跟得藏菩萨学习 这样才得的藏菩萨不思议 威神的加持 他才能灭罪 超越三十节罪就是灭罪 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就不会怀疑 就知道佛所讲的是事实 决定不是妄语 决定没有夸张 所说的完全是事实 在这个地方 如何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到善的标准 这一点很重要 佛在观经上说的好 三福时一句他在结论上讲 这是三世诸佛 敬业正因 这说的多明白 说的多清楚 三世是讲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三世诸佛从哪一个基础上修行正果的 就是三福 所以三福是经典里面讲的 善男子 善女人 善的标准 小陈善前面两条七句做到 小陈经上所讲的善男子 善女人 大陈经上讲善的标准 一定十一句统统做到 我们虽然做得不圆满 不究竟 但是一定要做 其他的意思 诸位可以从青莲法师注解里面去参考 他的注也注得很不错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 普广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还是着重 善 字 或彩画形象 或土石交戚 金银铜铁 做此菩萨 一瞻一礼者 世人百般 生于三十三天 永不堕于恶道 假如天福禁锢 下身人间 犹未国王 不失大力 这个地方所讲的利益 实在讲比前面还要舒胜 前面是讲灭罪 没有给你讲得福 灭罪当然就得福 世尊没有具体给我们说明 这个地方很具体的说明 此的修复只举了一个例子 实在讲修复太多太多方式 不止这一种方式 我们从一个例子 所谓举一反三 文艺之时 这非常重要 这是讲塑造菩萨形象 这一桩事情有一些人不明究理 以为佛教造这么许多不同的形象 叫拜偶像 称我们叫拜偶像 而且拜很多的偶像 就变成犯神教 犯神教在宗教里面是属于低级宗教 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 唯一的真神 在佛教什么都拜 其实他不晓得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 没人给他讲 我们就不能够再怪他 没有人给他说 他怎么会知道 我曾经早年在台湾 遇到一位军官 这个军官好像是在军队里面搞正攻的 他到我们寺庙里面来游玩 就提出佛像的这些问题 他说 这有什么意思 造这么多佛像 花这么多钱 因为我知道他是搞正攻的 我就反问他 我说你们做正攻 为什么到处贴标语 你贴这个什么意思 他说贴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 我说是 如果你贴这个标语 譬如说在台湾常常见的 三民主义万岁 这个标语提醒大家 如果要造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像放在那里 岂不是比这个更舒适 对 有道理 我说我们佛像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贴一个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标语 你一看提醒你念佛 那要造一尊阿弥陀佛的像 岂不就更舒适 同样一个道理 你要说是为什么造这么多像 你们那个标语为什么贴那么多 贴几十张 几百张 一张不就够了 他从这个里头 才会过这个意思 在佛法里面 佛菩萨名号 形象都是表法的 换句话说 提醒我们修学 凡夫雀确实实迷惑颠倒 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 如果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叮咛 唤醒你 你又觉得他讨厌 啰嗦 所以用这种方式 真正达到了善巧方便 将名号化成形象 形象造成了高度的艺术品 你可以欣赏 你永远看不厌 你看到身欢喜心 你又懂得他的意思 凡是佛的名号 佛的形象都是代表性得的 我们自信本具的 自信本来是这样的 凡是菩萨名号 菩萨形象 代表修得 我们的性得迷失了 如何恢复 一定要修行 要靠修得 修得要跟性得相应 这就正修 所谓的性修不二 你才能够恢复自信 道理在此地 性得跟修得都是声广无量无尽 所以用一个名 一个形象没有办法表现 因此诸佛如来 名号就多了 多到不可思议 显示本性的智慧 得能无量无边 无有穷尽 性得如是 修得当然也如是 所以佛菩萨的名号 佛菩萨的形象 也是无量无边 诸位要读 华严经 你能够看得到 华严经 里面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 已经不从个人来算 从团体 团体还要把它归纳 总共归纳170多个团体 显示无尽无尽的性修得相 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个意思 佛在经上常讲 是初世法 一真法界跟实法界一正庄严 皆是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这是佛在经上说的 有人读到这个经 听到这个经身起怀疑了 我现在心想变 为什么变不出来 佛说的话 跟我自己实验不灵 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心 他误会了 心是什么 时是什么 把妄想当做心 把执着当做时 那怎么会变 妄想 分别 执着是心时的作用 不是心时的理体 譬如你找人找错了人 你把他家里面的庸人 当做他自己本人 那怎么行 怎么能办得了事 庸人是听主人指使的 你要找到主人才能解决问题 禅宗里面说的好 若人时的心 大地无寸土 你要能够见到心性 你就不是凡夫 你就是佛菩萨了 所以言教听经要有耐心 有疑问可以存疑 古德所谓小疑有小物 大疑有大物 这叫疑情 不是怀疑 如果对于经典所说 你不能理解 起了怀疑 那错误了 怀疑是什么 你不相信 你不能接受 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 说菩萨是菩萨道 菩萨修行最大的障碍 那么怎么办 有疑 信 我还是虔诚相信 佛说这个理太深了 不是我的境界 不是我现前浅显智慧 能够理解的 我相信这个 相信佛说的话不错 认真继续不断努力修学 等到哪一天智慧开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小的疑情智慧开几分 问题解决了 大的疑情 必须智慧再要开到一个阶段 你才能明了 这就是所谓小疑有小物 大疑有大物 如果你怀疑不相信 不肯接受 你永远没有误处 所以经典里面所说的甚深意趣 不思议的境界 有疑情是正确的 一定要照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认真修学 佛法自始至终就是叫人开智慧 所谓破弥开悟 智慧怎么开的 智慧从禅定当中开的 我们净土宗 虽然不用禅定这个名词 净土宗所用的是 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这八个字就是禅定 念佛人所修的目的在此地 了解这个道理 这个地方只无量修学方法里面 举一个例子造像 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 这个地方列举造像种类很多 或者是彩化 素描 彩化都可以 或者是泥塑 石雕 胶漆 现在这一类的佛菩萨形象也很多 现在科学技术发达 造成模型 造佛菩萨形象既精美 价格也低廉 下面这是铸造佛像 用金属 金 银 铜 铁铸造佛像 铸造的佛像能够传之于久远 佛菩萨形象 对于一个修学人来说是提示 时时刻刻提醒 我们造一尊的藏菩萨像 功德很大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校清尊师 德藏菩萨表笑道 时时刻刻提醒 我们心地含藏了无量的宝藏 这德藏菩萨名号的含义 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 我们心性里头有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无量的才艺 一切圆满具足 与代经里面所说 如来果地上一阵庄严 无二无别 这都是自信本具的 华言经 上讲毗卢浙那的华藏世界 净土经里面所讲的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这个世界怎么出现的 自信本具 所以才说为新净土 我们迷失了自信 今天我们住的世界灾难这么多 五卓恶事 五卓恶事从哪里来的 也是为新五卓 没有离开心性 觉悟了这心性就变成净土 迷失了这心性就变成晦土 变得相虽然不一样 能变得体性是一个 所以说净会不耳 谁住在净会不耳 觉悟的人 迷的人 净会差别太大了 这怎么说法 觉悟的人不着香 他住在净土不着净土香 住在会土不着会土香 他的感受是一样的 迷的人者香 在净土执着净的香 他生欢喜心 在会土里面 塌着会土的香 他生烦恼 是这么一桩事情 如果你真正能够不着香 妄想 分别 执着统统舍掉 净会是不二 你的感受不二 受用不二 不是说净土跟会土变成一样的 不是净土还是净土的香 会土还是会土的香 他的感受不二 平等受 佛讲凡夫的受有五种 苦、乐、忧、喜、舍 这五种受是凡夫 圣人没有这五种受 圣人的受叫正受 经上常常看到三昧 三昧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正受 三昧是泛语音译的 正受就是苦乐忧喜舍五种受都放下了 你这个享受才叫正受 正受所依是真实智慧 凡夫所受的 他所依的是妄想 分别 执着 他所依的是这个 所以他境界里面有苦乐 有忧喜 为什么同样的心性会变现不同的色相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心性虽然是一 真心本性 唇一清净 它现得相较一真法界 可是唇一清净里面 当它起作用的时候似乎又有杂染 法相维时学家对于这个现象有很深入的研究 他分析得很精细 法相维时的经论非常丰富 说明心性起作用 现相状种种的演变 虚空法界无量无数的众生 都是情实变现出来的 这里头的理就太深了 它为什么会变 为什么变成那么多 为什么变出来又不整齐 这是一门大学问 如果说这个问题你有疑惑 你很难接受 我们从一个浅显的比喻来说 看看你能不能接受 你在晚上睡觉有没有做过梦 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 梦里头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人物 出现那么多众生 能做梦是你的意识心 你的意识心为什么变得这么复杂 梦里头也有好人 也有坏人 也有你喜欢的 也有你讨厌的 你为什么不做个梦 统统是你欢喜的 讨厌的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不行 这个道理跟这个很接近 很类似 你慢慢去研究 你去想 你去研究 梦中为什么出现好人 坏人 又喜欢 又讨厌 你去研究 实在研究不出来 你多念一点法相踪的典籍 这就是为时所变 时是阿赖耶时 阿赖耶时含藏 也喜种子就有善 有不善 当你的意志力量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 这一些种子它就起现形 起现形它就变出幻想 梦中的现象是幻想 我们现前这个境界 佛在经上不是讲 梦幻泡影 也不是真的 我们人在世间短短的几十年 好像看到这个现象 实在讲这个现象 刹那刹那在转变 不是不变的 我们是被刹那相续相所迷了 以为它是真的 不晓得这个像是假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被虚妄相续迷了 以为是真的 在这里面起心动念 造作一切善不善业 善不善业就能够改变这个形象 佛说一切法从心响生 这个改变是不知不觉的在改变 不是你想 我想变个牛 它为什么不变个牛出来 那是你打妄想 你一念善 却确实实影响山河大地 依报随着正报转 说得贴切一点 你一念善你的容貌就善 你一念恶你容貌就恶 相随心转 不但相随心转 身体体质也随心转 再扩大到外面山河大地依报 依报也随心转 依报随着正报转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我们塑造佛菩萨形象 这就是给我们善心善念做一个增上缘 我们见到佛像 见到菩萨像 善心善念升起来了 这个功德利益在此地 瞻就是观向念佛 念佛法门里头四种念佛 看佛像 看佛像心里面就会升起这一尊佛 这尊菩萨 他一身的行义 所以看得藏菩萨就想到 菩萨类结所发的大愿 我们要效法 想到菩萨在过去身中做婆罗门女 做光木女 看到自己的家清眷属造作罪业 堕落三图 他怎样发心趣就拔他们 再回过头来想想 自己家清眷属不懂佛法 也造许许多多罪业 也堕三图 我们有没有发心趣就拔他们 瞻里里面身心发愿 如果见不到佛像把这个事情忘掉 所以塑造佛像放在那里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如果你真正明白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是什么 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父母 家清眷属 我们有过去生 过去无量劫 无量劫终生生父母 家清眷属不知道有多少 现在散布在六道散布在十法界 在四圣法界的 在天道的 这个好 没有问题 如果一些还散布在六道里面 在三图里面 苦不堪言 我们有没有生起救护这个念头 佛在经上说这话是真的 是事实 我们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 前生的父母就不认识 所以佛说 一切众生是我们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我们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受难 就要把他当作自己父母亲属在那里受苦受难 就拔的心愿自然就生起来了 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 好像与自己不相干 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 菩萨知道 凡夫不晓得 得藏菩萨清楚 所以看到一切受灾难的人就如同身受 慈悲心才能真正生的起来 决定不能够说做事不就 没这个道理 我们在讲习当中也跟诸位报告过 关怀 爱护 救护的心愿决定是有 可是在事实上有我们达不到的地方 这就是讲有障缘 有障碍 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 有受水灾的 有些地方旱灾 有些地方地震 海啸 种种天然灾害 还有人为的战争 屠杀 天灾人祸 被杀的人很可怜 杀人的人也可怜 杀人造极重的罪业 他造这个罪业 将来要剁三徒 不但将来剁三徒 将来还要还命债 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 你这一生杀他 来生他再做人再杀你 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 你说多可怜 多么悲惨 这一个事实真相 佛菩萨知道 这其中的道理也只有佛菩萨明白 我们学佛听了佛的教会 读了佛的开导 我们也逐渐逐渐醒悟过来 逐渐逐渐也明了事实真相 于是也能像诸佛菩萨一样舍己为人 为服务社会 为人民服务 为众生服务 真正做到大公无私 尽心尽力 这种大慈悲的悲怨 大慈悲的行持 是得利于佛的教会 可是我们是凡夫 烦恼习气很重 常常把佛的教会忘掉 自己内心里面是非人我 贪甜吃慢 外面五欲六成 财色明实睡的诱惑 这个力量很大 时时刻刻我们把这些善心善愿忘掉了 随顺恶缘又起恶念 起贪甜吃的念头 跟着外面又祸走了 又造罪业 谁来提醒我们 唯有靠佛菩萨形象 所以为什么祖师大德劝勉学人 学佛家里头一定要供养佛像 供佛像的目的何在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用意在此地 不是把他当神明来膜拜 祈求他保佑你升官发财 不是 那就真正搞迷信了 功德藏菩萨 时时刻刻提醒你 效养父母 奉侍师长 时时刻刻提醒你 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一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无量功德 这是对一个学佛人来说的 不学佛人来说利益也很大 佛法当中常说 听佛菩萨的名号 一粒耳根 永未到种 无论你是有心无心 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 金刚种子就种在阿赖耶石里面 耳闻有这个利益 眼见同样的利益 你眼睛看到佛菩萨的形象 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 那是一粒眼根也是永未到种 这个利益这一生当中没有得到 来生 后世再遇到源 他这个种子就起现行 就管用了 这是说对于不信佛法的人 也有殊胜的利益 你要说今天全世界哪个人不学佛 我看到各个人都学佛了 我看到欢喜 我看到什么 基督教学佛了 天主教学佛了 伊斯兰教学佛了 犹太教学佛了 都学佛了 为什么 他口里头都知道佛 尤其是现在天主教带头 现在听说基督教的牧师都看 大藏经 你说这个善根种下去多么深厚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外交的这些信徒 牧师 阿轰 我都和掌称菩萨 他是真菩萨 不是假菩萨 我们这个形象 他一见到 佛的念头 他就升起来了 所以 所以诸位要晓得 出家人功德很大 破戒的功德都不得了 你都没有办法比 你这个形象出去 人家心里头佛菩萨的念头 怎么会升得起来 升不起来 可是我们头衣替穿上这个衣服 走到那里去就能教一切众生心里面 升佛的念头 升菩萨的念头 所以外面走一趟多少人种了善根 出家人为什么称为三宝之一 宝就在此的 谁能比得了 持戒 破戒令当别论 单单就是讲 让一切众生生起佛菩萨的意念 这一个功德就不可思议 你要果然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地方注意善男子 善女人 他塑造菩萨形象心愿之广 无量无边 这一尊形象度一切众生 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 一百次往返三十三天不堕恶道 这个利益不算太大 跟他的修功相比他应当得到 我们还有什么怀疑的 所以理明白之后 看事就不怀疑了 前面超越三十节罪 这个地方一百次生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是刀立天想天福 不堕三恶道 这是塑造菩萨形象之福 下面他还有余福 假如天福禁锢 天上的想福想尽了 一百次 这个一百次福想尽了 他还有余福 这个余福 下身人间 由魏国王 不失大力 到人间来还想人天的福报 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这帝王 今天一般人不肯深究其中之理 迷于民主 大家赞叹民主 现在潮流如是 我们反对民主那还得了 其实真正有学问的人 他将古代帝制跟现在民主制度做一个细细的比较 帝制那个时候好处多 民主利益比不少帝制 诸位如果细细的去读历史 细细的去观察 君主固然有弊病 民主里面就没有毛病吗 各有利弊 你要用很冷静的头脑去思维 去观察 这个世间要找一种制度 只有利没有弊 找不到 不可能 再好的一个制度 儒家说的好 人存证据 人亡正习 总在人为 佛家讲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佛法确实真的是究竟圆满 但是弘扬佛道也要靠人 如果这个人没有德行 他弘道这个道就变质了 道本身没有过失 道他手上就变成有过失了 这些道理决定不可以说人云亦云 我们听人家说要仔细去思维 在古代 我非常欣赏古时候的制度 这一点也受方东美先生的影响 方先生是最佩服 周礼 他前后总给我讲过十几遍 他说 周礼 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最好的宪法 周礼 是周公定的 周朝后代的子孙 如果完全根据这个法去做的话 不会亡国 制度太完美了 方老师说这些话 目的是希望我去读这部书 可是这个书我翻了一翻 翻了几页之后我没读 三里里面 我只读 礼记 周礼 根 以礼 我都没去读 因为以后学佛 对于政治没兴趣 礼记 里面所说的东西 许许多多与我们戒律有关系 这是值得参考的 道明国初年孙中山先生 想的这一套方式倒是很好 非常可惜没有人能够继续它 把它发扬光大 这很可惜的 孙先生读书是多 确实是广学多文 对中国国学它有很深的造诣 对于西方这一些知识它相当丰富 所以它想出这个方法是 采取君主跟民主的优点 避免这两种的缺陷 它是这么个理想 发明三民主义 五权宪法 一党专政 它心目当中不是多党政治 是一党专政 这一党怎么来的 代替古时候帝王一个家族 古时候帝王统治国家 它是一个家族统治 我们现在用一个党 把全国有智慧的人 有才能干的人集中在一起 我们来统治国家 一党专政 这就是有君主的优点 采取它的优点 它用五权宪法 用这个达到宪政的目标 这是采取民主的优点 它构想想得很好 可惜它老人家死了以后 谁懂三民主义 我常常给它叹息 好东西 它根本的原因 实在讲它一身劳碌奔波 满清推翻之后没有几年它就过世 它的寿命太短了 如果它能够多活二十年 那个影响力就会很大 而且最重要的归根结底还在教育 中国古圣先旺建立一个政权 能够绵延几百年 它成功的因素在什么地方 在教育 汉朝政权是汉高祖建立的 可是到第二代汉武帝 就建立了国家教育的政策 它这个教育政策建立之后 中国虽然两千年当中 改朝换代 政权的转移 可是教育的宗旨代终不变 这很妙 汉武帝定下来之后 一直到满清都没改变 这也是很不可思议 诸位想一想 这个教育宗旨要不是很好的话 后代的帝王为什么不改变它 这个教育就是伦理道德的教育 推崇孔孟 以孔孟的思想 作为中国教育的主流 再配合诸子百家 以儒家为主 所以教育是教什么 教伦常 换句话说 教你懂得人与人的关系 这个成功了 知道夫妻的关系 父子的关系 兄弟的关系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就是君臣 朋友的关系 你才能做一个完美的人 才懂得做人 然后再教你 人与一切万物的关系 又用现在的话说 你才知道尊重自然生态 保护自然生态 使我们生活环境过得更美好 最后教给你 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这是中国2000年来教育的宗旨方针 人与人间有深厚的感情 有道义 现在这个教育要是 不讲了 舍弃掉了 把西方的功利主义拿来 这个不得了 天下只有大乱 不可能有成平 为什么 每步个人都真利 还得了吗 真名夺利 不惜任何手段 世间还有太平日子过吗 今天西方已经感受到 很大的冲击 遭遇到很大的困难 他们现在在思维 在研究中国的东西 美国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汉学中心 他们认真在研究中国古老传统的东西 研究印度古老的东西 希望在这里面找到一些可以挽救现在社会的这些理论原则 现在如果你对这些东西粗粗懂得一点 你到外国这些大学里面去讲解非常受欢迎 我知道的很浅显 一点点皮毛 可是我在外国这些学校里面 说说都非常受欢迎 他们听得很稀奇 闻所谓闻 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可惜没有人去介绍 这一段经文清联法师在注解里面 给我们提出几条很重要的参考资料 这里头最重要的 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 要用敬才敬物表前成恭敬 才能起感应道交 彩画 古时候的人 现在人已经很少了 画这一尊佛像 画佛像之前 一定敬身 敬手 洗得干干净净 穿上干净衣服 有能力的一定换上新衣服 没有能力的衣服 一定洗得干干净净 表恭敬 所用的纸笔 绝不做其他用途 画佛像的笔 就是画佛像的 决定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 专用都是表一个恭敬 所需要的财物钱财是敬财 是自己本分里面应该的的 决定不是用不敬之财 不敬 我不应该的的 不是我的钱 我用其他的方法把他骗过来 或者威胁 逼着他不能不送来 这种钱财叫不敬财 清净心 清净之物来造像 这个地方在三十二面 诸位现在有这个本子 三十二面注解 倒数第二行 最后一句 我念给你听 又不许造半身像 善相不起 堕落生死 希望大家要注重这一句 现在有很多地方供佛的半身像 菩萨的半身像 还有地方供佛菩萨一个头 供在那个地方造罪业 这个果报一定在地狱 供佛的半身像 已经罪业就不清了 堕落生死没有功德 所以画菩萨的形像 也要画完整的 也要画全身像 不可以画半身像 无论是坐着的像 站着的像都要全身 这要特别注意 我们造人的像 可以造半身没有问题 佛菩萨像决定不可以 人的像可以造半身 你说哪一个人像造一个脑袋 其他都没有了 这在我们风俗习惯里头 最不吉祥 脑袋被人砍下来了 哪可以这么做法 这不可以的 他在此的有这么一句 特别提醒诸位同修 注解里面他引用 《造像功德经》里面的一段话 若人灵中 在三十三面第二行 第二行最后一句 《造像功德经》 云若人灵中 发言造像 乃至如麦谋 这是大麦 就是造像 说那个像很小 像大麦那么大 这是很小了 能除三世八十一劫生死之罪 有十一功德 造这么小的像 都有这么大的功德 何况造大的佛像 菩萨像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大概现在有一些人看到这个话 都比赛造大佛像 比赛造大菩萨像 他们造这个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 看看前面 如果是不净才 那就没有这个功德 所以造像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 勉强聚集许许多多的不净才 这个像造的就不如法 所以造像是大家都能造 所得的功德 大家不一样 不一样是什么 你造像发心 你的起心 为什么动念头要造这个像 你的动机何在 如果这一尊相 确实是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的 启发大众孝思的 这个功德就很大 如果这个动机是为了装严我这个道场 显示我比别人道场更殊胜 这里面有高下心 佛家讲高下心 有一点像竞赛一样 这个心就不好 这个心是好胜心 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 将来落到哪一道 修罗道 修罗道 冷言经 上告诉我们 福报最大的天阿修罗 其次的人间阿修罗 再其次的畜生阿修罗 恶鬼阿修罗 这四道都有阿修罗 只有地狱里头没有阿修罗 所以阿修罗在哪一道 就随着这一道去称呼 因此佛经里面常讲五趣 五趣不说阿修罗 阿修罗在哪一道 算他是哪一道 说六道的是单指天阿修罗 可见得佛经上常讲 因地不争 果昭于蛆 我们最初发心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真正造像是光大佛法 利益众生 这个功德就大了 它下面讲十一种功德都列在此的 每一种功德都有它的业因 都有它的因缘 一定要跟因缘相应 缘相应 有因必有缘 后面才有果报 第一个是 世事眼目清洁 为什么眼目清洁 常常看佛菩萨形象 旧的这个果报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居家 居室门住家 家里面你布置你家的客厅 不要挂那些花花彩彩的 没有意思 也不要找一些名人字画 都是扰乱心情 挂什么 佛菩萨形象 客厅里面四面都可以挂 无论坐在哪个地方 你都能够看到佛像 一心念佛 如果是专修净土 说实在话 佛像选一尊 四面都挂同样的佛像 像我们现在居室灵的念佛堂 全部都是挂阿弥陀佛的像 好像挂了有一百多张 一两百张我看到了 无论你头转到哪个地方 都是面对阿弥陀佛 在这个里面修行 眼目一定是世聪明 的眼目清洁的果报 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第二 深处无恶 这一身当中是我们前世造的因 我们所受的果报 这一身当中我们修的因殊胜 来生 后生决定生到很好的环境 见不到这些恶的形象 也听不到恶的音声 这是福报 第三 常生贵家 贵是尊贵的人家 尊贵的人家不一定是富贵 不一定是富有 有得行这尊贵 你生到这一家 这个家里面父母 祖先都积德 好善积德 你生在这种人家 这是什么 感应道教 自己心形善一定善与善感应 虽然佛在经上说 父母与子女有四种缘 报恩 抱怨 讨债 还债 这是一个原则 过去生中节的缘太多太多了 换句话说 可以做父母 做儿女 这个缘很多 到底选择哪一个来做父母 与善恶习性有关系 如果常常看佛像 常常称佛名 他选择这个缘一定是善缘 第四 身如子魔金色 这是形容身相之好 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 身相好 第五 丰饶真丸 这是说富贵 你的生活富足 如果生活不富足 不可能有这些真丸 真丸里面 所说的范围也非常非常的广泛 好得好善的人家 绝不把世间一般人看的这些真奇稀有的东西 收藏这些真丸 有得行 有学问的人家收藏点击 他在这里面去享受 像现在这就方便多了 现在印刷术方便 在从前哪一个家庭能够收藏一部 大藏经 不可能的 古时候的经典 就算民国初年还是木刻印刷的 印刷不是油墨 是松烟 大概你们都没见过 松子的烟 现在金灵客金处已经用油墨 不是用松烟 古时候那个本子 那个本子手一摸 手上就有粉一样 像黑的粉一样 松烟一张一张去擦去刷 刷一本书要像这一本 地藏经 恐怕一个人要用一天的时间 一张一张的刷 然后再装定 再把它切整齐 很不容易 所以书本的价值就很高 不是富贵人家买不起 数量又很少 现在方便 是照相制版 可以大量的印刷流通 在民国初年 那个时候 我知道我们家乡 好像安徽省这一个省 听说只有两套 大藏经 还有一套是残缺的 两套完整 一套残缺 好不容易 一般人要想读经 要到寺庙藏经楼去借出来 借出来不能借出去 只能在藏经楼 藏经楼像图书馆一样 借出去你需要你抄 自己手抄 抄完之后再送还 藏经不出门的 现在印刷数发达 字缩小了 所以一部 大藏经 奖 龙藏 我们现在印出来的160册 价格低廉 自己家里头可以收藏 珍宝 四库全书 虽然太大了 但是 四库会要 就方便多了 在古时候只有帝王 才能收藏 才能享受 现在我们民间也可以了 台湾翻印的 四库会要 一套卖台湾前50万 价格就相当低廉 分量精装本500册 相当于三 四套的 大藏经 珍宝 这是值得收藏的 自己可以受用 可以教导下一代 所以 丰饶真丸 不是在一些古董玉器 那个东西没有什么真正的好处 真正好处是这一些典籍 古圣先贤的教会 第六 深贤善家 前面讲长生贵家 着重在 长 字 他这个果报不止一事 功德利益要绵延很多事 向前面讲一百次生刀利天 第六 深贤善家 跟前面不相同的是 福报当然 他是一事比一事要差一点 如果他深深事事肯修 福报就永远绵延不断 一定要靠修得 深贤善之家 第七 深得为王 这是享受人间的富贵 第八 做金轮王 第九 深贩天 层次就愈来愈高 完全看你修福的大小 修福的大小 不在乎造像的大小 要懂这个道理 是在你修福的心的大小 你心量大造的像小功德也大 你心量小造的像大 你得福也小 所以不在像的大小 是在你心的大小 是在你心地的染静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佛法当中真正是平等法 如果说是我造的像大福就大 像小福就小 那只有事有钱有事的人才能修大福 贫穷的人就不能修福报了 这个不平等 佛法当中平等 贫穷人有的时候修的福 比富贵人修的要超过许许多多倍 在清静心 要懂这个道理 第十 第十一后生还能尽重三宝 这一条很重要 前面十句都是讲果报 后面这一条是因 这是佛法里面说果 不会把因漏掉 说因一定要说到果报 这个说法才圆满 后生还能尽重三宝 可见得他这个福得绵延长远 不是一生当中就想尽 现在我们观察世间现前有福报的人 可是你仔细去观察 他的福报几乎很快就想尽 一是寿命还没有完 他的福报尽了 我们在国外看到许多公司倒闭 破产 他年岁还不太大 这就是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 真的是尖人 福报能够到两代 到三代 很少 现在是一代自己本身 能够享一身的福 这种人已经不多了 往往享福时间都很短 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 享福的时候不知道利益社会众生 所以他的福报想的时间很短暂 这一条就很重要 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 要知道这福从哪里来的 佛在经上讲 可以说是完全都说的是凡夫境界 财富 哪一个人不求财富 不但心里求财富 贪着财富 这就错了 不知道财富是从财不失的来的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有财富全心全力不失 无条件的不失 根本不必考虑不失的效果 不必考虑这个事情 我不失做的是好事去救人 当然我们不是直接去救度 一定是有一些人帮助 我们交给别人去办这个事情 如果别人把这个财拿去做其他的用途 或者自己拿去享受 那是他的因果 与我不相干 我发的心是纯正的 我的得福是圆满的 如果你还考虑 像震灾的钱恐怕被人家吃掉 不敢做了 换句话你修福的圆断掉了 修福一定得福 疑虑太多往往把你自己修福的圆断掉了 变成没福之人 常常怀着忧虑 常常怀着这些得失 将来感到的是鱼吃的果报 没有智慧 所以我们以真诚心 清净心 慈悲心去修福 当然这修福委托的人也要观察 如果不选择 不观察 那自己有过失 没有罪有过失 委托这个人靠得住很妥当 你的福报就圆满 委托这个人不妥当 你还是有福报 你的福报不圆满而已 不是没有福 这里头因果很复杂 不是那么容易能讲得清楚 诸位要多学 经典要多读 多思维 逐渐逐渐你就会开悟 你就会明了 知道自己怎样去修福 使自己深深逝世 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 物质生活不缺乏 不缺乏就是福报 不必太多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 真正是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明白了 懂得了 这一生当中这一桩事情 那是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的 争取西方极乐世界 其他都可以放下 都可以舍弃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修学 因缘果报才真正达到圆满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此地 《的藏菩萨本愿经》 第二十卷 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请先开经本卷中第三十三面 最后一行经文看起 若有女人 厌女人生 静心供养的藏菩萨画像 及土石胶七铜铁等像 如是日日不退 常以滑 香 饮食 衣服 增采 壮帆 钱宝物等供养 我们一直念下去好了 是善女人 尽此一报女生 百千万节 更不深有女人世界 何况富寿 这一段是转女生 这一桩事情 现代的社会跟从前社会不相同 古老的社会在中国 在印度 也可能他方世界都相当类似 女子在社会上地位要比较低 所谓是男女不平等 可是在现代社会 这事不相同 跟从前不一样 过去佛在经里面讲 女生比男生障碍多 烦恼多 情直重 所以佛在 《欲耶女经》里面说 有时装事情 女子常常忧虑的 第一个是出生的时候 父母不欢喜 母亲生了儿子非常欢喜 生女儿的时候 欢喜心就减低很多 第二 这是在过去社会里面 父母家人对女孩子的管教 要严格的很多 纵然在成年都不能够见外宾 外面的宾客 他室内外有分 这事常常怕见人 其次到出嫁的时候 父母也增加忧虑 总是要离开父母家亲眷属 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爱别离苦 嫁出去完全要看丈夫 看家人的脸色 许许多多的丈男 少年的时候父母管束 出嫁的时候丈夫管束 到老的时候儿孙管束 苦处很多 所以不愿意女生 在现在这个观念跟从前不一样了 我们了解这些状况 但是这里头最重要的一桩事情 是告诉我们业力可以转变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连身的行都能转变 何况我们讲容貌 讲身体的体质 那当然是更容易的多了 要晓得这个道理 这里头所说的无非是一个原理 静随心转 心能转静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 转的方法 这个地方若有女人 验女人身 在后面这一段里头 是善女人 由此可知 前面这个女人是善女人 她省略一个字 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看后文就晓得这个地方 这女人是善女人 善女人一定是奉行 观经上讲的三副 这是必须要记住的 这个经是大成经 三副十一句里面所说的 都要能够做到 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是另当别论 只要你能够做到一分 两分也称善女人 不做不行 一定要做到 她有这个基础 然后再依照这个方法理论来修学 就能够的果报 静心 在修法里头这一个字是关键 一定要静心 静心就是用最沉静的心 最真实的心来修供养 供养的藏菩萨的形象 形象 画的形象也可以 素的形象也可以 金银铜铁柱的形象都可以 死的说只要是供养的藏菩萨的形象 下面经文都是这个意思 供养是日日不退 可见得发的是长远星 工具举了几个例子 以花供养 以香供养 以饮食 衣服 增采 壮帆 再就是钱财宝物等等供养 这是讲供养具 供养具之多少 供养具的贵贱是随着自己的能力 绝不勉强 工具里面懂得表法的意思 这一点要特别记住 如果不懂得表法 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 得的利益很微薄 转不了业力 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 换句话说 佛菩萨的形象 以及所有的工具 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警觉 你自己得行不断向上提升 你就能得自在 自在像佛菩萨一样 应以什么身的度 他就献什么身 换句话说 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 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在此地 愿力受身就自在 业力受身不自在 所以这个方法是叫我们 转业力成为愿力 工 花 我们看到花就想到要修阴 六度万行之樱花 特别在 《华严经》里面所显示 经典里面告诉我们 《华严经》上所说 任何一个人 无论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他是什么样的身份 他是从事某一种的行业 都没有妨碍 都能够修菩萨行 菩萨行是什么 就是他的生活 就是他行业里面的工作 就是他日常的应酬 如何把这些事情变成菩萨行 变成六度万行 关键在菩提心 菩提心是各觉悟的心 真正觉悟 觉悟什么 觉悟诸法实相 班若经 上所说的 三心不可得 诸法无所有 这是真正觉悟 你的心形与自性相应 也就是与一切诸法实相相应 那你怎么会不自在 从真正觉悟之后 才晓得尽虚空 变法界是一个自己 你才真的明了 所以对于虚空法界一切的人事物 自然升起真正的爱心 这个爱心 佛法里称之为大慈大悲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尽虚空 变法界跟自己同体 这个体是什么 体是真心 真心就是真如 就是本性 佛在经典里面 明像说的很多 都是说一桩事情 实法界一正庄严 都是这个真心变现出来的 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 诸佛如来看到众生受苦 真的是自己受苦 看到众生得乐 确实是自己得乐 众生跟自己是一体 这才是真正觉悟 众生 特别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很苦 迷失了自信 迷失自信 自信还是起作用 不是不起作用 如果不起作用 那就不叫真性 他还是起作用 虽起作用 因为迷失自信 他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 他的生活就苦了 觉悟了的众生 就称佛菩萨 觉悟了的人 身闻 原觉也觉悟 觉悟的不够彻底 不够圆满 但是他已经能够摆脱业力的控制 佛在经上讲 身闻 原觉在三德里面 他的解脱 是半个解脱 不是圆满的 为什么 法身 班若没有证的 三德密藏里面 只证半个解脱 他舍身受身也相当自在 由此可知 整个佛法的教学 关键就是在觉悟 觉悟之后我们就的自在 就能够随意化身 不仅仅是转女生为男生 工具花的意思给我们这么大的启示 香 的表法是信心 香表信香 对于佛菩萨的教会决定没有疑惑 生起清净坚定的信心 香又表戒 定 我们香赞里头常常戒定真香 香也表五分法 生香 可见得它都有所表 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饮食 衣服 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 我们需要饮食 我们以饮食供养佛菩萨 其实佛菩萨并不需要 我们需要衣服 我们以衣服供养佛菩萨 寺院里面以衣服供养佛菩萨的也有 我们看到有一些寺院 佛菩萨塑像有人供养的衣像斗喷一样 披在身上的时候 那就是供养衣 供养这些工具都有经典做依据的 饮食供养很平常 佛前面的大工 这是饮食供养 增采 壮帆 是一些装饰 就是以丝绸的这些制品供养佛菩萨 庄严道场 我们现在讲是张登节采 新加坡国庆快要到了 每一条街上张登节采 就是这个意思 壮帆 这是供养剧里面最常见的 这个地方注解里头 在第35页 注解里面第五行 诸位从当中看起 这是清连法师提供我们一点参考 凡造帆法 造帆跟造壮是一个意思 说翻 壮就连带在其中 切不可安佛菩萨像 及名号等 翻是工具 工与所工 如何赋以像名为之 希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 公翻翻上写着佛菩萨的名号 怎么可以用佛菩萨去供养佛菩萨 我们是供阿弥陀佛 我们是供阿弥陀佛 翻上写着 南无阿弥陀佛 用阿弥陀佛去供养阿弥陀佛 你们想象如法不如法 这叫正确的 翻状上还有什么 用佛像 上免秀的佛像再去供养佛菩萨 完全错了 这事许许多多人没有注意到 今天佛法衰 佛教虽然好像很兴旺 众生还造这些业 还受这些苦报 我们供养里面就错了 还有犯更大错误的 我们见到有的法师 大法师披上红的祖衣 祖衣上秀佛像 这不可以 一切诸佛都变成你自己的衣服了 连状翻都有过师 你再把佛菩萨形象穿在身上 这不可以 再话说回来了 我们今天把佛的名号印在我们衣服上 可不可以 可以 为什么可以 我们这是为度化众生的 是希望一切众生一力而根 永为道种 我们用意在此地 假如你把佛菩萨形象绣成衣服 穿到街上去走度众生 行 可以的 问题就是看你用的是什么心 你的心用的善 用的成 无量功德 如果这个心不是为利益众生 不是为宣传佛法 那你就造罪业了 可是翻状是在道场 道场当中供养有佛像 这是不可以的 假如翻状悬挂在旗杆上 行 为什么 给外面大众看的 许许多多不信佛的人 让他看到翻状上有佛的名号 或者有精的精提 这都好 这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无非是令一切众生有缘接触三宝 都在用心 所以用心的关系就很大了 现在我们看法官判案子 首先要问你的动机 如果动机是善良的 事情做错了也可以原谅 动机是不善的 做了好事你也有罪过 可见得动机的关系非常大 死的讲 静心 静心就是讲动机 过去一些老和尚给我们讲故事 也许这些事情都是真有其事 说有一个出家人 见到有一尊佛像公在露天 这时候是太阳很大 他看到之后很难过 佛在这个地方晒太阳没有东西遮蔽 自己也没有法子 什么也没有 想想脚上穿的还有一双草鞋 想着我就把草鞋供佛 把草鞋放在佛的顶上 让他不要晒太阳 自己赤脚走路好心 他的的善报 他离开之后 以后没有多久 又有一个出家人从此的经过 看到佛头顶上一双草鞋 哪个人造这个罪业 赶紧把他取下来 把佛的头上擦得干干净净的 两个人都是好心 两个人都是恭敬心 都得复报 为什么 动机都非常好 所以我们要明了 行善一念真诚的善心 他们所做的都没有过失 要懂得这个意思 在佛堂大殿状翻最好 不用佛菩萨的形象 不用佛的名号 用什么最好 现在我们用这个好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用这个放在翻上 我们用这个供养 好 现在我们自己所修学的 真是我们的宗旨 我们的方向 我们的目标 用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看破 放下 随缘 念佛 用这个要是写在翻状上 好 我们用这个供佛 这个供佛 在佛法里面讲法供养 法供养第一条一叫修行供养 我们供养剧里面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一叫修行供养 这是正确的 是我们值得提倡的 但是现在一般都是用佛菩萨名号 谁想到这个道理 这是特别提出来 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 钱财宝物 这是舍财 舍财是什么 舍贪 表示舍贪供养 因为钱财宝物是一般人看得非常重的 他这个注解末后事 能舍命财 心无令习 内习迁滩 或负无量 这些话我们四众同修在经典里面看得很多 也听得很多 没人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没有见到 没有证据 虽然读经 虽然听经晓得这桩事情 自己也修 修复 舍财总是舍一点点 我有一万块钱 舍一块就好了 做好事 所以他的得付很有限 他不能完全舍 这个世间富贵人的施舍比不上贫贱之人 贫贱的人反正有也这么多 没有也这么多 苦日子一天到晚还是挨下去 往往他能够舍 舍他财里面的大部分 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有公案故事 乞丐这是在外面乞讨的 人家给他一文钱 罗汉 罗汉 辟之佛看到了 没负 受贫穷苦暴 过去深深世事不修复 给他种负 怎么种负 向他求起 人家不失你的那一文钱是你的 你拿来供养我 你就得付 乞丐听了什么 是苦 供养阿罗汉 供养辟之佛 富报很大 他就真的把这一文钱供养他 一文钱是他全部的财产 他只有这么多 全部供养了 得的果报不可思议 几十节不受贫穷的苦报 这事说明不失是尽心不失 尽力不失 富报是究竟圆满的 贫穷 下贱 乞丐 佛度他们例子很多 这些人不久命中之后升天 我们世间人没有看到他升天 没有看到他在天上享富 不失之后没有多久他死了 世间人看到是这个现象 所以信心升不起来 我们虽然没有见到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肯定生命决定不是这一世的 我们有过去世 我们还有未来世 真正能够相信有来世 你对于佛经上讲的这一些 理事就信的过了 有来世 这一世苦一点没有关系 这世过去世没有修善因 这一生要好好的修 来世的最殊胜的果报 尽心不失这个果报不可思议 我们供养一尊佛 供养一尊菩萨 难 找不到 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 可是世间有真佛 有真菩萨 那个供养的父就大了 真佛 真菩萨在哪里 真修行的人 可是问题又来了 真修行的人生活都非常辛苦 你供养他 他不接受 他不要 由此可知 父田就不好找了 你想种父 父田在哪里 的确相当不容易 真正的父田是真正修行的道场 我们到这个道场种父田 这个道场里面欠缺的是什么 我们供养他 如果住的人种太多了 需要扩充设备 我们供养他 你在旁边认真去观察 再多的供养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 这才是真正的父田 这个供养父就无量无边 供养一天的父报都不可思议 何况日日不退 这个父有多大 今天新加坡居士灵的道场 居士建立的道场 这一些居士通宗通教 护持正法 不但护持 主持正法 建立念佛堂 提供给全世界的念佛同修 到这个地方来精进念佛 每一天24小时不中断 真正念佛人 发心到这个地方来念一天一夜 都是你将来成佛的善因 是你将来成佛重要的条件 你能够发心天天在这个地方念佛 这个功德还得了 所以这个道场不是一个普通道场 大家到这个地方来是来做佛的 对这个道场的供养 复得除佛之外没有人能说 真实功德 这个礼是我们都要懂得 要透彻的了解 希望像这样的道场 在其他国家地区也能够建立 这个道场的建立 必然敢得诸佛护念 龙天善神守护护持 现前的功德利益就不可思议 供养的人的大报复 修行的人的大善力 所以供养要如法 不失供养都要如法 底下这一段 这是讲他的果报 转报果 转报果我们在此地 可以把它看作有求必应 夜报没有不能转变的 注解里面前面两句话非常重要 转报是难 为在今晨 这八个字要紧 如果你真正做到精神 转报就不难 这一位善女人 尽此依报女生 百千万劫 更不深有女人世界 何况富寿 没有女人的世界 注解里面也说 即止西方极乐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生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身像是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 所以我们现在攻西方三圣 我们统统攻阿弥陀佛 向攻三尊 当中阿弥陀佛 这观世音菩萨 这大世智菩萨 为什么都一样的 西方极乐世界 确实是一样的 我们的道场这个功法 跟经上讲的完全相符合 完全一样 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的相也一样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不是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我们的念佛堂 所有共的相 全是一样的 那是什么 连池海会 那些相里面 只有一尊是阿弥陀佛 其余都是我们大家的相 我们的相都跟阿弥陀佛一样 让我们在念佛堂 有这种深深的感触 这就是传自己夜报之身 诚如来最殊胜的身相 再看底下的经文 除非辞愿利固 要受女生 度脱众生 这是愿意用女生度脱众生 也能够随意满怨 住戒里面住得好 摩耶夫人 是加木尼佛的母亲 也是诸佛再来的 不是普通人 应以女人生的度 她就献女人生 她的愿跟别人的愿不一样 摩耶夫人的愿 勇为千佛之母 她发这个愿 发愿做佛的母亲 底下住得好 此以顺爱法门 度众生也 众生情爱很深 顺着你的情爱来度你 这是四射法 里面的同事社 佛与法身大事 她有这个能力 真正做到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下面又举个例子 华言经 婆须密多女 在四十华言 叫法苏密多女 这是意应不相同 婆须密多是现的是什么身份 我们现在社会上讲妓女的身份 她是现的是妓女身份 广度众生 凡事跟她接触的都被她度脱了 所以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 哪一种身份不是菩萨 菩萨哪个行业都化身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都有菩萨在其中 都有佛在其中 我们凡夫不认识 末后她结论说 并以慈爱三昧 在现象 在作用里面是慈爱 内里面清净无染 就像宗门里面所说的 百花从中过 遍夜不沾身 她心地清净平等觉 外面是现的是慈爱 这叫慈爱三昧 她以这个愿力是现女身 底下说 先以欲勾迁 后另入佛制 她里头是不是有贪爱 没有 她是度这一些情直深重的众生 帮助他们成佛 帮助他们离贪甜吃 帮助他们觉悟 她有定功 她有智慧 她有善巧方便 如果定功 智慧 方便不到这个程度 要去学她 那好了 那准到地狱 这是功夫不到决定 不可以学习的 所以菩萨的四射法 我常常劝同修们 前面三种可以学 后面这一种要看看自己的能力 后面是同事 前面是不失 爱语 力行 这没有问题 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最后这一条一定要看自己的智慧 定力才行 不可以随便学习 陈思公养的藏力固 吉功得利 百千万劫 不受女生 公养里面虽然讲是 说是你一定要明理 说理你一定要懂事 你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 决定不能偏在一边 偏在一边都是错误的 你把佛的意思完全驱扭了 过去李秉南老居士教导我们讲经 他老人家常说 说是的经难讲 譬如那些经 地藏经 阿弥陀经 他讲的是事 这些是讲的你能让人相信吗 所以讲这些经很难很难 什么经最好讲 金刚经最好讲 讲理讲的你会点头 你不能不信 说理的经好讲 冷言经好讲 讲事的经难讲 所以讲事必须把理说透彻 是人家才能相信 讲理的经一定要把事讲明白 理才落实到事上 才能够有受用 否则的话变成玄谈 理虽然说得很好 事上做不到 供养的藏一定要懂供养的理论 供养真正的修法 从事里头显理 我们晓得事相都是表法的 这里面的理事要是完全搞清楚了 到那个时候什么供养 前面说 静心供养 静心到什么程度 整个身心都供养 那功德当然不可思议了 整个身心都供养 这话怎么说 就是佛在经上常说 受持 读诵 为人眼说 我们这个身体 这一生一世 表演给社会大众看的 让社会大众看了觉悟 你不是全身都供养了吗 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 圆圆满满显示自己的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教化众生 在世上叫人 看破 放下 自在 随缘 这就是供养 德藏是表什么 德藏表孝清尊师 落实在孝道的基础上 落实在世道上 你就是真的尽心供养的藏菩萨 所以诸位要晓得 只有这些形式 香 花 饮食 衣服 这些供养 不了解自己意思 自己里面还是贪甜吃慢 还是是非人我 那这个供养是迷信 这个供养哪里有功德可言 所以从世相上供养 达到我们尽心供养 这个是世表心的 这是真供养 普贤行愿里面讲法供养 法供养讲了七句 法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 依教修行供养 换句话说 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 我们都做到了 佛教我们做 我们就做 佛教我们不可以做 我们决定不做 经典好比是剧本 我们四众弟子 好比是演员 一定要依照这个剧本来表演 觉悟六道迷惑的众生 我们表演目的是帮助他们 觉悟 所以要演得很逼真 把剧本完完全全的表演出来 换句话说 一切经典就是我们的生活 就是我们的思想 就是我们的见解 就是我们的行为 这叫尽心供养 你能做到了 说老实话 你就成了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 你完全做到了 你就是的藏菩萨 无量寿经 你统统做到了 你就是无量寿佛 不做不行 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 才叫 供养的藏利固 及功德利 功德利 是你的善心愿心永远不断 这才能够成就圆满殊胜的果德 请看下面这一段 这是第二 厌丑并理相或负 这也是人之常情 负赐普广 若有女人 厌世丑陋 多疾病者 这是说自己的身相不善 多有疾病 但于的藏向前 至心瞻里 实情之间 是人千万劫中 所受深深 相貌圆满 我们先看这一段 容貌是业力变现的 业力则是心 世间看向算命的 都说相随心转 我们也常常提醒同修们 相随心转 体质身体也随心转 不但生相随心转 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随心转 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化众生 这是一个重点的课程 也是非常切药的一门课程 谁不想自己离苦得乐 谁不想自己的生活幸福美满 古今中外一切众生都在那里祈求 都有这个愿望 为什么是与愿违 事实跟自己的愿望恰恰相悲 是一切众生不知道这个事实是怎么形成的 怎么来的 这就说到善与恶果报的根源 我们今天所受的从事相上来讲果报 果必有因 因善果就善 因不善果就不善 所以种善因得善果 造恶业必定有恶报 佛在业报差别经 说明有十种不善的业的丑陋的果报 我们如果今天的这个果报 想一想看还有没有这个习气 因为过去生中造的这些恶业 的的现在的果报 往往还有余习 如果残余的习气还在 不能把它改掉 转业就困难了 十种不善的业 清联法师节录在注解里面 在三十七面第二行 第一个喜欢发脾气 喜欢发脾气决定不是好事 不但你发脾气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香不好看 发脾气也伤身体 伤身体带来疾病 你身体多病 所以你想想发脾气 那个香好不好看 这才晓得丑陋疾病的来源 第二个是嫌恨 心里常常怀着嫌弃别人 怨恨怨天尤人 这个情绪也伤身体 所以你要想身体健康 这十种用现在的话来讲病毒 心理上的病毒 人家为什么相好 常生欢喜心 欢喜的时候那个相好看 发脾气相不好看 转业就从这里转 佛讲的真是合情合理 我们仔细冷静想想 佛讲的有道理 第三装饰欺骗别人 迷惑别人 这不善也 第四种 喜欢让众生生烦恼 扰乱别人 让别人身心不安 第五种 不孝顺父母 第六个 是不敬圣贤 圣贤人对于社会有大利益 这些人在社会上 他的道德 他的学问 他的行持 都是这一个地区大众的好榜样 却确实实他能够教化这一方 对这一方的风俗人情 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圣贤人绝不是要求别人尊重他 不是 如果有希求别人恭敬恭养 那是邪道 绝不是贤圣 那是欺骗人 我们为什么要尊敬他 尊敬他目的是 劝导社会大众向他学习 是这么个意思 我们学佛 为什么要尊敬佛 佛绝对没有说是 你们一定要尊敬我 没有这个 你到哪里去看到佛经 这个说法 我们敬佛是帮助佛 弘法立身 帮助佛接引大众 社会大众不知道佛的好处 不知道佛的功德 但是他从我们尊敬当中 他见到了 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 表现的就是善心善人 善心善人尊敬的那个人 那个人一定是好人 大家愿意亲近好人 愿意向好人学习 我们尊敬目的在此地 所以见到佛向我们鼎力 不知道佛法的人一定要问 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恭敬 为什么对他要礼拜 你就把这些道理说出来 他才明了 由此可知 也是属于表演 表演给这些没觉悟的众生看 让他们来觉悟 佛法是师道 师道是建立在 静 这个字的基础上 所以应光法师讲得好 一分沉静的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的十分利益 我们学佛的利益多少 说老实话不在外面 在自己的沉静之心 你有几分沉静心 你的几分利益 你没有沉静心 天天跟在佛的旁边 也不得利益 这是真的 当年佛陀在世 提婆达多常在佛身边 六群比丘也常在佛身边 为什么不得利益 没有尊静心 他们眼目当中 看佛也是平常人 跟我差不多 所以在佛的身边 不得利益 如果有真诚 不在佛边也得利益 为什么 依教奉行 佛所说的 他真正做到 事事太琐碎 太繁杂 掌握着刚领 事不违背刚领 就入佛境界 总刚领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诸位要记住 一 观无量寿佛经 的说法 至沉心 身心 回向发怨心 世相上再繁再多 只要与这个相应 你所有一切世相 都叫菩萨行 都归纳在六度万行里面 所以华言经上说 妄失菩提心 一切造作皆是摩业 什么叫摩业 你所造作的这些一切业 善业生三善道 恶业堕三恶道 出不了六道轮回 就叫做摩业 与菩提心相应 你所造的是菩萨业 菩萨业叫敬业 决定可以了生死 出三界 这不一样 所以我们自己要真正明了 这一生在世间完全是表演的 你这是佛的弟子 佛表演 菩萨表演 我们佛弟子统统参加这个剧团 我们来表演的 表演什么 没有自己 无我 完全是为人 完全照剧本演戏 他怎么不自在 是自在随缘 这个日子过得快乐 过得真的幸福 别当真 一当真就是凡夫 你就搞六道了 表演的 所以对圣教要深尽功心 第七个是 清夺贤圣 滋生田业 简单说就是对于圣贤人 他的生活必须凭你侵犯他 你夺取他 这个罪业就很重了 不但不供养还要夺取 还要霸占 障碍他弘法力生 第八种 于佛塔庙 断灭灯明 这个意思很长 世上讲塔庙里面都燃灯 你把它灯熄掉了 这是世上讲 礼上讲塔庙是道场 这个道场是做弘法力生的事业 那是放光明 每一天讲经放光明 每一天念佛放光明 每一天参禅放光明 只要有人在那里真正修行 就是大放光明 我们一定要记住 有人看到的时候人的利益了 没有人见到的时候有鬼神见到 所以儒家讲圣读 你独自一个人不能放异 不能说没有人看到 可以随便一点 不可以 没有有形的人看到 有无形的人看到 无形的比有形的还多 不知道多多少倍 我们要度人也要度鬼神 我们给人做好样子 也要给鬼神做好样子 怎么可以放异 这个样子修 我们沉浸才修得出来 在人面前是各样子 背着人又是各样子 沉浸没有 这是许多同修 修行没有感应 修行得不到殊胜的果德 关键就在此的 不适用的真诚心 由此可知 道场道风跟学风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道风 没有学风 等于说塔庙里面灯明被灭掉了 断灭了 同样一个道理 如果这个道场确实有道风 有学风 道这个道场是香上点灯的人也多 烧香的人也多 这就说明来修学的人众多 第九种夜音 这不善的夜音是 见到这些贫穷下见之人 轻视他 对他生起傲慢 加以悔辱 这是大错特错 我们学佛的人看到这些人 贫穷下见看到这些人 我们心目当中也是把他看作诸佛菩萨视线 他展示给我们看 告诉我们不修复会旧的这个果报 也是在舞台上表演的 所以对这些人我们要深尊敬心 怜悯心 自己要知道怎样修学 末后一条是 习诸恶行 这里面范围就广了 造作种种不善之行 佛讲这十重的丑陋的果报 往习所造的这些不善业 这一身的的果报 这一身果报能不能转 给诸位说能转 你只要把这些习气毛病统统改正过来 相貌逐渐就转变了 相随心转 真正有决心 有毅力改过自新 说实在话 三个月到半年就有效果 要是三个月 半年没有见面的 朋友一见面 转了你不一样了 就很显著 天天跟你在一起 不怎么感觉到 不常在一起的时候 一见相貌变了 能够行之三年 那就明显的改变 你的家亲眷属 天天在一起的时候 也觉得你变了 你不一样 相貌变了 体质当然就变 这经里面 佛也给我们说 十种业的多病的果报 他注解里 这二十条我们要把他记住 记住是你可以帮助很多人 改变他一些不好的习惯 改变他这些恶的果报 第一种喜欢打众生 好喜打拍一切众生 特别是小动物 看到的时候也不见得不顺眼 看到就喜欢把他打死 蚊虫、蚂蚁、苍蝇看到就想把他打死 要晓得将来的多病的果报 印光大师值得我们学习 他老人家做出样子给我们看 在佛法里面遇到这些东西 不是把他打死 驱逐出境 把他赶走 可是印光法师不赶他们走 老法师 传记 里面说 他的使者有别人看到老法师房间里面有跳蚤 有蚊虫 别人来替他赶 老和尚不许 老和尚说不要赶他 人家问为什么 老和尚说我自己德行不够 有他们在 好 常常警惕自己 我的德行还不能感化他们 他们在警惕我 警测我 老和尚不敢 听说印光法师70岁以后 这些东西再都看不见了 本来房间里面有蚊虫 有跳蚤 有苍蚓 有这些东西 老和尚到里面去一住 这些东西都搬家 都走了 由此可知 修养自己的德行重要 有他们在扰乱 自己道德不够 没道德 他才会扰乱 真正肯修勇猛精进 你的道德有没有成就 看看这些小动物还有没有 如果果然没有了 证明你修行有功夫 还有这些东西干扰 你功夫不够 真正修行人 他不责备外境 一切回归到内心 回归到自己 我自己不善 他们来扰乱 来侵犯应该的 不足以为怪 所以这是应当要戒除的 第二种恶业 劝他另打 自己虽然没打 叫别人打 第三个 赞叹打法 他打的方法赞叹 好 打得好 见打欢喜 这十条里面四条都是说 打害众生 我们都有这个习气 看到小孩子打苍蝇 不错 打得好 都赞叹 哪里晓得多疾病的果报 造这个夜应要得这个果报的 第五条是 脑乱父母 让父母生烦恼 让父母身心不安 第六是对贤圣 使贤圣人生烦恼 也叫他不安 第七种 见怨病苦 心大欢喜 看到跟自己过不去的人 自己讨厌的人得病了 他在那里欢喜 第八种 见怨病欲 心生不乐 冤家讨厌的人 他的病好了 很不开心 这里头着重冤家 你所讨厌的人 你不喜欢的人 第九 于怨病所 与非治药 冤家生病 你去给他药 送药给他 这药不是治他的病 让他病加重 换句话说 你是去害他的 不是去帮助他的 干这种事情 第十 第十 素食未消 而腹更淡 你吃得很饱 还没有消化 看到好吃的还要吃 这是病从口入 十条里面 前面的九条是你造的恶业 后面这一条是饮食 不懂的饮食卫生 而感的疾病的果报 十条式的丑陋的果报 十条式的疾病的果报 我们一定要晓得 他的忏悔法 但于的葬向前 置心占理 实情之间 是说时间的短 时间短暂 这个夜报就能够转得过来 置心占理 这是修学的方法 关键在 置心 两个字 置心是真心 占理之间改过自心 修学的藏法门 得藏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 慈悲至极 绝不在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之下 这要知道 得藏是表根本的慈悲 观因是把慈悲发扬光大 这个的方置心占理 不是公公进进到那里去 天天去礼拜 业障就消除了 礼拜是当然是 相上的修学 形象上的 最重要的是 要学的藏菩萨的发愿 要学的藏菩萨的存心 要学的藏菩萨的为人 要学的藏菩萨处世 待人皆悟 这是真正置心占理 你要能发这个大怨心 这个怨心清静 恳切 有决心 有毅力去照做 你转业力就快了 世人千万劫中 所受深深 相貌圆满 注解里面虽然不多 但是前面这两句话很重要 此险暂时 暂时发心 占理功德不可思议 暂时发心之后 是不是这个心就又没有 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在 暂时发心 千万劫中 所受深深 相貌圆满 我们能相信 却实实实情之间 但是现前的夜暴不能转变 现前恶夜要暴尽了 至新瞻里的暴能现前 那不知道是哪一生 哪一世了 就如同 法华经 上讲 一称南无佛 皆已成佛道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佛在世的时候 收一个出家人 在佛身边出家的都有大善根 没有善根 怎么能出家 佛看到这个人来求出家 就让设立福 目间连这些阿罗汉 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 这些人一看 这些人都有神通 阿罗汉神通有五百事 天眼通 宿命通 看到这个人五百事当中没有善根 给佛说不能出家 他怎么能出家 佛收了他 佛告诉这些弟子们 这个人在无量节前 当然阿罗汉没有这个能力 无量节前 他是个砍柴的侨夫 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 老虎要吃他 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 就这个善根 今天愿成熟了 到我这个地方来 我给他剃度出家 跟这个意思一样 那一声一声南无佛 一声南无佛时间很短 实情之间 一餐饭的时间 至心占理的藏菩萨 当然可以得这个果报 如果他能够念念相续 刚才讲效法的藏菩萨的行愿 他现在这一声就转了 不要等来声 这一声就转 转得就非常之快 经上所讲的这二十种恶行 全部都改掉 彻底改掉 他转得就很快 再看底下这一段 是丑陋女人 如不厌女生 几百千万亿生 中常为王女 乃及王妃 宰福大姓 大长者女 端正寿生 诸相圆满 这是说他对女生并不厌弃 他的的身相就非常圆满 而且身尊贵之家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 出生于贵族 出生于望族 的人天父报 末后总结 由至心故 詹里的藏菩萨 或福如是 清廉法师注解里面 也特别告诉我们 至心二字 一身一重 惯于前后 悟轻看过 夫人之转报 成非一事 转自己夜报 不是容易事情 经所或付 成由至心 至者 心之所至也 这几句话非常重要 礼佛也要是 李元荣 我们才能够得到 真实的利益 关键就在至心 至心是真心 真诚之心来学习 所以这个心彻前彻后 前后不是讲这一段 深远的说贯彻全经 我们在前面看到 德藏菩萨在往昔阴之中 为大长者 做婆罗门女 做光木女 深深事事不舍本愿 不仅是不舍 这个愿常常在发 它是真发 我们也在学 我们可惜学得不认真 每一天早晚课都发愿 愿是发了 嘴皮上发 事实上没兑现 念完之后随即就忘掉了 所以它不起作用 这什么原因 不是至心 死的关键在至心 不是真心发愿 像我们平常这有口无心 这不行 我们自己要反省 要改过 帮助别人要把这个理事讲清楚 讲明白 提醒他 他能回头 他救的父 他不能回头 阿赖耶实里头也中了善根 我们自己发愿叙佛会命 弘法立身 我们这一生当中选择这个行业 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 那就是念念不舍众生 念念帮助一切众生正性 正解 正行 我们选择这个行业才没辜负 这个行业是佛的事业 如来加业 我们选择的是这一行 是出世间所有行业里面无比的殊胜 如果不是用至心 怎么能做得到 经上讲的果得我们相信 为什么 因殊胜 这个果报就不会怀疑了 下面这第四段是 祭乐赞功夫 请看经文 赋次普广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能对菩萨向前 做诸祭乐 及歌永赞叹 香花公养 乃至劝于一人 多人 如是等辈 现在是中 即未来是 长得百千鬼神 日夜护卫 不令恶事 折文其尔 何况清受诸痕 这一段注解里面说 文分二节 先说能共的人 然后再讲他所得的福报 这个供养是什么 是祭乐歌舞 我们在佛法里面 知道大乘法中有 小乘法里面没有 佛说大乘法 诸天供养 天女散花 天人以歌舞 音乐供养 特别明显的像中国敦煌 云岗的壁画 这些变相图 世尊讲经说法 有这些供养 在民间演变成什么 演变成唱戏 供养佛菩萨 在佛菩萨庙前 很多寺庙 佛菩萨大殿 前面有戏台 那是专门给一些发心的人 做诸祭乐 歌舞 赞叹供养佛菩萨 演这些戏 实在讲这是错会意思 演戏不必演给佛菩萨看 演戏是给一些大众来看 不必在佛菩萨面前 实在讲道场里面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接引一些众生 可是现在这些戏剧 歌舞 不可以供养佛菩萨 那个供养佛菩萨有罪过的 古时候这些戏剧 有一些可以供养佛菩萨 为什么 他戏剧的内容都是教人 中国古时候戏剧四个字 他的内容 忠孝结义 都是劝化众生 古时候教育不普及 用什么方法来教化社会大众 用戏剧 从前是农业社会 农忙过后空闲的时间很长 用这些艺术表演的方式 劝人忠孝结义 表演的都是因缘果报 善人后来友善的果报 恶人一定有恶报 表演这些 所以广大的群众没有读过书 没有受过好的教育 但是他懂得做人做事的这些原理原则 他从哪里学来的 多半从说书 听戏 从这学来的 所以从前娱乐是教育 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 重点是在教育 佛法里面也用这种方式 达到佛陀教育的目标 所以佛法里面重视艺术的表法 现在佛法衰 不是没有原因 过去佛法的圣 说实在话 世间最高一流的人才都在佛法里面 都出家了 都做法师 法师是世间一流的人才 所以出家人为帝王师 不是一般人都能够随便出家 随唐时代出家人要经过考试 考试的项目是先考世间法 世间法的标准相当于近世 换句话说 世间学问你要达到这个标准 然后再考佛法 考取皇帝才发证书给你 那个证书叫杜蝶 你拿到这个证书 你去找有缘的道场 有缘的法师跟他出家 你要没有这个证书 他要收你出家 他犯法 他收你 一定要有皇帝给你的度蝶 皇帝给你度蝶 意思就是承认你的学问德行 是初世间法可以做我的老师 你说他的身份多高 他一剔度出家 地方官员对他要特别恭敬 帝王师 所以教化的内容 那就非常精彩 以前这些文字 寄送 歌赞做得多美 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出来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德藏菩萨本愿经 第二十一卷 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请先开经本 科著卷中第三十九面 看经文 赴赐普广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能对菩萨向前 做诸祭乐 及歌永赞叹 香花供养 乃至劝于一人 多人 如是等辈 现在是中 即未来是 常的百千鬼神 日夜未护 不令恶事 哲闻其耳 何况清受诸痕 看这段 在 地藏经 上我们看到 共佛的方式有很多种 这地方是以 祭乐 祭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歌舞 音乐 在大乘佛法里面 在古代我们所看到 世尊弘法变相图里面许许多多 世尊在讲经说法诸天在歌在舞来供养 这些事情小乘佛法里头决定没有 像 八观斋界 沙弥界 比丘界 决定禁止歌舞的场所 可是大乘菩萨就不一样 非常明显能够看到 小圣是对保守的社会 对保守人佛所设施的善巧方便 大乘佛法是对开放社会 是对一些开放这一类众生 这就说明佛确实没有定法 没有一定的法 佛教化众生都是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我们在 华言 里面特别谈清楚这些地方 它的确是应激 当然佛有智慧 有德能 看一个众生能够看无量劫前的因缘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佛设受众生是圆满的四设法 四设法末后例行 同事 同事这就开放 如果不开放的话 怎么能跟众生同事 这是高度的智慧 甚深的禅定 他能够顺众生 能够在其中诱导众生 让众生觉悟 让众生回头 改邪归正 断恶修善 佛有这个能力 如果自己没有智慧 没有定功 也要学这样子很难抗拒外界的诱惑 许许多多人定会不足 被外面境界诱惑而退转 而丧失到心 比比皆是 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 每一个时代都有 出家人堕落 出家人还俗 其实还俗比堕落还要好 他舍出家人的形象 去还俗 坐在家修行人 也不错 也能成就 所以在佛门里面出家还俗 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也是一个好现象 我们不能拿另外眼光去看 我们自己就有罪 像现在小城国家 他们有短期出家 在泰国连国王都要出家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再还俗 这是接受佛教教育 过佛教的生活 对社会决定有好处 有帮助 这段是说明以歌舞 音乐供养菩萨所得的福报 前面一段是讲供养 后面一段是讲他得福 从这段经文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 引申到以艺术的方式来弘法立身 在大藏经里面 我是在嘉庆藏里面看到 嘉庆藏是明朝时候编辑 藏经里面有厚厚的 现在是用精装本 大概有这么厚两册 内容是什么 全是歌词、普上曲、歌词普上曲 都可以演唱 由此可知 古时候用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很常见 因为众生喜欢接受这种方式 编程剧本来表演比较少 为什么 条件要多 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可以能够做得到 一、两个人用歌唱 两个人这种表演 民间的艺术 在古时候是很常见 特别是在法会当中来表演 因为法会的时候人多 以这种方式来宣扬佛法 以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 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法 地藏经 如果我们将前面光木女、婆罗门女这些故事 以歌舞、戏剧这种方式表演出来 效果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效果大很多 这个理念希望同修们要记住 我们今天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条件具足 大乘佛法要搬上舞台 如果能够编成电视连续剧 在电视台广播 你想想看教化多少众生 普遍受到大众的欢迎 这是我们应当要想到 在古时候剧本里面 古德也有编辑 我看到的是平剧的剧本 归原境 这里面是三个故事 都是我们净土宗 第一段是慧远大师的故事 第二段是永明严寿大师的故事 第三段是连池大师的故事 编得好 他是以平剧方式 在舞台上表演 演员那就是菩萨 就是在讲经说法 上一次有本昌居士到新加坡来访问 来看我 特别提到他愿意用艺术的方法来帮助佛教 我说错了 不是帮助佛教 你不是帮助法师 你就是大法师 你就用这个方式 弘法立身 这才是正确 所以他计划这一次第二集推出来之后 第三集他要演技功说法 正式当大法师 我们非常期望他的愿望能够实现 也欢迎他来演的藏菩萨 过去我听说电影里头拍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但是没有按照经文经义来表演 按照经义来表演才真正是利益一切大众 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里面关键的字眼 还是善 善男子 善女人 还是在 善 字 可见得他歌舞表演的目的是劝化众生 而不是盈利 现在世间种种娱乐的目的都是在盈利 如果利润欠佳 他就不肯做 表演一定要卖座 善男子善女人 他的用心就不一样 他的目的是教化社会 目的是宣扬佛法 利益众生 关键的字眼在此地 能对菩萨向前 做诸祭乐 及歌勇赞叹 香花供养 下面 乃至劝于一人 多人 最好是利用法会场合 古时候常有 佛菩萨节日都演戏 演戏是有根据 这经文上就有 但是看你是演的什么戏 演戏的内容 演戏目的之所在 如果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 那就错误 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 普度众生 这就善了 关键就在这一点 我们要谈一谈 他究竟得到一些什么功德 他好处从哪里来 现在世间一般人 把佛法这些作为都看作迷信 于是他们观念当中 修福应该在哪里修 应该多做慈善事业 多帮助社会贫苦的众生 年老的众生 残障的众生 多病的众生 做这些慈善事业 国家政府奖励 社会大众赞叹 我们佛教一个法会 在这里面演一场戏没有人重视 在他们眼光当中 哪能跟社会慈善家相比 我们这在迷信 我们这在敛财 给社会都是很不好的印象 这些事情我们不敢说没有 但是真正佛法一切的设施 它都是教学的目标 将教学跟艺术结合成为艺术的教学 这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 达到登峰造极 是尊实时刻刻在提倡 我们在一切经里面 哪一部经都重负很多遍 佛陀教我们受持 读诵 为人演说 研究式表演 我们要了解世尊的意义 昨天我们在华言会上讲到主要神 顺便谈到修福 因为主要神是为人治病 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 要知道最高明的大夫 是可以令人不生病 这大夫才高 病了给他治病 不算高明 如何能叫一切众生不生病 佛是大一王 佛有能力 这三种人是 第一种人是有福报的人 所以你要会修福 有福的人不生病 第二个是有定功的人不生病 第三个是有智慧的人不生病 那个会不是我们世间聪明智慧 佛家讲的明心见性 大彻大悟 为什么说这三种人不生病 这三种人能够把生病的因素给他止住 有福报的人生病的因素少 有禅定功夫的人能够把生病的因素控制住 让这些因素不起作用 所以他不生病 开悟 明心见性的人更不得了 把所有疾病的因素像现在化学一样 把它化解都变成智慧 都变成功德 所以他们不生病 这道理 事实真相唯有佛懂得 佛教导我们 我们要相信 所以佛法是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 理论圆满 方法巧妙 佛经上讲善巧到了极处 可惜我们学佛的同修们愚昧无知 体会不到佛的心意 不了解佛教化众生的方式 虽然学佛依旧得不到佛法的利益 说得不到佛法的利益是讲现在 可是真实的利益 深远的利益都得到 抱不在这一生 不在这一世 因此世间人也就不能相信 对于供佛这桩事情 他也就看清 也就疏忽 学佛的同修我们常常听到 古德常说 一粒耳根 勇为道种 一粒眼根也勇为道种 根是六根 六根是用眼根来做代表 说眼根是六根都说到 要晓得这意思 讲一根你就执着在一根 你就难教是法教学 还讲求举一反三 文艺之实 人言会上讲六根 佛也只讲一个 讲一个见性 十番显见 你懂得十番显见 同样道理也就显文 显觉 显知 全都有了 所以说 一粒耳根 勇为道种 我们统统就明白了 眼见也是道种 深处也是道种 舌长也是道种 鼻袖依旧是道种 这样你才晓得佛法里面造像 造佛像的功德大 大藏经 里面有 造像功德经 果报不可思议 你要问为什么 塑造的像传之久远 彩化的像令人见到种下成佛的种子 他见到佛像 菩萨像 将他阿赖耶里面含藏十法界的种子 菩萨法界 佛法界的种子 他就现一次行 释出世间一切功德 福德 还有哪一种能比这个更大 每一个众生阿赖耶时里面 十法界的种子都充满 我们在十法界哪一个法界去受生 过哪一个法界的生活 那就要看你灵命中十最后那个念头 这个念头是个什么念头 如果灵中一念是念佛 他就到佛法界 灵中一念是念菩萨 他就到菩萨法界 明白这道理才晓得佛门当中修福是不可思议 造相的功德哪里是迷信 不但不是迷信 真实智慧 无量的福报 这一尊相不但令自己得福 凡是有缘见到的人 都引发他八十田中佛菩萨的种子 见一次就像闪电一样放一次光 要知道放这次光 非常稀有难得 因为他要不得人生 不遇佛法 他没有这缘 没有这机会 八十田中虽然有佛的种子 没有缘把它引发出来 造福的人 前面讲述造佛菩萨形象 采化佛菩萨形象 能够引发许许多多众生 阿赖耶实里面最宝贵的光明 这光明要常常引起 他修行正果的距离就缩短 他要成佛 成菩萨 诸位想想度多少众生 他所度的众生 我们在阴地上给他修的这点福 我们就沾他的光 跟佛菩萨有缘 何况自己修行 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 恭敬做礼 香花供养 表演给别人看 尤其是不相信的人 他看看我们这些人 我们不迷信 不愚痴 也不傻 也不呆 见到佛菩萨形象 为什么那么样的礼尽 他见到 有时候他也发问请教 你为什么这样做法 这就机会教育 你就可以给他说明这功德利益 这属于机会教育 中国佛教寺院几乎每一个县市 乃至于乡镇道场林立 有历史 有艺术价值 这些道场 现在国家开放做观光旅游 你要晓得这功德多大 许许多多外国的观光客 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 没有见过佛菩萨形象 他到这地方观光旅游见到 阿赖耶时佛菩萨种子种下去 利益的殊胜 我们没有办法说得尽 可是世间人不知道 这是讲见像文明 如果在有通达佛法的佛弟子 无论是在家 出家 能借这机会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去详细介绍 他现前旧的利益 他这利益不是来生 不是后生 他现在旧的利益 等于说到这里来观光旅游 是到这边来上课 你给他上了一课 他到这里来观光旅游 送的这些钱是交学费 学费没有白角 我们收的学费很少 他的的利益很大 这是为什么在这种场合当中 我们要做得特别的如法 我们在演戏 表演给那些没学佛的人看 让他们身恭敬心 让他们申起疑问 我们在为他解答 我们对一个人解答 观光旅游的很多 一片都围起来 大家都来听 这种场合要懂的表演 没有人问 找个内行的人 预先约好 我在这里表演 你来问 唱戏 唱给别人看 给别人听 这种发问经上有 利乐有情问 他们不懂 他们能问 好 看看旁边没有人问 没有人问 我们自己人来问 问了叫他的利益 所以中国这些寺院道场 是教化全世界众生的课堂 教室 这是大乘佛法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 我们要懂得这意思 然后你才晓得功德利益的殊胜 绝不是世间那些慈善家能够相比 慈善家帮助人一世一生 佛法帮助人深深逝世 这利益怎么能相比 所以果报当然不相同 下面这是说他的福报 如是等倍 就是这些修福的人 现在世中 即未来世 后头这一句重要 他不是一世 他还有来世的福报 常的百千鬼神 日夜未护 护法神保佑你 他为什么保佑你 因为你弘法立身 因为你弘扬佛法 这些护法神都是佛弟子 乃至于这些鬼神里面 却确实实有诸佛如来 法神大事在里面视线 鬼神纵然愚昧无知 他们在那里教导 在那个地方做示范 这是劝善 做这么一点善事 得这么大的利益 谁不愿意去做善事 谁不愿意去做好事 这是劝善的一种手段 不令恶事 折闻其耳 何况轻受诸恒 这就是我们现前讲的消灾免难 所有一切灾难不但你自身遇不到 灾难的阴声你都听不到 讯息你都听不到 能得这么大的福报 我们要肯定相信 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 没有一个字是妄语 如来却确实实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妄语 不狂语 句句是诚实之言 注解里面希望同修们细细去看 清廉法师这段注 注得非常之好 引用古时候的典籍来说明了教 音乐教化的功能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 复赐普广 未来世中 若有恶人 即恶神 恶鬼 见友善男子 善女人 归尽供养 赞叹詹理 的藏菩萨形象 或望生机会 棒无功德 吉利益事 也就是说没有功德 没有利益 说你迷信 或路耻笑 或面被非 面是当面 背是背后 或劝人共非 或亦人非 或多人非 乃至一面生机会者 这是讲造业 现在造这种恶业的人 确实有 我们常常听到 有时候也见到 特别是在我们这时代 冷言经所说 这时代 邪师说法 如恒和杀 邪师是谁 妖魔鬼怪 冷言经 第四卷佛给我们讲四种清净明慧 那一段经文非常重要 为我们说明这世间哪一类是妖 哪一类是魔 哪一类是鬼 哪一类是怪 我们看到都是人 面貌是人 他心不是人心 是妖魔鬼怪的心 所以佛在 灭法经 里头预言 现在人讲预言 佛法将来第一个消灭是 冷言经 最后消灭是 无量寿经 冷言经 为什么第一个消灭 我看到那一篇经文 我就知道这个经一定会先消灭 这个经没有了 妖魔鬼怪在世间你就不认识 你不但不认识它是妖魔鬼怪 你还把它当佛菩萨看待 它装得很像 很像佛菩萨 它不是真的佛菩萨 所以清静明慧那一章的经文 我过去讲 冷言 我说这一段叫照妖精 妖魔鬼怪对这个头痛 总得想办法把这经销毁 不让你流通 它好作怪 儒家 左传 里面有一句名言 教给我们辨别什么是妖 左丘明说 人气长 则妖心 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尝试什么 儒家讲的五常 人 义 理 智 性 人要把这东西舍弃掉 不要了 换句话说 他所做的不仁 不义 不讲理 不讲信用 这个人就是妖 无论他在社会上地位多高 他有多少财富 他不是人 儒家认定肯定人的标准 一定要讲人义理智性 也就是说做人五个基本条件 在佛法里面自古至今 这些祖师大德们就把五常配在五界 不杀身是人 不偷盗是义 不邪淫是礼 不妄语是性 不饮酒是智 由此可知 五界巨族 这是人 五界统统毁犯是妖 妖魔 不是人 现在虽然的的是人生 他造的是妖魔鬼怪的业 将来必剁三图 这是一切大 小陈经里面都讲得很详细 佛法是一切大众公认的人 有辩才 也有协会 人言 后面所讲的五十种阴魔 种是种类 将这些魔分作五十类 每一类里面 我们在经里面所看到 如果不是真正通达大乘佛法 确实都把他们看作佛菩萨 他们在这世间有福报 福报很大 有图众 图众很多 有势力 他也有护法神 他的身也是金色光明 凡夫哪里能比得了他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佛菩萨的光明柔和 你接触感觉的很舒适 魔的光明是有威猛 你接触感觉的恐惧 他的光刺眼 像太阳光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睁开眼睛 久看 久看光里头有紫外线 眼睛会瞎的 所以太阳光决定不能久看 魔光就是这一类 佛光柔和 为什么会有这现象 佛光是从自信慈悲心里头流出来 魔的光还是从贪甜吃里面出来 所以虽然光明很大 性质不一样 这是我们要晓得 魔利用人 有的时候人也利用魔 人喜欢求名闻力养 魔给他名闻力养 于是魔道 魔法出现在这世间 能令一切众生迷惑颠倒 弃善向恶 这造恶业 不肯修善 舍弃正法 我们常常感触到 许许多多人性邪不信正 听骗不听劝 这真正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可怜悯者 真正可怜可敏 他还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是 对于他见到善男子 善女人 皈依恭敬恭养 赞叹詹里的藏菩萨形象 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拜佛 拜菩萨 看到有人拜佛 拜菩萨 诸位一定要晓得 凡是见到拜佛 拜菩萨 他使正性好 迷信也好 只要肯拜就好 正性的人现前的利益 迷信的人来生的利益 没有不得利益 法华经上讲 一称男无佛 皆已成佛道 那个 已成佛道 不是现前 也许在无量劫之后 就是他今天迷信 见到佛菩萨 他恭敬恭养礼拜 就修这么一次福 无量劫后 如果要遇到有佛出世的时候 可能这个因缘就能跟佛出家修行正果 我们在经上看到很多 他并不是很明了 也并不是很懂得道理 疾难当中情疾的时候念一句观音菩萨 念一句阿弥陀佛 功德都不可思议 何况我们对这些道理深深的了解 一身佛号 一身心 恭敬做礼 赞叹恭养 都是信德的流露 明心见信 信在哪里 信就在这里流露 对于修基真实功德的人 修基真正福德的人 他 望生机会 望 他是不了解其中的道理 不了解事实真相 随着自己的知见妄想 从他的妄想生出来的讥讽诽谤 说这是迷信 这话如果要深入去探讨意思很深 佛教不是迷信 所以迷信佛教的人也不是迷信 你们想想我这话对不对 佛教本身不迷信 你迷信他也不迷信 欧阳静无说 宗教是迷信 正知去相信他还是迷信 他本质是迷 佛教本质不迷 你要明白这道理 所以佛教 你从迷进去 后来会开悟 如果真正他本质上是迷信 他知进去也被他迷了 这道理很深 很值得去玩味 然后你才能开导一切大众 决定不可以讽刺毁谤 那造的业造重了 你说他没有功德 说他没有利益 实在讲他的功德利益都是无边 你 露耻笑 耻笑他 面被非 是批评他 当面批评 背后批评 或者你还劝导一些人共同来批评他 末后总结 或一人非 或多人非 非分的批评 非礼的批评 乃至一念深击毁者 这是讲最少 动了念头 下面讲他的果报 如是之人 贤结千佛灭度 击毁之报 尚在阿比地狱 受极重罪 果报还没有完 后头很长 这些人往往自以为聪明 佛门里头 无论他是智性 是迷信 我们见到都欢喜赞叹 为什么 本质是正觉 迷信的人也得福 跟经上讲的没有两样 功德利益真的是无量无边 无可穷尽 毁谤批评的罪报 也不可思议 也是无有穷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德藏菩萨本愿经 第二十二卷 新加坡进宗学会录影 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请先开经本 刻注卷中第四十二面 请看经文 如是之人 贤结千佛灭度 击毁之报 尚在阿比地狱 受极重罪 这问题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白 为什么对这桩事情结罪会这么重 而我们看现前社会造这种业的人 我们常常能够听到 有时候也能够见到 大家都把这事情看得很轻 认为这是迷信 认为这些迷信的事情应当要破除 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 毁谤三宝 无论你是有意 无意都得重罪 在一切恶业里面没有比这个更重 他的原因如佛在经中所说 三宝是人天眼目 三宝是众生的度的因缘 你把一切众生的度的机会断掉 这罪就重 你杀害一个人 你杀人的生命 经上讲四十九天 他又投胎来了 所以杀生命最小 断众生会命最大 他的一个人生 如果他人间的福报还没有想完 还有人天于福 你杀了他 他很快又的人生 他福报没想完 他要继续来享福 福报大的 很快旧的人生 几天他又投胎来了 福报差一点的 也不过经上讲的四十九天 他就又回到人间 这就说明杀生命最不重 可是遇到佛法这个机会难 开经济上 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的人生 你未必能有机会闻到佛法 何况的人生相当不容易 佛出现在世间时间并不长 没有佛法的时节太长太长 你怎么正好生在有佛出世这段时候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个人修行成佛需要三大阿僧止节 这个时间太长太长 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就是你在修学过程当中 你有机缘遇到佛法的时间少 没有机缘的时候多 没有机缘你就退转 你就又堕落 遇到佛法 这事重新捡起来再继续干 断断续续 修的时间短 断的时间长 所以才要三大阿僧止节 要这么长的时间 假如修行要是继续不断的话 哪里要这么长时间 不需要 三宝是众生文法修学的度的一种机缘 创造机缘的人功德无量无边 创造机缘是为了利益众生 不是为了利益自己 实在讲为众生 自己才真正的大利益 为自己的的利益很小很小 此的见念佛堂 在念佛堂领众这些同修 法师们 我昨天晚上跟他们说 这念佛堂是不是此的这地区的 不是 这念佛堂是全世界的进宗念佛堂 我们这个地球上 发心念佛求往生的同修 都能到这念佛堂来念佛 来观摩 来学习 所以它是全世界的念佛堂 你的心量要拓开 你的眼光要远大 然后才知道使命的省重 一定要把这桩事情做好 怎么样才能做到尽善尽美 我提醒大家天天要改进 不能依自己的意思来做 每一天要互相切磋 每一天要向大家请教 因为自己很不容易发现自己的缺点 要以真诚心请教别人 到念佛堂来的同修 有哪个地方觉得不方便 请他说出来 我们立刻改进 每一天都要请教 天天改进 一天不改进 就一天没有进步 你要问到什么时候 才能改进到最圆满 大家都成佛 大家没有成佛 还在等觉菩萨位 还要求改进 还要求人批评 还要请人指教 这个事情才能做到尽善尽美 固执自己的成见 不受别人的批评 这个道场怎么会有进步 怎么能如法 如果要问新加坡居士 灵念佛堂的精神在哪里 他的精神就是愿意乐意接受批评 勇于改过自新 这了不起 任何一个人到这地方来念佛的人 都可以提出他的意见 死的常住最难得 就是能够接受意见 认真的去改正 这是菩萨精神 觉悟人的精神 不觉悟的人做不到 真正觉悟的人做到 我们是为服务众生 为服务一切念佛人 一定要叫他在此的念得很舒服 念得很自在 念得很欢喜 念得真正能得受用 受用式的清净心 的念佛三昧 成就真实功德 这个道场赞叹 李静 供养的无量福 你要是毁谤障碍 那过失就如今所说 在阿比地狱受极重罪 所以李根氏都要清楚 都要明了 不能随便批评 不可以任意轻慢 损自己的福 清廉法师在柱子里面 也说得很好 他柱子的一开端 宣完成性 战斗为情 这就是讲一种 轻慢的习气 轻慢别人 实在讲还是有共高我慢 自以为是的这种习气 对于世间一切诸法 不求圣解 凭着自己的浅见 不知佛道真正红身 而以世间轻薄浅净之言 预设极心 这极度 放毁道根 这样的人得的果报 就如此 末后他隐 兴起行经 里面几句话说 放法之人 极大罪业 堕三恶道 难可出离 一切罪里头 没有比这个更重的 我们诸位想想 反过来 普贤行愿品 里面跟我们讲 一切供养当中 法供养罪 功德最大的法供养 那棒法的罪 当然是极重 这一定道理 这是正法道场 点点滴滴 供养都得大福 这道理事实 我们要晓得 再看下面经文 过世节以 方受恶归 地狱里面 罪报受完 地狱受罪 是论结束算的 那个时间 前面我们看过 地狱都是无数节 不是讲年算 这么长节 罪报报尽 然后才受恶鬼身 鬼也苦得很 又经千节 复受畜身 又经千节 方的人身 在恶鬼道里 做恶鬼做多久 一千节 然后再度畜身 畜身道理 又经千节 这才能得人身 这桩事情 我们要仔细想想 所以做错事情 受的果报 将来再得人身 你看看多久 得人身 不见得遇到佛法 纵然遇佛法 在修行 你想想看成佛 要不要三大阿僧 指节 道理在此地 假如深深事事 遇佛法 深深事事 修行 很快就成佛 问题就是你很难不做错事情 你做错事情的时候 你要受果报 佛菩萨在这里 讲句句都是真实话 绝对不是吓唬人 绝对不是欺骗你 我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 纵然是迷信 他都得福 为什么 因为法是正法 如果法是邪法 那你迷信 当然得不到福 邪法纵然使正性 也不能得福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法的本质 纯正无邪 能令一切众生成无上道 一切法尚且如是 何况静宗法门 静宗法门在一切法里面第一殊胜 他为什么第一殊胜 他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 这还得了 任何法门里头 没有办法令众生平等成佛 静宗是平等成佛 毁谤静宗 障碍静宗 罪过比这又不知道要生多少倍 一定的道理 这事并不难懂 所以毁谤静宗 障碍人念佛 障碍人求生净土 要比这罪又不晓得要加多少千倍 多少万倍 不是一倍 两倍 十倍来算 不是千万亿倍 这事讲他从罪报里头再得人身 纵受人身 贫穷下贱 诸根不拒 多倍恶业 来劫其心 不久之间 附堕恶道 这才知道 这才知道 躲在恶道里 出恶道就太难太难了 不是不能出 时间太长 一次一次把恶道习气减一点 一定要减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的人身 才能够有机会遇到佛法 他才能生欢喜心 经上讲的这些事情 我们每个同修都干过 不晓得干了多少遍 所以我们在 《无量寿经》上看到 阿蛇王子这一帮人 佛讲过去身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你要知道他供养四百亿佛 他跺多少次的地狱 如果他没有干过这些罪报 这些事情 供养四百亿佛 跟诸位说供养四尊佛 他准成佛 才晓得我们起个恶念 造作恶业 太容易了 为什么会干这事情 阿赖耶实里含藏无量节的夜洗种子 外面遇到这些事稍稍有一点不如意 恶念头就起来 毁谤这个事情 他就干出来 造作这些种业 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 要想 不堕地狱 行 赶紧忏悔 陈你现在一口气还没断的时候还来得及 而忏悔只有求阿弥陀佛 求别的法门没有办法 还是免不了要堕落 要受报 只有求阿弥陀佛 修忏悔法往生 立刻改过自新 从前毁谤 现在极力赞叹 这才能回得了头 以前障碍别人修学 现在想尽方法劝勉别人修学 从前障碍哪些人 现在把那些人找来向他求忏悔 我以前错了 现在赶紧认真努力修学 这才行 你才能挽回 如果障碍的人太多 这麻烦事情就大 所以这段经文 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 不能大意 要常常记在心里 决定不能够做仗道的姻缘 我们千万不能够做仗道的姻缘 真的不是 对 感谢观看